第八百二十四集 全力击退 两个人刹那就碰到了一起 巨响让苍穹掀起书鱼林般的不稳 扩散四方式 白小春面色变化 身体在雷山的惊人之力下 猛然坠落 直接就落到了天州上 整个天州震动 白小春气息有些波动 抬头时 眼看那雷山居然只是退后了数步 他双眼猛的收缩 一晃之下再次冲出直奔雷山 二人刹那间 在这半空中不断的轰杀 这么一耽搁 天州的速度又快 渐渐的远离二人 红尘女面色变化 勉强起身后 让着天州停顿下来 急促的喘息声 透露着他现在的虚弱 同时又紧盯着天空上交战的二人 心底很是焦急 轰轰之声 在这苍穹不断掀起 雷山没有什么术法之力 全凭着肉身 而其肉身之强 是白小春这一生 少见的劲敌 天人肉身吗 白小春眼中煞气再气 身体不断退后 他每一次轰在雷山身上的拳头 对雷山似没有太大的阻挡 可对方的每一拳 都让白小春全身震动不已 这雷山一声怪力 强悍无比 此人不能拖延 要速战速决 就算打不死他 也要让他重创之下 减气速度 白小春实在是担心拖延下去 一旦公孙马儿脱困 那么自己的一切优势将全部瓦解 到了那个时候 怕就真的九死一生了 白小春立刻双眼赤红 此刻再顾不得什么暴露身份的问题了 与小命比较 身份暴露 那就暴露吧 况且公孙马儿变成自己的样子 这就使得自己这里 就算是暴露了破绽 短时间内 也没人能去联想太多 想到这 白小春扬天一吼 双手掐绝 这一次的印诀 与他平日里不大一样 体内天道原因更是流转异彩 一波波灵力在他体内汇聚 好似形成了大海 游走全身时 从白小春体内 轰然的扩散出来 这灵力的外散 瞬间就化作了冰寒 咔咔声响 以白小春所在为中心 八方范围 插那就化作冰寒 这冰寒之力 惊天动地 竟可以冰封虚无 使得他的四周瞬间化作寒池 正是寒门一样念诀 此神通 白小春之前不敢用 哪怕有面具这里遮盖 也不敢动用 可现在他顾不得这些了 目中带着疯狂 在这寒气扩散的刹那 白小春右手抬起 向着不远处 急齿而来 可却在这寒气下 速度减缓的雷扇 木然一指 白小春大吼了一声风 顿时 这四周所有的寒气瞬间爆发 从四面八方直奔雷扇而去 刹那间就覆盖了雷扇的全身 使得雷扇的身体 眨眼就出现了寒霜 刹那中竟出现了冰层 咔咔之声越来越强力 也就是几个呼吸的时间 雷扇的四周就弥漫了厚厚的冰层 任凭他如何挣扎 哪怕碎了冰层 可在这碎裂的过程里 又有更大的寒冰凝聚 很快的 雷扇就化作一块巨大的寒冰 这寒冰漂浮在半空中 足有百丈大小 其内的雷扇一动不动 可还是能看到 一道道细微的裂缝 正不断的从内部扩散 似着风意也无法坚持多久 这一幕 让周船上的红尘女明显一愣 可还没等他联想到什么 白小春扬天发出一声惊天咆哮 其肉身之力 在这一刻鱼体内不断的爆发 越来越强 到了最后 他全身的皮肉都在波动 一股惊人的气势从其体内猛的扩散开来 这一次的扩散立刻就让整个大地出现了震动 无数的小狮子竟在地面跳跃起来 甚至更有一块块巨大的石头也都如此 就连不远处的一座矮山也都在这一刻出现了一道道裂缝 眨眼间矮山崩溃 无数岁石没有散落大地 而是拔地而起 比仅仅是那些石头 这四方大地上的无数石子 无数山石全部升空 好似白小春的身体成为了黑洞漩涡 那无数的石头直奔白小春而来 这些石头齐齐凝聚 眨眼间就贴在白小春的身上 层层叠加后 一尊足有百张大小 惊天动地的巨人 就这样降临在蛮荒的天地间 正是人山绝 此神童同样是白小春曾经不敢用出 可现在却不得不用出的通天河竖法 甚至以其如今的修围去展开 威力更大 很快的无数的石头飞来 他化身的巨人赫然从百丈 直接达到了七百多丈 不说撼动天地也都相差无几 再出现的一瞬 白小春的肉身之力也都全部爆发 配合人山局突破极致 这就是他想到的 在无法施展不灭地权的情况下 自己要缩解与雷山在肉身上的差距的 唯一办法 白小春大吼了一声去死 巨人之口声音如天雷 在回荡的瞬间 他迈着巨人的脚步 猛的就向着前方被冰封的雷山 撞击过去 这正是汗山撞 这一次的汗山撞 白小春没有半点隐藏 全力爆发 远远一看 他仿佛化作一尊凶傻滔天的石手 疯狂而去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那冰块内的裂缝越来越多 甚至在白小春的神念下 在他靠近的瞬间 那部分没有被裂缝蔓延到的冰层 竟连同整个冰块 同时自爆 轰的一声 冰块自爆 其内雷山身体一顿的瞬间 白小春的人山觉化作的巨人 就直接的撞击过去 声响在这一刹那 仿佛让天地震荒 日月无光 强汗如雷山 也都全身一颤 身体传出砰砰之声 被狠狠的撞飞 可这一切没有结束 依靠人山觉的爆发 配合汗山撞的神通之后 白小春迈着大步 右手猛的抬起 食指与拇指散出黑芒 向着被撞飞的雷山 猛的一把捏去 正是碎喉锁 这一切说来话长 可实际上都是刹那发生 对白小春而言 从施展寒门仰念决开始 之后的一切 都如同一系列的组合 干净利落 果断无比 此刻碎喉锁下 一把就捏住了雷山 轰鸣中 雷山发出一声咆哮 全身黑光猛的扩散开来 双手死死的撑开 竟支撑住了白小春 食人的拇指与食指 咔咔之声 不断从雷山身体内传出 他目中的黑芒 强烈无比 在这支撑下 白小春竟无法顺利 将这最后所施展 没有半点迟疑 白小春 食人的大手猛的一甩 短时就将雷山直接的扔向大地 轰鸣间大地出现一个人 在雷山被轰入进去的刹那 白小春食人大手握拳 向着那深坑内 直接轰出了数十拳 每一拳都让大地颤倒 都让那深坑变身 都让这四周地面裂缝无数 但就在这时 那深坑内的咆哮 又一次昏明 白小春的最后一拳竟被阻挡 甚至一股大力反弹 使得他拳头都被掀起 深坑内的雷山 全身都是碎裂的伤口 劈头散发 甚至多处地方 都还留下黑色的鲜血 可目中的漆黑 却让他肉身之力再次爆发中 身体也拔地而起 可就在他飞出的瞬间 白小春食人的眉心 突然裂开一道缝隙 与此同时 食人内部 白小春的本尊 亲面具下的眉心 一样的裂开缝隙 露出了第三只眼 冲天发眼 一眼看去 这一眼更是顺着食人眉心的裂缝 扩散出来 目光刹那就落在了 正在爆发的雷山身上 雷山全身一阵 好似被一股无形之力笼罩全身 要去操控他的身体 使得他整个人在这挣扎中 如被定在了半空中 在他被定住的刹那 白小春操控食人身体 一跃而起 大吼了一声 右手抬起 向着被定在半空中的雷山 直接就一掌 轰然落下 在这一掌 落下的刹那 白小春也展开了他的 不死计 这不死计 化作无数黑丝 融入这一掌内 在落下的瞬间 雷山全身颤抖 被又一次 轰在地面的深空中 而这个一次 白小春的食人 更是自行瓦解 一块块大石 轰轰落下 在几个呼吸的时间里 竟在这地面上 堆积出一座 数百丈高的大山 而在这山体内 还有无数的黑丝游走 形成风意 死死的镇压雷山 做完这些 白小春身体一个亮枪 随即木然后退 几步就到了天州 在红尘女的木凳口呆之下 白小春一把按住天州 整个天州 如巨兽咆哮 瞬间爆发速度 轰鸣中 破空极尺 刹那远去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传记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825集 拼了 一路急迟 天州速度极快 红尘女 心绪起伏 不时的看向白小春 之前白小春所爆发出的战力 以及那些术法神通 让他目中的复杂更多 但最终 却没有开口说什么 而是闭上眼 争取让自己尽快恢复 只是 他的透支太严重 而且 体内的伤势诡异 竟无法恢复 虽可镇压一下 但他明白 这种强行的镇压 往往换来的 是短时间后 伤势更为狂暴的反噬 苦涩中 红尘女心底轻叹 就在这时 全力操控天州的白小春 忽然灭色一变 猛的回头 看向他之前 镇压雷山的方向 在他看去的刹那 那里猛的就传出一声 震天昏明 大地颤抖的同时 有一股风暴冲击 从远处 扩散四方 数千里外 那座数百丈的山峰 此刻轰然崩溃 无数碎尸散落 不死计也崩溃碎裏 从那深坑里走出一个高大魁梧的身影 正是雷山 他面无表情 只是身上伤势几种 甚至很多地方都已被穿透 露出一个又一个窟窿 但他那些伤势竟在不断地恢复 只不过每一次恢复 其目中的黑芒 似乎都暗淡了一些 此刻又一次升空 骤然地追击 不可能 你方才的那一系列神通 不比我将那尸魁 重击的一级弱 他怎么可能又追出 红尘女内心一惊 白小春沉默 面色越发阴沉 他隐隐想到了答案 这里面一定是与公孙婉儿有关 虽不知道具体 可白小春心底还是压抑无比 公孙婉儿应该还没有头困吧 应该是 白小春也不确定 内心烦躁之下 他的双眼再次血色弥漫 赤红无比 此刻松手不再去操控天州 任由天州凭着余地前行 速度也逐步缓慢的同时 白小春转身 站在了舟船后方 冷眼看着远处的苍穹上 在那看不见的数千里外 正飞速追来的雷山 所在的方向 不灭了他 怕是很难逃走 这么被始终纠缠 就危险了 白小春内心低雨时 气息一凝 双手猛地抬起 目露齐忙的同时 体内修为全速运转 内心喃喃两个字 水泽 渐渐的 一股水气 从其身体上扩散出来 覆盖整个舟船后 又覆盖八方 直至扩散 千里之外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因他这里的减速 雷山的身影 赫然在远处的天边出现 一路奔雷 轰轰中 直接就靠近到了 千里范围之内 进入到这个 覆盖水气的世界中 在他踏入到来的茬 白小春眼中杀鸡 如同食指 他双手猛地一挥 内心清土 国度 水泽国度 此神通一出 立刻这千里范围 水气直接就化作了沼泽 灼盖大地的同时 有一声售吼 仿佛从无几岁月中传来 扩散八方 让所有听到之人 都心神狂振 苍穹也都起了波动 雷山目中黑茫茫的一闪 身体更是刹那停跺下来 想要后退 可就在他停顿的瞬间 内售吼更为狂暴 传遍八方时 赫然有一根根 如山峰般的栗刺 直接就在这千里范围内 木然的冲天而起 每一根栗刺 都蕴含了惊人之力 在这轰轰的冲天中 立刻就形成了 如排山倒海般的疯狂 从雷山那里 直接就碰撞而去 雷山全身狂振 身体轰鸣中 之前愈合恢复的伤口 再次撕立 黑色的血液洒落时 他不断的后退 可在一根根山峰 立次都抬起后 嘴中却出现了五座弯曲的山峰 这五座山峰并非排列在一起 而是不规则的冲天 再次撞进了雷山后 这五根弯曲的立次 终于抬起到了苍穹上 约远一看 如同有一片大陆被掀起 在天空上停顿 仔细去看 可以清晰的看到 这赫然是一只巨大的抓子 那所有的山峰 是在这抓子背部的立次 看起来庞大 那是因着抓子更大 而所谓的弯曲山峰 则是抓刃 至于那大陆 则是这抓子的手掌 而眼下露出的 明显还不是全部 只是部分而已 尽管白小春 看到自己这水泽国度的 本命之兽已经多次 可每一次 白小春的震撼 都依旧的强烈无比 此刻 这巨大的 似乎可以取代苍穹的爪子 向着雷山那里轰然落下 无法形容这一幕的震撼 轰鸣中 任凭雷山如何挣扎 如何逃躲 也都难以避开 最后 他发出一声咆哮 目中的黑芒闪动强烈 全身更是生起无数黑气 这些黑气 竟在半空中凝聚 形成了一个小女孩的头女 这头鲁发出一声凄理的尖叫 向着来临的兽爪 猛得一头撞去 轰鸣之声 睁耳欲聋 扩散八方 随着爪子的落下 大地颤抖 直接崩溃 坍塌 白小春喷出一口鲜血 身体凉强 他之前展开不灭地圈 救下红尘女后 又在这逃顿中连续的施展神通 此刻已经是疲惫到了极限 而那兽爪 此刻也模糊消散 最终消失 只剩下了地面上如今唯一的存在 一个巨大的深坑 这深坑足有数百里大小 其内一切山峰 一切草木 全部都粉碎殆尽 在这深坑内 只有一具尸体 正是雷山 他的身体如要崩溃 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双腿一碎 头颅也都扁了 整个人已不成人形 可墓中的黑芒 却是在此刻猛的闪耀 好似对雷山形成了强烈的刺激 竟让他的身体急速的恢复 也就是眨眼界竟再次的冲天而起 明显的 这一次他目中的黑芒 已经消失了大半之多 而他的气息也都与曾经似虚弱了不少 可他的伤势恢复 却是让白小春看到后 内心升起一股绝望 这是什么恢复力 白小春眼中疯狂 这雷山不难打 可其难杀的程度 确实让人发指 若是换了其他修士 哪怕是天人 承受了如此伤势之后 也都要游进登库 但这雷山竟能急速的恢复 一旁的红尘女也沉默中 看着那已然恢复了大半 冲出深坑的雷山 他深吸口气 他知道雷山不死 自己二人就很难逃走 而时间太紧迫了 他也没把握自己的红尘子墨 能封印对方多久 一旦那有着白小春模样的人 突破而出 怕是会在极短的时间内追来 到了那个时候 他们就是必死无疑 想到这里 红尘女深深的看了白小春一眼 之前白小春的一系列神通术法 尤其是水泽国度 已经让他有所判断 但此时 即便是他有心 却也无力深究 眼下活命要紧 他闭上双眸 但刹那就重新睁开 他的目中露出一抹战意与骄傲 他毫不迟疑的 对自己的伤势展开了镇压 身体更是一跃而起 天人修为 从其体内昏然爆发 扩散四方式 他似乎又恢复到 那高高在上的巨鬼军团长的样子 袖贼一甩冰冷开口 白号 速速离去 这片精致范围 终有极致 你务必将此事 告诉我副巨鬼王 告知大天师 这傀儡的主人 现在的他已不是当初落沉山脉的小小宁气修士 初子墨 你给我争取一炷香的时间 一炷香后 我来解决所有 白小春的声音 白小春的声音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传记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八百二十六集 原因后期 在这之前 白小春将自身原因列领到十五次后 修为突破 到了原因中期 可他担心目标太大 过于惊人 所以不敢继续 主要是那明皇榜上的排名 使得一切都变得透明 白小春这里 一列原因 就天下皆知 于是之后的十六色火 直至十九色火 他都只能眼巴巴的看着多色火 不敢去列原因 想着 以后找个合适的机会 一口气列上去 原本是打算 自己可以直接晋升天人时 才去这么做 可现在 于这生死危机下 容不得白小春 多想了 于小命比较 暴露不暴露 实在是微不足道 况且 最重要的 公孙婉儿装扮成白小春的样子 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白小春琢磨着 自己现在就算是恋原因 也应该不会那么容易被人怀疑 管不了那么多了 白小春眼睛赤红 对于红尘女这里 她也有所思量 二人目前 只能选择同舟共济 其他的以后再说 实在是公孙婉儿给她压力太大了 对方随时可能脱困 一旦追来 后果如何 白小春不敢想象 而现在 她只有将自身强悍到极致后 才有把握 将那看似打不死的雷扇 直接轰杀 一旦将其轰杀 白小春就可以在无人追击中 彻底的逃顿出去 而且时间紧迫 红尘女本就伤势几重 如今在外与雷山交战 每一席过去都有生死危机 白小春神色凌然 听着外面传来的轰轰的碰撞之声 他狠狠咬牙 从储物袋内取出16色火 17色火 18色火 直至19色火 这四团多色火刚一出现 整个密室都瞬间充满赤红 散出高温的同时 白小春恰绝 一拍额头 轰的一声 他全身震动 原鹰直接从其天灵内 木然飞出 原鹰终其后 尤其是裂龄了15次后 白小春的原因 已很是凝实 甚至出现时 也都没有了当初的那种 好似阴风吹体 很是冰寒的感觉 几乎与肉身 没有太大的差距 可白小春没时间去感受不同 他的原因 此刻一晃之下 直接就盘膝坐在了硅文锅中 很是娴熟的右手抬起 一指16色火 顿时那16色火 就直奔硅文锅而来 刹那碰触后 直接融入其内 顿时 这硅文锅上的无数复杂的纹路 刹那闪耀金色的光芒 这光芒璀璀璨无边 直接就将白小春的原鹰覆盖 轰轰之声 在白小春耳边 讨天响起 偏偏这声音 外界没有斑点察觉 此刻红尘女 与雷山正在激烈的厮杀 可远在奎黄城内 那座明皇榜上 其四周已经没有多少回修了 实在是 在这榜单上高居第一的白小春 其15次炼灵 已经让所有人绝望了 没有了 要与其争夺之心 就算是想也争不过 在所有人看来 15次炼元英后 还能不死 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而与这种敢这么拼命的人去争 没有人有这个勇气 只是 此地虽浑修不如以往那么多 但也还是有那么三五位 他们原本也没注意明皇榜 可就在这时 突然的明皇榜上猛然间就爆出黑色的光芒 这光芒立刻就吸引了附近之人的注意 一个个诧异的看去时 他们的眼珠子差点都掉了下来 白小春 她 她的猎灵元英次数 变了 这 这 16次 她沉浸了好久 如今 居然又猎灵元英 她 她疯了吗 这几人倒吸口气 他们实在是不理解 明明白小春已经是第一了 第二才猎灵七次 如此大的差距 实在是没必要还拼命啊 这几人 很是费解 但却立刻传音 将这个消息扩散出去 很快的 此事就被更多的人知晓 慢慢的整个葵黄城也都轰动 16次 这白小春不是正被红尘仙子追杀吗 怎么突然就练领了 就在整个葵黄城都吃惊时 明皇榜上 白小春的名字那里再次散出黑色的光芒 随着光芒慢慢消失 她的名字后面 原本从15化作了16的数字 再次改变 成为了17 天哪 连续两次 这白小春 他莫非是被红尘仙子逼迫到了极致 这才貌似尝试 无数人哗然时 白小春所在的山洞内 她的原鹰身上 此刻赫然出现了七道金色的纹路 她的气息明显强悍太多 已经攀升到原鹰中气的巅峰 只差一步就可直接突破成为原鹰后期 白小春没有迟疑 右手一指 立刻那18色火也呼啸而来 直接融入归闻国内 顿时 那磅礴的18色火形成的金纹 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璀璨次目 刹那就将白小春全身覆盖 其耳边轰鸣 又一次爆发 持续不久 当那金芒消散时 白小春的原鹰身上 顿时就传来一股惊天动地的气势 这气势如同风暴 不断地崛起后 随着白小春原鹰双目 目然睁开 她的修为也随之突破 不再是原鹰中气 而是寄生到了原鹰后气 实际上 早在当初离开奎黄城前 白小春就可以突破了 可她一直隐忍 直至如今完成了修为的蜕变 她的目中露出逼人的惊芒 身上的气息如同大海一般 而她的战力也都在这一刻 增强太多太多 可没有结束 白小春深吸口气 既然选择了炼灵原因 就索性炼到 她能炼灵的极致 她右手抬起意志之下 那最后一团多色火 十九色火 呼啸而来 瞬间融入龟纹锅后 形成了比十八色还要震撼 还要惊人 还要璀璨的金色光海 覆盖一切 甚至就连她所在的这间密室 也都在这一说 直接成为了金色 这一幕 顿时让在外交战的红尘女 愣了一下 就连雷山也都抬头看去 他们感受不到炼灵的波动 但却能感受到在那天中内 正有一股强悍之力 正在撼动天地的酝酿中 即将爆发 雷山墓中黑盲一闪 就要绕开红尘女 去阻止这一幕发生 而不管是什么原因 造成这一次的爆发 红尘女都顺杰 好似重获希望般 她在气息不稳之下 仍是全力阻挡 轰轰之声 顿时更为剧烈的回荡开来 与此同时 在魁黄城内 无数人的哗然声 更是惊天动地 这一刻 随着白小春 从十五次 直接到了十八次 形成的震动之大 不亚于白小春 化身白好式的 近身地皮 整个明皇榜的四方 如今从四面 飞来无数回修 一个个都屏住呼吸的 盯着榜单上 此刻正爆出黑芒的 白小春的名字上 就在他们看去的刹那 黑芒芒的刺目 随着慢慢消失后 白小春的名字后面 出现的猎鹰的数字 瞬间模糊 清晰后化作了十九 四周刹那寂静 但很快的就传出 震耳欲聋的 喧嚷嗡鸣 十九次 这不可能 别说是炼原因了 就算是炼法宝 至今整个蛮黄 整个魁皇朝 列灵十九次的法宝 也都只有那么两三件而已 任何一个都是魁皇朝 多少年来 遗留下的至宝 这白小春 哪里来的十八次火 还有这十九次火 整个蛮黄能列十九次火的 只有万贫帝是一个人的 此事儿 形成的轰动之大超出一切 甚至就连大天师 魁皇也都惊动 更不用说四大天王了 他们无法不动容 白小春十五次练灵 他们还可以不去在意 但十九次的话 就无法让他们不动容了 尤其是巨鬼王 还有大天师 立刻就联系红尘女 要去问问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毕竟白小春的出现 眼下是红尘女正在围剿 可随着他们的联系 大天师皱起眉头 巨鬼王则是面色斗变 忙得起身 呼吸都骤然变得极醋无比 他们联系不上红尘女 出事了 巨鬼王眼睛闪过利色 猛的就冲出巨鬼城 时时轰隆隆的 向着八方不断的扩散 身体更是展开全力 瞬间远去 他的心中 生起一股紧张与焦急 他要去找自己唯一的女儿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传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827集 竟把我的小熊弄碎了 若是换了其他时候 白小春应该能想到 自己猎龄原因 所引起的震动 可以间接的送出 他与红尘女处于危机的情报 只是如今的白小春 在那生死危机下 他满脑子都是如何逃顿 也就没有意识到 这种间接的办法 此刻 他盘膝坐在归文锅内 双目属然睁开 在双眼开合的刹那 一股精芒 从其墓中猛的爆出 在这间密室内 白小春目中的光芒 如同太阳 甚至阴影的 似形成了闪电 于密室内昏明回荡 一股股强悍的波动 从其原因中 不断的爆发出来 那是原因后期之理 练密室原因 在15次时 可让人修为突破 达到原因中期 练18次后 则是原因后期 至于19次 则是无险的接近大圆满 而练龄20次 将突破原因后期 真正踏入大圆满的境界 至于再往后 传说中21次 可让人成为天人 只不过 这只是传说 至今为止 整个魁皇朝内 还没有人以这样的办法 寄生天人 所以 是否存在了端倪 又或者还有其他阻碍 无人知晓 甚至如白小春这样 列灵元英 19次者 访言整个魁皇朝的历史中 不说绝无仅有 也都几乎是 凤毛麟角 而到了他这种 列灵元英的程度后 白小春也隐隐的察觉到 自己的原因 与这天地 似有种要融为一体的感觉 冥冥中 有了一些直觉 而是一次 或许并非如传说里所描述的 直接寄生 而是成为天人的几率 远超其他人 白小春身体一跃而起 这些念头 在他脑海一晃 就被他压了下来 此刻不是琢磨这些事情的时候 白小春的原因 刹那节就与肉身融合 也就是三个呼吸 他之前盘膝坐在那里的身体 微微移动 双目 目然睁开后 一股比之前更强的修为波动 从其体内 滔天爆发 这修为之强 喊动天地的同时 他的战力 也在这一刻 攀升无数 如果说之前的白小春在原鹰中期时 他可以与天人出气一斩 虽无法获胜 但逃走还是可以做到的话 那么现在修为突破 且距离大圆满 也只是半步的白小春 他已经有足够的把握 可以碾压天人出气 这就是天道原鹰的强悍之处 同时也是不死卷带给白小春的无上助力 才使得他于原鹰后期能压天人出气 雷山 白小春深吸口气 收起龟文姑 身体刹那冲冲 呼鸣接 整个密室 周然崩溃 四散开来 他的身体 如一道闪跌 瞬间闪烁而出 几乎就在白小春 冲冲密室的刹那 外地的雷山 正全身黑芒闪耀 一拳落下 将强行压下上市 勉强展开天人修为的红尘女 直接哄开 红尘女喷出鲜血 做事再也无法控制 全面爆发之下 眼前已经模糊 他惨哼一声 正要不惜代价 进行再一次的压制 可就在这个时 他身后天中内密室崩溃 白小春的身体 如闪电般瞬间出现 直接就一把 搂住红尘女 左手抬起 向着来临的雷山 直接的大笑一甩 这看似简单的一甩 却让日月无光 风起云涌 一股似于苍穹连接的风暴 凭空出现 向着雷山 轰隆隆的撞击而去 雷山目中黑盲 刹那击闪几下 身体也猛的后退 但还是晚了一步 被那风暴 瞬间就轰在了身上 天地昏明 巨像惊天中 雷山喷出一大口 黑色的血液 身体更是 传出咔咔之声 出现了无数裂缝后 整个身子 倒卷出数百人 直接就轰进了大地里 红尘女 尽管已有些神情恍惚 却仍然一脸震惊 呆呆的 看着把自己抱住的白小春 想要说些什么 但却一口鲜血喷出 昏迷了过去 白小春 落到地面 将红尘女轻轻放下 抬起头时 她的面子阴沉无比 她的体内似有惊天杀气 轰然而出 使得苍穹在这一刻 都扭曲起来 甚至都出现了乌云 四周的大地 更是震动 出现了一道道裂缝 一股狂暴的 近乎可怕的气息 在白小春身上 随着她一步步走向雷山 不断的崛起 雷山的目中黑芒 闪动更快 这一刻的白小春 与遗嘱相前变化之大 让她这里哪怕死亡 可也出现了 罕见的本能的敬畏 不死之神 白小春缓缓开口 声音还在回答 她的身体就一脚踏下 冒得激射而出 速度之快 都看不到残影 如同朔移 刹那就出现在雷山的面前 右手抬起 直接一拳轰出 雷山双手抬起 口中首次发出低吼 如同困兽一般 全力抵抗 轰轰之声 刹那震天动地 雷山的双臂 在这一刹那 竟在与白小春右手 碰触的瞬间 就被一股 让她这里根本就无法抵抗 甚至来不及恢复的大力 直接轰损 层层碎密 眨眼的功夫 雷山的双臂 寸寸抱开 身体更是倒退而去 但还没等她反应过来 白小春一步走出 再次接接 不死之神 依旧是那句话 在回荡的瞬间 白小春的右脚 狠狠地一扫 轰鸣中 踢到雷山的左腿上 这一脚落下 好似苍穹压下 雷山的左腿 瞬间爆开 血肉模糊时 白小春用头 狠狠地撞去 雷山全身黑色的血液 不断地爆出 她的半个身体 都在这一刻 全部碎裂 爆了开来 墓中的黑芒闪动 也都黯淡无比 甚至缓慢 我不信 你真的有不死之神 白小春声音 如寒冬之风 在传出的瞬间 她的右手握住成圈 身体鬼魅至极 再次出现在 狼狈的雷山面前 右手狠狠击触 一拳落下 天底 好似有雷天火 那弥漫了乌云的苍穹 更是在这一术 似被刺激 云层颤抖中 竟有雨水 从天而降 洒落大地的同时 白小春面前的雷山 全身颤抖 墓中的黑芒 慢慢地暗淡彻底 消失后 她正正地 看着白小春 双唇围长 主人 回来找你 这句话还没说完 她的身体 就轰的一声 刹那些 直接崩溃开来 不是四分五力 而是成为了无数的碎肉断骨 在那掀起的冲击下 向着四周 激射开来 散落一地 至于那黑色的血液 则被雨水冲洗 有天雷 在苍穹 隆隆滚过 雨水 更大 白小春 抬起头 气息略坐平腐 开向远方 公孙娃被封印的方向 她沉默下来 转身一晃 抱起昏迷的红尘女 直接升空 飞到了天州中 很快的 天州昏明 在这雨水下 化作一道长虹 穿梭无数水墓 直奔远方 就在白小春这里 带着昏迷的红尘女 操控天州 凭着其如今的原因 后期的修为 全力极持实 距离此地数万里外 公孙娃被红尘女的 红尘子墨之法 封印的所在之地 突然的传出一声巨响 这巨响 让四周掀起波纹 这波纹扩散开来 所过之处 周围的大地 如被刮去三尸 凹陷下来后 那座巴掌大小的城池 在这一顺 奋崩离析 崩溃开来 随着裂开 一股黑气 从碎裂的城池中 木染升空 在半空中 这黑气凝聚在一起后 渐渐化作了一个小女孩 很快的 小女孩消失 化作了公孙娃儿 下一瞬 又成为了 白小春的样子 小哥哥 这一次 你怎么会逃得了了呢 你只要出现了 我的计划 就算成功了呢 公孙娃儿 眼口一笑 身体一晃 竟融入虚无 不多时 当她的身体出现后 所在之地 正是雷山死亡的地方 她站在那里 低头看着四周的地面 眉头微微一皱 请把我的小熊弄碎了 那么 你就来做我 新的小熊吧 公孙娃儿抬起头 墓中露出 蕴含了杀鸡的幽毛 看向白小春之前 离去的方向 本集 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八百二十八集 岳父 救我 在公孙娃儿 看向白小春 离去方向的刹那 距离这里上万里外 天舟上的白小春 身体猛的一个机灵 木然回头 尽管他什么都看不到 可隐隐的 从心底升起的寒意 让他哆嗦了一下 仿佛在这一刻 与公孙娃儿 隔着上万里 明明对望 他追来了 白小春面色变化 此刻红尘女孩在昏迷 白小春急忙取出传言欲解 可这欲解 还是无法散出丝毫波动 这就让白小春心底惊慌 呼吸带着焦急 对于那公孙娃儿 白小春是真的害怕 无论是陨见深渊内 还是地底迷宫中 对方给他造成的阴影都极大 最重要的 从始至终 白小春都看不透 那小女孩到底什么修为 她似乎一开始不是很强 可随着吞噬 随着这些年来一路走来 其强悍的程度 已经超出了正常的范畴 如今的她竟能让红尘女那里也都打败 甚至杀手锏的封印也都难以困住太久 让白小春可以想象 怕是随着对方吞噬越来越多 其恐怖的程度也会越来越惊人 这个家伙到底是什么来历啊 最早出现在陨界深渊内 看起来与寻常煞魂没什么区别 只是吞下我的一枚丹药 白小春想到这里都快后悔死了 此刻不断叹息中 修为全面爆发 使得天舟速度更快 红明街一路急驰逃顿 可很快的 她就吸了口凉气 耳边似有若无的 隐隐听到从身后远处传来的笑声 这笑声刚开始还距离很远 可渐渐的似越来越近 白小春心头猛的一吐 再次回头时 立刻看到远处的苍穹上 赫然有一缕黑烟症滚滚而来 那黑烟之手缭绕成一张面孔 这面孔正是白小春自己的样子 只不过此刻很是诡异 耿油猙獰 速度之快 好似厉鬼一般正呼啸靠近 小哥哥 原来你躲在了这里 忽远忽近的诡异声音 带着奇异的笑声 在白小春看去的瞬间 顿时在他四周回荡开来 我不是你那个小哥哥 那个 你认错人了呀 白小春赶紧开口 哪怕他此刻拥有能镇压天人出奇的战力 可他的直觉告诉自己 面对这个诡异的公孙婉儿 自己绝不是对手 怎么会认错呢 小哥哥 我找你找得好辛苦啊 而你却将我的小熊弄碎了 你要陪我 黑烟凝聚的面孔内 传出哥哥的笑声 那面孔速度再次加快 刹那节 竟距离天州不到白长 如此近的距离 让白小春险些跳了起来 吓得魂飞魄散的同时 头皮发麻 头发都快要竖起 乃至全身都狂枕不断 你 你真的认错人了 对了 顺着那个方向 看到没 就可以到奎皇城 那里有个叫陈好松的家伙 估计你找的是他 还有个叫赵兄林的 身体魁梧 一看就适合做你的小熊 你快点过去 他一定还在 白小春语言都有点混乱了 公孙婉儿顿时笑了 只是这笑容充满了森染 在白小春脑海掀起大浪的刹那 其面孔就猛的张开大口 速度爆发 黑夜更是刹那膨胀 使得那面孔也无限的庞大起来 眨眼间就划作了数千张大小 在这急速的临紧下张开了足以吞下一座大山的程度 向着天舟一口吞来 白小春尖叫一声 眼看着这自己样子的面孔裂开的大口 似取代了天地轰然逝来 他赶紧后退 一把抓住昏迷的红尘女 在那天舟被吞噬的瞬间 骤然冲出 月月一看 与那庞大的面孔比较 天舟好似缩小了一样 仿佛一块磕口的高点 刹那间就被那面孔直接吞入口中 更有嘎巴嘎巴的声音 从那大口内传出 竟将这天舟生生的咬碎 而白小春的身影 此刻急迟 揽着红尘女玩命逃出 小哥哥 你干嘛总是这么顽皮 非要玩躲猫猫呢 公孙娃眼口一笑 那笑声传入白小春耳朵里 让他全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正要加速逃走 可其身后那巨大的面孔 在吞噬了天舟后 竟又一次膨胀起来 这一次直接化作了万丈大笑 万丈 说起来容易 可实际上的画面 却是惊天动地 看去时 似乎这面孔完整的取代了天地 遮盖了一切 此刻张开森森大口 向着白小春这里 再次的吞噬而来 甚至 在其张开的同时 更有惊人的吸力 从口中散出 使得四周八方的虚无 乃至大地的山巒 都在这一刻颤抖 似要被生生的剥离 白小春的身体 也猛的一顿 似乎任凭他如何加速 也都无法在这吸力下 逃出那急速而来的万丈面孔的大口 白小春真想放声大哭 尤其是那面孔 还是他自己的面孔 这种在视觉上 似乎自己吃自己的感觉 让他觉得性感狂产 欺人太甚哪 白小春 眼看无法逃走 他眼睛赤红 抱着昏迷的红尘女 猛的转身 他大吼了一声 这是真的被逼到了极致 强烈的死亡危机 让白小春彻底的明白 不能有任何侥幸与迟疑 若再不去玩命 小命 就真要被别人 拿走去玩了 公孙婉 你真以为你白衣 我怕你啊 白小春大吼中 身体虽然还是有点颤抖 可却有铁血灵力之意 从其身上猛的爆发 不死骨中的利骨境界 使得他全身骨头 坚硬无比的同时 肉身之力也疯狂运转 原因后期的修为 也在这一瞬 让日月无光天地失色 凤绝云勇带动飞沙走失 虽没有寄生天然 可这一刻 他的气势居然干扰了 这一封苍穹的意志 与此同时 他的右手猛地握住 顿时一个黑色的漩涡 就在他拳头外出现 将自己全身的气息 都吸了进去后 白小春的身后 那尊地影又一次降临下来 轰轰中 这身影似可以支撑天地 在出现的瞬间 似爆发出了类似天人的意志 融入苍穹 改动天地规则 这一切说来话长 可实际上 都是在白小春转身的瞬间发生 没有半点犹豫 白小春大猴之下 身体向着那来临的万丈面孔 猛的飞去 右手更是抬起 直接 打出惊天动地 排山倒海的一拳 捕灭地拳 两倍肉身之力 在轰出的刹那 他身后的地影 一样打出拳头 霸气汗天中 似着拳头之力太大 使得那地影也都模糊 仿佛将一切都融入到这一拳内 与白小春这里融合 决然而去 直接就落在了那万丈的面孔上 盛相震耳欲聋 轰鸣天地八方 使得虚无掀起风暴 向着四周轰隆隆的扩散 使得大地如地龙翻滚 不断的坍塌散开 白小春这里喷出鲜血 身体倒退数百丈后 没有任何耽搁 借力及时继续逃走 而那万丈面孔 此刻也出现了碎力 在白小春这疯狂的全力一拳下 直接在半空中就崩溃爆开 四分无力 随着崩溃 那面孔的碎片竟全部化作了黑夜 瞬间凝聚到一起后 再次露出 公孙瓦那装扮成白小春的面孔 他目露奇异又芒 嘴角露出诡异的笑容 我果然没有闻错 你身上的的确确 有那个老家伙 落此的痕迹呀 公孙瓦儿笑声中正要注意及 与此同时 白小春那里正面子苍白 内心焦急彷徨 可就在这时 突然的 公孙瓦儿蜜色猛的一宁 抬头看向远方 很快的 在远方的苍穹中 就有一道身影 好似撕裂虚无 传出了带着滔天愤怒的咆哮 谁敢伤本王的爱女 贤婿 正是巨鬼王 白小春文言一下子睁大来眼 满面狂喜 此刻激动中 忍不住高呼一声 岳父 救我 本集 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传记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八百二十九集 鬼体吞声 苍穹被一双无形大手直接撕裏 随着怒吓的回答 从那苍穹裂口中 巨鬼王的身影 慕然走出 他不是一个人 在他的身边 吴长公 还有白家老祖 以及陈家老祖 这二人显然已经被巨鬼王彻底收服 一同前来 甚至他们的身后 更有六位半部天人 可以说 这都是巨鬼称的底蕴之礼 眼下清朝而出 甚至在更后方 还有数万欢秀大局 巨鬼王之前寻找红尘女 他虽是半神 可毕竟只是一个人 于是在那寻找中 也安排了巨鬼王的麾下 一同寻找 而之前 从白小春这里爆出的巨像 同样也吸引了巨鬼王的注意 这才急速赶来 他性格谨慎 哪怕认为自己一人足矣 可还是顺带着将他的那些麾下 也都用神通术法召集到了身边 此刻随着降临 天地轰鸣 半神威亚 在这一刻惊天动地 甚至仅仅是刹那 就在这四方传来了好似镜面碎裂的声音 肉眼可见的 这天地内居然浮现出一层半透明的光幕 这光幕上一道道裂缝 此刻正快速蔓延 眨眼间 裂缝密密麻麻 直接使得这光幕崩溃碎裂 这光幕正是公孙娃儿的风意 此刻碎裂的瞬间 白小春全身莫名一松 好似解开了某种枷锁 让他精神不由的振奋起来 但就在白小春这里激动的瞬间 公孙娃儿灭色虽凝重 可牧中却有贪婪之忙 舌头更是舔了舔嘴唇 仿佛看到了美食一样 终于 掉上了一条大鱼呀 公孙娃儿声音越发诡异 在船出的刹那 竟猛地直奔巨鬼往而去 白小春倒吸口气 眼看着公孙娃儿居然在半神面前 都敢主动出手 他断食脑海嗡的一声 方才生气的希望 在这一术强烈的摇晃起来 岳父小心 此人诡异 推人而强 白小春立刻高呼 巨鬼王眯起双眼 心底怒意无险 他看到了自己女儿的昏迷 以及重创 也看到了白小春那里的保护 这让他在心底木火燃烧的同时 也有欣慰 只是他现在不能分心 再进入此地的瞬间 他就立刻感受到公孙娃儿身上 那看似不是很强的波动中 居然有意思 让他也都心计的气息 不管你是哪一位大能的分魂 是这片天地也好 外来降临的也罢 此地又不是你撒野的地方 巨鬼王话语一出 每一个字竟都画作了一道符文 形成了天雷 轰鸣节降临在了公孙娃儿的四周 与此同时 巨鬼王更是向前一步走出 右手抬起时天昏地暗 苍穹中竟伸出了一只巨大的鬼手 好似要灭世一样 执本公孙娃儿 风引霸方 鬼气森森而去 这气势之强 远超天人 直接就让这片世界都颤抖了一下 如果说天人 是将自己的意志融入天地 取代天意的话 那么半神 就是凌驾于天意之上 操控天意 能把日月换新天 轰轰之声 刹那让八方矩阵 那一道道雷霆 每一道都可轰杀天人 此刻数十道齐齐落下 直奔公孙娃儿 可诡异的是 公孙娃儿竟毫不闪躲 任由那些天雷轰下 全身几乎要崩溃的瞬间 巨大的鬼手 木然降临 向着公孙娃儿那里 一把抓住 狠狠的一捏 哄他一声 公孙娃儿的神区 竟在这一抓之下 四分五力彻底崩溃 这一幕 让白小春睁大了眼 倒吸口气 他不是没看到过半神出手 可这一次 却是亲身经历 感受深刻太多 这就是半神 只是一击 甚至看起来 似乎也没有动用什么杀手解 就可以将一个天人 直接顺杀 只是白小春还是觉得 这一切似乎也太简单了 那公孙娃儿 如果就这么点本事 仿佛有些不大可能 就在白小春这里痴疑时 巨鬼王忽然灭色一变 目中露出惊芒 只见那捏碎了公孙娃儿的巨大鬼手 此刻竟瞬间在那手臂上 出现了一条条红色的肉巾 这些肉巾 似在那鬼手内部滋生 眨眼界就覆盖庞大的鬼手全部屈 随着蠕动 这鬼手竟肉眼可见的极速枯萎 得当 巨鬼王低吼了一声 恰绝一致 顿时 那巨大的鬼手 轰然自爆 形成一股滔天风暴 席卷八方时 有咯咯的笑声 从那鬼手自爆的地方传出 公孙娃儿装扮成白小春的样子 竟从那里毫发无损的出现 不但没有受伤 甚至其面孔还红润了不少 目中的贪婪更多 舔着嘴唇时 其诡异的声音 忽远忽近的 回荡四方 啊 终于 小宝了一下 鬼体吞声法 你到底是谁 巨鬼王内心咯噔一声 面色极为难看 甚至其目中 首次的出现了惊恐之意 似乎隐隐猜到了什么 无法置信的 一字一字开口 他这句话一出 公孙娃儿似有些诧异 仔细看了看巨鬼王后 目中一下子漆黑 深邃无比 但刹那就消失 脸上笑容 又重新浮现 你修炼的 居然是残缺版的鬼体吞声 有意思 莫非本尊那里 还有什么我不知晓的秘密 公孙娃儿 公孙娃儿眼口一笑 只是那目中的贪婪似乎更多了一些 巨鬼王神色陡然大悲 呼吸都跟着有些不稳 显然 公孙娃儿的话语内所说的内容 让他那里信神强烈波动 巨鬼爵的秘密 代代只在王位交替时口传 外人绝不知晓 实际上巨鬼爵是在很多年前第一代巨鬼王通过一枚来自天外的残破玉片上的残缺记录创造出来 所以才会有致命破绽 可同样的 这巨鬼爵的强患也在奎皇朝中开辟出了巨鬼王这一脉王位 至于我是谁 我当然是白小春了 公孙娃儿笑声回荡 身体疑惑竟再次的冲向巨鬼王 而他们之间的话语 就算是四周那些巨鬼王的麾下也都听得很是迷糊 根本就不清楚这里面到底蕴含了什么 但无论怎么看 这显然都是一个巨大的秘密 同时公孙娃儿的强悍也让众人全部吸气心惊 可白小春却是内心狂振思绪翻腾 他虽也没太听懂 可他曾经就猜测过 那小女孩出现在允剑深渊内 那把剑传说来自天外 天外之人 还有他说的什么本尊 白小春眼睛睁大 心脏咚咚的狂跳 他隐隐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这小女孩的确来自天外 他不是完整 而是某个天外的超级强者的粉魂 这个想法让白小春也都觉得吃惊震撼 他立刻就明白 之前公孙娃儿与自己以及红尘女的出手 根本就没有动用权力 他乃是在钓鱼 想到这里 白小春没来由的打了一个机灵 下意识的抬起头 看向天空 思想要看看那天外到底有什么似的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巨鬼王双手猛的抬起向着四周狠狠的一挥 都散开 不得靠近此地 随着巨鬼王的话语 随着他的出手 立刻一股风暴轰隆隆的扩散 推动众人全部后退很远 白小春这里更是被重点照顾 退得更远 紧接着 巨鬼王身色前所未有的凝重 他右脚抬起 猛的一脚踏向大地 整个大地顿时爆发出天雷一般的巨象 在这巨象下 巨鬼王的身体竟突然间膨胀起来 哄哄之声回荡天地时 巨鬼王的身体竟从之前的常人大小瞬间攀升 十张 百张 千张 最终竟达到了五千张 到了这个高度后 他已经化身成为一尊巨人 更是在其身体外 好似有一层漩涡 吞噬来自八方的一切天地之力 与此同时 他的面孔化作青色 獠牙深处 他的头顶竟长出了两根弯曲的脚 身体也同样成为了青色 整个人竟化作了与城池内其雕像一样的巨鬼 而他的气势也在这一刻不断的爆发 让苍穹颤抖 让大地昏明 甚至无数闪电在其身体上游走 仿佛要撑破这片世界 更为惊人的 是在他气势达到巅峰的刹那 似乎触及到苍穹的某种进步 居然在苍穹中出现了一片复杂到极致的 禁止符文 这符文血色 无险之大 好似覆盖整个苍穹 透出 沧桑古老之意 如同 他们就是这世界的终极防护 也正是有他们在 才使得这片世界 坚固无比 本集 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传记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八百三十集 他不是白小春 在苍穹出现禁止封印的刹那 巨鬼王大吼了一声 全身秀为爆发到了极致 展开的更是他的杀手锏 巨鬼 灭尸 巨鬼王大吼中 双手抬起时 赫然在他那庞大的身躯 双手之间 竟出现了一轮黑色的太阳 那太阳内 蕴含了 似能毁天灭地的恐怖之力 此力之强 别说是天人了 就算是半神 也都要稀奇 感到惊心动魄 而此刻 巨鬼王四拼了一切 根本就不在意这一击 对这片世界造成的影响 似乎在他看来 眼前这个诡异之敌 若是不灭 其造成的后果之可怕 将远超自己杀手锏 形成的蔑视 白小春口干舌燥 心底不断的掀起大浪 巨鬼王的这神通 其惊人的程度 已经无法去形容 那巨大的身躯内 散发出的气息 让白小春只是略微感受 就立刻好似 至身怒害狂澜之中 更不用说 其双手间的黑色太阳 在看到这黑色太阳的刹那 白小春好似看到 无尽的焦土 无尽的凄凉 以及无尽的死亡 一旦落下 白小春不知道 这片大地会如何 但在他感受来 怕是小半个蛮荒 都要成为废墟 这 怎么会这样 白小春面色苍白 被巨鬼王 这突然的爆发给振蒙了 此刻心神狂震 他赶紧开口 向着巨鬼王揣衣 王爷 小心他自爆后 化作血影 吞噬众生 巨鬼王 似乎没有听到 可墓中身处 却是一闪 公孙婉儿也吸了口气 他神色 更为的凝重 不愧是半神 短短的时间 竟找到了我如今 唯一的破绽吗 公孙婉儿 瞳孔收缩 只是墓内那贪婪之意 却是比往常 都要强烈了无数倍 发出一声尖锐之意 身体竟一跃而去 恰觉中 竟在他抬起的右手上 出现了一个旋转的黑洞 哼 我是不灭之魂 无人能将我灭刷 一切神通 一切众生 都是我成长的养分 我将越战越强 而想要刷我的唯一办法 就是让我在这吸收中 生生地撑爆 可以 那么就看看 是你能用这个破绽 将我斩杀 还是我 反过来 欠你抹去我 这最后的破绽 公孙婉儿 鬼魅一笑 在巨鬼王 推动的黑色太阳来临时 身体慕然冲冲 白小春七眼目睹 公孙婉儿的身体 在眨眼界 就直接昏在了 那黑色太阳上 巨像滔天 双方一大一小 可在碰触的一瞬 那黑色的太阳 其内爆发的所有毁灭之力 竟被公孙婉儿 右手上的玄武 悍然吞噬 随着吞噬 公孙婉儿身体不主的颤抖 不断的后退 可墓中的一芒 却是越发闪耀 无穷的毁灭之力 顺着那漩涡 直奔他体内而来 这一幕 被巨鬼王看到 他表面上是神色一变 可暗中却是冷笑 双手猛的一回 既然你喜欢喜 那么 本王就让你吸个勾 随着巨鬼王的沉声大赫 他竟推动双手间的黑色太阳 向着公孙婉儿再次暗去 甚至在暗去的过程中 他那庞大的身躯 竟不断的滋生黑气 持续散出 融入黑色太阳里 而其身体也正在急速的缩小 似乎这太阳之力 他觉得还不够 此刻不惜 损耗自身也要将这黑色太阳 加持到巅峰的程度 轰轰之声让天地失色 风云逆转 四周所有人都一个个面色苍白 急速后退 而白小春也是飞速退后 没有人敢去靠近 只能远远的看到巨鬼王的身体 越来越小 而那黑色的太阳 则是越来越大 眨眼间 这太阳就达到了数千丈 而巨鬼王的身体 则是恢复到正常的大小 推动此太阳 混向了公孙娃 公孙娃发出凄厉尖笑 他的身体不断的膨胀中 更是充斥了大量的毁灭之力 甚至在这对抗中 已经都无法保持装扮出的 白小春的模样 肉眼可见的 他的脸上出现了一道道裂缝 这裂缝很快就扩散全身 眨眼间 他的身体就好似要碎裂的镜子一样 最终咔嚓一声 从面部开始碎裂 在这碎裂下 他那装扮成白小春模样的身躯 彻底爆开 随着爆开 显露出在众人面前的赫然不再是男子 而是成为一个美丽的女子 这女子白皙动人 只是目中有阴冷之色 而若仔细去看 他幽深的瞳孔内竟还有着一个小瞳孔 这一幕 顿时就让四周众人 齐齐瞪大了眼睛 更是纷纷稀奇 他不是白小春 此人是谁 而此刻 红尘女也苏醒过来 看到这一切后 灭色大变 实在是公孙婉儿的诡异 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只有白小春这里 此刻紧张中 死死的盯着公孙婉儿 也只有她明白 众人眼前看到的 依旧不是对方的真身 就在这时 呼鸣声又一次撼动天地 那数千丈的黑色太阳 此刻疯狂的缩小 随着缩小 竟是拒鬼王主动的 去将其内的毁灭之力 全部送给公孙婉儿 去让她吸收 甚至她不吸收都不行 直至这黑色太阳 缩小到一千三百丈时 公孙婉儿如吹起般 膨胀的女子之身载着 很快的 她的脸上 脖子上 身体上 就又一次出现了碎裂 这碎裂 在咔咔声下 快速蔓延 直至覆盖了全身后 在公孙婉儿的一声 七里嘶吼下 轰的一声 她的身体 竟第二次的崩溃 随着崩溃 赫然从那 寸寸碎裂的身躯中 出现了一个 穿着红色长袍 脸色苍白 没有丝毫血色的小女孩 这小女孩刚一出现 整个天地 整个世界 都瞬间冰寒了一些 尤其是她所在之处的这片范围 更是如此 大地冰凤中 众人一个个都哆嗦颤抖 可这寒冷 依旧难以压制 他们如今的亥然 竟还有躯体 他是谁 白小春头皮 像被针扎了似的 喘息不吻 他永远也无法忘记 那个小女孩的身影 云见深渊内的一幕幕 至今还可浮现在眼前 就在这时 巨鬼王 目中露出精芒 双手猛的掐绝 立刻那一千二百张的黑色太阳 竟瞬间昏明 好似爆发一般 在这半空中 全部灌入小女孩的身体中 小女孩气息粗重而极粗 目中露出彻骨的阴冷 口中发出一声 足以让所有人的魂魄 都颤抖的力笑 她的身体 更是刹那间 竟第三次出现了裂缝 这裂缝 随着黑色太阳的缩小 越来越多 很快的 黑色太阳 就只剩下了五百张 四百张 三百张 直至一百张 五十张 在最终十张的刹那 巨鬼王一声大吼 将雨下的黑色太阳 直接就轰在了 小女孩的身躯上 小女孩全身震颤 布满了裂缝的身体 在这一刹那 周然崩溃 随着崩溃 居然有一片 好似鲜血般的赤影 从小女孩碎裂的身体中 猛的就爆发出来 随着出现 一股惊天动地的邪恶气息 直接就滔天而起 向外不断的膨胀扩散 好似将这里化作血海 巨鬼王首当其冲 以其半身修为 居然也都喷出一口鲜血 身体木然倒退时 她的口中传出低喉 都散开 可那赤色的血海扩散 比她声音要快 哪怕之前众人都已经退得很远了 可依旧还是在眨眼间 这血海就覆盖八方 将四周不少魂修都笼罩在内 猛得一吸 多时这血海范围内的所有魂修 不管是什么修为 都在这一刻身体狂疹 肉眼可见的成为了干尸 她的生机修为魂魄都在这一瞬被那血海吸走 而这血海还在翻滚 还在扩散 白小春气息一致 她本就距离很远 更是时刻警惕 几乎在血海出现的刹那 她就爆发全速 急迟后退 避开了血海的覆盖 可她心神中的颤抖 确实更为强力 本神都打不死她 白小春恍然 内心哀号 她也不知道 这女鬼为什么盯上了自己 这都好几次了 在白小春看来 实在是莫名其妙 尤其是仔细去分析的话 她似乎还对这小女孩有恩才对 恩将仇报 白小春 眼看着血海内的众人称为干尸 里面就有白家的那位天人老祖 她在颤抖中再次后退 四周与她一样后退的也有不少 一个个都心神震撼 惊恐到了极致 就在众人后退 血海翻滚时 那片血海中 瞬间就浮现出一张巨大的面孔 这面孔正是那小女孩 她咧嘴一笑 砍向半空中 面色阴沉的巨鬼王 哼 嗯 输了 这声音诡异 好似众人在一起说话 蕴含了男女老幼无数人 集合在一起的声音 哼 是吗 巨鬼王忽然一笑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传记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八百三十一集 强者齐聚 巨鬼王的老谋深算 从其当年与巨鬼城的三大家族玩的那出游戏就可看出一样 白小春此刻也是心存疑惑中 在这后退时不断的打量战场上的一幕幕 他也不相信巨鬼王会真的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我这巨鬼老哥一向老千句话的 白小春紧张的念叨着 他恨不能巨鬼王的算计再深一些 不然的话 白小春真的觉得 这一次自己小命要丢了 就在这白小春内心患得患失的时候 巨鬼王淡淡开口 声音回荡八方 现在的你 还有那种诡异的速度吗 在巨鬼王话语传出的瞬间 小女孩双目收缩 神色木然变化起来 他吸收了巨鬼王那黑色太阳的全部之力 崩溃了一层层身躯 最终将那黑色太阳吞噬 可连带着 在这黑色太阳的磅礴之力下 他短时间无法将其完全融合 也就使得原本轻盈的他扁得沉重起来 尤其是如今化作这片血海的状态后 他更是如被固定在这大地上 不说永久 但至少在一段时间内 他是无法离开此地 如同被封印了一般 这就是巨鬼王的计策 敌人太强 速度又诡异的让他心惊 来历更是让人不敢去深思 对于这样的敌人 常规的手段根本就无法取胜 必须铤而走捡 所以巨鬼王才施展了灭世黑阳 如果那黑色太阳能将其称宝灭杀最好 若做不到那就说明凭他巨鬼王一人之力 是无法将此人斩杀的 需要多人联手才可 而这仅仅是他的出手中 内心所想的三侧中的两侧而已 还有最后一侧巨鬼王还没有将其发动 此刻巨鬼王右手木然抬起 刹那间鬼手从苍穹上再次换化 向着下方血海舒稳接轰鸣 血海中小女孩的面孔此刻也争吟起来 意识到巨鬼王的算计后 他似有些恼怒成羞 发出尖利之意 血海翻滚 向着来临的鬼手直接吞噬 白小春在远方看到这一切 又听到巨鬼王的那句话 他心底总算松了口气 也明白了巨鬼王的打算 不愧是巨鬼王啊 白小春内心振奋时四周众人也似都看到了希望 与此同时在这蛮荒的天地界 从四处方向游四道身影 好似融入虚无 直奔此地 其中一道身影 手持巨大战斧 一身气息彪悍到了极致杀气逃天 穿着一身黑色的战甲 更是带着如牛角般的战盔 所过之处虚无崩溃 正是九幽王 第二道身影 此人身体如一座肉山 很是肥胖 可却丝毫不影响其灵活 正迈着大步 于虚无中每一步跨越 都掀起天地风暴 似乎他在哪里 哪里的天意就要低头 任由他踩踏之下 穿梭无际 此人正是许山的父亲 林林王 至于第三道身影 速度更快 一股滔天战役 不断的爆发 无论天空还是大地 竟都掀起了无数剑影 似要崩溃世界 卷动八方 轰轰而去 在那战役的中心位置 站着一个穿着青色长衫的中年男子 此人身形挺拔 相貌俊朗 隐隐与公孙义还是有些相似 正是斗圣王 而第四道身影来自魁皇城 头发花白 满脸皱纹 可身上的气息之强 却是成为四人之首 似一举一动 都让满黄震颤 正是大天师 在大天师的身后 还有十位天公 陈好松也在其中 一个个凝肿 阴沉 呼啸而去 伴住向前 他们几乎在同一时间 都收到了来自大天师的消息 那消息里所透出的含义 让所有人在听到后 都心神凌然 一死天外之魂 拥有吞噬之力 修为模糊 能吞半神 此事之大 让大天师也都震惊不已 他也没想到 那突然出现的疑似白小春之人居然有如此能力 所以才在收到巨鬼王的消息后 没有半点迟疑 刹那召唤一切枪者 共同杀去 说来缓慢 可实际上 就在巨鬼王与小女孩又一次出手的瞬间 他们所在的虚无突然传来轰鸣巨响 第一个到来的不是大天师 而是一身轻袍 剪气滔天的斗肾网 他的出现 直接就是一剪斩来虚无 形成巨大裂缝后 猛的一步走出 刚一现身 他就看到了被固定在地面上的那片血海 形成的小女孩的面孔 你魂也敢在我魁皇朝小赵 斗圣王声音冰寒 话语间右手抬起时 他背后的苍穹瞬间模糊 就化作了一把巨大无比的青色大剑 向着地面的血海木然占去 一剑寒光 似要碎灭众生 四周众人 只是目光看到 不管什么修为 哪怕天人也都心惊神窑 清晰的感受到 如果换作他们面对这一剑 任何手段都于事无补 必定陨落 巨鬼王一声长笑 他面色虽苍白 之前消耗太大 可还是瞬间出手 与斗圣王配合 一起镇压而去 小女孩面色变化 似阳天发出一声凄厉 血海轰隆隆的旋转 竟从血海内伸出两只血色大手 滔天而起 分别抓向巨鬼王与斗圣王 轰鸣之声惊天动地 让那众人骇然的一剑 竟被那血手一把抓住 整个血手崩溃 但在崩溃的一刹 居然重新恢复 白小春的心神都被震得麻木了 但还是忍不住倒吸口气 他发现 自己每一次认为那小女孩 已经到了极致时 对方都会让她大吃一惊 如眼下就是这样 那两只血色大手竟能同时占两大半神 他吸收了黑色太阳 所以才更强 看似重计可同样的 或许这也是他刻意造成 伪的 就是让其自身 吻尸更多 白小春心思点转 抓着从昏迷中苏醒 焦急的红尘女 快速后退时 忽然的 战场的半空中传来一声咆哮 一把巨大的黑色战斧 竟从虚无内瞬间出现 向着那血海猛然斩下 这战斧之力惊人无比 白小春只是看了一眼 就感受到一股毁天灭地之力 他知道 任何天人 恐怕在这一腹下 都要行神俱灭 绝无性理 可就在战斧落下的茬那 血海内随着小女孩 那让人灵魂都颤抖的尖角 第三只血手破海而出 一拳轰向首持战斧降临的九幽王 三大半神 齐斩小女孩 没有结束 就在双方大战 让天地色别风云到卷中 一声冷横 化作一道巨大的法医 从天而降 这法印范围之大 远超血海 随着落下血海中的小女孩的双目内 首次的 露出强烈的凝肿之意 哄明节 他竟从血海内 幻化出了第四 第五只血手 对抗法印的同时 在那巨响滔天中 大铁石的身影 在那法印后 飘然走出 他一出现 天地颤动 一波波超越了寻常半神的气势 与波动 在他身上不断的爆发出来 其右手抬起向前一个 立刻一层层法印叠加而出 刹那截 竟叠加了至少十万层 大铁石眯起双眼 单单开口 说了一声 秘 右手向下一个 多尔什那十万层法印 排山倒海 如同苍穹坠落 直接就轰向血海深处的 所有血手 那些血手 在碰触十万法印的瞬间 就不断的崩溃爆开 使得那法印降临之时 视如破竹 无可抵抗 白小春内心 也都激动起来 似终于真正看到了希望 好一个巨鬼王 算计惊人 固定敌身 而斗圣王与九幽王 则是出现后权力 能杀就杀 不能杀也要让敌分心 将灭绝的一击 留给最强的大天师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白小春这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半神同时出手 没有如他所想的那样各自为战 毕竟这魁皇朝格局微妙 半神之间存在了不小的矛盾 但他没想到 在这面临外敌的情况下 他们之间的配合居然如此巧妙 堂堂巨鬼王 不惜自身损耗巨大 也要为其他人制造出圣机 而窦盛王与九幽王更是甘愿称为绿叶一般 以全部战力扰乱战局 甚至牵制小女孩的战力 不惜将伤害引到自身 哪怕大天师全是已是一手遮贴 可也依旧毫不迟疑 将这最强之人的最强一击 当作最有把握的绝杀手段 这凡出手看似点光失火 可其内所表达出的半神之间的配合 却是清清楚楚的反映了半神之间的格局 即相互竞争更一致对外 白小春内心触动极大 神情为之一灵的时候 天地传来汗动蛮荒的巨象 在这巨象下 小女孩发出七礼之一 她的所有血手刺客都崩溃爆开 那法医最终直接就落在了血海上 大地颤抖 可却没有波及太远 在大天师那完美的操控下 只在血海范围内爆发 虽如此 可掀起的冲击却破坏极大 扩散四周 使得方圆万丈 所有草木都全部碎灭 白小春也都被这冲击推动 连带四周 其他人后腿更远 她内心焦急赶紧看去 想要确定一下 那诡异的小女孩 是否真的被灭杀 可就在白小春看去的刹那 大天师的十万法印下 那血海此刻轴然崩溃 但就在其崩溃的瞬间 居然有一股 让白小春这里情绪起伏 心悸到极致的恐怖气息 直接就从那血海内 如巨浪般滔天而起 向着四周轰隆隆的爆发 大天师面色一变 巨鬼王 斗生王 九幽王 还有四周内十位天公 都是接连的神色大变 没有半点迟疑 这些人就要后退 可还没等他们退后 那仿佛集合了众生的声音 从四方虚无内 带着阴森诡异 幽幽的传出 可惜 你们还是差了一点 随着声音的出现 血海的爆发 眨眼就轰然散开 远远一看 那血海在这溃散爆发中 好似成为了一个 不断膨胀的血球 覆盖了所有人后 轰鸣之声直接爆开 让蛮荒大地几乎要崩溃 白小春哪怕距离很远 也都喷出一口鲜血 其他人更是如此 而随着血球的爆开 巨鬼王鲜血狂喷 他本就之前消耗太多 已很虚弱 此刻在这轰击下 倒退输百招 鲜血再次喷出 而斗圣王 九幽王 也都是嘴角溢出鲜血 各自退后 唯独大天师 他虽没有那么狼狈 可面色也苍白很多 显然 那血球自爆之力 就算是他 承受起来也都很难 与此同时 那爆开的血球 此刻猛的收缩 竟再次化作一片血海 比之前小了一半的同时 这血海的粘稠 更是超出之前一倍以上 小女孩的面孔 在这血海浮现 传出诡异笑声 好可惜 不过我倒是要谢谢你们 顺利的让我融合了不少 你们还有一次机会 如果不能抓住 那么我就没破绽了 白小春眼珠子都快瞪出来 她觉得眼前所看的一切 太过匪夷所思了 一时间连呼吸都困难起来 四位半神 大天师也在其中 竟杀不了他 就在白小春这里 心神颤力的刹那 重伤的巨鬼王 眼中露出一抹精芒 他竟右手猛的抬起 向这小女孩 目然一指 甚至 他根本就没去开口说些什么 可窦圣王与九幽王 甚至大天师都毫不迟疑的 竟各自爆发全部修为 半神波动 充斥天穷 再次的冲向血海 甚至这一次 地位尊高的大天师 竟好似忘了自己的地位 虽全力出手 可却并非是施展绝杀之人 而是以配合为主 几乎在他们三人临近的刹那 随着巨鬼王的一指 小女孩的面孔所在的血海 顿时出现了十只血色大手 正要冲天而起 可突然的 小女孩面色突变 在他感受 自己于这一刹那 突然脑袋不清晰了 如同成为了江湖 很难去集中精神思考 这一切 让他费力的吸了口气 猛的看向巨鬼王 你 他看向巨鬼王的瞬间 这个小女孩的目中竟有迷茫一闪而过 甚至整个人看起来好似思维缓慢下来 就连那升起的血手 无论是速度还是反应都变慢下来 这正是巨鬼王施展黑色太阳的计策里 第三策 黑色太阳中 蕴含了巨鬼王的修为 这片修为之力 虽被小女孩吞噬 可只要没被其消化 那么巨鬼王都可以用特殊的手段去操控 这与他功法有关 实际上 这功法是第一代巨鬼王 专门为了操控巨鬼局 而创造出的一门神通 此神通 白小春陌生 可他身边虚弱的红尘女 却是猛的睁大了眼 这神通正是之前巨鬼王给他的 那能加快突破的法门 而此刻随着展开 当年红尘女身上的一幕 在这小女孩身上再次上演 虽有巨鬼王操控更为剧烈 也不再是一根筋 而是完全的无法集中一切思绪 白小春也都睁大了眼 隐隐看出端倪 被巨鬼王的手段 也都撼动了心神 就在这时 随着小女孩思绪混乱 随着血手缓慢 斗圣王 九幽王 大天使 修为全部爆发 齐齐轰击 十大天宫 也都各自展开杀手解 瞬间杀去 可他们都不是绝杀之人 真正的绝杀之人 是在这些人的神通术法 全部降临 使得所有血手都崩溃 血海也都翻腾中 从血海所在的地底突然爆发 冲天而起的一个巨大的肉球 这肉球内竟也有半神之力 狂暴无比的扩散开来 随着冲出地面 大地坍塌 而那血海首当其冲 上游大天使三人 下游着肉球冲撞 无处可躲 无法阻挡 刹那节 血海就被这肉球 直接撞击的支离破碎 轰轰之声 涛天回荡时 血海崩溃 肉球在半空一晃 化作一个大胖子 正是凌凌王 白小春双目猛的收缩 他再次被这几个半身的相互配合于战斗 震撼不已 这一次应该是死了吧 白小春紧张的看去 而大天使等人显然也总结了之前的教训 没有任由那崩溃的血海散去 而是各自出手将所有爆开的血海全部灭成飞灰 可就在几乎全部已溃散的血海 差不多都被大天使三人消灭的时候 突然的在这残留的血海中竟有一团紫色的鲜血冲天而起 其内隐隐的似仿佛有一条手臂的残影 但刹那就消失 紫血团上浮现出小女孩扭曲的五官 你们都要死 小女孩发出凄厉之意 这声音惊天 在传出的刹那居然化作无法形容的音浪 向着四周轰隆隆的扩散开来 覆盖八方 这音浪更是极为特殊 如同鬼气 将这千里范围仿佛从蛮荒中分割的同时 也仿佛画作了一把把看不见的利剑 向着千里范围内的所有人齐齐冲击 威力知道 是不是这片世界的术法 竟让这千里范围的苍穹直接崩溃 成为虚无的同时 这千里范围竟成了一片阴池 波纹扩散扭曲一切 而这还不算什么 最惊人的是在这阴浪回荡的刹那 居然从这四面八方 有无数魂影刹那凝聚出来 一个个魂影似乎没有神志 只有本能 如同朝拜一般 直奔着阴池而去 更是在这一瞬 不仅仅是这此地 整个蛮荒 所有无主的魂都颤抖中 冲天而起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传记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八百三十三集 啊 啊 蛮荒太大 而分散在这蛮荒中的冤魂 其具体数量有多少无人知晓 哪怕蛮荒魂修不断消耗 也都始终数量磅礴 似无时无刻不再补充 而现在呢 这蛮荒中所有的没有被魂修收走的冤魂 无论在任何一处区域 全部都在这一刻 抬起头 发出无声的凄厉之音 好似被召唤一般 刹那飘出 哪怕距离再远 也都似寻着某种本能般 用了全力 向着传来召唤的地方 飘飞而去 更是在这不断的飞出时 仿佛借助了某种奇异之力 居然开始了挪移 这就使得他们的速度 暴增无数 而这吸引了整个蛮荒的魂 前来朝拜的地点 正是小女孩那一团鲜血 幻化出的面孔中 发出的凄厉之音 形成了这弥漫了千里 扭曲波动的音池 轰动蛮荒的音浪 在这千里内 其威力之大 难以想象 鬼音 巨鬼王面色大变 失声惊呼 他内心狂震 竟在这阴浪中鲜血不断的喷出 身体竟无法后退 更不能移动 只能修为运转 全力抵抗 那让他心神骇然的阴浪 甚至就算是他 也都在这抵抗中 身体不断的颤抖 仿佛要崩溃一般 一旁的斗圣王 九幽王 还有灵灵王三人 虽比巨鬼王好上一些 可依旧身子震动 面色 举动猛变 无法动态丝毫 只能去承受那连绵布局 排山倒海一般 弥漫四面八方的阴浪 不断的轰击全身 哪怕他们是半神 可也依旧无法承受太久 他只是一个分魂 怎么可能有如此之力 他的本尊 到底是什么宿美 必定是远朝半神 这不是我们这片世界的术法 斗圣王呼吸急促 眼中露出疯狂 全身渐气 也都不断的爆发 可却被那来临的阴朗 压制的死死的 而灵灵王的身躯 此刻竟瘦了下来 他的身体越发魁梧 样子也慢慢改变 显然也在全力对抗 他们都如此 更不用说陈好松等人了 他们十位天公 此刻都身体颤抖 肉眼可见的枯萎下来 一个个露出恐惧与骇人 面对那来自四面八方的阴朗之法 他们根本就无力阻挡 可那团紫色鲜血内的小女孩的面孔 其凄厉的尖角依旧持续 越发惊人时 她的目中竟有一抹轻蔑 隐隐浮现 这是传说中的太古神法 你是天外内为太古坐下 大天使咬牙开口 身体上有一层光幕散开 阻挡阴朗的同时 她的脚步虽能移动 可却很是艰难 如同双脚上绑着天山一般 每一次抬起都让她气喘吁吁 可她的话语 让那小女孩双目一缩 诡异的是那凄厉的尖角明明在其口中始终传出未有尖断 可从她所在的那团鲜血内 居然还有仿佛集合了众生的声音 在此刻回荡开来 你知道的不少啊 就在这千里混沌圆球内 阴朗之力 无与伦比时 在这四周的苍穹中 一片片浑海 从远处呼啸而来 那些浑海中冤魂无数 他们没有任何迟疑 在临近后 墓中带着难言的狂热 就一头钻入千里圆球内 直奔小女孩而去 居然一一融入其体内 使得小女孩那里似更为强悍起来 这一幕 让这千里外的巨鬼城中人 一个个都心神颤抖 蜜颜色苍白 脑海有天雷滚滚 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想到 整个蛮荒的最强巅峰 五大半神 在今天齐聚一同出手 居然还灭不了 这诡异的小女孩 甚至看现在这个情况 他们似乎自身也都有危机 父王 红尘女身体颤抖着 目中露出焦急 想要从白小春身边冲过去 但被白小春一把抓住 你放开我 红尘女此刻虚弱 挣扎也都没有太多力气 可她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父亲 在那千里阴池内陷入死亡境地 尤其是巨鬼王之前 伤势就很重 消耗又最大 此刻身体抖弱筛康 似乎坚持不了太久 你冷静一下 就你现在的样子 进去只能送死 白小春红着眼 低贺了一声 白昊 我父对你眼中如山 你不就也就罢了 还要阻止我 你 红尘女眼泪都在眼圈里 虚弱下来的她 好似不再是那高高在上的天人 她的心神 似乎也都憔悴 此刻怒视白小春 继续挣扎 你闭嘴 白小春大吼一声 赤红一片的眼眸中 掩饰不住她的心骄 她也着急啊 这里面别人不说 仅仅是巨鬼王 白小春就没办法不理 她死死的盯着千里阴池 脑海急速转动 可还是想不出什么办法 眼看巨鬼王颤抖中 再次喷出鲜血 身体似摇摇欲坠 红尘女整个人挣扎更为剧烈 泪水顺着眼圈流下 父王 千里阴池内 巨鬼王似有所察觉 睁开疲惫的双眼 看向白小春与红尘女 她脸上露出笑容 张开嘴 似想要说些什么 可这四周阴朗惊人 她只能全力抵抗 无法开口 红尘女似要发狂 可就在这时 她身边的白小春 扬天大吼一声 一把将红尘女拽到了旁边 整个人喘息呼吱呼吱的 带着怒吼 猛的冲向的千里阴池 她不能不救 巨鬼王对她的好 她必须要报答 她不能眼睁睁看着 对方在自己面前 不断的走向虚弱 走向死亡 而且她也看出 那小女孩如今 似乎也动不了 拼了 拼了 白小春口中传出咆哮 距那千里阴池 越来越近 巨鬼王看到后 有感动 可更多的却是焦急 不惜代价的 立刻急速开口 白后回去 这鬼女施展天外术法 我们动不了 她也动不了 你们快走 去明河禁地 这句话一传出 巨鬼王的抵抗力一缓 四周阴朗轰鸣而去 他瞬间身体猛的一阵 再次喷出一口鲜血 镊色苍白如指 这一幕 顿时让四周众人心神一紧 尤其是红尘女 更是全身颤了一下 想要开口 呼喊 却泪流满面 唯有哽咽 可就在这时 白小春 如没有听到巨鬼王的声音 刹那就到了 千里阴池的旁边 他也顾不得暴露了 一拍额头 顿时归文姑 就刹那飞出 被白小春举起 直接笼罩在身上 硬着头皮 直接冲了进去 刚一进去 白小春就立刻趴下 整个身体都收缩中 被笼罩在了龟文锅下 这个方法 是他当年在逆河宗时 中游宗门争夺星空倒击宗的 传承山外 用过一次 这也是眼下 白小春能想到的唯一办法 几乎在他进去这千里阴池的刹那 他无可避免的 遭到了阴朗冲击 全身抖得震颤 鲜血喷出 可转眼间 随着龟文锅的落下 外界的一切声音 竟在这一刻被彻底割绝 没事了 白小春一愣之下 满嘴鲜血的脸上露出狂喜 他有些不敢相信 小心翼翼的在这龟文锅下 向前移动 这一幕顶口锅爬行的奇怪景象 让巨鬼王等人也都看得一愣 至于外面的众人 则更是一个个眼睛都瞪直了 甚至都忘记了呼吸 红尘女咬着双唇紧张无比 而此刻的白小春觉得 自己如今救人 怎么地也得表现得勇猛一些 同时也为了不让人怀疑 于是爬行中 时而快速抬起龟文锅查看方向时 传出几声淒厉的叫声 使得所有人听到后都更为紧张担心 啊 啊 该死的 我白号为了岳父 拼了 岳父大人呢 岳父大人 小旭拼了这条小命 也要来救你啊 啊 就这样 这原本很悲壮肃然的战场 随着白小春声音的陆续传出画风突变 随着他如同一个乌龟般 慢慢爬行中 逐渐的接近了巨鬼王 使得不管是千里内 还是千里外的众人 一个个都目瞪口呆 心神震动强烈无比 顺女 就连那团紫穴内的小女孩也都愣了一下 呆呆的看着那巨离巨鬼王 越来越近的龟壳 耳边听到的 则是哪怕音浪轰鸣也都遮盖不住 从那龟壳内传出的 让人目瞪口呆的极为夸张的惨叫声 子墨放心 我就算是死 也要 啊 救下咱爹 就这样 白小春嗷嗷的 向前缓慢移动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八百三十四集 明皇降临 所有人都待着了 不管是巨鬼王 还是斗圣王 又或者是九幽王 此刻虽全力抵抗音浪轰击 但都神色古怪 要知道 如今的这场战斗 很是危险 甚至可以说是生死难了 几乎任何人都心中压抑 那小女孩的诡异 让众人好似心头压着一块大石头 甚至很难想象这件事情的后果会有多严重 可 在这严肃甚至惨烈的斗法中 白小春的出现 那夸张的惨叫 还有顶着乌龟壳的爬行 让所有看到之人都有些傻眼 巨鬼王沉默结舌的同时 林林王也愣在那 更不用说大贴士了 就这样 在众人的待着目光下 他们亲眼看到白小春一边残跳 一边快速背着龟壳前进 很快的就到了巨鬼王身边 白 巨鬼王张开口 自想要说些什么 可还没等话语传出 就立刻被白小春一把抓住一条腿 转身毫不迟疑的就直奔外面 巨鬼王本就虚弱 此刻被白小春这么一拽 迟疑中没有抵抗 任由白小春拖着自己 在众人的注目下 像一尊雕像般被一路拖走 啊 啊 岳父 我就算是死 也要救你出去 白小春一边残叫 一边赶紧趴走 身后的巨鬼王 此刻脑袋一片空白 这也可以 不管是阴池内外 几乎所有看到这一幕的众人 都忍不住吸了口气 心底难难 尤其是那小女孩的血色面孔 更是罕见的呆了呆 似就算是她 也都没想到 白小春那里 居然能以这种方式进来 而且还拖走了一个 若只是拖走一个 也就罢了 在白小春这快速爬行下 眼看就拖着巨鬼王要走出这片阴池 可就在这时 灵灵王着急了 他猛的一吸气 身体一下子又缩减了一些 使得抵抗力打增赶紧开口 白浩 你也来把本王拖出去 他话语一出 众人目光再次呆滞下来 嘴巴都呆呆的张着 整个战场的残烈的气息 此刻不说荡然无存 可也正极速的消散 白小春 雅根就没理会灵灵王 快速前行时 眼看到了阴池边缘 用力一甩 就将巨鬼王 从这阴池内扔了出去 红尘女一阵激动 满是感动 猛的冲出 一把扶住虚弱中 似还没有从之前 目瞪口袋里恢复过来的巨鬼王 白小春 眼看巨鬼王安全了 这才松了口气 正要跟着离开阴池 白昊啊 那个 你还记得珊珊吗 她还在灵灵城等你啊 人灵王着急了 赶紧开口 他话语一出 四周众人 神色瞬间变得怪异 白小春有些苦恼 想起了许珊 于是 从龟纹锅底下 瞪了灵灵王一眼 又琢磨自己方才这一路 不见小女孩阻挡 看来对方的确是动不了 于是一咬牙 白小春顶着乌龟壳 又钻了进去 一路啊啊的残叫声 在无数人的瞩目下 他到了灵灵王的身边 如抓着巨鬼王一样 一把抓走 在那阴朗滔天中 将灵灵王也拽了出去 途中抱怨的话 也从白小春那残叫的口中 视而传出 我说 灵灵王啊 你 你也太胖了呀 你能不能瘦一点 我都拖不动你啊 啊 灵灵王 灵灵王 乃眼尴尬 赶紧吸气 身体一次又一次的收缩起来 最终化作正常大小 被白小春扔出阴池 此刻 那十个天公也着急了 可他们修为不够 无法开口 只能眼巴巴的 可怜兮兮的看着白小春 目中 巨都露出哀求之意 白小春看到后 心底一软 罢了罢了 虽然你们都恨我 可我还是很大肚弟 毕竟一个羊也是敢 两头猪也是放嘛 想到这里 白小春长叹一声 觉得自己使命太重了 于是 又惨叫着 爬进去爬出来 反反复复 很快的 他把目光古怪 尚能勉强移走的大天使 还有心高气傲 却目光闪烁 强撑着的斗圣王 以及陈好松等天人 都一一拖了出来 外面的众人 眼睁睁的看着白小春 一个又一个拽人 很快的千里范围内 就只剩下了九幽王一个人 傻傻的站在那里 他心底都已经开始骂人了 他站在这里等了半天 可发现白小春居然没理会自己 而是把自己身边所有人都救走 尽管他知道白小春与自己的子嗣周虹 有些过节 可觉得也不至于这样 那也太明显了 你最起码留下几个陪着我呀 至于小女孩 此刻也都气得快疯了 她的面孔有些扭曲 她觉得自己要抓狂了 这术法对白小春没用也就罢了 可对方居然当着自己的面 一次又一次的把人救走 更让他这里歇斯底里的 是被救走的大天使等人 在外出后立刻就盘膝坐下 急速的恢复伤势 半神手段之下 他们的伤势明显好转 甚至巨鬼王 如今也都不再那么虚弱 而是用密法将伤势直接恢复了一半 若是再耽搁下去 怕是没过多久 这几个半神都将再次达到巅峰战力 白小春 小女孩发出一声尖叫 这声音传遍四方 让所有人都一时间震住了 白小春也身体僵了一下 心底发愁 可还没等众人琢磨下去 大天使 窦圣王 灵灵王 还有巨鬼王 这四大半神就猛的 从盘膝中睁开眼 四人同时一步走出 在这天空上 各自展开神通 向着千里阴池猛烈轰击 与此同时 被困在阴池内的九幽王 也一样咆哮 全身的抵抗力 在这一刻 直接打倒巅峰 与外面的四大半神 几乎同时出手 齐齐发难 轰击之声 短时惊天超越 阴朗坚明 那千里阴池 不断的崩溃 只是坚持了不到十个呼吸 就轰然瓦解 四分五力 九幽王狂喷漱口鲜血 身体也都一下子苍老了不少 受到了重创 身体牧然后退 大铁士等人 也都在这千里阴池的崩溃后 被冲击的倒退开来 一个个正要继续施展神通 可就在这千里阴池崩溃的刹那 小女孩尖叫之下 那团紫色的血 竟瞬间如动 化作小女孩的身躯 她双手抬起 向着天空猛的一挥 这一挥之下 立刻苍穹扭曲 八方忽明 原本就从整个蛮荒飞来的魂 数量突然暴增 仿佛来临的速度 也都加快了不少 眨眼间 凝聚在这里的魂 就超过了数十亿之多 胡小姐直奔 小女孩 放眼看去 天地混暗 无数冤魂发出嘶吼 越来越多 很快的 就似乎超过了百亿 密密麻麻 根本就看不清晰 环绕小女孩的四周 形成了一道魂的风暴 这风暴中 更是由无数魂 凝聚出一张巨大面孔 这面孔堪比苍穹 是那小女孩 此刻 她目中露出阴冷 更有弥天的怨气 让大地颤抖 青天 你们谁也逃不了 无数冤魂集合在一起的诡异声音 从小女孩口中传出时 她猛的张开口 顿时就有一道道黑色风暴 从其口中突然散出 这一道道风暴 蕴含了惊天之力 在这不断的扩散下 每一道风暴 都不断的膨胀 哪怕是大天使等人 也都面色变化 白小春更是心惊息气 急速后退时 眼看那些风暴 似乎要齐齐爆开 而一旦爆开 凭着风暴本身的威力 将在这四周八方形成灭绝 可就在这时 突然的 一声带着沧桑的叹息 从这天底虚无中 疏然传出 于那一道道风暴的旋转 轰鸣中 虚无内 此刻走出一个 穿着黑袍的身影 看不清脸孔 可任何一个看到他的人 都能从心底浮现出 无尽岁月之感 似乎他们目中的这黑袍人 是从不知多少岁月之前 穿梭时空 一步步走来 守灵老爷爷 白小春一愣 明皇 大天师 以及几位半神 也都神色 木然变化 露出恭敬 强如大天师 也都在此刻深吸口气 神情肃然 他们对守灵人的称呼 让白小春 双眼猛的争大 呆愣住了 这一切说来话长 可实际上都是在瞬间发生 随着守灵人出现 那些风暴 仿佛与他不是在一个空间里 任凭如何暴虑 竟无法对着黑袍人伤及丝毫 他的身影 在那一步步下 竟直接出现在小女孩 那巨大的面孔前 抬起枯萎的右手 向着小女孩的面孔 轻轻的一按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传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八百三十五集 因果 在守灵人右手按下的刹那 似没有半点风浪掀气 仿佛没有丝毫的烟火气 可整个天地都在这一刹那彻底平静下来 苍穹不在翻滚 大地不在碎里 而守灵人四周的一道道风暴 也在这一顺刹那平静下来 风暴消散 里面的魂一个个也都不再怨气滔天 而向着守灵人扑扶下来 眨眼间 整个天地那数不清的魂 纷纷的跪拜 这一幕画面 震撼所有看到之人 而那小女孩 她的面孔也在这一瞬 肉眼可见的分崩离析 随着瓦解 无数的魂从其面孔所在的风暴内飘散 一样的匍匐在地 直至最终 苍穹上赫然出现一条巨大的鸣河 这鸣河浪花滔滔 席卷世界时 此地无数的魂纷纷升空 如同繁星归位 全部涌向鸣河 与此同时 小女孩的面孔随着溃散 其所在的风暴随之消失 那团紫色的鲜血 渐渐的显露在天空上 血团里 再次凸显出小女孩的面孔 她的目中露出奇异之芒 向着守灵人再次发出 如方才 让五大半神神魂不稳 大天师口中曾说出的太古神法 明皇 你终于出来了 我就知道 那白小城身上 有你落刺的痕迹 跟着他 就可以找到你 阴朗刹那惊天 不是如之前般扩散千里 而是凝聚到了一起 向着守灵人 直接冲击而去 与此同时 随着小女孩话语的内容 四周所有人心神震动起来 有很多人大吃一惊 要知道 之前小女孩 虽也点出过白小春的身份 可那个时候 事态危机 众人来不及多想 可眼下 随着在蛮荒中 如神明一般的明皇降临 使得众人心头松了口气 此刻再次听闻 短时一道道目光 刹那 看向白小春 白小春 白大师 是白小春 四周残存的巨鬼城浑修 他们的震撼极大 此刻一个个目瞪口呆 白小春 陈豪松 以及其他几位天宫神色古怪 目光在白小春身上扫过 九幽王 还有斗圣王以及灵灵王 他们一正 也多看了白小春记忆 只有大天师 以及巨鬼王 神色如常 似没有因为这件事情 产生丝毫的意外 不过红尘女那里 此刻的复杂 已经无法形容了 她之前 就已经心底阴影有了答案 可却不愿意去琢磨 此刻 被小女孩连续两次点出 她的呼吸急促起来 尤其是想到自己的爹 居然把自己嫁给了白小春 她就觉得 这片世界 似乎有些颠覆了 面对众人的目光 白小春内心遗产 可却没办法去阻止 只能眨了眨眼后 摆出一副 茫然不懂的样子 这四下看了看 似乎在寻找 哪个是白小春 使得四周众人 神色更为古怪 与此同时 白小春也没办法 去考虑其他人怎么想了 她心底在这一刻终于明白 为何这小女孩 阴魂不散的跟着自己 她是要从自己这里 找到明皇 难怪啊 白小春内心震颤 而对于明皇 居然就是守灵人这件事情 白小春虽觉得震撼 可仔细一想 结合守灵人的神秘 也就成了情理之中 她所说的落子痕迹 莫非就是落成山脉中 我被守灵老爷爷所叫 就在白小春这里 装糊涂的时候 小女孩的诡异 也彻底的爆发出来 为理智打 使得小女孩 与守灵人之间的苍穹 刹那崩溃 守灵人轻踏了一声 抬起的右手 向下一挥 短时四周苍穹轰鸣 竟崩碎坍塌下来 化作一个巨大的黑洞 这黑洞也在层层的溃散 好似要将世界崩溃 好在之前巨鬼王 视展黑色太阳时 曾出现的那似乎 封一世界的大王 此刻也刹那幻化出来 似乎使得这本可以 崩溃世界的力量 被生生的压制住 老夫已一次次退避 你又何必纠缠不休啊 守灵人摇头 声音带着沧桑 更有疲惫 想要让本尊不纠缠 你就打开世界之门 让我离开这里 阴浪还在回荡 虚无还在崩溃 可小女孩的口中 那众生凝聚之一 依旧掀起 她的目中露着执着 更有一抹疯狂 她这一次 与守灵人的话语 没有半点虚假 实际上 她不是这片世界之人 而是当年 随着那把天外大戒 一同落下的 一缕残魂 原本浑浑噩噩 不知需要多久 才能恢复神志 可在陨界深渊内 她吃下了白小春的丹药后 被刺激了魂体 使得神志提前恢复 在那一瞬 她想起了曾经的记忆 更是察觉到了 这片世界 所在 以及诡异 所以本能的 就想要将那 让自己恢复神志的白小春 抓在身边 可她那个时候 虽魂体不灭 可战力 却没有恢复太多 导致白小春逃走 而她从陨界深渊离开后 曾在这片世界游走 有了一番精力 知晓了此地的一切 明白 想要离开 想要回家 只有让守灵人 去打开世界大门才可 只是 她找不到守灵人 而且战力也还不够 可她想到了白小春 在白小春身上 她更是感受到 守灵人 落子的痕迹 那一刻她就明白了 白小春 应该是守灵人 极为看重之人 只要跟在白小春身边 就一定能找到守灵人 所以 才有了之后的一切 甚至有时候 她还要出手 去保护白小春 只是这些 随着藏宫阵法的崩溃 随着传颂的展开 出现了意外 使得她失去了 白小春的踪迹 而她也找了好久 始终没有找到 这才装扮成 白小春的样子 她的目的就是 要么引出白小春 要么引出守灵人 而无论哪一点 只要她做到了 都算成功 所以 之前白小春一路逃躲 她明明有杀人之法 可却始终 没有对其展开 她要逼守灵人现身 更是为了达成目标 她索性 对来临的半神出手 甚至不惜召唤 蛮惶众魂 撼动世界根本 而之所以 在通天河的区域里 她没有这么做 正是因为蛮荒有魂 这里是她最好的 恢复之地 同时也是她最好的战场 况且最重要的是 她还有一个盟友 想到这里 小女孩笑了 鬼音中 她猛的张开大口 短时 在她的身后 虚无扭曲间 竟有一尊 巨大的厉鬼之头 木然幻化 向着守灵人这里 咆哮吞噬 这厉鬼刚一出现 就立刻展现出 堪比半神的战力 看得四周众人 心神震动 尤其是大天师等 半神强者 更是心惊色变 可就在这巨大的厉鬼之头 呼啸而来的刹那 守灵人微微摇头 苍老弥漫了皱纹的右手 看似缓慢的抬起 伸手向着那鬼头一指 多时 这四周的天地 刹那间昏明起来 随着巨响回荡 竟在那厉鬼的四周 虚无好似坍塌一般 瞬间就凹陷进去 如同一张虚无大嘴 直接就将那巨大的厉鬼 猛的一口吞噬 更是在吞噬的刹那 守灵人抬起的右手 微微掐角 向着小女孩一直口中 沧桑的声音 回荡天地 风 简简单单一个字 从守灵人口中说出后 仿佛是蕴含了天地的规则 如同绿粒 顿时 这苍穹天地 凭空的就出现了一股 似乎可以灭绝众生的风 其内蕴含的恐怖之力 直接就超越了半神 就算是小女孩 也都神色大变 白小春在感受后 也睁大了眼 吸了口气 他知道 守灵人强悍 可却没想到 是这么的惊人 明华 白小春内心难难 这风的来临 其气势的崛起 超出了众人的反应 可以说 是在守灵人口中 风自回荡的刹那 天地之间 八方范围 狂风 席地而起 滔天而发 整个世界 在这一刻 似乎成为了风阶 胡小姐 更是以守灵人为中心 形成一个巨大的风暴漩涡 海山倒海一般 向着小女孩 轰鸣碾压而去 本集 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传记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八百三十六集 天地道法 远远一看 那风暴漩涡 占据了大半个人 轰隆隆的声音 传遍四方 大斗 在这巨像下颤动起来 就连大天师等人 一个个也都心惊肉跳 眼看着风暴漩涡 不断的转动向 释放出足以撼动 众人心神之力 天地都在扭曲 而那小女孩 如同是在怒浪中的孤舟 似乎随时都可以被淹没 这一幕 立刻就让众人心中 生起期待 可就在这时 忽然的 那小女孩猛的抬头 目中出现了血色 她在那风暴中 紧猛的张开大口 发出七鸣之音的同时 她的大口 就无限的膨胀起来 差样功夫 几乎看不到了 小女孩的身体 能看到的 就只有一张 无比夸张的大口 在张口的刹那 随着小女孩的吸气 顿时一股 似乎比这漩涡 更惊人的犀利 猛然间 就从这小女孩的口中 爆发出来 轰轰巨像震天 漩涡风暴的犀利 与小女孩的口中 传出的犀利 在这一顺 相互碰撞在了一起 发出了 超越天雷的声音 更是在这声响下 守灵人的风暴 玄武竟慢慢的 转动换了下来 甚至出现了倾斜 似要被那小女孩 吞噬 这一幕立刻就让众人心神跟着揪了起来 白小春也是吸了口气 这种超越了半身的斗法是他至今为止看到的最惊人的一战 那小女孩的近乎不死 还有守灵人的无穷之法 无不让白小春心神震荡 一想到这么恐怖的小女孩 在通天河区域时 一直都跟着自己 白小春就觉得后怕心急 心底更有庆幸 好在我之前没太得罪他 要不然的话 这小女孩要弄死我呀 冲着我吸一下就够了 白小春 内心哆嗦中 天地再起昏明 那风暴漩涡 竟一下子就崩溃开来 无穷之风 在这一刹那 直奔小女孩 张开的大口而去 转眼间 竟被他全部吞下 众人立刻色变 与此同时 守灵人那里再次轻叹一声 似没有什么意外 抬起的右手转动 又是一指 口中沧桑之声 回荡四周 雨 一个字 一句话 在出口的瞬间 苍穹中直接就出现了 无穷的乌云 这乌云插那就覆盖了 整个苍穹 其范围之广 扩散大半个蛮花 这乌云内没有雷电 只有雨 逗大的玉珠 在下一瞬 就轻盆一般 周然洒落 好似有一个巨人 在苍穹上 乡下倒下了一大桶水般 刹那的功夫 整个世界就在那花花盛夏 暴雨降临 这不是普通的雨水 这是法雨 任何一滴雨 都蕴含了惊人之力 如同一次神通术法 而如今 这天地内的雨水之多 根本就数不清晰 白小春眼珠子都差点瞪出来 尤其是在感受到 这个雨水内的无穷之力后 他内心的震动又一次爆发 太厉害了 不但是白小春震动 就连大天使等人 也都被守灵人这雨之力震撼 此力之强超越了之前的锋利 太多太多了 小女孩也是面色瞬间大变 心神震颤 她在这雨水里感受到强烈的生死危机 身影急速后退 可任凭她速度再快 这漫天之雨都让她无处可躲 一滴滴雨水 没有任何一滴落地 都是在降下后直接转弯 以极快的速度直奔小女孩而去 小女孩双手急速掐绝 短时形成一道防护伐木 要去阻挡 刹那间声响再次震天而起 如同鼓声一般 那是一滴滴雨水撞击防护造成的 这声音越来越大 越来越密集 因为雨水越来越多 到了最后 这四面八方的雨水 凝聚在一起形成了雨木 轰击而去 直接就在小女孩的四周 汇聚成了一个巨大的水球 这水球内是小女孩色变下 不断被压缩的要崩溃的防护 与此同时 这水球的大小 也随着雨水的不断融入 越来越大 百丈 千丈 五千丈 远远一看 这雨木如同围沙 随着庞大 其内蕴含的恐怖之力 不断的爆发 使得小女孩的防护 缩矣力越来越多 白小春呼吸急促 目不转睛的看去时 闷闷的轰鸣声 从那水球内传出 小女孩的防护伐木 此刻木然崩溃 可就在众人心神一阵的刹那 突然的 那小女孩面孔扭曲 身体竟在这一刻 不断的收缩下 幻化成了一把 剑 这把剑 充满了沧桑的气息 更有铁锈在上 看起来毫不起眼 可偏偏在出现的瞬间 整个苍穹都震动了一下 那不断膨胀的水球也都起了波澜 其他人或许认不出这把剑 可白小春在看到后 却是眼睛瞪得大大的 尸声惊呼 云剑 此剑 正是当初白小春获得天道铸鸡的那把 巨大无比的 从天而降 落在了通天河东迈下游区域的大剑 也是小女孩首次出现之地 这把剑 哪怕缩小了无数 可还是被白小春一眼认出 几乎就在他声音传出的一瞬 这把小女孩幻化出的云剑 就猛的旋转 想着 因防护法木崩溃 从四周挤压而来的无尽水球 狠狠的一盏 这一盏悬落 苍穹传来昏明 竟在天地界幻化出一把一模一样的大剑 此剑之大 仅仅是剑身 似就可以与苍穹起高 无限磅礴 使得众人都看不清全部 只能看到剑刃自天而降 取代苍穹 斩向水球 哼的一声 水球崩溃 与墓内的所有雨滴也都层层爆开 刹那间 就使得这天地内充满了水雾 而那小女孩身体似虚弱了不少 就连化身成为云间的状态 也都无法维持 在这水雾弥漫中 重新凝聚成了其原本的样子 发出尖锐之音 守灵人 本尊是不灭之魂 你杀不死我 现在该我托你了 随着话语的传出 在众人一个个灭色变化里 在白小春这边也都心头颤抖 想要后退出 这弥漫了天地的水雾 瞬间翻滚 似乎被那小女孩抢夺了操控权 竟全部向着小女孩凝聚 水雾如海 随着凝聚寒度人心 其速度更是极快 刹那节 满天的雾气就凝聚在了一起 竟化作一个巨大无比的鬼头 这鬼头猙獰 头身弯角 虽是雾气形成 可却栩栩如生 很是逼真 甚至仔细去看 能依稀看到小女孩的模样 其庞大的程度 如那大剑一般 取代了苍穹 甚至比太阳看起来还要惊人 向着天地狠狠的一吸 这一吸之下 苍穹扭曲 大地扭曲 似乎这片世界 在这一瞬 都要被那巨大的鬼头吸入口中 甚至四周的众人 也都身体不受控制的 竟全部被吸了过去 这一幕 让白小春这里 已经脑海空白了 就算是大天使等人 也都身体强力的震动 呼吸急促中 他们的骇然已经到了极致 可就在这时 守灵人摇了摇头 用只有他自己能听到的声音 低声喃喃 还不出现吗 守灵人右手掐指 再次一指 电 一九是一个字 一句话 在传出的瞬间 那被扭曲的苍穹中 竟出现了一道红色的闪电 这闪电刚一出现 立刻在这苍穹中 在这整个天空内 瞬间就又出现了一道 刹那街 第三道 第一百道 第一万道闪电 无声无息街 瞬间出现 密密麻麻 数量之多 似于那雨水一般 数不清晰 整个世界都在这一刻 被映照成了赤色 那无数的赤色闪电 直奔小女孩的乌轨而去 白小春抬头看去 这些闪电数量虽多 可还是能依稀看到 他们似乎在苍穹中 形成了一只 覆盖了天空的 巨大闪电手掌 向着那鬼头 在轰击中 一把抓去 本集 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837集 天尊降临 鬼头虽大 可这赤色闪电 组成的大手 更大 相互在一起 给人的感觉 就仿佛是成人的大手 与婴儿的头颅一般 随着那一把抓去 天地震荡 闪电之力 撼动八方 似乎这大手 根本就不在意 小女孩的吞噬天地 刺客抓来时 小女孩幻化的 鬼头口中 传出七里之意 停下吞噬 似想要闪躲 可那闪电手掌 气势太盛 仿佛 集合世界之力 念崖而来 隆隆之声 回荡四方的瞬间 这闪电大手 就一把抓住 小女孩的 雾气鬼头 狠狠的一捏 咔嚓声中 雾气鬼头 竟没有半点 抵抗之力 骤然崩溃 随着爆开 露出了小女孩的 魂影 这影子扭曲 正急俗的后退 可以看到 其目中首次的露出 强烈无比的恐惧 明显的 他对于 这凝聚了世界之力 形成的覆盖了 苍穹的闪电大手 存在了强烈的忌惮 只是 任凭他如何后退 似乎只要不是 逃出这片世界 那么在这大手下 都将无处断行 随着大手的临近 四周好似被封印 小女孩的惊慌 以及恐惧越来越多 不断的双手掐举 从他体内散出无数鬼影 可这些鬼影 都是刚一出现 就立刻在那无尽的赤色闪电下 纷纷的烟消云散 这一幕 让四周中人再次一阵 实在是这一阵 太过的惊世骇俗 超出了半身的境界 白小春这里也都心脏越发急速跳动 眼看随着大手的昏迷一撞 那小女孩的魂影发出了更为凄厉的尖叫声 而那闪电大手也已逼紧到了极致 正要狠狠的握住 可就在这时 忽然的 苍穹上直接就出现了一道巨大的缝隙 这缝隙足有千张大小 在出现后 缝隙猛的开合 竟化作了一只眼睛 那眼睛内 透出冰冷无情的目光 猛的就看向守灵人的身影 与此同时 第二道缝隙 第三道 第四道 眨眼界 整个苍穹上就密密麻麻 出现了数不清的缝隙 这些缝隙都是在出现的瞬间 就立刻开合 形成了一只又一只的眼睛 一样的冰冷 一样的无情 一样的全都看向守灵人 这一幕太过突然 让众人都大吃一惊 只有大天使那里 神色狂扁中 尸声惊呼 天存 几乎在他声音传出的一瞬 这仓穹上数不清的眼睛 居然同时眨了一下 转眼睫 随着眨动 竟有一道道见光 直截就从这些眼睛内 闪现出来 化作一道道昌虹 以无法形容的速度 带着残影 直奔守灵人而去 剑光之夺 数不清新 只能看到 这苍穹在这个遗书 完全被这剑光取代 随着交错 随着呼啸 似形成了一张剑网 刹那间 就将那闪电 形成的大手 瞬间穿梭 昏明中 枝离破碎 那大手 凝聚了世界之力 而能将其毁灭的自然也只有世界之力 在这片世界内 除了守灵人外 只有一个人具备这种能力 他就是通天岛的天尊 轰轰之声 传遍整个蛮荒 蛮荒 大地颤抖 苍穹震颤时 那数不清的剑气 发出尖锐的呼啸声 再织紧了大手 救下小女孩后 没有半点停顿 这无数剑光交错 直奔守灵人 这一切说来缓慢 可实际上 从剑光出现 分解大手 直至冲向守灵人 所有的时间加在一起 也只是一个呼吸而已 眼看那无数剑光呼吸而去 任何一道剑光 都拥有让天人灭绝之力 数量之多 气势之强 剑气漫天 白小春的心神中 掀起惊涛海浪 这一战到了现在 他可以说是 从头看到如今 他隐隐有种感觉 这片世界的秘密 似乎随着这一战 已经展现在了 自己的面前 可时间紧迫 他来不及多想 只见守灵人那里 木然转头 木中露出深邃之芒 他竟没有半点意外 似早就在等天尊的出现 其右手抬起 向着来临的无数剑光 骤然一指 口中传出沧桑低沉的声音 雷 依旧是一个字 一句话 可在传出的刹那 这一声音 却是无限的轰鸣起来 仿佛有无数人在一起咆哮 似乎众生在这一刻都在嘶吼 不管是生者还是冤魂 不管他们愿意还是不愿意 哪怕白小春这里 也都控制不住的 在心中在这一刻 好出了这个字 哪怕大天师 巨鬼王 陈好松等人也都如此 声音几乎一下子就达到一个不可思议的程度 天地颤抖霸放轰轰 形成的阴浪化作无形的波纹直接横扫一切 那些来临的剑光在与这阴浪碰触后 刹那间就一道道崩溃 放眼看去 苍穹上再看不到任何一道完整的剑光 看到的尽是那溃散的无数如星辰般闪耀的点点精芒 无数剑光 刹那崩溃的同时 这阴浪依旧没有消散 锁国之处 天崩地裂一般 那小女孩全身颤抖 捂住耳朵 身体在这冲击下不断的模糊 更是在这苍穹的一处区域里 与这阴浪下 那片区域扭曲中 四辈掀起了一层融入世界的面纱 露出了其内 不知何时藏身在此的身影 那身影 是穿着一身金色长袍的中年男子 见眉心目 俊朗非凡的同时 更有不怒自危 尤其是目光 更是可以让日月无光 他带着地观 一头黑发飘摇 唯独在额头有一根血发垂下 很是明显 此刻 他的身影随着世界面纱 被掀开而露出后 他目光一闪 索性一步走出 再走出的刹那 他右手抬起 向着天空遗憾 顿时 苍穹哗啦一声 如被一只看不见的大手 直接撕裂 一把水蓝色的长枪 插那接 就从那裂缝内直接冲出 并非是向着那中年男子飞去 而是直奔大地 速度之快 如一道蓝色的闪电 撕鸣间就直接刺在了大地上 蛮荒的大地 忽然颤抖 一道道裂缝 纵横八方的同时 其传出的巨响 也在这一刻 与雷声无形的碰撞 这种碰撞 直接就掀起了冲击 向着死众 轰隆隆的扩散 白小纯 虽距离较远 也被这气浪碰触 喷出鲜血 身体倒退的同时 陈好松等人 一样的嘴角 溢出鲜血 不断的后退 哪怕大天使等人 也都是灭色苍白 不得不退 至于巨鬼城那些 修为不到天人的魂修 此刻还没等反应过来 刹那间 他们的身体 就在这冲击下 直接崩溃 成为飞灰 红尘女那里 原本也是必死 可巨鬼王在他身边 此刻全力守护 才保下其命 巨鬼王抬起头 死死的盯着天空上的中年男子 墓中的深处藏着强烈无比的忌惮 天尊 斗生王 灵灵王 九幽王 还有大天使 以及所有的天公 此刻都是内心大浪翻滚 目光死死的落在那中年男子的身上 天尊 白小春不断吸气 脑海梦鸣 听到巨鬼王等人的话语后 一样看去 他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心情 此刻抬头中 他看到的是在那苍穹上 屁腻天下惊天动地的身影 那正是通天区域之主 通天岛的天尊 这是白小春首次看到天尊 只是一眼他就感受到对方身上 那似乎与整个世界融合在一起的磅礴 甚至看去时 他都觉得双眼刺痛 如被振扎 几乎在白小春看去的瞬间 小女孩身影疑惑 就在了天尊的一侧 保持一定的距离 口中传出尖锐之声 风轻道人 你来晚了 天尊微微一笑 没去看小女孩 也没有去看着四周任何人 她的目光始终盯着守灵人 缓缓开口 老家伙 本尊的这个局 怕是你一早就看出来了 自然看得清清楚楚 守灵人神色如常 只是目光更为深邃 平静说道 他们之间的对话 被四周众人听到后 每个人都生起了思绪 白小春也是内心咯噔一声 明白这小女孩与天尊 必然是早就有了联系 甚至结成同盟 今天这一战 不是小女孩独子 而是与天尊联手 齐展守灵人 至于目的 就是那小女孩之前所说的 白小春在这之前 从未听说的什么 世界之门 这里面有大秘密 白小春呼吸急促 他觉得自己现在处境很是尴尬 他很想去高呼一声 告诉天尊 我是自己人 可这个念头立刻就被他掐灭 他琢磨着 小女孩跟随自己 引出守灵人 此事天尊必然知道 这明显是在利用我 白小春顿时发愁 心底更颤 眼巴巴的 看着苍穹上的三人 不断的叹息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传记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八百三十八级 你凭什么不认可 白小春这儿 冲没哭脸时 苍穹上的天尊 正望着守灵人 胆胆开口 看清楚又如何 这个局是我引你出现 又或者你叼我出来 终究一切都要看战力 话语间 一股无上霸意 在他身上 于这一刻陷入天地 好似地下天上围棋独尊 几乎在他话语传出的刹那 其身边的小女孩 鬼声一笑 身体瞬间模糊 仿佛化身成为一个黑洞 更有仿佛众生 融合在一起的声音 传遍四方 行事大法 顿时 小女孩那化作黑洞的身体 散发出黑色的光芒 这光芒直接就散开 足有万丈范围 猛的一息之下 立刻万丈范围内一切存在 草木也好 山石也罢 都全部飞出 直奔小女孩 而守灵人也在这万丈内 他所在之地 更是小女孩重点的吞噬之处 此刻在那吞噬大法下 似要被限制身形 几乎在小女孩出手的同时 天尊一步走出 他知道这一战必须要速战速决 此刻脚步落下 整个天地都震动起来 其右手更是抬起 向着天空一抓 通天海 天尊淡淡开口 这一抓之下 顿时苍穹鸿鸿鸣出现了波纹 化作了金色 仿佛成为了大海 白小春目瞪口呆 脑海嗡鸣 他一眼就认出 此刻天空上幻化出的大海 正是通天海 这是什么术法 通天海都可以拿来施法 白小春心脏狂跳 他发现 这些人的术法才是真正的神通 又回想自己的法术 他都觉得丢脸了 不过 当想到水则国度 以及不灭地全后 他才恢复了点信心 琢磨着 自己只要修为上学了 施展水则国度 一定可以脆苦拉朽 唉 我还是修为太弱了 白小春 愁眉苦脸 哀声叹气 身体急速后退 一旁的大天使等人 也都一个个灭色凝肿 他们一眼就看出 这赫然是天尊 凭着无上法力 改天换地一般 以通天海的投影 取代了仓球 天空变成了大海 海水翻滚 海浪滔滔中 这片大海形状改变 就化作了一只金色的 由海水组成的大手 自天而降 向着守灵人 木然派去 岂是磅礴 画苍穹为大海 宁大海为首掌 更有小女孩的叙使之法 覆盖万丈 限制守灵人的身体 顿时就使得着来临的大手 好似灭顶一般 距离守灵人越来越近 眼看危机 白小春的心都踢到嗓子里 就在这个遗述 守灵人忽然抬头 他的目中更为深邃 其双手抬起 向着四周一晃 沙哑的声音 从其口中扩散开来 明河 几乎在他话语传出的刹那 立刻守灵人的四周 就升起了浓郁的死亡气息 有黑色的河水 凭空冒出 越来越落 眨眼间 就以守灵人为中心 覆盖了大地后 守灵人身体猛的一步走出 在他走出的瞬间 他的身后 河水一滔天 一条如黑龙般的喷泉 冲天而起 那是明河之水 而守灵人 如同是明河的源头 随着走出 明河喷泉惊天动地 越来越多 终汇聚成一条大河 这大河远看 磅礴无际 河水翻滚 随着守灵人直奔苍穹 向着那来临的通天海 凝聚成的大手 直接撞去 越来越近 刹那间 明河就与那大手 碰到了一起 好似山崩地利 天地坍塌 那金色大手 荡起无数波纹 传出的轰轰之声 让所有人都震耳欲聋 守灵人与天尊的这一击 是明河与通天海的对抗 是黑龙与大手的碰撞 巨像中 那金色的大手 首先承受不住 在所有人的墓中 看去时 于苍穹上崩溃 层层瓦解 轰然溃散 露出了其内 天尊阴沉的身影 而那条明河 依旧强净 冲散了金色大手后 可以看到守灵人的身体 在那明河中 如一道黑色的闪地 刹那就出现在天尊的身前 狠狠的一撞 哄一声响 天尊急速退后 可就在他退后的瞬间 守灵人身体一撞 带着明河 竟不是追击天尊 而是一慌之下 直奔小女孩 小女孩面色变化 身体后退 可他在速度上虽惊人 依旧不是守灵人的对手 刹那就被守灵人追了上去 哄的一声响 磅礴的明河 直接就撞在了 小女孩的不灭魂上 淒厉的惨骄 从小女孩口中传出 他的魂 在这明河的撞击下 直接四分五一 化作点点精芒 于远处重新汇聚后 再次形成其魂影 只不过 这魂影很是模糊 似就算他自称不灭 可依旧 在守灵人这一击下 重伤无比 可以想象 这样的一击 如果多来几次 他必定灭亡 这一幕立刻让大天师等人振奋 守灵人的强悍 也在这一刻彻底的体现出来 实际上 若非他有另外的原因 想要杀那小女孩 不需要天尊到来 之前就可以做到 眼看守灵人化身明和 再次冲向刚刚汇聚出现的小女孩 苍穹上的天尊 灭色阴沉无比 他不能眼睁睁看着小女孩死亡 二人不但是盟友 有誓约牵制 更重要的是 他独自面对守灵人 根本就没有把握战胜 他需要有人相助 此刻他没有迟疑 目中露出果断 通天还镇压不了你 那么通天大路如何 天尊双手掐举 向着苍穹再次一指 苍穹如鱼鳞般 刹那就起了层层波纹 这波纹如同面上 在扩散之后 苍穹一变 通天海再次出现 这一次的通天海更为磅礴 尽管无数种 可以看到 在那海水的中心 赫然存在了一座黑色的岛屿 而在这海水的四周 竟幻化出四条大河 更是在这四条大河的两岸 竟在这一树接连的幻化出 一座座山脉 一处处平原 一片片丛林 仔细去看 还可以看到四大源头 大宗的山门 无论是中游 还是下游 又或者墨流区 清晰无比 极为详细 白小春再次呆了一下 他甚至都看到了逆河宗 心神在这一瞬掀起大浪 如今 这苍穹上幻化出的投影 赫然是没有蛮荒的通天大路 受灵人 当年你说本尊不是正统 不给本尊开启世界之门 你只不过是一个守灵人而已 只不过是一个看守世界大门的老鬼而已 本尊虽不是窥荒血脉 可现在连通天大路都认可了本尊 你凭什么不认可 既如此 今天 你要么开门 要么就死 天尊身体一晃 刹那节 竟融入到了那片通天大路的投影之中 随着融入 立刻 这投影的大路 顿时就出现了灵动 如同有了魂 其实今天的同时 天尊的意志在这一瞬 借助通天大路 似扩散了这整个世界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小女孩那里 墓中也露出疯狂 如拼命一般 在尖叫中 身体扭曲 赫然化作了一只指鹤 这指鹤一出现黑气缭绕 有无数鬼影咆哮 散发出的 竟是一股极为明显的 白小春也能清晰感受到的 天外之力 所谓天外之力 就是不属于这片世界的力量 如同是白纸上的一滴 极黑的墨点 一言可见 此刻 这弥漫了天外之力的黑色指鹤 配合天尊一起 瞬间就冲向首领人 更有尖锐之意 从这指鹤内带着穿透里 昏明四方 这种神通 这种气势 让大天师等人身心矩阵 白小春则是心底哀嚎 他觉得不妙啊 后退的更快 鼠灵人抬头 望着天尊 恒久不变的表情 也都罕见的露出了一丝疲惫 喊息了一声 你始终不懂 正统的不是血脉 不是认可 而是传承 正在悄悄后退的白小春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总感觉 首领人在说这句话时 似乎看了自己一眼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传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一定是错觉 白小春心惊肉跳 他觉得 首领人若真的是看了自己一眼 那么自己就危险大了 这可是参与到首领人与天尊的争斗之中啊 我这小身板可经受不住这些大人物的注目啊 白小春赶紧低头 后退的更快 在他这忙着逃顿时 苍穹上的通天大陆 尾言再次崛起 隐隐的竟在那通天大陆的投影后方 再次出现一个身影 这身影虽是虚幻 可还是被人认出 正是天尊 仿佛他正操控着通天大陆的一切 此刻双手抬起 一挥之下 通天大陆的投影就昏明节 直奔首领人杂举 小女孩的黑色纸鹤 也在这一刻散出更为浓密的黑气 刹那的冲向首领人 就在这危机关头 在四周中人都牺牲振颤的刹那 守领人的叹息中 墓内露出一抹决然 实际上他自己明白 已经没有什么好犹豫的了 这个局既是天尊引他出现 可同样的 也是他想要去在这一次里 解决通天世界内最大的麻烦 虽急迫了一些 虽会打破平衡 对这个世界会造成巨大的破损 可我的时间 终究是不多了 总要为后来者 做一些什么 守领人心底轻叹 目中的决然更为强烈 他谁吸口气 竟在那指贺以及通天大陆投影临近的刹那 闭上了双眼 就在守领人双眼闭合的刹那 突然的一声传遍了整个蛮荒 传遍了整个通天大陆所有宗门 让这片世界中的所有生灵修饰也好 凶兽也罢 哪怕是凡人也都可以听到的巨大的声响 猛然间的爆发出来 这声音太大 似超出了这片世界的成熟 整个蛮荒 大地都举力的震动了一下 白小纯只觉得一股大力似从地上爆出 他面色一臂 胆战心惊的同时 蛮荒中的魁荒城 还有四大王城 还有无数部落家族都感受到大地的震动 全部吃惊 什么声音 大地震动了一下 莫非是地龙犯神 不仅仅是蛮荒 乃至四大源头宗门所修建的长城 也都在这一顺轰然震动 四条长城上 驻扎在那里的修士大军也都心慌神谣 尤其是看到被无数禁制阵法笼罩的长城城墙 居然在这震动中出现细微的裂缝后 纷纷的哗然起来 怎么回事 狄犀 狄犀 不仅仅是蛮荒 长城 还有通天河区域的所有范围 末流 下游 中游 乃至源头宗门 也都如此 星空到极宗的彩虹此刻也颤动起来 无数人哗然 整个世界全部众生都在这一顺海然无比 这一刻 只有四个字能形容守灵人这惊天的神通 那就是整个世界的地动山摇 天尊色变 小女孩化作的纸鹤也都一顿 一股强烈的生死危急让他那里心神狂颤 什么说法 小女孩化作的纸鹤竟不敢继续冲向首灵人 而是急速后退 可就在他后退的瞬间 随着整个世界的第一声轰鸣 苍穹上传来咔咔之声 只见一道巨大的裂缝竟突然的出现 咔咔之下蔓延开来 其长度之大难以形容 怕是足有十万丈不止 满黄众生可解 长城可解 通天大陆的宗门虽看不到 可却本能的感受到苍穹巨变 那裂缝如同一道疤痕永恒的出现在了通天世界的苍穹中 就在这巨大裂缝出现的刹那 首灵人的双眼目然睁开 口中如天雷一般吐出两个字 脾土 这两个字传出的瞬间 那裂缝猛的扩大 有嗡嗡之声从其内回荡开来 眨眼的功夫 竟从这苍穹裂缝内掉下了一座大山 此山太大 看去如日月一般 竟从苍穹的裂缝内掉落下来 这不可思议的一幕 让白小春以及所有人都觉得匪夷所思 天上 掉下了一座山 白小春呆了 他不远处的红尘女 伴随在巨鬼王的身边 此刻也呆住了 这座山不是大地上的任何一座 而是真真正正的自天而降 声响真耳欲聋 在所有人看去的瞬间 裂缝内的那座山 轰然落下 此山黑色充满了厚重质感 指本小女孩缓缓的指贺 以及天尊的通天大陆投影 木然杂取 天尊神色大变 他与守灵人斗了不止一次 可还从来没看到过 对方展现这种神通 他双手立刻掐举 操控通天大陆的投影 全力轰击 可他的轰击 在与这大山碰触后 竟仿佛与此山间隔了不同的世界 居然穿透而过 无法对这座大山造成半点影响 此山轰鸣街 直接穿梭通天大陆的投影 出现时赫然在了小女孩化作的指贺上方 小女孩发出七里之意 他知道无法闪躲 此刻目中露出狠辣 竟操控指贺爆发出更为浓密的黑气 直奔大山撞去 刹那节双方就碰到了一起 也正是这一刻 白小春清晰的看到了什么叫做堂壁挡车 那座大山的后中根本就不是小女孩可以抵抗 他化作的指贺在刹那节 在众人的肉眼可见中 顿时崩溃 彻底爆开 而小女孩的魂也在七里的惨叫中 被那座大山直接就轰的一声 人压在了大地上 其魂又一次四分无力 这一次只有一半金光散开后 在那大山镇压之余 与远处重新凝聚在了一起 化作了小女孩的身影 只不过这一次 他的身影模糊更甚 似风一吹就会消散 他的墓中露出前所未有的恐惧骇然 竟毫不迟疑的头也不回 向这远处急速逃顿 守灵人摇摇的看了一眼 目光一闪 可却没有理会 而是淡淡开口 说出了第二句话 肾 水 这句话一出口 顿时整个通天世界的大地 出现了第二次昏鸣 震天之声 这声音的出现 再次撼动了众生 使得无数山峰崩溃 大地也都出现了沟河 四条长城在这第二声昏鸣下 裂缝更多 就连通天河区域的无数山脉 也都摇晃起来 与此同时 苍穹上出现了第二道巨大的裂缝疤痕 这裂缝卡卡 盛下 显露出来后 在天尊的急速呼吸中 一条大河自天而降 这不是通天河 也不是明河 而是一条血河 如同鲜血汇聚 木然降临 直奔天尊而去 气势之强 撼动八方 天尊心神震颤 发出一声嘶吼 操控通天大陆的投影 猛的撞击过去 可就在双方碰触的瞬间 那条血河似凝聚了 就连天尊也都无法抵抗的力量 通天大陆的投影 竟无法抵抗 轰鸣中 被那条血河摧枯拉朽 直接崩溃 四分五裂 这一幕让白小春都傻眼了 他第一次看到天上掉了一座山 又掉下了一条河 整个苍穹 此刻只剩下天尊的庞大虚影 他的面色难堪 目中更有无法置信于骇然 可却没有如小女孩那样逃走 而是一晃之下 只本受灵人 这种对世界造成永恒 伤害的神通 我看你能施展几次 天尊的声音带着冰寒 更有疯狂的杀意 刹那来临 右手抬起 正要拍向守灵人 守灵人 神色内露出悲苦 叹息中再次开口 说出了第三句话 这句话出口的瞬间 整个世界传来第三声轰鸣 蛮荒与通天区域的四条长城 原本就已经弥漫了列宝 此刻在这第三声轰鸣下 任凭无数修士想要去修补 也都无法坚持 随着巨响的回答 天尼长城 坍塌 这四条长城 自修建以来被攻陷过 破损过 可却从来没有坍塌过 而此刻 东南西北四条长城 全部坍塌 无数修士 心神颤抖 只觉得这一切太过匪夷所思 恐怖至极 天变 天变 长城塌了 长城塌了 不但长城如此 通天区域内的山峰也有不少 在那剧烈的摇晃下 直接坍塌崩溃 与此同时 在这蛮荒内 在白小春的墓中 此刻 苍穹赫然出现了第三道 巨大的裂缝拔痕 更是从这裂缝内 进一座大山 一条大河后 这一次 居然掉下来 一个大火球 准确的说 那是 一个太阳 本集 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传记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八百四十集 那根血发 太阳都掉下来了 白小春 眼珠子都快突出来了 整个人 完全的目瞪口呆 看着从裂缝内 掉下来的太阳 以极快的速度 直奔天尊投影 任凭天尊灭色 如何变化 如何闪躲 也都于事无补 哄的一声 被那太阳 直接就砸在了 其巨大的投影上 天尊的投影猛的颤抖 刹那就出现了无数裂缝 这裂缝越来越多 眨眼间就轰然崩 随着崩溃 天尊的身影也显露出来 他面子苍白 嘴角溢出鲜血 这一次 他没有任何犹豫 转身就走 他心中哪怕再不敢 也明白这一次的局已经败了 哪怕与小女孩联手 竟也不是这守灵人的对手 这让他内心的怒火 已经燃烧无尽 盖斯 明明已经将其压制 可他居然用了这种 对世界造成永恒 伤害的神童 他这明显 是不惜代价要杀我 正统不是血脉 不是认可 而是传承吗 这一点 我早就知道 天尊带着怒意 可却不敢继续流下 速度极快 刹那远去 可就在他远去的瞬间 守灵人却没打算让他离开 淡淡开口 说出了第四句话 废 这句话一出 第四声轰鸣巨响 载着通天世界回荡开来 而苍穹上也出现了第四道永恒的巨大裂缝 这裂缝内有金光散出 在天尊展开挪移就要离去的刹那 从这裂缝内直接就掉下了一尊巨大的金顶 这金顶的光芒刺目轰轰落下 似可以封锁一切虚无 任凭天尊如何挪移也都无法闪躲 危机关头 天尊目中露出恨意 低吼中双手掐绝 顿时他的四周立刻就出现了无数的眼睛 这些眼睛全部闸动之下 一道道剑光冲天而起 直奔金顶 可这金顶之力明显神秘莫测 天尊的无数剑气在碰触这金顶后 如同是鸡蛋砸在石头上 全部崩溃开来 使得剑气死散 却无法阻挡这金顶丝毫 眨眼界 在天尊的嘶吼下 这金顶就轰的一声 直接砸在了天尊即将挪移的身体上 生香套铁 轰鸣扩散 掀起无数回音的同时 更有冲击向着八方 如风暴般扩散开来 天尊发出气力之意 喷出一大口鲜血 身体一下子萎靡了不少 目中赤红 可他毕竟是天尊 是这片世界 除了守灵人外的最强者 哪怕生生被那金顶砸在身上 可也只是喷出一口鲜血 去身体却没有半点停顿 瞬间挪移 消失无影 这一切都发生的太快 还没等白小春众人反映过来 小女孩逃 天钻钝 这场战斗斗法 竟似乎突兀的终结 但就在这个时 守灵人目中首次出现寒芒 他的口中急速的说出了第五句话 赶木 这句话出口的刹那 第五声轰鸣在这天地内忽然回到 轰隆隆的声响下 蛮荒的山风大都崩溃 坍塌的城池 其连接的山脉也都在这一刻全部碎裂 使得蛮荒与长城之间的所有臂障在这一刻全部消失 无数修饰在这接二连三的轰鸣下还燃到了极致 此刻都发出惊呼之声 一个个全部倒退 远离长城区域 同时通天河区域内的山风也大量的坍塌 大地出现了一道道裂缝 甚至有一处通天河也都被地面的裂缝直接斩断 可以说整个世界已然千疮百孔 更不用说天空上那四道巨大的永恒裂缝 让所有看到之人都触目惊心 也正是这一瞬 随着昏迷回荡 苍穹上出现了第五道巨大的裂缝 这裂缝咔咔声下裂开后 一根足有数千长粗细的绿色藤条 竟从裂缝内木然垂下 这藤条上有无数的大叶 更是充满了狂暴的生机 猛的抽向通天北脉的长城所在之处 这藤条太大 速度又太快 所过之处虚无崩溃 破空之声惊天动地 胡小姐就直接抽在了坍塌的北脉长城上方的虚无 哄的一声 从那虚无中一抽而过 那片虚无顿时崩溃 露出了其内 已经挪移到这里的天尊身影 天尊再次喷出鲜血 灭色苍白 他的脸上首次露出恐惧与惊慌 他实在没想到 那守灵人这一次的神通 竟强悍到了如此程度 守灵老鬼 天尊怒吼 想要再次挪移时 那从其所在之处抽过的藤条 竟猛的回转 再次抽来 速度之快 哪怕是天尊也都心神狂震 怒吼中 他双手掐举 身体内外爆出金光 在这金光下 他的四周立刻就出现通天海水 凝聚在一起 成为一把巨大的长枪后 被他一把握住 向着来临的藤条狠狠地刺去 这一击让天地色变 远处的通天海也都咆哮起来 整片海水居然拔地而起 整个通天海成为了一处巨大的盆底 所有的海水都在这一刻升空 以无上之力挪移铺天盖地 直奔通天北脉的长城 似天尊手中的长枪 就是这通天海的核心 他所去之处 就是海水要咆哮之地 通天海所过之处 无数通天河区域的修士看到 一个个都骇然失声 这是通天海水 天哪 这是怎么回事啊 只有通天北脉那些修士看得清晰 他们看到了天尊 看到了天尊的那一枪 也看到了那巨大的藤条 这一切说来缓慢 可实际上都是刹那发生 在天尊手中的长枪刺下的刹那 他身后舱穹中 升空而起 挪移而来的磅礴通天海水已经到来 席卷着大浪 排山倒海一般 顺着那一枪直奔来临的藤条轰轰而去 刹那节相互就碰触到了一起 一声惊天动地回荡整个通天世界的巨象爆发开来 那海水洪鸣竟将藤条直接摧枯拉朽 崩溃了大半 这还是首次天上掉下之物被直接的崩溃摧毁 可同样的 这片通天海水也在这一刻 被那藤条直接抽成了两瓣 而这两瓣的中间正是天尊所在之处 他的身体猛的一颤 狂喷鲜血时 他额头上垂下的那唯一的红色头发 竟齐根断裂飘落下来 还没等天尊去接住 这红色头发就瞬间消失无影 如被人隔空取走 不 不 天尊怒吼身体颤抖 目中搂出疯狂的同时 更有强烈无比的恐惧与忌惮 但这一切都是因为那红色头发的断裂 那不是寻常的头发 那是他这一生修炼的唯一一根 剃命血法 这血法使他身体质保 充满了浓郁的生机 可以为他剃命一次 也就是说方才的那一击实际上他已经死了 是那血法在关键时刻救下了他的性命 而若是被天尊接住那根头发 他还可以继续炼制 虽需消耗很久 可还是能将其重新融入体内再次试用 可现在 这根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血法明显被人隔空取走 这就让天尊这里颤抖中双目赤红 大侯一生后他不敢再踏入蛮荒 只能带着无尽的憋屈目然后退 要回通天岛疗伤 更是在这后退时 他看到了坍塌的长城 右手抬起猛的一挥 立刻四周的通天海水直接扩散开来 化作一个巨大的圆圈 笼罩通天大陆 代替长城 形成了短时间存在的禁制 唯的就是防止蛮荒趁机入心 在这他亲自布置的禁制下 除非修为超越半神达到与他一样的天尊修为 否则的话任何人都不能进出 首领老鬼 这一次你赢了 下一次我不信你还能有这种神通 我一定斩你 天尊面色极为难看 低吼的声音透过通天海的防护 传入蛮荒后 因伤势不清要尽快疗伤 故而一晃之下 刹那消失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传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八百四十一集 师尊救命 满花 之前的战场处 大天使等人呼吸急促 神情凝肿 白小春也站在那里脑海嗡鸣 他看到了藤条的落下 可因北部长城距离太远 他看不到这藤条斩杀天尊的一幕 可天尊那蕴含了愤怒的声音 却是回荡在蛮荒中 久久不散 使得众人都在这稀气下 不由的看向守灵人 守灵人的强悍 白小春之前知道 可如今亲自看到这一战 他才真正意义上的明白了 这守灵人的战力 已达到不可思议的程度 那个小女孩与天尊联手 竟都被重创讨断 白小春咽下一口唾沫 他琢磨着自己要抱紧守灵人的大腿 毕竟如今自己的身份已经从小女孩那里说出 大家都知道了 一想到自己在蛮荒做出的那些事情 白小春就心头一颤 紧张无比 他明白当自己化身白号时 都有太多的人对自己恨之入骨 而现在在得知自己就是通缉犯白小春后 估计要杀自己的家伙将充斥整个蛮荒 排队来杀的话 一天杀自己一次估计都可以杀自己个上百年 能救我的只有守灵老爷爷了 不行啊 得想个办法和他老人家拉近关系 白小春心里念叨着趁着众人没注意 小心翼翼的向着守灵人那里靠近 脑子里快速转动琢磨办法 在这种人被这一战震惊时 守灵人却心中暗叹一声 他没有追击不是不想而是做不到 实际上若有可能他不想现在就与天尊发生这种程度的一战 实在是他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 同样的他也不想施展这种对整个世界造成永久伤害的神通 此刻的天空上那五刀裂缝将伴随世界永恒存在 而大地上多出一座大山一条血河一座金顶以及一轮太阳 这些也都是永恒存在的也只有守灵人自己明白 这神通术法的确如天尊所说 就算是守灵人自己也再无法继续施展 因为这金木水火土如铜人的武藏 具备唯一性的同时也是守灵人这里最终极的杀手锏了 可惜只斩下他的血发没有将其斩杀 守灵人内心难难 他的容颜在这一刻明显的衰老了不少 气息也慢慢散去 只是心中的遗憾却久久无法释怀 这个局既是天尊算计他同样的也是守灵人精心准备要反杀之局 只是眼下谁也没有成功 对于没有击杀那个小女孩他没在意 实际上那是他故意的 这个小女孩来历他清清楚楚 之所以不击杀是为以防万一 在对方身上他有更大的目的 需要这小女孩不自觉中去配合 他在意的只有天尊 就在守灵人这里遗憾时忽然的 一个女子声音似从牙缝里挤出一半 在这寂静的战场上回答 白小春 你还想跑 说话之人正是红尘女 她从那震撼中恢复过来后 第一眼就看向白小春所在之地 立刻就看到白小春正悄悄的似要逃走的身影 顿时就想起了当年在地宫内的一幕幕低贺起来 他的低贺顿时让四周中人也都从震惊中恢复过来 纷纷侧目看去 聚鬼王身色古怪 大天师目光一闪 看向守灵人 至于斗生王与九幽王则是皱起眉头 唯独灵灵王咧嘴一笑 那笑容里似不怀好意 而陈好松等天公一个个就面色极为难看了 之前战斗惊人 他们没工夫理会白小春 可现在战争结束 他们再次看向白小春时 想到了对方居然用白号这个名字 在蛮荒掀起的腥风血雨 顿时目光不善 白小春顿时吓了一跳 内心紧张忐忑 面色变化 赶紧加速后退几步 同时连忙高呼 大家冷静一下 听我解释 半身没动 天公也没动 只有红尘女 面色颇为难看 恼羞无比 一想到这白小春在地宫内的事情 又想到 此人居然成为了自己的未婚夫 这种种思绪融合在一起后 使得他爆发了 此刻身体一晃直奔白小春 白小春 你给我一个交代 红尘女怒吓中急速而来 子墨 你 我 我救过你的命啊 我是你救命恩人 白小春更紧张了 急速后退时更是向着巨鬼王大喊 岳父 救命啊 这四个字 这四个字 让那些半身一个个神色更古怪了 巨鬼王也都尴尬的咳嗽了一声 装作没听到 而红尘女听到这四个字 整个人更是爆发了 闭嘴 说着他速度更快 白小春眼看如此 也着急了 索性向着守陵人跑去 一边跑还一边高呼 师尊 救命啊 师尊二子一出口 大天是猛的吸了口气 巨鬼王也愣住了 九幽王 斗圣王 还有灵灵王 也都神色一变 陈好松等人更是内心咯噔一声 哪怕是红尘女也都呆了一下 脚步停顿 眼睁睁的看着白小春直奔守陵人进前 在那里如弟子拜见师父般恭敬的拜见 就算是守陵人此刻也都是哭笑不得 看着白小春紧张兮兮的正眼巴巴的望着自己 守陵人似无奈的摇摇头 袖子一甩 没有与众人说话 而是卷着身边的白小春一步走向虚无 刹那消失无影 四周一片寂静 大天使等人望着守陵人离去的方向 都在心中翻起无数思绪 白小春最后的失踪二字 算是彻底的震慑了他们 陈好松更是心中一紧 快速的打消了要找白小春麻烦的念头 虽最终守陵人没有开口承认 可其临走时带着白小春的举动 本身已经说明了问题 尤其是大天使 他早就看出白小春身上有守陵人的痕迹 此刻沉默少情 与身边的四位天王沟通一番 出于对明王的敬畏 他们将白小春的事情列为绝密 对四周众人下了风口令 如此一来 就算是事情传开 蛮荒之羞也只是知晓 那小女孩是假白小春罢了 并不知道白小春的真正身份 有了这样的约定后 众人相继离去 实在是这一战太过突然 也太过重要 他们需要尽快部署 毕竟从此之后 长城坍塌 格局 或许也将改变 最后离开的是巨鬼王与红尘女 巨鬼王看着神色复杂 似有些迷茫的女儿 也叹了口气 沃尔 此事是为父考虑的不周 你们的婚约取消吧 红尘女沉默 看着白小春离去的半空 没有说话 脑海里浮现的是在自己的生死结中 白小春拉着自己亡命逃顿的一幕幕 是在自己危机下 依旧不肯独自逃走 保护自己的一幕幕 随着众人离去 此地慢慢平静下来 只有那天空的五道疤痕 地面上的一处处沟壳 证明了这一场斗法 撼动了世界之本 明河禁地 明河岸边 此刻有两道身影 似从虚无中走出 正是守灵人与白小春 刚一出现 白小春就心头紧张无比 他不知道自己的事情 已被下了封口令 此刻惶惶中可怜兮兮地望着守灵人 乖巧地拜见 守灵老爷爷 那个 我也不想欺骗大家 您是了解我的哈 知道我白小春心底善良 不喜欢惹事 很是乖巧 我只是想回逆河宗而已 实在是他们都要杀我 我只能装扮成另外的身份 就这样一路走下来 什么重恩令啊 监察室啊 抄家啊 这些都不是我故意的 哎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白小春赶紧开口 一边说着 一边打量守灵人 可说着说着 他自己也觉得委屈 琢磨着 自己的的确却没错啊 这一切都是随波逐流 自己也不想的 守灵人面无表情 打量了白小春几眼 右手抬起时 手中多出了一枚黑色的令牌 扔给了白小春 四条长城 已被天罪用捅天海水封印 任何人无法进出 我如今无法离开满荒 送不了你 你确定想回逆河宗的话 可以走生命禁区 持此令 可保你安全 本集 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842集 我也不是那么优秀 白小春一愣 接过令牌 此令一入手 通体冰寒 一看就是个宝贝 白小春赶紧收起 他知道生命禁区 也有人称是无人禁区 弥漫在通天区域 与蛮荒之间 无人能通行其内 唯独四处能通行的地方 就是长城所在之地了 而有了这枚令牌 可以通行生命禁区 白小春就可以随时离开 而且走生命禁区的话 他会逆河宗的速度将更快 毕竟按照白小春当初的计划 走长城之路的话 还需在海边等船 回星空到集中中转一下 一想到守灵人居然对自己这么好 白小春顿时就感动了 他不认为这令牌是假的 毕竟守灵人若真想灭了自己 也不需要用什么阴谋 一巴掌就够了 老爷爷 你也是我亲爷呀 那个我先走了啊 白小春激动中赶紧开口 说完就打算离开 他觉得自己现在于蛮荒很危险 趁着如今 众人都被自己那一生师尊迷糊 要抓紧时间逃走 唯独天尊的态度让白小春迟疑 可他一琢磨自己是个小人物 想来那种大人物不会与自己一般见识 况且自己又没得罪天尊 我悄悄回去应该没事啊 白小春迟疑了一下 可还是觉得相比回到逆河宗 如今身份暴露后 还是在蛮荒的威胁更大一些 可就在白小春打定主意 要尽快离开时 守灵人站在明河岸边 背对着白小春沙哑的开口 还记得 当年你问老夫的名字时 我的回答吗 啊啊 白小春脚步一顿看向守灵人 有些迷惑 对方怎么突然说起了这个 这片世界 你可以看成是一座大墓 埋葬着一尊叫做魁的主宰 而老夫就是守护他的坟墓的 守灵人 守灵人声音越发沙哑 他的容颜也在这一刻明显的苍老了很多 主宰 主宰陨落后 关闭了通往外界的世界之门 定下遗嘱 除非有人修炼其传承达到了大城景 也就是天尊 方可打开世界之门 否则的话 任何人不可离开此界 守灵人轻声开口 沧桑的墓中露出追 坟墓啊 白小春吸了口气 有关这片世界的事情 他之前零零三三也都了解了一些 可眼下是听得最完整的了 尤其是这片世界居然是坟墓 这就让白小春睁大了眼 内心遗产 而他的后人成为了这片世界的皇族 于是有了代代奎黄 于是这片世界有了名字叫做奎黄界 守灵人没理会白小春 四在自言自语 南南中一股岁月之感悠然而起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或许在很早前 就已经出现了半神之上的大成禁皇者 只是意外 偏偏就出现了一个修士 凭着其惊艳绝伦的天资 竟自创出了天尊法 造了另外一条道路 颠覆了奎黄朝 说到这个修士时 哪怕守灵人声音低沉 可白小春还是隐隐听楚 对方似有欣赏之意 可见这修士的天资是如何的精彩绝艳 而这修士的身份 白小春也已经心知肚明了 而老夫不能去干预 有很多事情我知道 可却没办法去做 我毕竟只是一个守灵人 守护主宰的大幕 守护轮回 守护世界之门 我第一次强行出手 也只是让皇族不灭 与这蛮荒里继续留有香火 而强行干扰的代价则是我的存在 所见了一半之多 这位修士也在多年后找到了我 想要离开此界 想要打开世界之门 他非正统 老夫自然不允许 可我也告诉了他正确的方法 只是他不适合葵的传承 他一次又一次找到老夫 用尽了各种办法 最终他似乎明白了 只有斩灭老夫 他才可以离开 此人你应该也知道是谁了 他叫同天道人 也是你之前看到的天尊 守灵人说到这里 转过身看向白小春 白小春听着守灵人的话语 内心掀起波澜 可这波澜 在他看清了守灵人的面容后 确实更大了 老爷爷 你 白小春失声 眼前的守灵人 其样子竟一下子苍老了许多 好似刚刚从坟墓里爬出来一般 与之前比较差距极大 甚至白小春都感受到一股虚弱感 在这守灵人的身上正慢慢的滋生 我已经老了 存在了太久太久 或许当年的主宰 在创造我的时候 也没有想过 我会存在这么久远 原本按照命运 世界大门打开的一刻 就是我的陨落之时 首灵人缓缓开口 对于自己的苍老没有半点在意 我的时间不多了 所以才有了这一次的强行出手 可惜啊 哪怕动用了禁术 也依旧没有将其斩杀 而我 也因这一次的出手 使得存在的世界 有一次缩减 这片世界 也因禁术的疤痕 出现了要破碎的征兆 首灵人摇头 神色内很是遗憾 白小春喘息急促 他此刻才算是彻底明白了因果 也看出了首灵人的遗憾 除了是这一次没有击杀天尊成功外 也有在多年前 在他可以成功时 却碍于种种限制 没有选择出手 使得天尊成长的遗憾 怕也正因此 才有了这一次的弥补 斩杀失败 也在老夫的意料之中 只不过 还是想要尝试一下罢了 实际上 在你还没有来到蛮黄时 老夫就已经开始准备后事了 守灵人轻叹了一声 目中慢慢深邃 看向白小春 明皇 继承人 白小春呼吸制了下 心跳加速 不确定的问了一句 当他看到守灵人点头后 白小春顿时内心一震 他觉得自己若是此刻还不明白 那就是太愚笨了 这很明显 这很明显是自己的优秀 被守灵人看中了 要让自己成为他的继承者 成为明皇 一想到自己要成为明皇 白小春就激动无比 此刻深吸口气 甘咳一声 忍着得意谦虚了几句 那个老爷爷 其实我也没那么优秀 不过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对了 明皇继承人都要做什么事情啊 融入明河 镇魂明宫 守护主宰大墓 镇守明河轮回 镇守世界之门 一切非正统 不可出门 守灵人大有深意的看了看白小春 白小春一听这话 有些傻眼 后面的还好 可前面的那几句 他觉得有些不对劲啊 于是严谋问道 老爷爷 镇魂明宫是什么意思啊 魂进了明河 那不就是死了吗 白小春紧张了 当他看到守灵人再次点头后 白小春多日是吸了口气 镇子都摆了使劲摇头 哎哎哎哎哎 老爷爷 你看这个我 你看我也不是那么的优秀 我这人呢 闲不住 毛病也多 我要是镇守明河 那一定会出事的 这么大的责任 我这小身板扛不住啊 那个 那个 你找别人吧 我 我先走了啊 老爷爷 白小春紧张的说着 立刻退后几步 可就在他退后的刹那 守灵人 右手默然抬起 向着白小春一抓 白小春惨叫一声 都快哭了 赶紧高呼 老爷爷 我真的不行啊 我走到哪儿 哪儿都要被我无意中祸害了 我 我不想害你呀 郭奏 老夫还没昏头让你来做继承人 守灵人皱起眉头 一抓之下 并非是抓白小春的身体 而是他的除袋 刹那间白昊所在的昏塔 就从除袋内飞出 落在了守灵人的手中 老夫选择的继承人 是白昊 不是你 啊 白小春呆了一下 有些傻眼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传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八百四十三集 天尊雪放 不但是白小春傻眼 那被守灵人一把抓住昏塔内的白昊也都傻眼了 他在那昏塔内目瞪口呆的看着守灵人满脑子都是嗡嗡的 实在是这一幕逆转太大 之前的鸡盏 白昊的魂不敢出现 直至到了这明河后 他才在魂塔内小心翼翼的观望外界 也听到了方才守灵人的话语 甚至对于自己师尊要成为明皇而激动 可却怎么也没想到下一瞬 自己就被守灵人抓了出来 更是说出了明皇继承人居然选中了自己 前辈 您 您是不是弄错了 我 白昊息神震动 担心白小春不愈或是误会 焦急的赶紧开口 一旁的白小春睁大着眼睛 他倒没有什么不高兴 而此刻满脑子都在回荡一个念头 我的徒儿要成为下一代明皇 天哪 这是真的吗 我的徒儿如果是下一代明皇 这整个蛮荒谁敢惹我 白小春脑海里浮现的全部都是这样的思绪 越想越是激动 尤其是一想到以后谁惹自己 只要自己一抬手 徒儿就能将其镇压的一幕幕以后 他就更是振奋无比 只觉得下一瞬自己就天下无敌了 哼 什么九幽王大天师陈好松 谁敢惹我 谁谁谁敢瞪我 在这激动中 白小春得以忘形一拍大腿扬天大笑 他性质盎然到了极致 妙啊 老爷爷 你这个人选实在是太妙了 我这徒儿天生就适合作为明皇啊 整个蛮荒 再没有比他更适合的了 白小春激动开口时 一眼看白浩焦急的似要说些什么 于是很是决断的一摆手摆出师尊的姿态 这个事儿我作为他的师父 我就带白浩同意了 就这么定了 守灵人目光深邃 看了看白小春又看向白浩 没有人在这之前能猜到他的想法 实际上 从最早的时候 他对于自己的继承人选择的就不是白小春 哪怕白浩也只是他的候选人之一 如周一星 如当年的陈家添交的魂 还有很多都是守灵人选择的候选人 甚至名榜上的那些也都是候选人 只不过如何能从众多的候选人里 晋升到真正的继承人 重点不是守灵人 而是白小春 因为在守灵人的眼中 白小春的存在 比明皇接班人还要重要 所以他自然不可能让白小春成为明皇 因为在守灵人的期待中 白小春将有更大的使命 所以当年白小春第一次出现在蛮荒的丛林时 才会巧合无比的 与白浩相遇 当时白小春离开丛林时 守灵人的身影就曾出现过 那个时候他目中的深邃与现在一模一样 所以在炼魂湖内 白小春才会与白浩的魂相遇 守灵人的目的就是要让白小春 与白浩产生一个接触的机会 乃至后面的很多事情 都有守灵人在暗中的推动 这一点当年白小春也产生过一些疑惑 可却线索太少找不到答案 也就没有去太过关注 只不过就算是守灵人也都没想到 白小春与白浩之间的师徒感情随着一次又一次的事情 深厚到了机制 毕竟他能做的也只是给白浩一个机会而已 如果他能得到白小春的认可 那么他就可以从候选人晋升为真正的继承人 而如果白浩做不到这一点 那么守灵人会毫不犹豫的将其替换掉 选择其他的候选人来推动他们与白小春接触 直至找到一个能让白小春认可之人成为自己的继承者 因为在他的思绪里白小春的认可才是成为明皇继承人的唯一条件 只不过这些事情他不会去开口告诉白小春 此刻目光深邃依旧 在白小春与白浩身上看了看后 守灵人最终望向白浩声音沧桑 自从岁月而来缓缓开口 白浩 你愿意成为老夫的继承人吗 师尊 白浩有些忐忑 这件事情的发展让他措手不及 此刻连忙看向师尊 赶紧同意啊 乖徒儿 这可是你的造化 白小春生怕自己这个弟子关键时刻昏了头 于是焦急说道 在他看来 这对白浩来说是天大的好事 白浩迟疑了一下 望着师傅 目中露出复杂 实际上在他看来 明皇继承人什么的他不在意 哪怕一步登天 可也比不过能伴随在师尊的身边来的快活 对他而言 师尊是唯一的亲人 也是他唯一认可之人 其重要的程度超越了一切 可他也明白 师尊在蛮荒得罪的人太多了 而一旦自己成为了下一代明皇 整个蛮荒将没有人敢去招惹自己的师尊 想到这里 白浩狠狠一咬牙 他转头看向守灵人忽然开口 前辈 晚辈 可以成为您的继承人 可您 不是我的师尊 我的师尊 永远 只有一个 白浩声音 坚决 目光果断 他可以选择成为下一代明皇 为的 就是 保护自己的师尊 可他 不能接受改换门庭 这番话 让白小春那些一阵 他望着自己的弟子目中越发柔和 这个弟子的秉性他了解 也知道 白浩对自己的那种师徒感情 这一切都让白小春的心中很是温暖 守灵人面无表情 可心中却在这一瞬有了效益 实际上 他哪怕对白浩已经很了解 可依旧还是并非完全放心 实在是下一代明皇太重要了 所以就算是到了现在 他对白浩的试探也都始终存在 如方才 他的话语 就是试探 而白浩的回答 以及那不含丝毫虚假的情感表达 也让守灵人对于白浩更为满意 好 守灵人点了点头 白浩耸了口气 心底还有很多问题想要问出 可守灵人却没给他这个机会 大袖一甩一抹红芒从其袖口飞出 直奔白小春 白小春一愣下意识地接住后 他的手中出现了一丝血色的头发 此发一出天地轰鸣 似有无声的咆哮从虚无传来 引起苍穹色变 一个巨大的漩雾竟在白小春的四周 凭空出现 轰轰之声回荡时 这头发仿佛要挣脱 白小春下意识地钻住时 那股升级之力更为磅礴 更为强悍 似乎要脱离白小春 飞向虚无 首陵人目光一闪 大袖一甩 顿时那咆哮带着不甘消散 苍穹也都平静下来 一股看不见的封衣 直接就烙在了那头发上 使得这头发 哪怕具备再多的生机之力 也都无法逃顿 只能乖乖地被白小春抓在手心内 随着抓住 这头发散出的生机之浓郁 让白小春只是碰触 就立刻全身轰鸣 他呼吸短时急促 几乎瞬间就认出 此发就是天尊额头上之前的那一丝血发 此发的圣级 可以让你的不死骨直指达到巅峰 算是老夫给你的一场造化 首陵人淡淡开口 带着白好向前一步 短时明河显露出来 汹涌澎湃 翻滚中 首陵人踏入明河 身影随着明河的流淌刹那远去 消失无影 直至首陵人与白好离去 明河也消失 露出了明河近地那干枯的河道 四周也在这一场安静无比 只剩下白小春一个人 拿着那血色的头发 淡淡的站在岸边 正正的看着自己弟子远去消失的方向 这一切太快了 白小春虽对于成为明皇没有兴趣 也很希望自己的弟子能成为下一代明皇 可眼下突然的突而离开了自己身边 她的心中不由的生起不舍以及失落 初英长大了 总是要离开老英的怀抱 飞向更宽阔的天空 唉 白小春叹了口气 安慰了自己一番后 又觉得自己现在可以说是真正的大人物了 现在的蛮花 我绝对是最至高无上了吧 道理是天人 岳父是半神 弟子更是明皇 大天师看到我 都要自叹不如啊 白小春一想到这里 心脏跳动加速忍不住 激动了起来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传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八百四十四集 不思谷爆发 带着对弟子的祝福 带着对自己身份的激动 白小春低头看向手中的发丝 心脏忍不住 又突突了几下 天尊的头发 这头发我记得 是他头顶众多发丝中 唯一的一根红色的 可以想象 这必定是个宝物 对天尊而言 也都极其重要 白小春一想到这里 顿时有些紧张 下意识的死下看了看 原本明河禁地有修士镇守 可如今这里却没有半个身影 显然要么就是守灵人的手段 要么就是之前的鸡斩太过惊人 长城都崩塌 导致蛮荒内开始了布局与调动 白小春确定了身边没人后 内心纠结了一番 最后狠狠的一咬牙 他奶奶的老子怕个鸟啊 这个是守灵老爷爷给我的 从此就是我的了 再说了 按照守灵老爷爷的说法 吸收此发 我的不死骨就可以达到巅峰 这种机缘 就算是这头发是天王老子的 我也吸了 经历了蛮荒的磨练后 白小春的胆子也都明显的 比以前略微大了一些 此刻咬牙中 他赶紧在这明河禁地找了一处区域 挖出一处洞府 立刻选择了闭关修炼 在白小春这里修炼时 在这片世界内 在蛮荒的虚无中 仿佛另一处空间里 有一条黑色的大河 这大河正是明河 四周天地暗淡 似乎没有多少光芒 只能一夕看到那条明河 在这片虚无里翻滚流淌 而在明河的尽头 那里存在了一处巨大的宫殿 这宫殿通体漆黑 溢立在虚无里 弥漫在明河水中 充满了森然的同时 也有一股无上之力环绕 每时每刻都有无数的魂 从明河内被推来此地 环绕明河一圈后又消散在虚无中 仿佛被送去投胎一般 这里正是明皇宫 掌轮回 主生死 明皇宫中 大殿内 依旧昏暗 四周竖着两排雕像 这些雕像都样子正名 看起来仿佛明将一般 而在最上手则是摆放着一张黑骨大衣 此刻守灵人的身影一步走出 坐在了椅子上时 他的身上散出了一股霸道的气息 如同至尊 如同神奇 他的头顶竟出现了地灌 他的身上黑袍竟浮现出了明龙之影 他袖子一甩 立刻白昊的身影也出现在了这明皇宫内 刚一出现 白昊有些局促 看向四周后 被此地这森然之椅 以及那浓郁的死亡气息所震动 又看向坐在大椅上面无表情的守灵人 白昊低头抱拳一拜 白昊 守灵人目中露出精芒 这光芒逼人好似蕴含了天地威雅 如同滚滚天雷轰鸣落下 使得明皇宫震动 外界的明河更是翻滚剧烈无比 这一刻的守灵人 与在白小春面前时彻彻底底完完全全的不同 似乎这个时候的他才是真正的威严明皇 白昊也看出了这一点 紧张时神色也都严肃起来 白昊 你听好 首灵人默然开口 他的声音蕴含了一股奇异之力 直接就穿透了白昊的魂体 似进入到了他的魂魄深处 可以看到他魂魄哪怕一丝一毫的波动 可以辨别接下来白昊的所有思绪 甚至可以看出他的回答是真是假 白小春现在是你的师父 以后也是你的师父 做完这些 首灵人的声音满是微压的回荡在明宫内 本皇虽改动你的命运 使得你出现在他的身边 可他收你作为弟子 这不是本皇安排的 这是你们的命运如此 而你之所以能成为老夫的继承人 不是因为老夫认可 而是因为你的师父白小春的认可 你记住 你的使命不是镇守明河 不是镇守轮回 而是帮你的师尊看护明河 去守护你的师尊 一生不得背叛 否则的话 明河反噬 行神俱灭 首灵人声音如同天雷越来越大 到了最后直接昏明爆发 撼动天地 使得明河仿佛要崩溃 在明宫外传来轰隆隆的巨象 无数魂影都在这一刻颤抖 向着明公膜拜 而白豪那里也是魂体震动 可他却没有半点犹豫 更没有什么迟疑沉声开口 白豪的生命中 永远没有背叛这两个字 他说的珍重 更是有发自肺腑的真诚 在他的世界里 白小淳是对他恩重如山的师尊 更是他唯一的亲人 而守灵人对他说出的话 他那些身处没有丝毫抵触 完全符合他的想法 此刻说出时 丝毫没有作假 堂堂正正 坦坦荡荡 守灵人目中慢慢露出心上 这是他最后一次对白豪的考验 实在是下一代明皇太重要了 他必须要确保万无一失 而白豪的魂体也让他明白 白小淳的选择没错 一个月后 你就是明皇 守灵人缓缓说道 右手抬起向着白豪一指 顿时他的身体震动中 属于他的传承 属于他的神通 涌向白豪 更是在这一刻 明皇内外浮现出无数符文 这些符文急速闪烁 环绕起来形成符文漩涡 好似风暴一般 轰轰转动中 明和也都更为翻滚 传承开始了 在这新老明皇传承交替的同时 满黄中 明和进地内 一处洞府里 白小淳 对于那天真的血法的吸收也在进行 不死卷分为皮肉筋骨血 白小淳从开始修行时始终都在修炼不死长生宫的不死卷 如今已到了不死公第四卷的利谷境界 在利谷之后还有天谷乃至最终的不死谷 而修炼不死公的关键就是生机 只要有浓郁的生机就可让修炼者一步登天突飞猛进 在这之前 白小淳的修炼都是通过永夜散去吸收那些蛮荒天骄的生机 使得他的不死卷第四层从脆骨突破到了利谷 可现在随着那蕴含了天尊生机被他千辛万苦炼制出来的保命血法 被白小淳吸收 立刻白小淳体内就传出超越天雷的轰鸣巨像 在这巨像下他的身体颤抖他的呼吸粗重 他全身的骨头发出一连串的咔咔声 如同是脱胎换骨一般好似改变了肉身 使得他的不死卷第四层猛然爆发 直接就从利谷突破盘升到天谷的境界 而他的身体也在这一瞬好似成为了一个黑洞 疯狂的吸收他手心内那根血法的生机 这生机被大量的吸入白小淳的体内 随着不死卷的运转 齐齐涌入他的全身骨骼中 去进行蜕变般的脆裂 声响越发惊天 虽外人听不到 可白小淳自己却听得清清楚楚 更是立刻就感受到自己的天谷境界随着吸收生机 也在疯狂的攀升 天谷第三层 第五层 第七层 直至第九层 再次爆发 再次突破 从天谷直接晋升到不死谷的第一层 而此刻天尊的血法也只是被白小淳吸收了小部分而已 余下的大部分都在这一刻全力去推动不死谷的攀升 毕竟这最后的不死谷境界所需的生机之大 比之前三个境界加在一起还要磅礴 而一旦到了巅峰 那么就代表白小淳的肉身 不说匪夷所思也都到了惊天动地的程度 那是肉身堪比天人的存在 那是全身的皮肉骨都极难被摧毁的疯狂 刚强到了极致 可以说等白小淳不死血也达成后 加上不死血那惊天的恢复之力 那么白小淳的肉身就真的可以达到一种近乎不死的程度 那是逆河宗外底蕴之一的鼻祖达到的境界 那是不死卷彻底达成 而如今天尊的血法使得白小淳的进展突飞了一大截儿 此刻轰鸣中他的不死骨直接就从第一层达到了第四层 还在继续 第五层 第六层 第七层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八百四十五集 震撼蛮荒 随着血法一点点的化作飞灰 沉浸在修炼中的白小淳没有注意到时间的流逝 在他的不死骨镜达到第七层时 已过去了半个月 这天尊血法内蕴含的升级太多不断的涌入中 使得白小淳的不死鸟 使得白小淳的不死鸟时刻都在提高 甚至看那血法的消耗 似乎就算是将不死鸟 推到了不死鸟的颠峰后 也还是会有很多生鸟 而这部分升级将会储存在白小淳的体内 作为他未来不死鸟 作为他未来不死鸟的修炼的养分 同样的 在这半个月里 关于天尊和贾白小淳 与明皇的遗展也渐渐传开 如一场风暴横扫整个蛮荒 无论是魂修还是炼魂师 又或者是各个部落 都陆续的听说了这件事情 此事实在是太大太大了 几乎所有人在首次听到后 都纷纷的倒吸口气 心神掀起的大浪 讨天无比 天尊的身份 对于蛮荒的魁皇朝而言 虽不是人人皆知 可绝大多数还是知晓的 他们知道 那是通天河区域的皇者 其地位之高如同魁皇 而其修为之高更是超越半神 也正是因为此人的存在 才使得魁皇朝在多少年前 逃到了蛮荒 在这里榨根 休养生息 同时这多少年来 双方的战争就没有停下过 围绕着这四条长城展开的厮杀 早已化作血海 双方之间的仇恨 也随着一次次的杀戮 越发的沉淀到了极致 不说是不死不休 也相差无几 对于魁皇朝的子民而言 他们无时无可 不想着杀回通天河区域 重新恢复魁皇朝的巅峰 而如今 这位通天河区域的皇者 与其同盟鬼魂的联手 与明皇的遗战自然就举世皆境 尤其是这一场绝世之战的结局 是那假扮白小春的女鬼重伤逃顿 天尊一样重伤逃顿 这对于蛮皇而言极为振奋 使得他们的士气 在这短短的半个月里 就掀起到了惊人的程度 而随着四条长城坍塌的消息传开 更是仿佛在整个蛮皇都回荡着冲锋号 无数人在听到了这个消息后 都热切无比 不断的有人提议 要一股作气杀入通天河区域 可大天使等人是理智的 他们看到了那完整的绝世之战 知道这一战的代价太大 同时也已经知晓了天尊临走前 布置在那四条崩溃的长城区域的防护 这防护他们打不开 但这丝毫不影响大天使 借助这一次的机会 发动整个蛮皇 开始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备战 这几乎是全民备战 同样的也因此事 又给了大天使一个契机 他几乎是毫无阻碍的 就将仲恩令推动到了彻底 收获了难以形容的声望 四大天王也罕见的选择了支持 实在是这一次的大战 让巨鬼王等人都被深深的震撼 他们是最明白真相的 也清楚这一次有明皇 可下一次呢 在四大天王的支持下 蛮皇震动的同时 也让整个蛮皇对于开战的意愿 越来越强力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第三条消息不知从什么地方开始散开 所以震撼的程度不如前两条 可无论是魁皇城 还是四大王城 又或者是那些家族 部落等等 几乎全部大半蛮荒之秀 都陆续的听说 这消息里很明确的说出 真正的白小春在蛮皇中另有身份 虽没有说出具体的身份 可依旧还是隐晦的点出 这白小春在蛮皇的身份极高 如果与明皇大人一战的那个女鬼是假白小春 那么在我蛮皇内隐藏多年的白小春又在哪里 对啊 白小春在我蛮皇多年 她到底藏在什么地方 她的身份又会是谁 随着消息的散开 随着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后 渐渐的竟有人猜测 白小春就是曾经的监察史 地品烈魂师百号 这猜测如同惊雷轰动蛮荒史 所有的天侯家族 所有的天公家族还有这些年来 但凡是与白小春有仇怨的众人 那些嫡系继承人 那些天骄都在听到这个猜测后 无法置信的同时也都生起了狂喜 甚至发动自身的势力 去传播此事 在他们看来 不管白号是不是白小春 反正这是一个绝佳的斩杀白号的机会 就算是地痞烈魂师的身份 也都无法保全白号安全 嘿嘿 我就说这个白小春不安好心 华申白号其心可诛 白号也罢白小春也罢 我与你不共代替 你当年的发清单是我这一辈子的耻辱 杀了白号 杀了白号 尤其是那些嫡系继承人更是这般 一个个都叫嚣住似要发动自身势力去寻找白小春 还有那些天猴 如赵兄黎刘勇等一个个更是激动无比 尤其是赵兄黎 他在知道了此事后笑声传遍整个赵府 同时这些年来 与白小春走的比较近的那些人也都一个个目瞪口呆 觉得不可思议 尤其是巨鬼城的那些人更是一个个觉得匪夷所思 九幽王的女儿许珊也是呆了一下彻底愣住 至于周一兴 如今早就找了个地方躲藏内心苦涩 还有宋缺已被他带走扔在了一旁 因为时间去理会 所以宋缺还是听到了外面传出的这些消息 再听到大家猜测白小春就是白号时 宋缺只觉得五雷红领整个人都傻眼了 呆若木鸡后壮若风点般 离烟湖不可能 不过也有人关注到 关于白小春的事情传出后 大天使也好 四大天王也罢 甚至那十大天宫也都绝口不谈此事 甚至渐渐的 哪些激动的天猴也都似乎得到了什么消息 一个个儿吸气中赶紧收声 甚至也都限制族人 尤其是赵兄李更是仿佛被吓到了 竟毫不迟疑的立刻闭关 就在这蛮荒中 关于白小春的猜测出现了两种极端情况的时候 第四条消息 关于明皇继承人的事情化作了超过之前三条消息的风暴 横扫蛮荒 此时震撼对于蛮荒而言更震心神 明皇选择白号成为继承人 白号不是白小春 而是下一代明皇 这消息 如同一个看不到的巴掌 啪的一下 就将蛮荒内之前所有叫嚣要杀白号的众人 全部拍的天昏地旋 脑海翁鸣无比 一时之间再也没人敢去说要灭了白号 天哪 他是下一代明皇 这这这以后再蛮荒谁敢惹他呀 该死的 为什么会这样 巨鬼城败家要杀他 危机关头巨鬼王保了他 辉煌成天教要杀他 危机关头大天使保了他 还有 当初他犯了大罪 杀了天后 满朝文武群起而公之 地贫烈魂式的身份也保了他 如今他身份被裁矣 所有人都要杀他 是他奶奶的 他居然成了下一代明皇 这是所有与白小春有仇恨之人 在听到消息后脑海里浮现的最苦涩的想法 无论是周虹还是小狼神 还是赵雄黎又或者是其他人 全部傻眼的同时内心害怕起来 心底的哀嚎与复杂已经无法形容了 他们不得不去考虑 以对方那让人头痛的性格 如今有了这样的身份 怕是必定会兴风作浪一番 白小春成功的在整个蛮荒 创造了一个奇迹 甚至此刻在很多人看去 白小春这一路走来充满了不可思议 堪称神人 而这个消息也让周一星狂喜起来 宋缺更是松了口气 他觉得显然是大家搞错了 内心也有激动 他觉得自己跟着白号算是跟对了 对方居然成为了下一代明皇 哼 那白小春怎么可能是白号 提鞋都不配 宋缺傲然的心里想着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传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八百四十六集 明皇继位 唯独大铁士等人 他们知道事情的部分真相 对于这明皇继承人 没有太多意外 心底也有恍惚 在他们看来 这是明皇的安排 让白小春继续用白号这个身份 毕竟白小春这个名字太敏感 而用白号这个名字成为下一代明皇 可解决不少猜疑 就在这消息震动蛮荒大地之时 这一天 在白小春闭关修炼的一个月后 整个蛮荒的天空突然间明和幻化 一时之间天地昏暗 喂呀汉穷 所有人抬头都可以看到 那取代了苍穷的明和 在不断的翻滚中 其内还有无数的魂 一个个都在向着一个方向膜拜 不但是这些魂如此 整个蛮荒大地上所有的魂也都齐齐颤抖 向着那个方向膜拜 甚至皇宫爆发出强烈的黑色光芒 甚至 就连那条云层中的老龙也都咆哮一声 不敢升空 城内所有子民满朝文武 就算是大天师 就算是魁皇也都立刻走出自己所在之地 抬头时看向苍穷明河 朕这习气声从魁皇城内 从满黄各个地方不断的传出 所有人都在这个遗述有了一个同样的认识 明皇传承要开始了 苍穷被明和取代 天空不再是灰蒙蒙 而是成为了一片漆黑遮改了日月 可偏偏在这漆黑中却有点点如星辰的光芒 撒遍大地 那些光芒如仔细去看 可以看出竟是明和中数不清的魂 他们自身的魂火远远看去 沾个蛮黄的天空 展现出一幅对于所有人而言 都是一生首次看见的异象 众生屏息 在他们的目光落在苍穷时 一股仿佛来自骨子里 来自灵魂中的威亚 让他们不由自主的升起了敬畏 无论是部落的土著 又或者是魂修 不管什么修为 哪怕强悍如大天师等人也都在这一刻 心跳加速的同时有了敬畏之感 这是一种本能的反应 一种存在于他们血脉中的印记 甚至蛮黄内所有凶手也都如此 不知是谁第一个跪拜下来 很快的一片又一片人群在这蛮黄全部区域都齐齐跪拜 尤其是魁皇城内更是如此 大片的紫密膜拜中哪怕满朝文武也都如此 而大天师以及四大王城的天王虽没有跪拜 可也弯下来要 众生膜拜 众灵跪拜 这是对明和的尊重更是对明皇的敬畏 整个蛮黄 除了在闭关中即将突破的白小春外唯一没有拜见的就是魁皇 他哪怕已经被架空可他的身份依旧是这一代的魁皇 只有他有资格去在这威亚下在这敬畏中依旧抬着头肃然的望着苍穹 在这万众瞩目中渐渐的魁皇城上方的天空里无尽的明和翻滚咆哮中 守灵人模糊的身影慢慢的显露出来 这还是他第一次出现在众生的面前 这一刻的守灵人不再是如以往白小春所见识的模样 虽还是穿着黑袍 可那黑袍上却浮显出了明龙 使得他给人的感觉充满了宗高之意 尤其是他头上戴着地罐 顿时一股无上皇者的气势轰天扩散 弥漫整个蛮皇 守灵人的出现立刻就让蛮皇众生全部心神震动 一个个都呼吸急促 甚至有不少都狂热起来 对于蛮皇众生而言 明皇在某种意义上 甚至都要超越了魁皇 毕竟魁皇是一代代传承下来 如今已有多代 而明皇似从天底初开至今始终都是一位 更不用说明皇对于魁皇朝的子民而言 是精神上的象征 是他们在祈祷中的神灵 一波波音浪 顿时从蛮皇所有区域爆发 大喊着明皇 凝聚在一起后 形成了轰鸣整个蛮皇的巨像 此刻神灵陷入 喊动终生 就在这声音 一波波如天雷轰响中 苍穹上的首领人 他右手缓缓抬起 随着抬起 立刻整个蛮荒都安静下来 就在这安静的刹那 首领人的面前 苍穹上的鸣盒再次翻滚 随着翻滚 竟在苍穹上出现了第二个身影 那是一个青年 相貌俊朗 灭色白皙 穿着一身黑色长袍 整个人的气质 仿佛可以压过漫天混火般的星辰 站在首领人的面前 竟丝毫没有给人不协调的感觉 似乎他本就应该站在那里 就在这青年出现的刹那 在他的相貌被众生看到的瞬间 满荒内无数人 控制不住的吸了口气更有不少 哪怕在这庄严的时刻 也都忍不住尸声惊呼 白皙 地品恋婚是白皙 传闻是真的 白皙将是下一代明皇 周虹小狼神等人此刻也都颤抖 内心更为反哭 他们都如此 就更不用说其他人了 好在之前的传门扩散 大家都有了一些准备 否则的话 一旦此事突然出现 怕是会有更多的人震撼 失态到极致 可大天师以及四大天王 还有那些熟悉白小春的众人 却是在看到天空上白皙的身影后 纷纷一愣 他不是白小春 他是白小春身边的魂仆 大天师几乎一眼就看出问题所在 内心狂震 他记得当初白小春为了这个白皙 可是杀了天猴 而他得到的消息是此白皙 是白小春的弟子 他的弟子成为了明皇 强如大天师也都被这个事实所震撼 倒吸口气 四大天王 尤其是巨鬼王那里也都如此 他们对白小春要么熟悉 要么就是自身修为强悍 观察力入微 使得他们在刹那间 就看出苍穹上的白皙 与白小春之间的区别 这区别从外表上看不出来 可却逃不出身为半身的敏锐神石 不是一个人巨鬼王呼吸急促 这一幕实在是超出他们的预料 他们本以为成为明皇继承人的是白小春 而他也同样知道白皙 脑海里浮现出了与大天师一样的震撼 哪怕陈好松等人也都如此 他们虽辨认的不是特别清晰 但心中的感觉却是清晰的告诉他们 白皙与白小春不是同一个人 至于周一星 他算是最了解白小春的 虽修为不够 可他对白小春太熟悉了 此刻一眼就看出了真假 那是主人的弟子白皙 周一星傻眼 可宋缺显然没有注意到不同之处 此刻依旧激动无比 这一刻所有参与了绝世之战 清晰的知道白小春身份之人 有的没有看出虚假 心中复杂 有的看出了端倪内心震撼 可无论如何他们的心中都无法平静 只能默默的看着苍穹上出现的一老一少 而两尊高大的身影与此同时 魁黄城内那座明皇碑也已凭空消失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明河禁地内白小春所在的闭关之地 他的身体猛的震动体内有天雷昏明 他手中的天尊血法已彻底的称为了飞灰 浓郁到了无法形容的升级已经全部涌入到他的体内 推动他的不死骨境界不断的攀升 直至达到了不死骨的巅峰 在达到巅峰的刹那 白小春双目目然睁开 他的面色红润 他感受到了体内此刻有一团无法想象的力量正在运转 随时可以爆发 而一旦爆发 必定排山倒海 惊天动地 这四股大圆满 白小春的瞳孔内站出惊芒 在这被他挖出的漆黑洞服内 他的双眼如同日月 使得整个洞服都明亮起来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传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八百四十七集 摘下面具 更是从他的体内散出一股强喊到极致的气血 这气血蓬勃无比 撼动八方 除此之外 一股久违的好似有山峰压在身上的感觉也随之而来 再感受到内山峰压身的刹那 白小春立刻就明白 这是人体五大智谷中的第四智谷 这层之谷 不是他现在可以突破的 而是要等他进生天人时 才可一股作气 将其昏开 而到了那个时候 他就可以去修炼不死卷的最后一层 不死血 不死骨 终于达成 可是 还没等他来得及去得意与具体感受自己的强喊 他就立刻察觉到了洞府外 苍穹上 此刻正在进行的明皇传承 一愣之后 白小春身体一晃 瞬间消失 出现时赫然在了洞府外 抬头中 他看到苍穹上出现的守灵人那高大的身影 以及其对面 自己的弟子白浩 这一幕 让白小春猛的睁大了眼 深吸口气后 墓中露出期待与祝福 凝神观望 似察觉到白小春 在明和近地的目光 苍穹上的白浩 他的身体震动了一下 静微微侧头 似看向白小春所在的地方 那墓中的尊敬与情感 在这一刻 被整个蛮荒之秀都看到 使得不少人都愣了一下 可就在这时 守灵人右手木然抬起 在这万众瞩目下 竟把自身头顶的地罐摘了下来 一回之后 这地罐直奔白浩 刹那街就出现在白浩的头顶 使得白浩不得不收回 看向白小春的目光 就在他转头的刹那 地罐缓缓落下 直接就带在了白浩的头顶 在这地罐带上的刹那 白浩全身一阵 他的气息在这一树竟冲天而起 威亚更是不断的爆发 刹那间就超越了天人 超越了半神 天地鸿鸣 整个苍穹的明河都剧烈无比的翻滚起来 好似改变了源头一般 从守灵人那里转移到白浩身上 更是在这个时候 随着白浩气势的爆发 他身上的黑袍竟浮现出九条明龙 这九条明龙咆哮 使得白浩的气势再次惊天 轰轰之声回荡中 白浩对面的守灵人随着地关的去下 他黑袍上的明龙也都消失 就连气息也都一下子微弱了太多 整个人的苍老一下子遮掩不住 透出无尽沧桑与拂袖 他看着白浩嘴角露出笑容 也正是在这一瞬白浩深吸口气 他缓缓低头目光扫过整个蛮荒 口中慢慢的说出了四个字 无为明晃 这四个字在说出后 他的心中又补充了四个字 守护师尊 在这句话从他口中传出的刹那 天地隆隆 好似认证此事 四周明河内无数的魂魄全部跪拜 牧中露出狂热 公有尖锐的魂衣 从他们口中不断的传出 拜见明皇 这声音 靠天扩散中 大地上的众生全部心神颤动 不知是谁第一个开口 很快的 无数人的声音就凝聚到了一起 轰明天地 拜见明皇 这一刻 无论大天师等人 还是四大天王 也都向这苍穹上的白号抱全一拜 他们知道 未来的岁月里 蛮荒的明皇将是眼前这位白号 大地震动 无数人生一回到 周一星也心神不稳的拜见 至于宋缺 他激动到了极致 一想到自己能作为明皇的宠物 虽心中还想着逆和宗 可却觉得最起码的 自己以后再蛮荒 已经是无人敢招惹了 就算是魁皇 就算是守灵人 也都在这一刻向这白号 微微的低头 这是对新一代明皇的尊重 也是魁皇朝的传统 整个蛮荒 无论是魂修还是凶手 一切众生都是如此 只有一个人 没有跪拜 而是站在那里抬头看着苍穹 嘴角带着笑容 他就是白小春 他就是唯一的 在这蛮荒内 有资格不去拜见之人 因为白号就算是明皇 也终究是他的弟子 对于自己的弟子 成为明皇 白小春激动中得意无比 他感慨之余 觉得自己真的 已经算是到了 这小半生的巅峰了 道律是天人 岳父是半神 弟子是明皇 白小春一想到这里 就觉得美滋滋的 心里乐得屁颠屁颠的 哪些舒爽中 大有一种自己才是这整个蛮荒的暗中主宰的感觉 可惜啊 知道白号是我弟子的人不多 白小春有些遗憾 他虽不知道大天师当日的封口令 可也明白 众人知道的只是自己化身白号 而对于真正白号与自己的关系 知晓的人就不多了 就在白小春这里感慨时 苍穹上白号的身影与守灵人一起慢慢消散 而明和也渐渐消失 苍穹重新出现 这场传承等级大典虽过程不长 可其意义之大 对整个蛮荒而言都至高无上 可以想象 从这一天开始 关于白号的传说将来越来越多 而他身为明皇也将受到整个蛮荒 的敬仰与尊崇 眼看自己弟子的身影消失 白小春长输一口气 这才低头拿出传言遇见 在他闭关这段日子里 他有好几次感受到遇见的震动 直到有人不断给自己传言 可却没时间去看 眼下不思古大圆满 弟子又成功晋升明皇 白小春也轻松下来 这才拿出来查看 这么一看 白小春也都愣了一下 这里面几乎绝大多数都是周一星的传言 对方将白小春闭关的这段时间 外界发生的一切消息都很是详细的传给了白小春 白小春在看完后立刻就意识到自己的身份没有暴露 啊 居然没暴露 白小春睁大了眼 心脏是砰砰跳动 他很快就明白 这里面一定有守灵人的原因 要么就是他主动去交代 要么就是大天使等人的安排 才使得他的身份没有被众人知晓 他也是看到周一星的传言中 所说的关于之前第三条消息 不知道是谁提出的 猜测他是白号的这件事 结合自己的身份没有暴露 白小春隐隐有了明误 这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 他也知道自己在蛮荒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大了 不利于自己回通天河区域的打算 一旦传回通天河区域 怕是自己将寸步难行 只是那种紧一夜行的感觉让他有些遗憾 但转念一想 此事该知道的都会知道 这个蛮荒的高层几乎都会知晓自己的身份 知道白号是自己弟子的事情 也只不过是时间早晚而已 只要高层知道就可以了 哼有机会再去看看大天使 这一次他估计要拜见我了吧 还有那九尤王 让我那弟子早晚收拾了他 这样的话 我如果留在蛮荒 岂不是更安全 白小春想到这里 也心脏加速跳动了几下 可心底终究还是放不下逆河宗 在蛮荒他有羁绊 可在逆河宗他的羁绊更多 无论是李清侯 侯小妹 宋军婉 张大鹏 想到这里 他的脑海浮现出众人的面孔 离开好久了 白小春轻叹 办上之后 他也意识到 自己对通天河区域实际上是没有什么感情的 唯一在心中的只有逆河宗 罢了罢了 还是回逆河宗吧 要是真遇到不妙的事情 就想个办法 把逆河宗搬到蛮荒来 白小春想到这里 摸了摸除袋 那里面有一枚守灵人给他的 可以行走生命禁区的令牌 临走之前 有些事情要处理一下 不过如今我也不好继续用我那弟子的样子了 白小春眨了眨眼 有心改变成其他样子 可觉得这样也忒怂了 想到自己如今身份这么高 白小春索性的傲然抬头 小秀一甩一把摘下自己的面具 露出真正的容颜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传记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848集 话别 周一星跟了我这么多年 如今我要走了 对他要有一些安排 还有宋缺 我毕竟是他小姑父 也要把他带走 巨鬼王那里 白小春也想去与巨鬼王告别 可一想到红尘女 他就头大琢磨一番 叹了口气 罢了 我的老哥哥 以后再相见吧 我白小春来蛮荒这么多年 掀起腥风血雨 拥有无上身份 眼下离开 就不搞得那么隆重了 白小春摇头 背着手站在那里 大有一种深藏功与名的感觉 这种感觉 让他觉得自己 特别有种神秘感 自我陶醉了一番 白小春 立刻给周一星传音 让他来着明和禁地 周一星 如今正躲藏在巨鬼城内 收到了白小春的传音后 他愣了一下 心跳忍不住加速 隐隐有种预感 白小春 这是要走了 而显然 白小春的弟子 如今成为了明皇 那么他在临走前 让自己过去 意义 已经很明显了 想到这里 周一星激动无比 他再次觉得自己当年的选择 是这一辈子最关键 也是最对的一次了 带着期待 带着振奋 周一星立刻出发 临走前 更是将宋缺收入储物贷内 直奔明和禁区 在等待周一星到来的过程中 白小春没有离开明和禁区 此刻天色已晚 他索性就坐在了岸边 想着自己在蛮荒的这些年的经历 又想着记忆里的逆和宗万般思绪 隐绕心头 让他此刻归心四肩 不知不觉 凌晨到来 四周瞬间浮现大量的雾气 死亡的气息凭空而出 浓郁无比时 明和又一次陷入在了这里 河水翻腾 从白小春面前的河道上奔腾而过 看着明和水 白小春首次觉得亲切 因为他隐隐的在这河水内 感受到自己弟子的气息 这气息越来越浓郁后 在白小春前方的明和中 白号的身影无声无息的出现了 没有带着地关 也没有穿着地袍 一如平日里 跟随在白小春身边时的模样 他在出现的刹那 目中露出不舍更有尊敬 一晃到了白小春的身边 向着白小春抱拳一拜 师尊 白小春眼看着自己这弟子现身 看着其目中的尊敬与不舍 他明白自己这弟子 并没有因为身为明皇 从而对自己这里产生哪怕半点变化 成为明皇的感觉怎么样 托儿 白小春笑咪咪的 对于自己这弟子的出现没有意外 他了解白号 如果对方没有出现在自己的面前 他才会觉得奇怪 还要跟随手林前辈学习 很多一鸣和施展的神通 弟子还没有掌握 白号轻声开口 目中的不舍越来越多 张开口似要继续说些什么 可却被白小春白手打断 你要尊重手林老爷爷 如尊重为师 在手林老爷爷那里 要好好地学习如何做一位明皇 可惜为师要走了 不然的话 还有很多咱们这一脉的神通 要传授给你 白小春叹了口气 实际上对于自己这个弟子 他也不舍 白号沉默 他看着眼前的师尊脑海里 浮现二人在一起的一幕幕 可他知道 对于师尊来说 回到通天河区域 回到其宗门 是师尊从一开始就有的打算 师尊 此行一路小心 通天河区域不比这里 我会尽快掌握神通 争取早日能做到神有整个世界 白号神戏口气坚定说着 白小春哈哈一笑 与自己这弟子说着话语 二人都知道离别在即 此番谈话 白小春大都是在盯住白号 要努力做好明皇 而白号则显然不放心 白小春回到通天河区域的安全问题 不断的说着自己的想法 一如之前师徒二人遇到问题时 相互讨论一样 说着说着 白号忽然开口 师尊 那个赵熊林 刘勇 还有陈浩松 他们多次对师尊你不敬 这二人 我会让他们后悔的 至于 许山师母 陈曼瑶师母 还有周子墨师母 我也会帮师尊你看着 他 如果有人对他们有歹意 弟子立刻出手 还有巨鬼王那里 弟子也会尊重照顾 至于那些天骄 如周虹等人 一个个竟敢多次挑衅师尊 师尊放心 我不会让他们好过 白豪冷哼一声 对于这些曾经招惹过师尊 或者是对师尊有恩之人 他都一一的记在心中 如果是换了别人身为师尊 或许还要在弟子面前 摆出一幅大人不计小人过的样子 可白小春听到这里 却深以为然 目中露出赞赏 没错 这些人可不能让他们好了 还有九游王那个老家伙 你找个机会 也去敲打一下 师徒二人就如何收拾这些家伙 又详细的谈了一番 最终白小春心满意足 觉得自己这弟子 实在是太懂自己了 对了师尊 这段时间我利用明和之力 再加上有首帘前辈的指点 终于创造出了二十色火 以及二十一色火的配方 白豪说的轻描淡写 可实际上 他之所以如今还没有掌握太多神通 重点就是他几乎绝大多数时间 都用在了借助自己的身份 借助明和之力去创造配方上了 这才在一个月的时间里 创造出二十色火 以及二十一色火的配方 就是可惜 二十一色火 仿佛是极致一般 这一点无法判断 只有将其真正练之后 才能知晓二十一色火 是否真的就是世界极限 但其后面的二十二色火的配方 就连首帘前辈也都沉默 而弟子也能感受到 这二十二色火实在是太难太难 还请世尊给我一些时间 白豪右手抬起 虚空一捏 顿时手中出现了一枚玉剑 白小春内心一震 他的炼火造诣 也已登堂入室 知晓配方的难度 能这么短时间 就创造出这些配方 可以想象 白豪付出多少心力 白小春目中 月翻柔和 凝重的拿过玉剑 深深的看了眼自己这弟子 厚儿你有心了 白小春轻声说道 听到世尊这句话 白豪顿时心满意足 他虽成为明皇 可在心中还是如以前一样 白小春的一句认可 对他而言就是最大的快乐 世尊 如今时间还早 弟子对于二十色火了解最多 要不趁着现在 我们一起练制一下 白豪看向白小春 白小春略一沉引 点了点头后 师徒二人就在这明河岸边 开始了临走前最后一次的炼火 这一次的炼火 过程顺利无比 对于二十色火的配方 之前他们就已经有了思路 创造了一半 而如今白豪身为明皇 回首阶就可引来无数的魂 只是用了数日的时间 白小春就成功的 将二十色火炼制出来 随着二十色火的出现 火光讨天 轰鸣天地 这二十色火 是地品炼魂师的巅峰 这样的炼魂师 整个蛮荒的魁荒潮 至今为止也就出现过一位 眼下的白小春是第二位 一旦突破炼制出二十一色火 将可仅升成为传说中 至今为止还从来没出现过的 天品炼魂师 而传说中二十一色火更是可以让人炼 炼魂英后能直接突破成为天人 只不过这只是传说 在白小春之前无人能做到这一步 白小春振奋中立刻就尝试炼制了二十一色火 只不过这二十一色火的难度太大 哪怕有配方有白豪相助 可白小春也只是做到了熟悉而已 想要成功 虽不是不可能 但显然不是几天的世界就能做到的 为了让世尊再离开蛮荒后 还可以去炼火 白豪暗中一咬牙 最终竟展开明皇神通 从那明河内抽出了数量惊人的魂 一次性的给了白小春 作为他炼火之用 这些魂的数量之多 就算是白小春也都吸了口气 这些魂哪怕他失败太多次 也都至少能支撑到炼成二十一色火的程度了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周一星赶来了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八百四十九集 是不是搞错了呀 周一星几乎刚刚踏入明河禁区的边缘 白小春就察觉到了 而周一星到来后 一眼就看到了白小春与其身边的白号 再看到白号的刹那 周一星内心猛的颤抖 呼吸急促 他知道眼前这个白号 其身份于地位 已经是这蛮荒至高无上的存在了 白号果然是明皇 我的这个主人 是明皇的师尊 在这之前 周一星虽心中有猜测 而且把握很大 可还是在如今亲眼看到后 依旧心神震荡 久久不能平复 这种大人物 他平日里根本就不可能接触到 此刻颤抖中 周一星赶紧上前 可他绝不会忘记白小春与白号的关系 所以第一个拜见的是白小春 随后又拜见白号 一星拜见主人 拜见明皇大人 周一星喘息透着紧张 低头恭敬的站在那里 内心激动无比 甚至都掩饰不住 我家缺儿你也带来了吧 看着周一星那激动敬畏的样子 白小春内心舒爽得意无比 觉得自己虽没有办法去告诉全部人自己如何的宗高 可身边人的仰慕该收割的还是要收割的 于是问起了宋缺 在白小春的心中 他对于宋缺那里在知道自己身份后的表情 还是充满了期待的 白号在一旁神色泛起古怪 可他太了解自己这个师尊了 于是也配合起来 全身上下散出身为明皇的威严 周一星吸了口气 敬畏更深 赶紧从除袋内将宋缺放了出来 这一次 宋缺只是在除袋内数日的时间 并没有如往常那些差点憋死 而且他似乎也都习惯了 经常被扔到除袋内 他的精神还算不错 尤其是前段日子里 在白小春身边 修炼资源足够 自身的隐患也都消散的七七八八 修为更有经济 如今距离原因中期也都不远 此刻刚一出现 宋缺脸上 下意识的就摆出恭敬的模样 看向身边时 他第一眼看到的不是白小春 而是白号 对于白号成为明皇之时 他也知晓 此刻内心激动刚起 突然的他察觉到了在白号的身边 除了周一星外 还有一个似乎很熟悉的身影 一愣之下 宋缺还以为自己看错了 恍惚中他猛的睁大了眼 无法置信的看向白小春 身体都震动起来 不断的吸气中 右手抬起指着白小春 一旁的周一星 眼观鼻鼻观心 没敢去打扰白小春与宋缺的叙旧 至于白号神色更为古怪 可看出白小春似乎很享受 也就忍住没吱声 你 你 宋缺失声惊呼 他实在是没想到 居然能在这里看到白小春 这对他来说意外到了极致 此刻心神混乱之下 他也没注意到 为何白小春能出现在这里 以及周一星与白号的反应 嗨 清儿 白小春干咳了一声 笑咪咪的 冲着宋缺打了个招呼 内心的滋润已经无法形容了 一听到缺儿这个称呼 宋缺直接就要炸了 可经历了蛮荒的事情后 他觉得自己已经成长了很多 强行压下自己的补育 目中露出精芒 整个人气势崛起 一股强烈的自信 在他身上爆发出来 你居然敢出现在明皇面前 宋缺冷哼一声 缓缓开口 他毕竟与白小春都是逆和宗的弟子 哪怕心中对白小春很是不服气 可在这关键时刻 他还是忍住 没有说出白小春的名字 更是暗中点出白号是明皇这个身份 机会我已经给他了 说他聪明就赶紧逃走 或是想办法化解 如果他反应慢了 死在这里也不能怪我了 宋缺心中是这样想着 看向白小春时暗中摇头 他觉得自己现在于对方 已经不是一个层次的了 回想自己来到蛮皇后 成为了明皇的宠物 这种身份在他看来绝非眼前这个白小春可比 而他想要压过白小春的想法 如今觉得也已经实现了 这就是命 白小春啊白小春 你的命不好 在这蛮皇只能乱为通缉犯 人人喊打喊杀 而我宋缺则是混到明皇的宠物 事后身居要直 我存在的意义太大了 宋缺俯视白小春 目中也露出了怜悯 回想自己与白小春的过往 宋缺心中轻叹 琢磨着 如果有可能就找个机会救救对方 毕竟大家都是逆合宗的人 与此同时 冷静下来的他 也在心中产生了对于白小春能出现的热理 且似乎与白好之间并没有矛盾的疑惑 可就在他思绪刚起的刹那 白小春轻咳了一声 他对这宋缺很是了解 也看出对方没有恶意的提醒 如此一来 他心中觉得这缺儿还是不错的 关键时刻 对于自己这小姑父还是有些维护的 这么一想 他就不忍心了 罢了罢了 就不收割他的仰慕了 白小春觉得自己作为小姑父 还是很照顾侄儿的感受 于是咳嗽中 没理会送缺 而是看着自己的弟子白好 抑制周一兴 二 这周一兴跟随为师多年 在这蛮荒 鞍前马后的 为我办了不少事情 眼下我要离开 就让他跟着你好了 白小春的话语 落入周一兴耳中 如同是天籁之一 让周一兴脑海昏明如惊天动地般掀起狂喜的大浪 呼吸更为急促 如同是被天大的好事砸在了头顶 他激动中身体哆嗦 对于白小春的感谢已经无法形容了 主人 多多谢 多谢主人 他是正统的蛮荒烈魂师 所以对于明皇的狂热于敬仰 远非白小春能理解 所以此刻在听到白小春的话语后 周一兴都失态了 他明白 一旦自己成为了明皇的人 那么就等于是明皇在世界行走的使者 这种身份的高贵程度 不说与四大天王齐平也都相差无几了 至于他的家族 从此之后甚至都不敢将他列为继承人 因为家族继承人的称呼 已经不配他周一兴的身份了 他将是其家族真正的靠山 无论是老祖还是族人都将对他恭敬无比 在周一兴这里狂喜激动时 一旁的送区却是眼睛猛的瞪的溜圆 之前所有的自信 所有的傲然 在这一瞬间全部降着 出现了要坍塌的迹象 他不可思议的看着这一幕 他觉得自己应该是看错了 你 你称呼明皇为后尔 宋缺颤抖望着白小春又看向周一兴 你你称呼他为主人 是什么地方搞错了 这这不对啊 宋缺抱着头猛摇 已经语无伦次了 实在是这一幕 对他的震撼实在是太大太大了 已经超出了他能承受的极限 白小春也吓了一跳 心底发愁 琢磨着这件事 看来对宋缺刺激太大了 自己该怎么解释 才能让宋缺不被吓傻呢 周一兴哪怕如今激动 可听到了宋缺的话后 也还是忍不住表情怪异起来 内心在叹息 他觉得自己真的很同情这个宋缺 白昊也一样 对这个宋缺产生了同情 此刻苦笑中向着白小春抱拳一拜 尊师尊法命 对于使者的选择 如果是其他人提议 他必定会慎重考虑 可眼下白小春说出后 白昊连思索犹豫都没有 直接就开口 他的这句话 是如往常在白小春身边时一样 对于白小春交代的事情 他都会这么回答 可眼下的这句话 在传出的瞬间 如同一万天雷 直接就在宋缺的脑海里 昏隆隆的爆开 你 你称呼他是 师尊 本集 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传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八百五十集 雀儿 你别激动 宋缺已经听不到自己在讲什么了 呆呆的看着白昊 身体如筛糠一般 颤抖越来越距离 呼吸都不时停止 一脸茫然 不对 不对 一定是什么地方搞错了 宋缺完全蒙了 站在那里 他觉得天旋地转 觉得这一切已经突破了不可思议的极限 他甚至都不想去吕顺身边这三个人关系了 可偏偏他的思绪却不受控制的去转动 去将这三个人并不复杂的关系浮现在脑海里 能让周一星称呼为主人的只有白昊 而白昊又称呼白小春为师尊 这就简单了 白小春是白昊的师父 也就是周一星主人的师父 宋缺只觉得脑海就是一片雷池 始终都在回荡 眼看宋缺都要被吓傻了 白小春不忍心呢 他赶紧上前解释起来 缺儿 你别激动 听我说 你 你 宋缺歇斯底里 抬起手指着白小春 眼珠子在这个一刻都红了 没等白小春解释 他就猛的大吼起来 白小春 你告诉我 之前是不是你化身白昊 宋缺都要疯了 他实际上最在意的 是白昊的身份 他生怕之前听说的传言成真 如果白昊就是白小春 一想到自己居然成为了白小春的宠物 还主动伸头让对方摸得更舒服 那么他就真的觉得自己要崩溃了 绝对不是 白小春没有半点犹豫 如波浪鼓般蒙得摇头 似乎生怕宋缺不信 他还一指白昊与周一星 真的 你问问他吗 我没化身白昊 我今天还是第一次看你呢 真的 我不骗你 白小春说起谎来 眼都不眨一下 语气更是真诚 宋缺呼吸急促 死死的盯着白小春后 又猛的转身 看向白昊 白昊眨了眨眼 知道白小春是宋缺的小姑父 也不敢让他知道真相 于是赶紧点头 他的点头 让此刻气昏头的宋缺 心里终于松缓了一下 可还是不确定 于是又看向周一星 此刻的周一星 实际上他心中的震荡 虽比不过宋缺 可也不小 他的震荡 是因方才白昊的那句话 尊师尊法命 这五个字而来 这句话白昊没觉得怎么样 白小春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 他与白昊以前就是这么谈话的 可周一星却是在听道后 心中掀起滔田大浪 那磅礴的大浪 似要将自身研磨 他甚至都怀疑自己听错了 要知道白昊是明皇啊 在周一星理解 就算白昊同意 可也应该是说可以 又或者是点头罢了 周一星无论如何也都没想到 白昊所说的居然是遵命 这种说法如果传出去 怕是整个蛮荒都会震撼 甚至引发动荡 周一星立刻就明白 蛮荒恶案中的主宰 就是白小春 在周一星这里心神震荡 无法平静时 宋缺的目光注视过来 眼看周一星待在那里没有说话 宋缺脆弱的心灵忽然又哆嗦了 身体也更为颤抖 甚至头顶都生起了白气 这就让白小春更紧张了 他很担心 缺儿承受不了真相 被气死的话 他就罪过大了 想到这里 白小春短时向周一星瞪眼 周一星你干什么呢 我说我没有化身白号 今天是第一次看到缺儿 你来做个账 白小春的吼声 让周一星全身震动 此刻清醒过来 他赶紧点头 生怕宋缺不信 他拍着胸口啪啪作响 大声开口 我周一星发誓 主人从来没有化身白号 这声音很大 传遍四周 宋缺听到这儿 终于松了口气 他此刻脑海太乱了 思绪也不稳定 如同溺水之人 渴望稻草的存在 甚至都不想去思考了 只希望这一切真的是这样 眼看宋缺气息不再那么急促 情绪开始慢慢平缓后 白小春也松了口气 赶紧省钱继续安慰 缺儿啊 你别激动哈 我们在蛮荒相遇 这是缘分啊 你年纪也不小了 这气血攻心可是大忌啊 你看你看 你都冒烟了 白小春说着 看到宋缺头顶的白气似消散了一些 于是狭意识的抬起手摸了摸宋缺的头 这一摸 与平日里白小春摸宋缺头时的动作一模一样 甚至连力度也都一样 以至于宋缺下意识的就伸了伸头 似要让白小春摸头摸的更顺手 可就在白小春这一摸下 宋缺伸头的刹那 两个人都愣住了 白小春内心猛然咯噔一声 可还是没等他把手缩回来 宋缺就发出了一声 喊动苍穹的大吼 这吼声里带着悲愤更有崩溃 这个感觉 白小春 你骗我 就是你 这吼声传遍四方 宋缺彻底明白了 之前的一切都是假的 都是安慰自己 那摸头的力度与感觉 暴露了一切真相 一想到自己居然成为了白小春的宠物 甚至还主动伸头 宋缺就一股气血上头 脑袋轰的一声冒出了大量白烟 整个人在那怒吼下 直接就昏了过去 眼看宋缺昏了 白小春傻眼 赶紧上前查看 又摆开宋缺的嘴 喂下一些担药 这才无奈的看向白浩与周一星 这个不怨我啊 你们给我处理一下这件事吧 白小春尴尬无奈 很是头痛 那个 师尊 我来的时间太久了 水灵前辈估计还在等我 我先走了啊 白浩实在忍不住了 对于自己这个师尊 他算是服了 此刻神色古怪 连忙开口 一晃之下就飞向明河 周一星也连忙向着白小春一拜 转身快速跟随白浩 一同踏入明河 随着白浩一起 眼看要消失无影 白小春苦恼的喊了一句 浩尔 记得帮我找找 在蛮荒中 还有没有当年随我一起传送过来的修士了 白浩应了一声 消失无影 看着二人急匆匆的离去 白小春一脸都无可奈何 又低头看着昏迷过去的宋缺 他拍了拍额头 长叹了一声 唉 罢了罢了 这孩子被刺激的太大了 昏就昏吧 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 等他醒了 估计就好了 白小春感慨中 在宋缺四周布置了一个阵法保护后 转身回到了洞府内 盘西坐下 连续深吸几口气 这才让自己平稳下来 等他苏醒也需要一些时间 既然二十色火也都炼成了 那就让修为晋升原鹰大圆满好了 白小春想到这儿毫不犹豫 取出龟纹锅后 原鹰木然飞出 坐在了龟纹锅内 又取出厨袋中的二十色火 看着那璀璨的火焰 白小春目中露出期待 没有迟疑 立刻就将这二十色火融入龟纹锅下 瞬间 此锅吸收了火焰散发出金色的光芒 这金色的光芒 刹那就将白小春的原鹰笼罩 一股让人心惊的天地之力 在这一刻于龟纹锅中 于那金光内爆发而起 轰鸣中许久过去 那金色的光芒才慢慢消散 随着消散 当龟纹锅彻底恢复平静时 露出了其内一个流光四溢 全身晶莹剔透的原鹰 这原鹰与真身看起来 都没有什么区别了 浑厚无比的同时 更有天道的波动 从原鹰内扩散出来 正是天道原鹰大圆满 而且还是炼灵形成的大圆满 更是天道原鹰 其实力之强绝伦天地 使得四周虚无扭曲 而在原鹰的身上 清晰无比的出现了十道金文 每一道金文 都散发出浓郁的法力波动 可以想象 若能二十一次列灵原鹰 那么这些金文将融合在一起 化作一道子文 当这子文出现的一刻 在传说中描述 就是修为从原鹰突破 开创前所未有 只是理论上 传说中存在的完美晋升天人之时 传说二十一次列灵原鹰 就可以突破成为天人 不管传说是不是真的属实 总是要去尝试一下 白小春猛的睁开眼 激动中期待更多 等会儿去而醒了 就是离开蛮荒的时候了 川川既然走不了 就做生命禁区 接下来就是这一路上 不断的熟悉二十一次火配方 争取早日突破修为 争取晋升天人 想到这儿 白小春无比振奋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传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八百五十一集 宋缺 你凭什么不服气 天人 触手可及呀 白小春一想到自己很快就可以成为天人 他忽然觉得这个世界是无限的美好 尤其是回忆星空到极宗 想到堂堂源头宗门 也只是有五位天人而已 而且那五个天人的地位之高 不说无上也相差无几 那可是能居住在蓝色彩虹上的大人物啊 白小春越想越是激动 甚至还想到了长城时 那位陈鹤天身为天人明目张胆的坑自己的一幕幕 等我回去后 怕是用不了多久就能天人 到时候 哼 陈鹤天 我白小春报仇 几十年也都不晚 白小春意气风发 只觉得自己在蛮慌 可以说是走向了人生巅峰 此刻昂首挺胸 觉得天大地大 如自己这样的绝世天教实在是太少了 哎 寂寞 啊 白小春背着手 摇头美滋滋的感慨一番 这才大摇大摆的走出洞府 到了昏迷的宋缺面前 看了看宋缺 白小春有些头痛 想了想后 右手抬起一指 顿时一道灵气 融入宋缺体内 宋缺全身一阵 慢慢睁开眼 呆呆的看着四周 有些茫然 可当他看到白小春后 整个人却猛的一个机灵 呼吸急促 双眼赤红 脑海更是蒙鸣不断 昏迷前的一幕幕 再次浮现脑海 缺儿啊 你听我解释 白小春一看宋缺这个样子 就更头大了 赶紧开口 可话语还没等说完 宋缺那里大吼了一声 你 你 宋缺悲愈绝 一想到自己 居然成为了白小春的宠物 他就觉得 这是自己这一辈子 洗刷不掉的耻辱 此刻吼声中 他内心的憋屈 已到了极致 眼看就要爆发了 白小春也很是头疼 眼看宋缺要抱 他脑海念头急速转动 刹那间神色就变了 不再是一副要解释的样子 而是从未有过的严肃 凝重重 双目内甚至还露出了痛惜 强在宋缺之前 用更大的声音压过宋缺的疯狂 宋缺 我知道你不服气 可你凭什么不服气 我白小春一路走到今天 不管是血溪宗 逆河宗 星空道极宗 又或者是长城 最终是这蛮荒 你看到的 只是我最风光的时候 可你怎么知道 这一切我是凭空得来 我告诉你 你奶奶的 老子之所以能有如此风光 是我用命换来的 白小春声音越来越大 吼声震动四方 让行将爆发的宋缺 也都愣了一下 他还从来没看到 白小春如此过 星空道极宗 你们都离我而去 是我凭着自己的本事 一步步开创了客栈 更是送你去了彩虹 我不欠你 长城中 我更是以我的丹药造诣 成为万夫长 你难道认为天人是瞎子 宗门是傻子 会让我成为万夫长吗 那都是老子 凭着斩钩换来的 白小春打笑一甩 声音斩钉截铁一般 传入宋缺耳中 哪怕宋缺之前疯狂 可听到这里 也都内心一阵 蛮荒种 你更是亲眼看到过 多少人要杀我 我多少次生死危机 满朝文武都恨我入骨 而我更是不惜暴露 也要将你救下 而你呢 不就是摸摸你的头吗 怎么的 你的头摸不得 我没资格去摸 老子不但是你小姑父 更是有半神岳父 还是明皇的师尊 蛮荒暗中的主宰 若真论身份 或说与天尊同位 谁敢说我没资格 白小春最后几乎是咆哮 声音之大 让宋缺这里面色苍白 所有的憋屈 所有的歇斯底里 所有的爆发 竟在白小春 这风暴般的言辞下 不断的崩溃 不断的消散 他的身体下意识的就退后几步 眼睛虽红可心中的轰鸣超越天雷 不断的回道 他承认白小春所说都是真的 白小春不欠自己什么 一切都是造化的同事 甚至对方还多次救了自己 如在这蛮荒 如果没有白小春 现在的宋缺不说死亡也必定 极为凄惨 他的不服气更多的是来自自身的自尊 他看白小春不说眼 更多的是来自自身的脆弱 而白小春最后的话语 所说的资格 就算是宋缺也都不得不呼吸急促的沉默 他竟无法反驳丝毫 只能呼吸越发急促 胸口不断气浮 眼看宋缺这里被自己震慑 白小春也松了口气 方才那些话语 他也是没办法才这么说的 此刻眼看有效 白小春内心有些得意 可表情却冷耗严肃 宋缺 你可以看我不舒服 也可以把我当成你要翻过的山峰 我白小春等着你 但在你还没有资格前 给我老老实实的忍着 白小春小笑一甩 这句话说的质地有声 充满了一股无上霸气 甚至为了配合自己 这句话 白小春暗中还展开了不灭地圈之意 使得一股帝王王者般的霸道气势 在他身上不断的爆发 好似催枯拉朽一般 轰击在了宋缺的心身上 宋缺摇晃着再次退后几步 看着白小春身体颤抖的同时 也不得不承认 这一刻的白小春 竟让他心中生起了从未有过的敬畏 现在我要离开满荒 要回逆河宗 你宋缺愿意来就跟着 不愿意来 白某绝不勉强 白小春冷哼了一声 看都不看宋缺 身体一晃 只本苍穹 没有飞得太快 白小春也在等待宋缺的选择 我之前那些话 应该有点作用吧 唉 头痛啊 君王啊 我对咱们这个侄儿 可真的是很用心了呀 白小春眨了眨眼 摸了摸额头 感慨起来 宋缺在明河岸边沉默 墓中复杂的同时 内心长叹一声 闭上了眼 当再次睁开时 他墓中露出果断 早晚 我要超越他 这句话说的 连他自己都没自信 可却似乎成为了习惯 如果不这么说呢 就会觉得浑身不自在的同时 会忍不住 升起挫败感 仿佛是自欺欺人 宋缺低横中 一晃飞出 跟随在白小春的身后 看到宋缺来临 白小春总算是松了口气 实际上他心中也有歉意 则更多的则是无辜 琢磨着自己应该是没错呀 不就是摸了摸头吗 我又没让他伸头 他自己撑的呀 白小春眨着眼 这话他也只能在心底嘀咕 知道若是当着宋缺的面这么说 估计好不容易被自己震慑的宋缺 又会爆发了 唉 他也太容易爆了 白小春摇头 向着远处击驰 宋缺一路面色难看 一言不发的跟随 很快的二人就消失在天边 所去的方向 正是处于东脉长城 与北脉长城之间的 可以最快回到逆河宗的那片 生命禁区 按照他们的速度 数月的时间 就可达到生命禁区 时间流逝 转眼过去了两个月 这一路上没有城池 都是一处处连绵 可缺狼藉的山脉丛林 魂羞少有 唯独一处处恢复后的土猪部落 尸尔可以看到 这让白小春心底有些遗憾 总觉得自己的离开 难道就这么的默默无闻 无人问津吗 罢了罢了 还是低调一些好了 白小春叹口气 看到远处有一条弥漫裂缝的山脉 按照他对蛮荒地图的了解 直到过了这处山脉后 就算是踏入到了蛮荒的边缘了 可就在白小春带着宋区 飞向这山脉的刹那 忽然的白小春脚步一顿 他身后的宋区 两个月来面色始终阴沉 可眼下也是瞳孔一苏 神色微变 他们的目中所看 在那山顶 此刻赫然站着一个女子的身影 长发飘飘 红色长袍 略有轻手 可却更显绝美的容颜 如仙子一般 绝代风华 正是红尘女周子墨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传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八百五十二集 白小春 你要给我一个交代 在看到红尘女身影的刹那 白小春内心咯噔一下 瞬间冲眉苦脸 他在这蛮慌 如今最害怕看到的几个人里 红尘女绝对是排在首位 实在是他们之间的关系 因巨鬼王的撮合 从而变得很是复杂 一开始 白小春还觉得有些刺激 可如今随着接触 尤其是公孙马儿出现后 那绝世之战 对于红尘女 白小春就头痛了 他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女子 哪怕他琢磨着自己出手 倒也不怕这红尘女 可实在是没法打呀 我都要走了 这周子墨居然在这里堵路 白小春脚不停顿 发愁时脑海里第一个念头就是绕路 这个念头一起就再也压抑不住 雀儿 对方来者不善啊 估计是来抓你的 咱们赶紧绕路逃走 白小春连忙开口 转身一晃 直接圆去 纵缺内心比 他知道红尘女 与白小春之间的一些事情 内心哼了一声 倒也没有去多说什么 不过速度却缓了一些 显然是不愿意参与进去 而山顶的红尘女 他冷冷的看着白小春 目中深处带着浓浓的复杂 他也说不清 对于这白小春是什么心态 二人之间的一次次事情 让他纠结无比 甚至他也知道自己不应该出现 可还是出现了 此刻二人隔着半空 在那相互对望时 白小春那愁眉苦脸的表情 立刻就让红尘女内心 盛起无名之火 又看到白小春居然都不敢到来 而是转身就逃 这就让红尘女的怒意随之爆发 白小春 红尘女娇喝了一声声音如惊雷 传遍四方时 白小春一哆嗦逃得更快 而宋区则是赶紧后退 几乎在他后退的刹那 红尘女的身影化作一道赤色的长红 瞬息就从山顶直奔白小春而来 他带着莫名的怒意 速度之快 掀起苍穹的尖锐呼啸 更是右手抬起 向着白小春所在的地方一指 顿时 白小春四周的苍穹 立刻就成为了赤色 融入了红尘女的意志 好似风衣一般 轰然结凹陷下去 白小春眉头微皱 但是身体却没有丝毫停顿 竟猛的一撞之下轰的一声 这四周凹陷得虚无 竟被他声声撞得坍塌爆开 天人之力竟无法阻挡他半点 若是换了之前的他 就算可以做到这一点 也要耗费一些神通 可眼下他修为到了元英大圆满后 对于天人初期 白小春已经可以战了 就算是天人中期 如果展开全部神通 白小春也都能与其争斗一番 可就在白小春 撞碎了红尘女的天人弊杖后 红尘女目中寒芒一闪 掐绝间 竟有红尘子墨爆发而来 这可是巨鬼秘法 更是能将曾经的公孙满尔 也都封印的绝世神通 此刻随着施展 顿尸 巨鬼称的虚影 就幻化在白小春的四周 封印的气息随之狂暴而起 白小春面色一变 他知道 这束法 就算是对红尘女而言 都是杀手间 而且施展起来要耗费寿缘 不是任何天人都具备的进法 身体不由的停顿了一下 周子墨 你疯了呀 白小春也怒了 这么一顿 立刻红尘女的速度猛的加快 刹那就追了上来 二话不说 直接掐绝 使得红尘子墨 木然运转 封印之力更大 混血一股巨大的犀利 就从白小春四周 那虚幻的城池投影中散出 白小春眉头紧重 他实在不想 与红尘女纠缠 此刻大喝 周子墨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你还真以为我白小春 判你不成 白小春怒吼中身体猛的一晃 在那红尘子墨的犀利下 他全身不断的膨胀起来 无数石头从八方飞来 刹那就化作了一个巨大的石人 正是人山诀 大手一挥 身体一冲 白小春肉身之力全部爆发 不死骨大圆满的极致肉身 超越了原因 看称是天人之身 此刻撞击之下 天地鸿鸣 那红尘子墨的虚影也都颤抖 竟被白小春一步之下 生生的平着肉身 冲出了投影的范围 走出了封印的区域 白小春 要给我一个交代 周子墨大声开口 身体却没有丝毫停顿 掐绝节 喷出一口鲜血 其鲜血瞬间就化作了十根血色长毛 胡小姐如同十道血色 直奔白小春交错而过 似要绞杀 眼看未及 白小春无奈叹息 双手猛的抬起 向着四周目然一挥 轰鸣间组成他石身的所有石块 全部自行爆开 向着四周轰隆隆的扩散时 直接就与那来临的十根血色长毛碰触 巨像掏天中 这十根长毛也都倒卷 而白小春的身体 也在石身散开中化作一道闪电 不是逃脱 而是直奔红尘女 右手随之抬起 在临近的刹那一拳 轰出 能不能别闹了 一拳落下 白小春的声音也随之回荡 轰鸣间 红尘女全身震动 倒退束步 抬头时 他目中更为复杂 白小春的成长 让他这里也心神震动 要知道方才他虽没有权力出手 可显然白小春那里也是如此 此刻复杂着 他不知想起了什么 祖母慢慢待上 向着白小春冰冷开口 我没有闹 你我之间有婚约 这是我父王定下的 你可以一走了之 可我能怎么办 我父王又能怎么办 你呢 一句话没有 连见我都不敢 白小春 你是不是个男人 白小春更头痛了 赶紧解释 子墨 你听我说 你这么漂亮 这么优秀 一定能找到比我更好的道理 至于我聚鬼老哥那边 这是误会啊 他老人家一定会理解我的 我也不是不见你啊 我是着急回家 你看还有我我真的是个男人 白小春苦笑可他话语还没等说完 红尘女那边胸口起伏中好似爆发了 白小春 你是真的不懂还是双糊涂啊 啊 如今的葵黄肠 都以为 你那弟子明皇白昊 才是我的道理 都在传我是明后 面对无数人的目光 你让我怎么办 嫁给你那个弟子吗 红尘女彻底爆了 声音极大传遍四周 远处的宋缺 此刻看到白小春与红尘女的一战 内心很是震动 他之前哪怕心中已经知晓白小春很强 可如今亲眼看到还是极为震撼 而如今又听到红尘女的话语 宋缺面色古怪 内心更是兴奋 白小春啊白小春 你也有今天 宋缺振奋中索性不远去了 而是站在那里仔细的去看热闹 白小春也傻眼了 红尘女说的问题 她的的确确在这之前没考虑到 此刻一听 从心底都觉得 红尘女说的有道理 顿时就尴尬起来 子墨 我 白小春张开口 刚要说什么 红尘女那里 袖子一甩咬牙冷声 传出话语 青天 你要么留下 我周子墨可以嫁给你 要么 白小春 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白小春理亏 更是尴尬 文言 连忙安抚 子墨 子墨 子墨你别激动 我发誓 我会回来的 春的 你放心 我一定会回来的 白小春 生怕周子墨不喜 话语间还拍着胸口 发出碰碰的声音 可他的言辞 以及动作 或许过于浮夸了一些 红尘女一眼就看出 白小春这明显是在敷衍 内心的恼怒在这一瞬 再也无法控制 白小春 红尘女咬牙身体一晃 只本白小春而去 这一次是全力出手 瞬间轰鸣之声滔天而起 天人之意弥漫四方 看得颂缺也都稀奇 不断后退 白小春的惨叫一声 赶紧后退 若是换了之前 他一定会反击 可眼下他理亏心虚 实在是没办法去反击 只能闪躲 口中不断的解释 子墨 你你你听我说 我会回来的 真的 你相信我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八百五十三集 千万不要捏碎啊 任凭白小春如何解释也都于事无补 红尘女根本就不信 在她的出手与白小春的山躲下 二人渐渐的越站越远 很快就到了山脉上 宋缺远远看去心惊肉跳的同时也振奋无比 暗中高兴呢 觉得能看到这白小春如此一幕 自己心头的那口憋屈的气也都疏散了不少 她虽有心靠近继续看热闹 可红尘女此刻发飙之下 天人之意弥漫 宋缺心知自己的修为若是靠近了实在危险 于是迟疑后只能遗憾的留在原地 看着白小春与红尘女的身影 渐渐消失在了山脉上去了另一边 山脉的另一边是一片茂盛的丛林 轰鸣之声滔天中 白小春狼狈的后退 山躲四周一道道穿梭而过的鸿芒 那任何一道鸿芒都可以对寻常的圆英大圆满 造成惊人的重创 可在白小春这里 在她那强悍的肉身之力下 虽也被受到轰击 但却没什么大碍 只不过衣服却是残破了不少 整个人看起来很是狼狈 子墨子墨你别这样 白小春焦急开口时 红尘女眼看拿白小春没什么办法 冷哼中银牙一咬喷出发絮 顿时这四周的血毛暴增数倍 胡小杰直奔白小春 血毛太多交错而过形成血毛 就算是白小春有惊人的速度 也都越发狼狈 很快的就在白小春这里危机压过了心虚 也恼火生气时 忽然的随着红尘女的双手掐举 白小春四周的大量血毛速度猛的爆发 轰轰劫直奔白小春呼啸而去 白小春也怒了猛的右手抬起 直接一拳落下轰在前方 形成风暴与那些血毛碰触 巨响掏天中 血毛崩溃了大半 可依旧还是有一部分穿透而过 直接就轰在了白小春的身上 白小春全身一枕倒退几步 伤势不重 可他的面色却是一变 实在是他的肉身虽强悍 可衣服却做不到这一点 在那轰击下衣服破损极为严重的同时 他的除袋更是被树到血毛直接穿透 轰的一声 他的除袋就崩溃开来 其内的无数物品就这样的散落开来 零零散散从天而降 里面有多色火有无数荤塔 放置荤药的盒子还有各种丹药 丹炉领牌乃至大量的法宝之物 数量之多足有上万件 朱子墨你过了 白小春顿时大怒 大袖一甩立刻收取除袋内散出的物品 他是真的怒了 红尘女也呼吸一致 知道自己有些过火了 可他面皮薄 听到白小春这么凶自己 他又想到这段时间自己的苦涩 于是一咬牙 哼 这些破烂 你很看重 他冷哼中 竟衣袖一甩 将远处那些散乱的物品 打得挥开 使得白小春无法全部收取 更有一些脆弱的丹药 直接就被爆开 你 你 我的丹药 白小春咬牙切齿 内心怒意腾然 声音也都带着咆哮 而红尘女一眼看白小春如此更加变本加厉 更是随意抓 顿时 就将散落在他面前一枚红色丹药抓在手中 目光一扫 因没有丹道造诣 他就没看出这是什么丹药 可就在红尘女抓住这枚丹药的刹那 白小春那儿却是看得清清楚楚啊 他猛的就睁大了眼 倒吸口气 脑海瞬间呼鸣滔天 此刻来不及去心痛那些被毁去的丹药 声音都变了音调 带着颤音赶紧开口 子墨 你你你千万千万小心 那枚丹药可别弄碎了啊 不然就真出大事了 白小春都快哭了 那枚被红尘女拿在手中的丹药正是发情丹 这发情丹 白小春在蛮荒中用过多次 如今剩余的也都不多了 此刻被红尘女拿在手中就是其中之一 而此丹很是脆弱 一旦被捏碎爆开 就会化作红雾 这雾气内的所有存在 他们之后会成为什么样子 此事白小春可是心知动明 尤其是想到自己在牢狱内的食言几乎没有几个能抵抗后 白小春心肝都哆嗦了 听到白小春的话语又看到白小春的焦急的表情 红尘女愣了一下低头目光一扫 看向自己手中那似很不起眼的担忧 就在红尘女低头看去的刹那 白小春焦急中抓住机会 立刻眉心出现第三幕施展了通天法眼 利用法眼之力去将红尘女的身体操控 在红尘女身体猛的一阵的瞬间 白小春没有半点犹豫 直接就展开身体极致的速度 甚至修为也都全面运转 睡衣加上肉身的爆发 使得他刹那节就出现在红尘女的面前 右手抬起猛的一把抓向发青的 此刻种种神通都在瞬间施展 轰明节 白小春的右手一眼看就要抓住弹药 可就在这时 红尘女猛的目光一闪 竟提前的挣脱了白小春的通天法眼 眼看白小春要来抢夺弹药 红尘女猛的收手 刹那节她的右手就与白小春的右手碰到了一起 白小春想要收手已经晚了 她背呼了一声 不 轰的一声 二人的碰触掀起惊人的冲击 在白小春瞪大了眼睛 脑海嗡鸣中 她眼睁睁的看着那枚发情单 在这冲击下 砰的一声 直接碎开 忘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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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小春挨号中后退 可哪怕她退后的再快 此刻也都面色超红了 脚步迟缓中 眼看着那熟悉的红雾 刹那间就扩散开来 直接就将自己与红尘女笼罩在内 白小春顿时悲愤 可无论如何尖叫也都遮掩不住 她慢慢粗重的呼吸 红尘女面色变化 她不知道这丹药是什么玩意儿 想要不去呼吸 可这雾气诡异竟只要碰触了皮肤就可自行融入 而她的右手又是丹药爆开的核心区域 几乎是瞬间 红尘女的面色就出现了红润 她呼吸急促 睁大了眼 露出惊恐的同时也猛然间 想到了白小春在长城上的一幕幕 这是什么丹药 红尘女尖叫一声 身体急速后退 可在这后退时她的身体也都颤抖起来 实在是方才她距离丹药爆开的地方太近了 几乎一半的雾气都顺着她的右手融入体内 亮强中 那片红雾在冲击下翻滚街一瞬就追了上来 将她的身影再次弄走 这一刻 红尘女的脑海轰的一声 体内的火热再也控制不住 全面爆发了 雾气内 白小春呼吸粗重 可却依旧在挣扎压制 她原本除袋内还有一些丹药 不说能解发情丹吧 可也能中和一下 只是如今除袋爆开 她短时间内找不到丹药 此刻焦急中也知道要出大事了 于是赶紧的飞出 想要离开这片雾气的范围 寻找中和丹药 只是发情丹的药力太猛 白小春也都头晕无比 体内火热不断爆发 她只能凭着意志去勉强抵抗 可就在她半个身子都出了雾气 甚至看到了远处的草丛内的一枚中和的丹药 突然的从她身后的雾气内 猛然间就伸出一只原本洁白如鱼 可如今在那火热下也都潮红的消瘦 一把就抓住了白小春的衣服 在白小春惨叫中 猛的酒杯 拽回到了雾气里 不 不 啊 你 你不要送我衣服 我 我还是第一次 你 你温柔点 温柔点 啊 啊 好痛 雾气内 不断的回荡白小春凄惨的叫声 那叫声足以让人毛骨悚然 无法想象 此刻的白小春 正在承受什么样的狂风暴雨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存在了约摸数个时辰 才慢慢消散 第一个走出来的是红尘女 她灭色红润 可却透着绣眉 似随着走出身体很是不是 而目中更有复杂 回头看了看身后 正在吸薄的雾气狠狠的一跺脚 似牵扯到了疼痛 她轻轻的撕了一声 带着羞脑 目染飞出 化作长虹 消失在了天边 直至红尘女 走了约摸遗嘱香的时间 这片雾气才完全散去 露出了里面一片狼藉的地面 在一棵大树下 白小春呆呆地坐在那里 双眼无神地望着天空 面皮不断地抽动 太粗暴了 白小春欲哭无泪 扮上后 才从四周捡起一件衣服穿上 她站在那里一脸悲愤 她一定是故意的 难道我这么诱人 居然都让她受性大发 以至于故意有发清单来推倒我 白小春想到这儿 心中悲催的同时也有一些得意 尤其是脑海里浮现出方才的 已你一目 更是让她心跳不由地加速了几下 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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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也算是给了周子墨一个交代 白小春长叹一声 在这四周的丛林内 将之前散落的所有物品都收了起来 重新拿出一个储物袋放入后 又换了一套衣服 这才离开了丛林 发清单实在是太损了 白小春第一次觉得自己当年就不该创造出发清单 这丹药他以往都是给别人用 如今却被自己吸收了 想起之前的可怕 想起那意志的挣扎 他就万分的佩服周一兴了 还是周一兴厉害啊 当年我给他吃了那么多 他在面对那头凶兽时 竟都忍住了 白小春感慨中飞出了丛林 不多时就找到了宋缺 宋缺始终没敢靠近山脉 留在原地等待 此刻看到白小春出现 尤其是看到白小春那满脸红润 可却似无奈的样子 他心底有些诧异 可宋缺也没去多问 猜出必定与红尘女有关 在他看来 不管什么事情 只要能让白小春如此表情 这就是天大的好事 就这样 白小春与宋缺飞过了这片山脉 向着生命禁区所在之地越来越近 时光飞逝 转眼又过去了半个月 这半个月里因越来越偏僻 所以他们一路上遇到的浑修不多 就算是有 一看到白小春与宋缺身上的修为波动 就连忙避让 而大地上的一处处土著部落也都有不少 再看到白小春与宋缺 于天空飞过的身影时 一个个都赶紧的膜拜起来 越是靠近蛮黄边缘 这里的土著部落就越发的原始 甚至宋缺都看到了好几个部落 居然都是母系部落 里面的女子一个个高大威武 样子猙獰 甚至有不少身体都是庞大无比 这样的野蛮与原始 宋缺还是首次看到 不由的多看了几眼 而这些部落内的土著 也都在注意到白小春与宋缺后 如看神灵 敬畏无比 除此之外 宋缺好几次都发现 白小春那里时常一个人发呆 时常目中似还有些回味的样子 他心中实在是好奇 不知道白小春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明明是两个人打着远去的 可回来的却只有白小春一个人 难道他把红尘女杀了 宋缺想到这也都吓了一跳 但却不敢多问 只能暗中打定主意 一旦不秒就立刻套盾 就这样 在宋缺这里警惕 白小春这里古怪中 他们在这天空上不断的靠近生命禁区 直至距离生命禁区 约摸还有三五日的路程时 忽然的白小春脚步一顿 原本有些恍惚的神色 此刻也都露出差异 看向在远处一座山峰下方区域中 存在的一处土著部落 这是一个小型的母系部落 在部族中女性占据主导 无论是战斗又或者是生存 都是如此 男性在部落内处于弱势 似只有繁衍这一个作用 而在这个小部落内 土著不多只有近百 其中九成都是女性土著 只有很少的八九个男性土著 每一个虽都很消瘦 可身体的骨骼却很大 只不过一个个都是有气无力 懒散的坐在部落里 彼此之间视而交谈几句 在他们的不远处有一片草堆 在那草堆上也坐着一个男子 这男子明显不是土著 仿佛是个魂羞 只不过身上扎着草裙瘦弱无比 如皮包骨一般 身体更是脏兮兮的 满是凄惨狼狈 此刻正躺在那里 无神的双眼呆呆的看着天空 似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 白小春的目光在远处 遥遥的看到这个男子时愣了一下 雀儿 你有没有感受到那里有一股熟悉的气息啊 白小春惊奇道 宋佛文言一愣 站在半空 神识一扫后眼睛猛的睁大 神算子 宋佛倒吸口气 一脸无法置信 要知道 白小春通过白号 也在寻找当年散落在蛮荒的修士 只不过蛮荒的修士存在了很多 白号虽是明皇 可毕竟如今刚刚继位 还没有完整的掌控明和之力 而且又没有特定的目标 于是这寻找也就不是短时间可以做到的 真是神算子啊 白小春顿时乐了 身体一晃直奔那处部落飞去 宋佛也赶紧跟随在后 很快的二人就到了这处部落的半空中 他们的出现立刻就引起了这部落内那些土著的惊慌 纷纷从地面爬起向着天空膜拜 更有不少高大粗壮奇丑无比的女土著 也都纷纷跑出 如看神灵一般 冲着天空上的白小春与宋缺跪拜下来 这一处部落很有意思 白小春立刻就看出 里面明显是部落头领的一个女土著 其身体散出的波动已堪比结单 至于神算子 原本呆滞的双眼 此刻在看到白小春与宋缺后明显愣了 身体慢慢颤倒 眼睛缓缓睁大 似觉得自己看错了 无法置信中觉得如做梦一般 还使劲的揉了揉眼睛 当他确定自己所看的正是白小春与宋缺后 神算子猛的就跳了起来 宋缺 白小春 神算子声音都发颤了 整个人激动到无法自意 眼泪都流下来 恍惚中发出大吼声音都嘶哑了 救我 救我呀 他的吼声 让四周那些部落土著都愣了一下 白小春也很是惊喜 右手猛的抬起虚空一抓 立刻 神算子的身体就升空而来 对于白小春的出手 这部落内的所有土著 都颤抖中更为敬畏 不敢阻挡丝毫 他们终于来了 我 我都要疯了 天哪 天哪 这是真的吗 我给自己算过 一定会有人来救我 我 我等了你们几十年呢 我以为咱也等不到你们了 神算子激动的眼泪更多 哆嗦中 话语都颠三倒四了 近距离去看 神算子的身体消瘦的恐怖 肋骨都清晰可见 样子更是狼狈到了极致 眼看神算子 那明显处于激动于恍惚中的样子 白小春也都被对方的凄惨震动 一旁的宋缺 他与神算子当年都是血稀宗的弟子 此刻灭色阴沉猛的看向下方的土著部落 正要出手 可却被神算子赶紧阻挡 放了大门吧 这里面有很多都是我的血脉啊 神算子欲哭无泪 他当年被传送到蛮荒后 重伤之下修为跌落到了宁气的境界 被这个母系部落抓到后 被那位头领下了禁止 使得其修为无法恢复 因是修士 所以被这个部落看中 当成了播种奴 这些年来 他不断的播种 如被掏空一般 他已经绝望了 尤其是那些女土著野蛮 还奇丑无比 又很是粗暴 而那些男性土著 对他又充满嫉妒 使得神算子都要崩溃了 若非他算出一定有人在未来救自己 甚至他都想要自杀了 直至今天 他终于等到了白小春与宋缺 且很明显的 二人都混得比自己好了太多太多 这就让神算子眼泪更多了 听到了神算子的诉说 宋缺张大了嘴巴 看向神算子时满是同情 白小春更是睁大了眼 他忽然觉得 与神算子比较 自己那点事算什么呀 若论被强推 这个神算子才是天下无敌 狠红子啊 我懂你 白小春长叹了一声 同情的看着神算子 拍了拍他销售的肩膀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传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八百五十五集 三人行 看到了凄惨的神算子 白小春满是同情 内心不由的将红尘女 与这母系部落的那些女土著 进行了比较 这么一比 白小春顿时觉得 哎自己很幸福 不过表面上他自然不会表露 只是看向神算子的目光里 同情更多了 就这样他与宋爵将神算子 从这个部落内带走了 离开了那个母系部落 有白小春的担药 神算子身上的禁止 以及伤势都在慢慢的恢复中 他的面色也都不再是 如曾经一般的苍白 而是出现了一些血色 最重要的是他的心情 充满了激动与劫后余生的喜悦 整个人如同心声一般 心情无比的美好 他觉得天空是那么的蔚蓝 阳光是那么的明美 一切都在向着美好的方向发展 只是这种情绪 只是存在了一个时辰 再三人离开了那处母系部落不久 白小春在他的身边 总是不断的开口 哎神算子啊 你混的也太惨了 哎在你之前 我还以为缺儿最惨 没想到是你啊 白小春的感慨让一旁的宋区内心冷横 他算是看出来了 这白小春显然是准备在神算子那里显摆 事实上也的确是这样 实在是白小春等了一个时辰 也不见神算子来问自己在这蛮谎中混的如何 这就让白小春心底不高兴了 那种锦衣野心的感觉 让他心头如小猫在抓 很期待神算子能问问自己 神算子身色古怪 虽有些年头没见白小春 可他对于白小春的了解还是很多 尤其是白小春与宋区的修为 他之前还没仔细去观察 眼下看到后内心已经震动 此刻一眼就看出白小春的想法 他不由的想到了当初在星空道集中 以及长城的一幕幕 滥子下定决心绝不开口去问 于是岔开话题 先不说这个 和我伤势没痊愈 等我修炼一下啊 神算子打了个哈哈 索性在这前行中 凝神运转修为 白小春有些无奈 他觉得这个神算子太不讲义气了 自己只不过是想要显摆一下而已 就不能配合一下 此刻他无限的想念徐宝才 琢磨着 要是徐宝才在这儿 一定会配合自己的 眼看白小春没有得偿所悦 宋缺心底就舒服了不少 就这样 在白小春的郁闷中 三人距离生命禁区越来越近 终于 在距离生命禁区只剩下一天路程时 神算子眼看白小春 似没有机会去炫耀 忍不住 问了一句 那个 我们这是要去哪啊 他这句话一问 宋缺内心咯噔一声 正要传音时 白小春眼睛一亮 猛的跳了出来 振奋的大声开口 咱们 这是要去生命禁区 通过那里回逆合纵 生命禁区你知道吧 那里危险无比 别说是原因了 就算是天人也都不敢踏入半步啊 生命禁区 神算子猛的睁大了眼 这生命禁区他也听说过 知道白小春说的不假 甚至也不夸张 按照他的了解 那生命禁区内 哪怕半神也都要止步 那是一切生命的进入之地 我们还是走长城吧 神算子咽了口唾沫 他曾经只算出自己是被人救走 可却没算出救走之后的生死 经历了劫后余生 他对于小命看得极重 此刻赶紧开口 一旁的耸去闻言长叹一声 他明白 此刻 谁也无法去阻挡白小春的炫耀与显摆了 果然如他所料 神算子话语说出的瞬间 白小春眼睛就亮了 神算子啊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来来来 我告诉你啊 白小春得意的一拍除待 立刻 手中就出现了一枚令牌 神算子一愣 看着那枚令牌 隐隐感觉自己似乎给了白小春机会 看到了吗 有这枚令牌 我们就可以顺畅无比的通过生命进去了 白小春说着 上去一把搂住神算子眉飞色舞的开起口来 你一定有疑问 想要知道这令牌是什么对吧 又是我从何处得到 这个说起来就话长了 不过我们有的是时间 我详细和你说说啊 只要从当年我被传送到蛮荒的第一天 开始说起了 一天的时间 很快流失 白小春的故事也说了整整大半天的时间 他说的很是详细 尤其是对于自身的地位以及身份更是得意的到处 开始的时候 神算子还心底叹息 可很快的 当他听说 白小春居然绑架了半神巨鬼王后 神算子的眼珠子都要掉下来 不断的吸气 但不多时他就知道 与绑架了巨鬼王比较 白小春之后所做的事情 才是惊天动地 你说你绑架了蛮荒所有天骄 巨鬼王把红尘女许配给你 你 你说你成为了奎皇朝的监察使 吵架无数 你帮大天使推动了周恩令 你 你是地品巅峰猎魂师 你 天呐 你没开玩笑吧 你的弟子是明皇 神算子脑海彻底轰鸣 他呼吸急促 一脸无法置信 更是骇然的 张着大嘴 一服不可思议的样子 白小春说的这些事情 他觉得如天方夜谭一般 根本就无法去相信 白小春干咳一声 注意到神算子的目光后 他内心极为舒坦 觉得自己在这离开蛮荒前 总算是没有遗憾了 想受着神算子的瞩目 白小春也难得的谦虚了一下 啊 还可以吧 实际上我只是用了一小部分力气罢了 白小春小胸一甩 抬着下巴淡然开口 你们也知道啊 任何事情啊 我白小春甩袖剑 必将灰飞烟灭 这又不是第一次了 神算子只觉得天雷不断的在耳边轰鸣 他原本是不相信的 可偏偏 一旁的宋区始终都是灭色难看 一言不发 这一切就让神算子内心狂震 掀起滔天大浪 可那无法置信的感觉依旧强烈无比 尤其是最后一条 白小春的弟子居然是明目黄 这就让神算子内心颤抖的同时更有无限的悲哀与感慨 他发现了人比人真的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情 这白小春似乎无论到了什么地方都可以混得风生水起 星空到集中他可以拉帮结派形成一股势力 长城中他可以凭着战功直接成为万众瞩目的万夫长 到了这蛮荒 这个家伙更是爆发一般 居然成为了明皇的师父 这种种思绪化作的刺激 让神算子在这后半天里一路上都是浑浑噩噩 脑海嗡鸣不断 都在回答白小春所说的那些事情 这里面任何一切都是惊天动地 就这样 在神算子的昏头昏脑中 三人终于在这一天的黄昏 来到了这通天和动脉与北脉长城之间的生命禁区 那里有一条纵横而过如同卧龙的山脉 而踏过这条山脉就算是踏入到那传说中没有人可以进去的生命禁区 看着那条山脉白小春摸了摸除无带 他相信守灵人没必要欺骗自己 于是一咬牙直奔山脉飞去 宋缺也深吸口气 实际上若有可能他也不想走这里 实在是他也知道长城坍塌 天尊布置下的封印他们无法通过 如果等下去将不知要等多久 而且白小春似很有信心的样子 宋缺也就咬牙目中露出果断跟随而去 神算子此刻的恍惚也慢慢平缓下来 看向白小春时内心早已敬畏无比 只觉得这个白小春就是神人 对于这生命禁区 他对白小春的信息要远远的超出宋缺 眼下没有半点迟疑 三人刹那间就翻越山脉 踏入生命禁区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传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八百五十六集 古舟歌声 通天世界的生命禁区是如何形成的 此事众说纷纭 可最终也没有一个定论 或许在这天地内只有那么极少数的几个人 才知晓生命禁区到底如何出现 甚至关于生命禁区内到底存在了什么 为何一切生命踏入这里都将死亡 此事也成为了一个谜团 可不管如何 无论是天人又或者是半神 只要踏入生命禁区内 就绝对没有可能回来 此事在岁月中已被证实 就算是对生命禁区有研究之人 又或者好奇此地为何断绝一切生命的修饰 也只是知晓 在那无人禁区中 存在了一片白色的大海 这大海不是水滴 而是骨头 准确的说那是一片骨海 站在那条山脉的顶端放眼看去 磅礴的看不到边际的无人禁区内 常年有白色的雾气笼罩 而在那雾气下 地面上如同海水般被一片片白色的骨头铺满 那些骨头太多 有人的有瘦的累积在一起 根本就感受不到具体多厚 只是能感受出这片骨海中一片寂静的同时 似乎也存在了无尽的怨气 这里没有任何生命 没有任何生意 平静中的死寂让人心颤 也正是因这片骨海 所以对于这生命禁区最多的传说 是说在世界诞生之前 曾经爆发过一场无法想象的战争 这场战争造成了生命禁区内那无边的骨海 四处生命禁区皆是如此 此刻在这东北方向的生命禁区内 多少年来终于出现了三个身影 白小春胆战心惊 心神紧张 踩着脚下的无尽骨头 甚至每一步落下都可以听到咔咔的声音 在这寂静的生命禁区内 这声音清脆回荡四方 哪怕是对守灵人有信心 可这一刻白小春还是恐惧了 他死死的抓着手中的令牌 宋缺与神算子也都心底颤抖 紧紧的跟随在白小春身后 好在这令牌 在白小春三人踏入生命禁区的瞬间 就如同烛火一般散出微弱的光芒 这光芒覆盖了四周十张范围 将三人笼罩在内的同时 也使得四周的雾气缓缓到来碰触后 立刻就消散了 这才让三人心中松了口气 一路上在那咔嚓咔嚓声中 不断的前行 出来乍到他们也不敢尝试能否飞行 此刻都打起精神观察四周的同时 快速急驰 圆圆看去 满是迷雾的生命禁区内 白小春三人四周的十张范围 仿佛成为了黑夜中唯一的灯火 很是明显 白小春灭色发白 他这一路脚底下 不知道踩碎了多少的骨头 好在这生命禁区内 似乎真的没有任何生命存在 就这样过去了三天 这三天的时间 他们虽没有飞行 可脚步也是极快 一路走过 宋缺似乎也都习惯了踩碎骨头的生意 也习惯了四周的压抑 神色满满从容 神算子也好了一些 唯独白小春这里 他的警惕极高 眼看白小春依旧紧张 宋缺内心不屑的冷横 胆子似乎更大了 卖着打步 甚至故意踩出更大的生意 让白小春这里好几次都不满 宋缺 你小点啥 神算子也觉得宋缺有些过了 赶紧提醒 宋缺哼了一声 正要开口反驳可就在这时 突然的 始终警惕八方的白小春惊呼了一声 你们听到了吗 他话语一出 宋缺脚步一顿 神算子也听住脚步 二人立刻凝身聆听 刚开始 他们还什么都没听到 可很快的二人就灭色一变 他们听到了在这无人禁区内 居然从远处如飘渺一般 传来了歌声 那是一个女子的歌声 只是似距离太远 听不清歌词 但这歌声的出现 依旧是让白小春这里 面色瞬间苍白 不对啊 公孙娃 莫非逃到了这里 白小春立刻就想到了公孙娃 可很快的 他就隐隐的从那歌声里 听出了似不像是公孙娃儿的声音 宋缺与神算子也都骤然紧张起来 不断的四下打量 寻找歌声的来源时 忽然的 神算子的眼睛睁大 一指前方 在那里 随着他的开口 白小春与宋缺也猛的看去 立刻就看到 在远处的雾气内 竟有无数的骸骨 那些骸骨不是躺在地面上 而是站立 最先出现在白小春三人墓中的 是足有上万的 如常人般大小的骸骨 他们都弯着腰 在肩膀上都有一条黑色的绳索 竟是在如千夫一般拉动绳索 更惊人的 是在那上万骸骨出现后 于他们的后方 竟陆续的出现上千个 身体庞大 足有百丈之高的巨大骸骨 这些骸骨一样是肩膀都有绳索 也在拉扯 这还没有结束 在这上千巨人骸骨的后方 竟还有上百座身体 仅千丈的巨大凶兽骸骨 这些凶兽各自不同 有的如狮有的如虎 甚至白小春还看到了三条骨龙 这一幕幕 杜尔什就让三人内心轰鸣 而紧接着出现在他们墓中的 则是在那三条骨龙后方 一艘足以数万丈大小的惊天动地的巨大 战舟 这战舟极其高大通体漆黑 虽破损不堪 甚至就连旗帜也都残去 可依旧还是能看出这战舟的惊人气势 可偏偏的 任凭他们如何拉动绳索 任凭他们如何前行 这战舟摩擦地面骨海 竟都无声无息 整个生命禁区依旧是死寂 唯独那模糊的歌声 似从这战舟内传出 这一幕 让白小春身体都哆嗦了 他在那战舟上感受到一股前所未有的恐怖感 此刻急速后退 这里不对劲啊 这生命禁区怎么会有战舟 还是那么多海骨在拉动 太可怕了 白小春灭色苍白 赶紧开口 要不我们还是回去吧 我觉得走长城或许是个好主意 白小春话语一出 但就在他声音落下的瞬间 突然的 三人眼中远处的战舟 竟在眨眼前 消失无影 不但是战舟消失 一切拉动战舟的海骨也都散去 甚至就连歌声也都消失 仿佛从来就没有出现过 白小春一愣 仿佛与神算子也都恍然 被那战舟的诡异震撼 可眼看战舟消失最重要的是 仿佛眼看白小春这里害怕 他忽然自己就不害怕了 不懈的冷恒一声 生命禁区内本就诡异 出现一艘船有什么可害怕的 这分明只是此地的幻境而已 不去理会就好 至于你白小春 莫非是怕了 白小春一听这话 眼珠子瞪了起来 我怕鬼 我堂堂准天皮裂魂师 最大的鬼都是我弟子 我会怕鬼 开玩笑 白小春袖子一甩 宋缺冷笑一声没说话 拉住神算子一起向前急速走去 神算子痴疑了一下 看了看宋缺 又看了看白小春想要说些什么 可他修为最弱 被宋缺拉着 难以反抗 只能苦笑 或许真的是幻季啊 白小春也觉得没面子 他也没想到 这战舟看起来诡异 可竟突然消失 于是摸了摸鼻子 琢磨着自己毕竟是宋缺的长辈 既然晚辈都去了 他作为长辈的 很有必要去保护一下晚辈的安全 这么的安慰自己后 白小春叹了口气 也快走几步 让宋缺神算子两人 仍在领牌保护范围之内 时间流逝 很快过去了一个月 这一个月里 那战舟再没有出现过 慢慢的 白小春也都松了口气 三人的速度也都渐渐快了起来 可就在又过去数日后 这一天黄昏 正在急吃的三人忽然神色再次一变 他们的耳边又听到那女子的歌声 这一次歌声竟比之前清晰了一些 以至于他们隐隐听清楚了 那若隐若现的歌词 这歌词诡异 明明听清 可却无法记住 但其大意 却是烙印在了白小春三人的脑海中 那歌词所说 似在描述一个孩子 吞了自己母亲手臂的故事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传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八百五十七集 逆河之威 这歌词的大意让白小春很毛松立 就算是颂缺与神算子也都神色变化 与此同时 那上万的骸骨以及磅礴的展州也再次出现 这一次距离他们三人更近 只有不到五百丈的距离 甚至那展州上的一切都可以被三人看得略为清楚 可就在三人心神震动时 那歌声再一次消失了 展州也瞬间没有了踪影 这一次 宋缺不再冷横 他的面色也苍白了一些 三人相互看了看 都看出了此事的不对劲 要知道 这展州第一次出现 是在距离三人上千丈外消失 而如今第二次出现却只是在五百丈外消失 他们不敢去想 如果这战州能第三次出现 会不会距离三人更近 而显然 顺着原路回去也至少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耽搁不说 也很难保证会没有意外出现 同时按照白小春来之前所看的地图 这片无人禁区 看似无尽 可实际上 凭着他们的速度不到三个月就可走完 眼下 他们已经算是走完了近一半 沉默中 三人相互看了看 宋缺咬牙 木然开口 这珠船 间隔一个月才第二次出现 我们加速前行 争取在珠船到来前 离开这鬼地方 宋缺话语一出 神算子也点了点头 白小春沉吟少情 他始终觉得 首陵人不会害自己 于是也一咬牙 与宋缺以及神算子 三人不再是于地面击齿 而是腾空而起 化作长虹 加速前行 胡小姐 三人速度都爆发开来 直奔远方 时间流逝 又过去了半个月 这半个月里 那舟船始终没出现 可白小春的警惕 丝毫没有减少 始终留意四方 速度也都全力爆发 神算子速度慢 可在白小春的拉扯下 一样咬牙坚持 只是 就在这半个月过去后 突然的 这一天黄昏 正在天空急吃的三人 他们的耳边 第三次的听到了 那让人毛骨悚然的歌声 这一次歌声更清晰的同时 他们也看到了 再几百帐外 无声无息一间 出现的上万骸骨 以及那惊人的湛舟 这一次湛舟的距离 实在是太近了 以至于白小春都看清楚了 湛舟的旗杆上 赫然有三面旗帜 这三面旗帜 都秀着鬼脸 尤其是最中间的一个鬼脸 轻灭疗牙 似在 向着三人 猙獰的笑 只是看一眼 白小春就觉得脑海 汪名 宋渠 与神算子也灭色大别 那湛舟 在上万海骨的拉扯下 直奔三人而来 琴可解 距离缩短 三百丈 两百丈 越来越近 甚至白小春都看清了那每一个海骨的样子 看到了这些海骨 一个个都面无表情的同时 也感受到海骨身上散出的浓郁怨气 这些海骨 有的已经彻底腐烂成为骨头 有的则是腐烂了大半 还有一些 似刚刚开始腐烂 他们的衣着也都不同 似从不同岁月而来 里面的魂修也有修饰 尤其是随着阶级 那湛舟上的一切也都被白小春三人清晰目睹 黑色湛舟弥漫了一处处裂缝 似千疮百孔 经历了大战一半 这一切都是刹那间就发生 白小春三人四个别猛的就要后退 可依旧是在他们要退后的瞬间 突然的歌声消失 周传消失 只是这一次的消失 湛舟那与他们之间的距离只剩下一百张 这一幕让白小春心都颤了 宋缺与神蒜子也都哆嗦着 三人呼吸急促的同时 都生起一股强烈的生死危机 这一次半个月就出现了 距离我们更近了 一旦第四次出现 必定就直接撞在我们的身上 该死他 这什么鬼地方啊 我可不想成为那拉动周传的海骨 白小春 你不是说 你有令牌 这里没危险吗 宋缺与神蒜子都着急了 白小春眼睛也红了 他此刻也非常不安 听到宋缺与神蒜子的话语后 猛的就是大吼一声 都别说了 宋缺神蒜子 你们速度慢 我带着你们飞 一定要在半个月内离开这里 哪怕白小春与守灵人有信心 可如今的情况让他的危机感越发强烈 此刻话语节 他双手抬起虚空一抓 立刻就将宋缺与神蒜子拉到身边 身体一晃轰然而起 爆发出了他堪比天人的速度 轰轰声中 向着远处天空急速飞去 这一飞 就是七天 只是 哪怕白小春的速度极快 可依旧还是在那第七天的黄昏里 在那吉尺中 他们三人的耳边 又一次的听到了那诡异的歌声 这一次歌声好似就在他们的耳边 如同那女子在他们身边唱歌一般 而那上万海骨拉动的巨大舟船 也瞬间就在他们三人败帐外的雾气内 猛的就出现了 这一次太近 还没等白小春三人仔细去看 一股巨大犀利 就猛的从那战舟上爆发出来 与此同时 这战舟前的上万海骨也都好似爆发一般速度更快 瞬间就拉动那庞大的战舟 在白小春三人的惊呼与亥然中 上万海骨就直接的撞击在了白小春三人身上 白小春尖叫了一声 眼前猛的一话 不仅仅是他这里如此 宋缺 神四万子也都是眼前一话 当三人的目光清晰时 他们全部倒吸口气 骇然的发现自己居然在了那黑色的战舟上 四周雾气翻滚 战舟下上万海骨不断拉扯战舟前行 而他们三人则是站在了战舟的甲板上 眼睁睁的看着战舟 在这生命进去的雾气内不断的向前移动 就在白小春三人出现在那磅礴的鬼舟上之时 远在生命禁区外 在那通天河东脉中游区域里的逆河宗 此刻有钟声极肘的回荡起来 随着钟声的传出 逆河宗内的所有修士都内心一沉 一个个心中压抑 呼吸也都粗重 这些年来 逆河宗在中游区域如履薄冰 实在是宗门内的几位老祖始终 都没有人修为能突破原因踏入天人 这一步实在是太难太难 也正是因这个缘故 中游的星河月 道河月以及极河月 这三大宗门渐渐的蠢蠢欲动 更是在这些年彼此摩擦越来越多 甚至多次出现逆河宗修士的伤亡 毕竟当年逆河宗的到来 已经影响了三大宗门的利益 更不用说在那传城山上 白小春的出手 更是为逆河宗夺走了大量的资源 使得矛盾加深 尤其是如今这些年 三大宗门成长起来的天骄 每一个的脸上 都几乎永远的带着一个乌龟的印记 这就使得他们对于逆河宗 对于白小春的恨 依然入骨 而眼下 又快要到了下一次传城山的开启 也就使得三大宗门下定决心 甚至已经暗中请示了星空道基宗 获得了默许 于是要发动一场灭宗之战 如今逆河宗的终生就是通过暗子获得了这个消息后 全宗的备战之声 一方面 为了生存 逆河宗不得不派遣使者去星空道基宗求情 毕竟当年的白小春曾是万夫长 他留下了一些人脉 这些年 这些人脉对逆河宗也有照顾 否则的话 怕是三大宗门早就安耐不住了 只是白小春毕竟不在这里了 虽说蛮荒那边有传闻 他依旧还活着 可远水解不了尽可 逆河宗全宗未及 而另一方面 则是所有老祖都出关 宗门开启大阵准备去抵抗这决定宗门生死的一战 只是这一战 逆河宗无人有把握 实在是他们的对手也将全力出击 那可是三位天人 哪怕只是用最低层次的办法寄生的天人 可对于修士而言 那依旧是天人 决定宗门生死的一战 誓死守宗 钟声下几乎所有逆河宗修士都红着眼 发出低吼的同时 在逆河宗内也有一声惊天的咆哮冲天而起 那是一座身体足有数百张大小 同体紫色 四脚踏着黑色火焰 四龙四鳞气势滔天 就连原英大圆满的老祖看到后 也要振奋的 王手 鞋蛋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八百五十八集 诡异古舟 在逆河宗那里与中游其他三大宗们已经多年摩擦 如今大战已迫在眉睫很快就要爆发的同时 在这生命禁区内想要通过这里回到逆河宗的白小春三人也正陷入到了巨大的恐怖当中 此刻他们站在那艘庞大的鬼州的甲板上纷纷灭色变化急速的看向四周 这鬼州远看满是伤痕 近看更是如此 甚至在那漆黑的甲板上都出现了很多缝隙 显然是这艘鬼州曾经历了无法想象的战斗 可就算是伤痕累累 此周上散发出的惊人的气息依旧是强悍无比 甚至白小春不知是不是错觉 在他感受里这鬼州给他的危机感竟与天尊差不多 甚至似乎还超过了一些 可以说惊心动魄 白小春心神紧张 目光快速扫过四周后 他猛的一晃就要跳下这艘鬼州 宋缺与神算子一样这般打算 可就在三人靠近鬼州边缘想要跳出时 却有一道黑色的光幕幕然结 从这四周浮现出来 砰的一声竟阻挡了三人的身影 哪怕是白小春如今镇压天人初起 甚至能与天人中期一战的修为 竟也无法穿透这黑色光幕被猛的弹了回来 白小春立刻急了 又冲了一次可依旧还是被阻挡 他顿时就吸了口气 宋缺与神算子更是这样 三人呼吸急促 面色再变的同时 也不得不凝重的再次仔细观察四周 这舟船甲板上很是空旷 看不到太多的建筑 只有一个凸起的船舱 显然是这艘战舟的入口 而其他地方都是残破 或许曾经这艘战舟上存在了不少的建筑 而眼下都已破碎 只能看到那船舱顶部竖着的 棋杆上的三面诡异的鬼脸旗帜 以及这船舱前方挂在门口上方的 一面古朴的八卦精 除此之外别无踏步 宋群面色难看 一晃之下向前走去 在这四周插看起来 神算子则是不断的喘着粗气 他本就身体虚弱 此刻觉得站在鬼舟上后 全身上下透着无尽的冰寒 哆嗦起来 神算子你赶紧算算 看看怎么离开这艘船 白小春仰望着船舱入口 他有种感觉 似乎这艘鬼舟有自己的生命 将自己三人挪移过来 就是想要他们顺着入口进去 神算子心中也恐惧无比 此刻闻言连忙从怀里取出一枚铜钱 这是他的算命法宝 平日里很是在意 就算是在那土著部落里 也都不断的播种嗜好 这才允许他将这铜钱留在身边 此刻他也是着急了 赶紧取出 正要展开术法神通去算 可就在他将铜钱取出的刹那 忽然的那棋杆上的三面旗帜 整中间的青面獠牙的鬼里 猛的摇晃了一下 顿时神算子的右手 竟不由自主的一抖 一下子没拿住铜钱 这铜钱居然从他手中掉落 摔在了甲板上时 滚入到一条裂缝内 掉了进去 消失不见 我我的法钱呢 这可是都一无二的法钱 是我的本命法宝 上面还刻着我的名字 神算子顿时急了 赶紧看向那裂缝 可这裂缝下漆黑无比 看不清晰 也不知道那法钱掉到哪里 神算子都哭了 他没想到自己部落里都熬了过来 保住了铜钱 可如今 在这诡异的舟船上 竟将法钱丢了 眼看神算子算个卦 居然都能将铜钱丢了 白小春也都无奈的郁闷起来 不再指望神算子 而是目光一扫 最终还是落在那船舱上 内心纠结的同时 宋缺也在四周插开一番 回来后 站在那船舱门口 也在周眉思索 至于神算子 此刻哭丧着脸 内心懊悔无比 可却不敢去埋怨白小春 只能带着心痛抬起头 目光落在那船舱上的同时 他忽然眼睛猛得一亮 他盯着那船舱上镶着的八卦镜 这镜子昏暗 已经照不出身影 模糊中给人一种很阴森的感觉 可在神算子看去 这镜子却非同凡响 这是个宝物啊 神算子呼吸一宁 他擅长算卦 对于这镜子有种直觉 隐隐觉的此物适合自己 尤其是如金铜钱丢了 他本就郁闷 眼下猛的上前 直接就一把将那八卦镜给拿了下来 等一等 白小春也没想到神算子居然这么大胆 刚要去阻止 可却晚了 神算子已经将那八卦镜拿在了手中 白小春只觉得脑海嗡的一声 危机感一下子就爆发了 内心郁闷的同时 警惕也到了极致 就连宋缺也一样被神算子的大胆 举动吓了一跳 神算子 你干什么 说着 宋缺赶紧修为运转 可这舟船却没有半点变化 四周一切如常 舟船外的上万海骨还在拉扯 这舟船也在快速前行 眼看无碍 白小春也松了口气 看一向神算子时 他觉得头都大了 此刻的神算子也知道自己鲁莽了 有些心虚 可却死死的抓住 那八卦镜更是快速的放入厨袋内 我的法钱吊穿凤厉了 我拿他一个铜镜就当是交换了 神算子赶紧说了一句 白小春揉了揉眉心很是头痛 宋缺也瞪了神算子一眼 皱着眉头收回目光后 看向那船舱 目中慢慢的露出果断 既然这种船诡异 把我们挪一上来 不让我们出去 那么就下去看看好了 我倒要看看这里面到底存在了什么 宋缺一咬牙 说完后他没看白小春与神算子 而是一步向着那船舱的入口走去 白小春赶紧高呼一声 宋缺 你等等 可宋缺却直若网门 头也不回走了进去 踏入到船舱中 白小春立刻就怒了 他觉得这神算子与宋缺竟如此冲动 怎么说自己也是这个三人小队的头领啊 他们竟不听自己的 这两个家伙有毛病啊 一个看到镜子就贪得不要命了 另一个更是直接冲动的去找死 白小春正着急 一旁的神算子神色迟疑 可想到自己的法钱说不定就掉在下面 他心痛之下也就狠狠一咬牙 向着船舱走去 宋缺说的有道理 我觉得这只船对我们没有恶意 不然的话估计我们早就死了 下去看看也好 神算子说着竟也在宋缺进去后 一晃之下踏入船舱中 速度极快小视无影 刹那间这偌大的甲板上 就只剩下白小春一个人 而此刻的白小春面色也慢慢变得难看起来 他急促的喘息着 看着那船舱入口 觉得这一入口如同利益鬼的森森大头 不对劲 宋缺不是那么鲁莽的人 神算子也不是 否则的话 他们也不能活到现在了 可为何在踏上这船船后 他们两个的行为如此诡异 白小春想到这里 杜尔石背后凉嗖嗖的 再次看向四周 可这四周一切如常 只有远处的雾气不断的翻滚 一片四季 就接一番 白小春狠狠狠咬牙 这舟船不让他们离开 唯一的选择就是进入船舱内 而且他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宋缺 与神算子跳入火坑 此刻双眼都出现血丝 白小春大吼一声 从厨袋内取出不少 用过了好几次的符文 噼里啪啦的全部贴在身上后 修为运转 肉身之力也都展开 甚至还觉得不放心 竟从厨袋内取出一些护甲 快速的穿上后 他猛的冲向了船舱 就在白小春的身影 也踏入船舱入口的刹那 无人的甲板上 那棋杆上的三面旗帜里 最中间的青面獠牙的旗帜 无风自动 缓缓的摇晃了几下 使得鬼脸扭曲 仿佛在笑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859集 话语长生 船舱内 是一条通往下方一层的楼梯 白小春进来时 一看不到了送缺 只能看到下方楼梯尽头 神算子的身影一闪而过 白小春赶紧迈步 踏着楼梯 向下小心翼翼的走去 很快就到了尽头处 到了这鬼州的第一层 就在他踏入这第一层的刹那 他一眼就看到了送缺与神算子 二人此刻睁大了眼 真好奇的打量四周 白小春看到二人没事 也松了口气 快走几步 到了二人身边 目光也随之一扫 在这整个一层扫过 这第一层范围不小 可却诡异的是空旷无比 与甲板也都相差无几 在不远处还有一条通往下方的楼梯 除此之外就没了 唯独在这四周的墙壁上 竟挂着一幅环形的巨大的画 画中有天空 那天空不是蔚蓝 而是如海面般有层层波澜 若非是有云层多多 白小春一时都看不出来那是天空 而最惊人的是这巨大的画中 天空中赫然有一只巨大的手掌 这手掌太大了 占据了近乎一半的天空 似正在从天而降向着大地拍下 仅仅是看到画面 白小春都觉得心神轰鸣 仿佛身临其境 感受到一股难以形容的威雅扑面而来 这感觉极其绝望 好似那手掌之力足以蔑视 大地上一片干枯 地面存在了无数裂缝 而在地面上此刻站着三个 似乎惊天动地的巨人 这三个巨人身色内带着视死如归的神情 每个人都抬起一只手 似乎要去抵抗那苍穹落下的手掌 画面内只有这些 而整个一层也只有这一幅巨大的画 白小春看不懂 宋缺与神算子也看不懂 可他二人一样 此刻心神被这画所细掀起大浪 好板上白小春是第一个苏醒的 他面色苍白呼吸急促的退后几步 只觉得脑海嗡鸣不断 更是头痛欲力 目中露出惊惧 这幅画居然有如此精神之力 射人心魄 白小春稀气平复时 注意到宋缺与神算子那边 此刻身体颤抖 眼中血色弥漫 表情挣扎中带着绝望 他立刻袖子一甩化作一股大力 落在二人身上 顿时宋缺全身一震苏醒过来 嘴角溢出鲜血 亮强的退后几步 目中带着亥然 一旁的神算子修为本就不如耸缺 此刻狂喷鲜血 面色苍白到了极致 都站不稳身子 整个人尾顿下来时 其恐惧感最为强烈 这是什么话呀 神算子急促的喘着粗气 不敢再去看第二眼 这里太诡异了 我们还是出去吧 在甲板上找找办法离开 我总觉得这里越是向下 就越是头皮发麻 白小春打亮了宋缺与神算子一眼 宋缺距离他有些距离 可神算子却不远 于是开口的同时 白小春也缓缓的靠近神算子 可就在他话语刚刚传出的瞬间 不远处的宋缺 忽然身体一晃竟直奔不远处 向下通往第二层的楼梯而去 速度之快 刹那街竟到了楼梯处猛的就踏着楼梯下去了 神算子也是一晃 竟与宋缺一样 对白小春这里毫不理会 直奔下方楼梯 白小春眼看如此 目中猛的一闪 右手目然抬起一把抓向神算子 可就在他抓到神算子的刹那 神算子猛的回头 神色猙獰 向着白小春发出无声的咆哮 在他咆哮的瞬间 竟在他的面孔上浮现出一张鬼脸 这鬼脸正是轻面獠牙 吼声直接就在白小春心神内爆开 白小春灭色一别 只觉得一股大力从手中传来 刹那街 神算子竟挣脱开来 直奔楼梯 消失无影 这一幕 让白小春身体震动 灭色难看的同时 内心咯噔一下 他之前的话语是在试探 在甲板上他就察觉到不对劲 此刻试探之下立刻就看出 神算子与宋缺 明显是在神志上 被这舟船操控 轻面獠牙 是那面旗帜 白小春脑海里 立刻就浮现出甲板上 旗杆上的三面旗帜里 中间的那一面 他猛然转身 正要顺着下来的楼梯回到甲板 可在回头看去的瞬间 白小春脚步一顿 通往上面的楼梯 消失了 这就让白小春脑海嗡的一声 面色煞白的同时 全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只觉得 这四周越发阴森 那种感觉 让他心脏动动的剧烈跳着 像雷鼓一样 怎么办 怎么办啊 白小春着急了 只能死死的抓住守灵人给他的令牌 将全部希望都放在上面 我可是明皇的师父啊 这天地间的鬼魂 谁敢扔我 白小春 给自己打气的同时 更是取出一团哆色火 拿在手中给自己壮胆 犹豫再三 他狠狠咬牙 低吼中 向着通往下层的楼梯跑去 实在是 他自己一个人在这里太过恐惧 而且无论如何 他也没法眼睁睁的 看着宋缺与神算子 就这么的被控制了 该死他 早知道我一个人会逆合踪了 白小春心底哆嗦 懊悔的同时 顺着楼梯 更为小心的慢慢走下 渐渐的到了尽头后 出现在了 这鬼州的第二层 在进入第二层的瞬间 白小春的警惕就骤然爆发 全身修为运转的瞬间 神石也刹那散开 覆盖整个第二层 但凡有丝毫变故 他都可以马上察觉 更是打定主意 绝不看壁画 可这第二层 与白小春所想的不大一样 这里没有明显的危机 而且这第二层的范围 比第一层还要大一些 四周的墙壁上也没有了壁画 只有黄色的烛光 将这第二层映照的有些混暗 至于中间去存在了一张摇椅 这摇椅一动不动的放在那里 看起来毫不起眼 可在摇椅的前方 确实存在了两幅海骨 血肉早已消散 剩下的只是骨架 这两幅海骨 彼此相对跪在那里 能看出生前是两个男性 他们一个是通体金色 一个是通体如水晶一般 虽是彼此对跪 可却依靠的痕迹 仿佛生前就彼此抱在一起 原本这并非恐怖 可诡异的是 这两幅抱在一起的海骨 他们的头部竟融合在了一起 显然还没有彻底融合完 而是融合了一半 可越是这样 就越是惊人 如同怪物 这就让白小春在看到后 内心震颤 倒吸口气 此刻他也看到了宋缺与神算子 发现他们二人 竟都站在那两幅海骨身边 一动不动 他们 难道要融合 白小春不知怎么的 突然就想到了这一点 脑海嗡的一声 只觉得这一幕太过的恐怖 与诡异了 可就在他心脏 几条的瞬间 突然的 白小春这里猛的意识到有些不对劲 他的目光瞬间 就从宋区与神算子那里一开 又一次的落在了那金色的海骨身上 仔细一看后 他的面色前所未有的猛变起来 不死成神宫的气息 这是不死卷大长 白小春猴杰都被震的上下滚动了几下 脑海掀起滔天大浪 他绝不会看错 毕竟他也修炼了不死卷 无论是当年的血族 还是他自己 又或者是眼前这金色的海骨 修炼的都是不死长生宫的不死卷 如果金色海骨是不死卷大长 那么那水晶版的海骨 莫非是 白小春呼吸疏的急促起来 目光瞬间看去时 这一次他仔细感受后 立刻就察觉到 在那水晶海骨上 存在了浓郁的升级 仿佛有长生之意 长生卷 白小春多日时就有了名误 他早就知道 不死长生宫分为不死卷与长生卷 而他始终没有得到长生卷 修炼的都是不死卷 可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 居然在这里看到了修炼长生卷之人的海骨 此刻他的脑海波澜无数 雷霆滚滚 实在是这一切太突然 而白小春更是不明白 为何这修炼了不死卷与长生卷的两个人 居然死后骨头会融合在一起 这就让他心底产生了寒意的同时更是发毛了 可就在他这里恐惧害怕是忽然的 那原本一动不动的摇椅居然自行的摇晃起来 好似有一个看不到的身影正坐在那里 摇来摇去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八百六十集 有鬼 死记一般的鬼州第二层 此刻随着那摇耳无声无息的自行摇晃 顿时一股阴森之感就刹那间 在白小春脑海里如天雷般轰隆隆的爆发了 他只觉得浑身上下一个机灵整个人差点尖叫起来 双眼更是猛的睁大 实在是那摇耳的摇晃太过诡异 上面明明没人 可偏偏仿佛有人坐在那里一样 甚至白小春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仿佛阴隐看到有一个脸色煞白的牢狱 正带着森然的笑 一边看着自己 一边坐在那椅子上摇来摇去 有鬼啊 白小春惨叫一声 右手猛的抬起 向着宋缺与神算子隔空一抓 顿时就将这二人抓住 身体急速后退 此刻他吓得心脏都快跳出来了 宋缺与神算子已经彻底失去了神志 目中露出茫然 身体也都僵硬 被白小春隔空抓住后 也没有去反抗 任由白小春带着他们急速后退 可就在白小春退后 想要逃出这里的瞬间 那摇椅的晃动竟猛的剧烈起来 好似有人在推动一半 而更惊人的 则是那正在融合中的两幅骸骨 此刻也都微微震动 切上金光与水晶之芒 越发璀璨 白小春心底哀嚎 眼看那椅子摇晃越来越距离 他头皮发麻 整个人速度展开到了极致 瞬间就带着送缺与神算子出现在了通往上层的楼梯扣处 将他们扔入除袋后 他没有半点迟疑猛的就一跃而起 顺着楼梯就要逃出此地 速度之快 刹那间就直接到了这楼梯上方的尽头 向着上面的鬼州一层猛的冲入进去 可就在白小春冲入的刹那 他眼前一花 还没等松了口气 目光一扫 整个人就再次如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 眼睛瞪得老大 脑海轰鸣一声西起连连 他的目中居然又看到了那两幅海骨以及摇晃的摇椅 这里居然还是第二层 而那摇椅此刻的摇晃更剧烈了 引以好似有诡异的咆哮声 从那摇椅上传出 白小春觉得头皮都要炸了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白小春惨叫一声 来不及多想再次冲向楼梯 这一次速度更快 而且一路修为爆发 肉身之力运转 轰的一声 再次的从那楼梯冲了上去 可依旧是眼前一花 出现时目中所看 海骨摇椅都在 还是第二层 仿佛这第二层如同一个圆圈循环 无论怎么走 嘴中都会绕回原地 而这一次 白小春在出现后 那摇椅的摇晃 不但剧烈到了极致 甚至在这摇晃下 这椅子都快速的向前滑去 仿佛要来追击 白小春整个人吓得都要崩溃了 他大吼一声 右手抬起肩 顿时一股竖法化作的风暴 从其手中爆发出来直奔摇椅而去 可在轰鸣中 那风暴与摇椅碰触后 竟直接穿透而过 无法对那摇椅产生半点伤害 这就让白小春更颤抖了 他眼珠子赤红 此刻危机关头根本就来不及多想 他有种强烈的感觉 如果不尽快离开这里 一旦那摇椅靠近 自己将陷入绝境 拼了 白小春呼吸粗忠 速度再次展开化作一道彩影 出现时又一次的到了楼梯上方的尽头 这一次他没有立刻踏入 而是右手抬起猛的握拳 几乎在他拳头握住的瞬间 一团黑色的漩涡 赫然在他的拳头前方出现 这个漩涡出现的一瞬 似扭曲了四周的虚无 哪怕这里是鬼州 哪怕这里是生命禁区 可还是由天地之力扩散开来 与此同时 在那黑色漩涡的吸力下 白小春全身的修为气血 似乎灵魂也都融入其中 刹那就被那漩涡吸走 与此同时 他的身后赫然出现了一尊高大的身影 带着地官 穿着地袍 一股霸道之意 轰隆隆的爆发开来 正是不灭地权 白小春也是被逼急了 此刻 这不灭地权的展开 因他已经是不死骨大圆满 故而爆发之下 不再是如以往般的两倍 而是极致的五倍 五倍肉身之力 这种战力的恐怖程度 哪怕是天人中期看到 也都会倒吸口气 要知道 眼下的白小春 他的肉身之力已经堪比天人 而这种五倍的叠加化作一拳 其爆发的惊人程度足以让天地色变 白小春大吼力声 给我开 右手一拳 向着楼梯尽头直接轰去 在他轰出不灭地权的同时 他身后那穿着地袍戴着地官 满是霸意的身影 也一样的抬起右手 似于白小春的一拳融在一起 同时轰出 剧烈的声响 顿时扩散四方 这一拳 直接就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暴 好似一条 猙獰的黑龙 发狂的咆哮 随着冲出 随着拳头的落下 白小春的前方 那楼梯的尽头 好似镜面一般 顿时就传出咔咔之声 眨眼的功夫就骤然崩溃 四分五力 在碎裂的瞬间 白小春猛的一步走出 这一次他没有眼前一画 顺畅无阻 刹那就冲出了第二层 出现时 已在了一片陌生的区域 眼看自己离开了第二层 白小春松了口气 这什么鬼地方 就不该来这里 不该走生命禁区 白小春内心后悔 他觉得 属灵人实在是坑了自己 如果早知道 这个生命禁区内有这么一艘鬼舟 打死他都不来 可眼下 没有别的办法了 宋缺与神算子 明显被操控了神志 若非是白小春将他们二人扔到了厨袋内 怕是如今都还留在那第二层中 怎么办啊 白小春哭丧着脸 不灭地权几乎打空了他全部的肉身之力 可他毕竟是不死骨大圆满 眼下虽喘息不已 虽有虚弱之感 可却没有到那种无法坚持的程度 只是他的那口气刚耸 正发愁时 但下一瞬 当他的目光看向自己所在的地方时 却是身体再次的颤了起来 甚至眼珠子都睁得更大 脑海天雷滚滚 那种恐惧的感觉 竟比方才还有强烈太多太多 这里的确不是第二层 可也不是第一层 甚至准确地说 这里都不能算是一整层 而是一间密室 一处女子的闺房 这闺房内有一张残破的床 上面落满了尘埃 甚至还可以看到一些蜘蛛网 而在那床边有一张梳妆台 这梳妆台很是古老 一样布满了灰尘 甚至还有不少裂缝 尤其是一角更是残缺 仔细去看 还能看到在那梳妆台上 有一些已经干枯了 不知多少岁月的黑色血迹 梳妆台的前方 则是立着一面镜子 这镜子早已破碎 一道道裂纹在上面 看起来极为诡异的同时 这镜子更是房间内 唯一没有被尘埃沾染之物 这么一间鬼房 只有一张床 一处梳妆台 以及一面镜子 简单的摆设 可却让白小春那里身体颤抖到了极致 脑海更是这一顺 有无数天雷乍响 连连稀奇 因为是他的耳边 再方才看到这梳妆台的刹那 就突然的听到了 自从踏入舟船后 就始终没有出现过的歌声 那讲述着 一个孩子吞噬了母亲手臂的歌声 这歌声的清晰程度前所未有 仿佛有人就在这闺房内去清唱 这就让白小春整个人惊骇的要崩溃了 是谁 你不要出来啊 我弟子可是明皇 白小春都快哭了 大侯钟快速后退 想要寻找出口 他已经意识到了 自己虽逃出了第二层 可却不知为何 居然来到了这艘鬼州的核心去 甚至他都不需要如何辨认 就可以通过传入耳中的歌声 寻找到在这闺房内 歌声的来源所在之地 歌声正是从那空旷的梳妆台上传出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传记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861集 书头的背影 就在白小春 目光看向那梳妆台的刹那 这原本空旷的满是尘埃的梳妆台上 突然的出现了一个女子的身影 那是一个穿着红色长裙的女子 这女子背对着白小春 有着一头长长的黑发 此刻竟一只手抬起 一边对着前方破碎的镜子梳头 一边唱歌 从背影看去 这女子居然只有一只手臂 她的出现立刻就让这房间内 顿时如陷入隆冬之中 一股惊人的冰寒 刹那间就扩散四方 让白小春这里猛的捂住嘴巴 生怕自己惊呼尖叫 以至于打扰到了这女子唱歌的性质 白小春的恐惧此刻已经到了极致了 她能明显感觉到 眼前这个女子绝非自己的修为可以战胜 对方给她的压力好似一座惊天山峰压在身上一样 白小春这一次是真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她只觉得这一辈子的经历 为什么好多次都遇到这么诡异的事情 此刻身体颤抖着 小心翼翼的后退中不断的想要找到这房间的大门 可找了一圈 却绝望的发现 这该死的房间居然没有门 怎么 这可怎么办 白小春内心哀嚎交集时突然的 那背对着白小春唱着歌 冲着破碎镜子正在梳头的女子似乎察觉到了白小春 其梳头的手忽然听顿下来 就连歌声也都在这一刻消失了 这一幕 顿时就让白小春心脏都快要从胸口跳出来 她哭丧着脸 脸盲开口 前辈不要误会啊 我不是故意来打扰的 我我我我也是有身份的人呐 我的弟子可是明皇 对了 守灵人你认识吧 是他让我来的 白小春有些语无伦次 不着编辑 实在是这女子给她压力之大 甚至都超越了当年看到天尊之事 我也不想来啊 你你不用理我 你你唱你的唱挺好听的 白小春生怕自己的解释不清晰 赶紧又说了一句 可就在她话语传出的瞬间 那停止了书头语唱歌的女子竟脖子微微移动 在白小春一声尖叫中猛的回头 刹那节白小春就看到了这女子的面孔 她的脸上竟没有鼻子 没有眼睛 没有嘴巴 没有任何无关 有的只是一片空白 白小春只觉得脑海瞬间就炸了开来 惨叫中身体急速后退 可就在她退后的瞬间 她始终拿在身边的守灵人给她的令牌 竟猛的散出黑色的光芒 这光芒一晃之下 白小春只觉得眼前一花瞬间模糊 而她的身影也随着眼前的模糊 竟刹那消失在了这周传的密室内 几乎在她消失的同时密室内她方才所在的地方 从四周虚无内竟瞬间转出无数头发 眨眼间就将她方才所在之处刹那交错而过 速度之快掀起阵阵破空之声更是连虚无都昏明起来 这些法思诡异 任何一道竟都散发出超越天人的波动 可以想象如果白小春还留在了原地的话 那么此刻必定行神俱密 直至许久 这些法思才慢慢的蠕动中收缩 重新消失在了虚无中 而那梳妆台上转头的无面女子也慢慢的重新转过头 那没有眼睛的面孔正对着破碎的镜子 拿着梳子的手也慢慢抬起继续梳头的同时 歌声再次回荡四周 而此刻在这生命禁区内 靠近通天河东脉 距离墨游区域只有一两日路程的地方 一片古海中 白小春的身影随着虚无的模糊刹那接陷露出来 刚一出现 他目中还有些茫然 可很快就清醒过来 倒吸口气 猛的回头 只是发现自己居然离开了周船 出现在古海上时 白小春甚至都有些恍惚 仿佛之前的一切都是虚幻的 如一场噩梦 可白小春很清楚那不是虚幻 鬼舟也好 梳头的无面女子也罢 这一切都极为真实 想到这里他忍不住清醒起来 树林老爷爷果然没有骗我 白小春紧紧的抓住手中的令牌 他回想方才的一幕 心有余悸的发现 如果不是这枚令牌 怕是此刻的自己已经死无生了 这生命禁区实在太邪门了 那个女鬼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白小春越想越觉得恐怖 此刻赶紧一拍除袋 将宋缺与神算子放了出来 都怪他们两个 要不是为了救他们 我怎么会遇到这种危险 白小春有些郁闷 看着神算子与宋缺 这二人刚一出现 神色都有些呆滞 也许是离开了周船的缘故 他们的呆滞没有持续太久 渐渐的就清晰过来 可随着醒来 他们却迷茫了 怎么回事啊 我们出来了 我好像忘记了什么事情啊 宋缺一愣觉得头很痛 皱了皱眉心 皱眉说的 我只记得自己在甲板上 好像不知不觉的去了下一层 后面就没记忆了 神算子也迟疑了一下 二人都狐疑的看向白小春 白小春看着面前宋缺与神算子 长叹了一声 将三人上了周船后遇到的一切事情 都说了一遍 随着他话语的说出 宋缺与神算子都睁大了眼 不由自主的吸了口气 他们能听出白小春没有欺骗自己 这一切都是真实发生 可还是觉得无法置信 我第一个进去 宋缺只觉得此事诡异无比 身边的神算子也都哆嗦了一下 听到白小春在一层拉自己时 看到自己脸上出现的那青面獠牙的面孔 他整个人就背后凉嗖嗖的 如果不是我 你们如今就留在那船里了 白小春哼了一声 下意识的 就要借这个机会 教训一下这两个家伙 可一想到 如今三人还是在生命禁区后 白小春就赶紧打消这个念头 匆匆开口 离开这再说 这破地方太邪门了 白小春说着 有心惊肉跳起来 赶紧加速向前及时 送缺与神算子也都越想越是恐惧 跟随在后 三人速度飞快 在这前行中 距离生命禁区的边缘界限越来越近 地面上的骨海也都稀薄了不少 按照白小春的判断 估计离开这里也就只剩下了一天的路程 我们之前在船上走了这么远 此刻白小春也发现了 在舟船上的那些时间明明也就是不到两个时辰 可这舟船竟带着他们走了一大段路 甚至如果按照这个速度计算 怕是在那舟船上不用一天 就可横穿整个生命禁区了 与此同时 就在白小春三人 于这生命禁区内不断急速飞行的一刻 通天河东脉中游修真节内 确实爆发了一场震动八方的战争 这场战争是中游三大宗门联合在一起 形成了逆河宗无法对抗的势力 发动的一场灭宗之战 轰鸣之声 在整个逆河宗四周不断的透天而起 方眼看去可以看到 逆河宗上阵法光芒闪耀 那是空荣鼓动之力形成的阵法 全力阻挡来自霸方的无数神通术法 而这阵法显然无法坚持太久 正在不断的扭曲 死随时可能崩溃 阵法外 此刻有一黑两白两个太阳 正在散发黑白光芒 更有稻草人身影不断的闪烁 配合大量逆河宗的弟子 正以阵法为核心 不断的于四周的无数强敌激烈的厮杀 只是这厮杀明显的处于弱势 这阵法四方环绕了足有十万修士 这十万修士分成了三方阵营 都是向着逆河宗出手 更是在这三方阵营的后方 各自都有一股惊天的气势 好死将这里的苍穹天意取代 化作了三份镇压逆河宗 那是天人初期的波动 虽是反倒天人 与红尘女比较相差太多太多 就算是白小春也都不会太去在意 可对于逆河宗而言 依旧是难以跨越的巨山 第八百六十二集 风雨飘摇 逆河宗阵法内 大量的血系一脉弟子 已经纷纷的进入了血祖的体内 运转了全身修围 更有血系老祖坐镇 时刻准备着关键时刻操控血祖出战 在那血祖的头顶 此刻有一只兔子正趴复在那里 红色的眼睛死死的盯着阵法外 那三大宗门内 滔天而起的天人波动 灵溪一脉的弟子 他们的出手与其他三脉不同 此刻按照不同的派系组成不同的阵法巨人 挥舞着大剑 在那阵法外 不断的斩杀抵抗 至于丹西一脉 他们以辅助为主 游走在阵法内外 不断的替换灵溪与血溪出战的弟子 而最后的玄系一脉 他们的使命就是尽最大的可能 去让那空荣术的阵法坚持下去 人群内 因逆河宗的资源 使得修为已到了结丹大圆满的宋军晚 此刻青丝散乱 嘴角有血迹很是狼狈 若非是血眉的乡主 怕是上市会更重 此刻在其身边十多人的守护下 从阵法外断入阵法内 刚一踏入 立刻就有几个女子上前扶住 担心一脉的人 快给宋师叔聊上 快 不用管我 快去救血眉 宋军晚一白手 目中待煞 没有让人相助 而是独自盘膝 坐在空荣树的一片树叶上 快速疗伤的同时 也在不断的观察局势 目中慢慢露出绝望与黯淡 他看到了战场上血吸一脉老祖之一 无极子 其一身血光陶天化作一把血剑 所过之处摧苦拉朽 可很快的 作为逆和宗这一代强势的老祖之一的无极子 就立刻被其他三大宗们的原鹰老祖数人围攻 岌岌可危 而逆和宗的其他原鹰老祖 此刻 除了血吸老祖与灵溪老祖外 几乎都在战场中穿梭各自为战 只是眼下因阵法的缘故还可僵持 但可以想象一旦阵法崩溃 这局面必顶如泰山压顶一般 势如破竹之下 逆和宗威夷 小春 不知我该能不能坚持到 才看到你的那一天 宋军晚轻叹了一声 没有疗伤太久 便重新起身 作为血吸一脉中风的强者 他必须要去主导 才可让中风的那把巨大血剑 于战场上发挥到极致 此刻的战场上 血吸一脉 曾经五座山峰各自不同的质宝 也都陆续出现 无论是那巨大的尸魁 还是那成群的魔头 胡小杰强悍无比 尤其是里面的一尊尸魁更是惊人 他全身长满了毛发 锁过之处 让其他三宗的修士很是头痛 这尸魁肉身很是强悍 其毛发更能控制其他尸体 战力极强的同时 他身边还有一群魔头伴随 这些魔头本来应该是没有多少神智 可里面有一个魔头闪长隐匿的同时 好似具备不俗的灵智 居然领导整个魔头大军布阵 持缘全场 而另一边灵系一脉 战事又是不同 可以看到一个个阵法巨人不断的冲杀中很是强悍 尤其是那面孔是上官天佑以及北韩列等人的阵法巨人更是汗勇无比 锁过之处一路秋风扫落叶一半 更有一头头灵手 嘶吼中在这灵系一脉的战场上不断的奔腾而过 其中一条老龙很是强猛 身边环绕着一只凤鸟 一嘴蜥蜴更有鬼影扩散 或许是灵系一脉这里的声势太强 以至于有从道合院内有三位元英老祖 竟同是谁行闪述 如三只收割人头的匕首指本灵系一脉的战场上 正要出手雷霆般撕裂灵系一脉的布局 可就在他们到来的刹那忽然的一声让苍穹都震动的咆哮 猛的就从阵法内吼出随着声音的出现 一头身体只有数丈大小可群肉眼可见的激素膨胀到了数百丈的惊人巨瘦 一超越闪电的速度踏着火海 木然出现 他刚一出现 竟有一股无险接近天人的波动从其身上爆发出来 所过之处 那些三月修士都神色猛变 而那三个刚刚杀到灵系一脉的三个元英修士 更是睁大了眼 倒吸口气急速后退 但却晚了 呼鸣接 三人就被那巨兽直接追上 皆是撞击而去 巨像扩散中 那三位元英修士 立刻有一人全身崩溃 元英都被那巨兽一口吞下 另外两人其中一个半个身子粉碎 全速逃顿 最后一人也是狂喷鲜血 带着无法置心的恐惧 飞快逃走 可就在这时 有一只大手一道剑气一道黑芒 瞬间 就从三大宗门内冲天而起 速度快若奔雷 直奔那巨兽 出手时天一弥漫 正是天人神通 刹那间 这天人神通就轰轰而来 那巨兽刹那转身 速度猛的爆发 避开了大手 躲开了黑芒 可还是被那剑气的渔芒 在身上扫过 其背部 短时就出现了一道血肉模糊的伤口 仔细一看 他的身上 在这之前 就已经有了很多伤口 其中 有不少愈合成为了伤疤 可还是有一些 是这一站的心伤 而更惊人的 是其脖子上的一道剑痕 虽已痊愈可那疤痕之肠 几乎覆盖了近五成的范围 也能看出 这一戒 与方才那一戒 都是同一人施展 可以想象 留下这疤痕的那一戒 若是再锋利一些 都可以将他头颅直接斩下 但他速度却更快 刹那 就重新回到阵阀内 身体也缩小 露出了那如麒麟般的模样 大大的眼睛很是可爱 四角更是踏着黑色火焰 正是铁袋 此刻 在铁袋出现的同时 三大宗门内 那三位天然老祖 也都猛的目光一闪 神色有些凝重 木然看去 就是他了 果然如暗自打探的一样 这是一只 怕是用不了一甲子 就可以自行寄生到天人的至尊王兽 可惜他速度太快 不过此时我们志在必得 要么臣服 要么死亡 在这三宗天人老祖 都目中露出贪婪之时 拟河宗阵法内 作为这一代的长教 灵溪一脉曾经的掌门正远东 很是心痛的赶紧给铁袋聊上 铁袋 你不要再冲出去了 这场战争我们只能拖延 秦侯已经生死未知 你若是再有个三长两短 让我怎么和小春交代啊 正远东看着铁袋身体上 弥漫的诸多疤痕心痛至极 铁袋对于伤势没有去在意 只是正远东说起 李清侯与白小春侯 他身体遗产 目中露出悲伤 他脖子上曾经最严重的伤势 就是为了救李清侯而留下 只是可惜 他还是没有办法救出李清侯 只能眼睁睁看着李清侯当初 被道和月生擒抓走 而白小春的名字 更是让铁袋目中 在那血色里浮显出一抹柔和与追忆 可很快 这追忆就被他埋在心底 他始终记得白小春临走前说的 让自己守护逆河宗 他粗重的气息急促起来 充满敌意的望着阵法外的所有三宗之人 尤其是看向那三宗内满是天意波动的身影时 他的目中露出憎恨更有忌惮 战争还在继续不断的升级 似这场灭绝已经无法化解 在逆河宗的身处 在那隐藏在虚无内的第九山上 灵溪一脉的老祖正是一脸苦涩 他知道对方三宗的天人 之所以没有立刻就亲自出手 是以忌惮逆河宗内的抵御 要知道如今的逆河宗虽没有天人 可若拼了一切自爆所有抵运之力 还是可以将一位天人出气斩杀的 他们很显然是要慢慢去耗费消磨逆河宗的所有抵御 直至认为万无一失才会雷霆手段般 脆苦拉袖 师尊 你说的奇迹真的会出现吗 灵溪老祖绝望的 随着他话语的传出 在他的身后走出一只猴子 他背着手 遥望远方 目中露出深邃余弱一只 一定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传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八百六十三集 还悟回去 在逆河宗正经历通天河东脉中有三大宗门的围攻时 生命禁区内 白小纯与宋缺还有神算子 三人对于逆河宗的事情虽毫不知情 可那鬼州的恐怖也使得三人如惊弓之鸟般速度极快 一天的路程已经被他们走了大半 眼看再这么飞行一两个时辰就可离开生命禁区 而且他们脚下的骨海也都稀薄了太多 甚至已经露出了一些内有骨头铺垫的黑色地面 白小纯眼见如此内心也振奋起来 恨不能立刻就离开生命禁区 宋缺与神算子也是如此 他们对于之前神志的模糊已经心惧无比 但是就在三人吉池中忽然的白小纯蜜色陡然一变 那歌声竟在这个时候又一次从他们身后的雾气内 从那骨海中悠悠传来 诡异无比的同时更是让三人在这一瞬纷纷的汗毛扎开 宋缺与神算子更是呼吸都不由的制住了 盖斯塔这鬼州怎么又来了 白小纯觉得头皮又一次发麻了 此刻大吼一声速度也爆发到了极致 抓着宋缺与神算子就要急速的逃顿 而那鬼州也并非刹那追来 只是出现了一下 在他们千丈外就消失无影 可对于白小纯三人而言 心中的压力却是极大 他们清楚的知晓 这鬼州之前是出现了四次 第一次时是在千丈外消失 在第四次时将众人挪移上去 而如今再次出现 居然也恰好是千丈 他们不能不去考虑 在接下来的这一两个时辰里 鬼州是否还会陆续出现 在这种压力下 白小纯三人也都没心思交谈 一个个面色凝重重 在白小纯带动下拼了命一般疯狂急迟 时间流逝 可就在一炷香后 突然的那歌声又出现了 怎么回事 这一次怎么这么快 白小纯都要跳起来了 心神强烈的震慌中 他看到身后五百丈外 那鬼州目然出现 又刹那消失 再次看到这鬼州 白小纯也看清了 这庞大的舟船 根本就不可能只有两层 看其样子 怕是至少也有五层左右 而一旦他们再次被挪移到了船上 就算白小纯有守灵人给的令牌 也都心里没底 更不用说 宋缺与神算子了 他们此刻心神强烈的震动 整个人焦躁无比 不得见 这里面有问题 白小纯呼吸急促 来不及去仔细思量 转身就逃 可心中却已绷进了弦 实在是那鬼州恐怖的同时 这种追击更是让他们产生了 难以形容的压迫感 宋缺与神算子那里更为不堪 只是那鬼州如所以入骨 竟在半主箱后第三次出现 这一次的出现距离他们只有一百丈 那上半的海骨拉动鬼州 直奔白小纯三人而来 阴森的气势惊天 甚至似乎没有如之前那几次那样 有要消失的迹象 仿佛要不顾一切的撞击过来 而那鬼州上 旗杆上的三面旗帜 此刻无风自动 尤其是最中间的青面獠牙 似乎咧嘴在笑 却毫无笑声传出 满是猙獰 看着那舟船 白小纯都绝望了 目光扫过那三面旗帜后 下意识的就落在那船舱上的大门处 一看之后 白小纯猛的就睁大了眼 浑身一个机灵 脑海瞬间浮现一个念头 他来不及仔细琢磨眼 看危机顿时就一把抓住 沈素婉子大吼起来 沈素子 快将你那之前 从船上拿下来的八卦镜还回去 宋缺听到白小纯的话语后 也想到了沈素婉子取走了八卦镜的事情 交集中也赶紧吼道 沈素子心肝都颤了 文言也没时间去心痛 赶紧从厨袋内取出那古朴的八卦镜 在那舟船直奔三人撞来的瞬间 他猛的将手中的镜子向着那舟船狠狠一甩 这八卦镜立刻就化作一道长红 直奔舟船而去 极为诡异的 这镜子 镜准确无比 仿佛有一股无形之力在操控般 居然在落入舟船的瞬间 直接就回到了曾经摆放的位置上 在落下的刹那 那棋杆上的三面无风自动的旗帜突然一顿 左右两面瞬间搭了下来 至于中间的青面獠牙似乎发出了一声不甘心的咆哮 也慢慢的不再晃动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那已经距离白小川三人不到五十丈的上万尸海 以及他们身后的鬼舟 竟刹那模糊 瞬间消失在了雾气里 不见踪影 白小川三人内心紧张 赶紧后退 办上后发现 那舟船的确是消失了 三人这才松了口气 宋缺劫后余生 顿时就暴怒的一把抓住神算子 你差点把我们给害死 你吼什么呀 我又不是故意的 谁知道这鬼舟这么小气啊 至于允许他吞了我的铜钱 我取个镜子而已 神算子也是身体颤抖 可却被宋缺吼的脸上有些挂不住 可反驳了几句后 他也心虚声音越来越小 白小川也擦了下额头的冷汗 方才那一刻实在是太危险了 他琢磨着如果不是神算子扔出了铜镜 怕是这一瞬自己三人将再次被封在舟船中 好了 离开这再说 眼看宋缺暴怒 神算子委屈 白小春赶紧开口 身体一晃 直被远处 宋缺狠狠的瞪了神算子一眼 冷哼中松开手 也急速前行 神算子摸了摸鼻子有些尴尬 更有后怕 连忙跟上 这一次 那舟船再没有出现了 半个时辰后 三人脚下的骨海越来越少 直至完全消失 他们在翻越了一条山脉后 只觉得全身一阵 好似从另一个世界回归一半 全身上下都立刻浮现轻松之感 这种感觉 杜尔施就让三人意识到 他们终于离开了 生命禁区 啊 终于出来了 神算子 神情激动不已 宋缺贪婪的呼吸着此地的空气 白小春看着四周 这里 草木匆匆育 没有穷山恶水 没有那么看起来就猙獰的植被 有的只是与蛮荒比较 如同仙境一般的鸟语画香 远处还传来鸟儿的鸣叫 甚至一旁的丛林内 还有一头眼睛大大 很是可爱 如鹿般的小兽 无意中跑了出来 在看到三人后 似受到了惊吓 赶紧的跳了回去 这一幕幕让白小春欢欣无比 他立刻就感受到了在这里 与蛮荒截然不同的属于通天海的灵力 哪怕这灵力不是特别多 可与蛮荒比较也都是浓郁的无法形容 他忍不住长吸一口气 立刻全身上下传出咔咔之声 一切消耗竟瞬间就恢复了九成之多 灵气啊 我都好久没有这么畅快的吸收过了 白小春内心感慨无限 在蛮荒这些年 他都快忘记了通天河区域的景象 此刻哪怕是在这墨游也都让他极为满足 神算子与宋蛆也很快就感受到了灵气的存在 二人身体颤抖 复杂种 那种如同歌式的感觉极为明显 回来了 回来了 我们回来了 尼河宗 我们回来了 雀儿 和公子 跟着本天才走 我带你们回家 白小春 右手抬起一挥 顿时一艘非洲出现 这非洲 乃似当年尼河宗之物 只是在蛮荒里 因没有灵气补充 白小春已经很久没有用了 眼下 在这通天河区域 非洲本身可吸收八方灵气运转 此刻一出立刻光芒四散 白小春一跃之下 直接踏上非洲 而宋蛆也罕见的 没有去在意白小春对自己的称呼 此刻振奋中 一想到逆河宗归心似箭的感觉 催促着他一晃踏上非洲 神算子也是这般 振奋的踏上非洲后 在白小春的操控下 凭着他一声堪比天人的修为爆发 立刻这非洲素的一声 展现出惊人的速度 瞬间就穿梭虚无 直奔天边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传记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八百六十四集 算个屁 这非洲速度极快 呼小节在这通天河东脉的墨游区域里 直接就穿梭虚无 所过之处掀起一连串的音爆 这声音巨大 直接就让通天河东脉墨游区域里 存在于深山以及丛林内的无数凶手 纷纷心惊 一个个在察觉到那飞梭上散出的白小春 那惊人的修为波动后 都立刻收敛气息 不敢露出丝毫 这些 连墨游宗门的修士 都不敢轻易招惹的凶手 都在感受到白小春的气势后 全部归缩 就更不用说那些墨游宗门了 这一路上所有墨游宗门 都一个个心惊肉跳 甚至有不少在看到天空呼啸而过的非洲后 都立刻恭敬的膜拜 不敢露出丝毫不敬之意 他们也大都看出 这非洲内存在之人身份必定高贵无比 毕竟这种修为的波动 他们只是感受了一下 就立刻心神震荡无法自意 在这非洲的吉尺中 其速度越来越快 也就是几个时辰 竟直接从墨游区域靠近了下游的边缘 这里的一草一木 白小春不说都熟知 刻意有着无比的熟悉感觉 因为他选择的道路 正是当年灵溪宗的势力范围所管下的墨游区域 而随着踏入当年灵溪宗在下游的本土时 这里的一切让白小春更熟悉了 他看到了通天河 甚至看到了一处大山后 因自己的非洲而被震醒的一个如山的巨人 这巨人躺在那里 很是烦躁的睁开眼 正要大吼 可在感受到非洲内白小春的气息后 却是嘴巴猛的就闭上 身体哆嗦了一下 赶紧缩头 这巨人 白小春眼熟 他当年在灵溪宗外出历练时曾遇到过 此刻重新看到内心也有激动 实在是当年的他看到这巨人需要小心翼翼 可如今再次看去 他一眼就看出这巨人的战力 最多也就是原因而已 只不过 因其身体有蛮荒土猪血脉 再加上通天河气息的滋养 所以身体才会这般庞大 我现在果然已经很强大了吗 白小春内心振奋中得意洋洋 操控非洲在这当年灵溪宗的范围内急速持过 宋缺与神苏暗子也都心情击倒 无法平静 不断的看向逆河宗所在的方向 不多时远远的 白小春已经看到了洛尘山脉 再看到洛尘山脉的瞬间 他的心中有些波澜 可很快就散去 收回目光 加速前行中 这原本当年对白小春而言 泛为极大的灵溪宗区域 眼下在他的修为加持下 在那非洲的急速中 竟好似缩小了一半 只是一个时辰 他居然就横穿了当年灵溪宗的区域 可渐渐的白小春的神色狐疑起来 他觉得有些不对劲 怎么回事 木有区域还可以看到修士 可怎么到了这曾经的下游区域 居然连个人影都看不到了 宋缺也看出了问题 在非洲上周眉开口 神算子愣了一下 他虽可以推算 可那铜钱丢了 凭着他的修为 也算不出什么端倪之处 三人都在疑惑时 他们所在的非洲也终于来到了 曾经灵溪宗的山门所在之地 刚一到来 灵溪宗两岸山峰 立刻就出现在了白小春三人的墓中 可刹那节 他们三人就神色一变 此刻的灵溪宗故地 竟由阵法光芒环绕 居然被人从内部开启了守护宗门的大阵 而阵法内可以看到大量的修士 这些修士 都是当初逆河宗留下守护故地的弟子 他们的修为还不足以踏入中游 于是选择留在此地 守护灵溪宗的根基 实际上不仅仅是灵溪宗如此 血系宗 单系宗 以及玄系宗 都有这样的布置 一方面是守护故地 另一方面也是逆河宗四脉 为防止外衣留下的后路 与宗门延续的种子 可眼下 灵溪宗那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 让白小春这里内心猛的就吐吐一下 宋缺与神苏暗子 虽来自血系宗 可他们也能想象的到 这一定是发生了大事 而灵溪宗若如此 那么血系宗怕是也与此相似 此刻 随着非洲的到来 立刻灵溪宗阵法猛的掀起波动 内部的所有弟子 一个个都警惕中神情紧张 死死的盯着天空 更有几个结丹修士 刹那街就飞出人群 紧张的看着半空中来临的非洲 指挥弟子全力布阵 在这些结丹修士里 有一个中年男子 修为结丹中气的样子 明显是众人之首 只是他似身有隐疾 看起来很是虚弱 此刻灭色更是极为凝重 藏着交集不断的打量 那突然就出现在 灵溪宗上方的非洲 这非洲他有些眼熟 能看出是逆河宗之物 可如今的逆河宗 流散在外的非洲也不是没有 仅仅是这非洲 无法让他的警惕减少 侯大哥 白小春呼吸有些急促 心中隐隐生气不安的同时 也一眼就看出在那阵法内 隐隐是众修之首的那个中年男子 此人正是白小春的师兄侯云飞 更是侯小妹的哥哥 没有半点迟疑 随着白小春话语的传出 他闪身就从非洲内一步踏了出来 直接就站在了半空中 而他的声音也传入到了阵法内 被所有人都听到后 全部疑了 尤其是侯云飞 更是争了一下 盯着白小春半赏 脸上渐渐露出无法置信 于不可思议 尸声近乎 白小春 侯云飞的声音传出后 他四周那几个结单修士 也都愣了一下 他们觉得白小春这个名字有些耳熟 甚至不仅仅是他们 就连四周的林熙宗的弟子 也大都迟疑 就在侯云飞吃惊 四周众人迟疑时 白小春一步见 整个人竟顺渐间就模糊了一下 清晰时赫然就出现在了阵法内 侯云飞的前方 这阵法竟无法阻挡他丝毫 甚至都没有被触发半点 如同不存在一样 四周众人都大吃一惊 那几个结单更是如临大敌 所有人都紧张无比 实在是白小春到来的身影 太过的让人震撼 小春 真的是你 侯云飞使劲吸了口气 此刻也反应过来 仔细的看了看白小春后 内心顿时激动无比 他发现自己已经看不出白小春的修为了 可能感受到对方身上传出的波动 竟比他见过的灵溪老祖还要惊人 好多年没看到侯云飞了 此刻见到故人 白小春也很是激动 正要开口时 忽然的 侯云飞似想到了什么面色一变 急速的传出话语 小春 你现在什么修为 啊 原因大圆满吧 白小春一愣 话语间 正法外非洲上的宋区与神算子 也都走出非洲 出现在了半空中 侯云飞原本激动的神情 在听到白小春的话语后 虽心中震撼白小春的修为 可还是苦笑起来 快走 不要留在这里 也不要娶你和宗 小春 走吧 厌厌的离开冬天河东外 发生了什么事 这番话语 落入白小春耳中的瞬间 白小春面子陡然变化 呼吸急促 大声开口 侯云飞摇头惨然一笑 他知道这件事 不能瞒着白小春 而且想到白小春 在星空道极宗的身份 内心深处 也带着一丝希望 迟疑了一下后 还是如实的说出了 眼下 逆河宗正面临的危机 当听到中游三大宗们联手 如今正对逆河宗发起 灭宗之战时 白小春眼珠子 瞬间就赤红一片 杀意英雄 整个人颤抖中怒吼一声 刹那 就冲出阵法 一步走向非洲 根本就没理会 宋缺与深算子 全部修为毫不吝隙的爆发开来 操控非洲 已比之前还要快上数倍的速度 轰的一声 直奔 逆河宗 小春 小春 侯云飞赶紧高呼 可还是晚了 白小春的速度太快 刹那无影 而半空中的宋缺与神算子 也都听到了侯云飞之前的话语 二人也都神色狂变 就要展开全速 冲向逆河宗的方向 不过临走前 神算子眼看侯云飞交集 他知道侯云飞与白小春的关系 连忙开口 侯师兄不用担心 只要白小春能赶上 三大宗门算个屁呀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八百六十五集 你们敢 可是他们有三大天人呢 侯云飞心中无比懊悔 天人 三个 神算子迟疑了一下 内心有些没底时 远处正要急驰而去的宋缺 头也不回 声音 沐然回荡 只要不是天人后期 在白小春面前 依旧是要残 别人 两个蛮荒 寻常的天人 实在实在 实在是对他们来说 实在是对他们来说 天人 那就是至高无上的存在了 任何一个 任何一个都可以惊动天地 镇压一切 没错 没错 只要白小春干到了 一切就都化解了 神算子 神算子也赶紧安慰一句 转身跟随宋缺指本逆河宗的方向 他们的身后 灵溪宗阵法内侯云飞脑海里还回荡着宋缺的话 他虽相信白小春不会鲁莽 也看出宋缺的修为已踏入原因 可还是对于白小春 连钟游三大天人都毫不在意的事情 觉得有些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吗 就在侯云飞这里吸气时 他身边的那几个接单 其中一人眼睛瞪得同灵的 是声惊呼 我想起来了 他 他就是传说中的白小春 据说如今灵溪机的新手就是因为他 天呐 我也想起来了 他就是白小春 那蛇谷禁地如今都空了的原因 也是因为他 促使了四大宗柔和 凝聚成为了逆河宗 更是逆河宗的灵魂与希望第一天脚 而虎作为质子进入星空倒极宗 再长城成为了万夫长 最终失踪在了蛮荒的白小春 那几个接单休士 陆续失声的同时 四周的灵溪宗弟子 也都渐渐想起了这熟悉的名字 一个个都稀气连连时 失声惊呼之意 此起彼伏 实在是白小春在灵溪宗的名气太大了 他当年做出的那些事情 如今早已成为了无数低节弟子 口中不断流传的神话 就在灵溪宗的众人一个个人自震撼不已时 此刻的白小春 他的气息狂躁 他的双眼红通通的一片 他的修为全面爆发 操控非洲以无法形容的速度冲向逆河宗 李叔 张门大师兄 灵溪老祖 血系老祖 你们坚持住 居满 小妹 铁蛋 那一个个身影 不断的浮现在白小春的脑海里 让他越来越狂暴了 此刻 他根本没去考虑自己的生死 他虽然怕死 可他不能眼睁睁看着宗门有危机 自己却逃生 弱小时的他被宗门保护 而如今的他已经有资格去守护宗门 甚至白小春还觉得速度慢 加上没有宋缺与神算子 他不需要顾忌二人能否承受 此刻竟目光一闪之下 强行带着非洲开始挪移 轰轰之声回荡苍穹 每一次挪移 那非洲都直接跨越虚无 出现后继续挤持 隔了片刻就再次挪移 这般疯狂的消耗就使得白小春的速度 在本就惊人的程度下又一次的爆发 甚至这速度都超越了寻常天人 就算是天人中期也都无法达到 已经无限的接近了天人后期的速度 一路轰鸣中 跨越了下游与中游的界限 踏入中游区域向着逆河宗越来越近 而此刻的逆河宗也已经到了风雨飘摇的时刻 无数的树法光芒漫天轰轰之声距离很远都可以听到 方言看去他们的四周来自其他三宗的室外修士 正从三个方向全面进攻 在这进攻下逆河宗根本就不是对手 只能不断的退后 依靠阵法勉强喘息 只是伤亡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出现 如同是一个弥漫了伤口的巨人 只剩下了最后一口气与斗志在支撑 由空荣术形成的阵法 此刻已经千疮百孔 不断的扭曲中 一道又一道裂缝正急速的出现 每一道裂缝的险路 都让维持阵法的玄西一脉弟子大口喷出鲜血 可却依旧咆哮中不顾一切的去修复阵法 可就算是这样 但也坚持不了多久 怕是遗嘱香都很难维持 而丹西一脉的弟子 也都一个个疲惫接近极限 他们游走在阵法内外 不断的去救援三脉弟子 为他们疗伤的同时 在必要的时候也须拼死杀戮 最惨烈的 要属灵溪一脉与血系一脉 他们是逆河宗的主力 也承受了最大的冲击 灵溪一脉的所有阵法巨人此刻实不存三 陆续的崩溃中 其内的弟子也都鲜血狂喷 上官添有眼睛血红 似杀到了极致 北汉烈更是如此 他的眼泪在目中流淌 吼声嘶哑 壮弱癫狂 还有太多的灵溪一脉弟子 都已疯狂 至于血系一脉也是这样 尸魁也好 摸头也罢 还有那几封血子各有死伤 唯独中风的血剑还在 维持战局的同时 也在宋军晚的支撑下 与无极子以及血梅一起 一方面抵抗敌方 一方面则是尽力去救助身边修士 宋军晚的疲惫已经到了极致 他的赏势早就很重 已经好几次被旦夕一脉 喂下了弹药 可眼下还是又到了精疲力尽之时 他的目中慢慢绝望 放眼整个战场 稻草人已分崩离析 黑白太阳也都碎灭了 里面的乌鸦也都死去 惨淡的同时 那条老龙也都奄奄一息 只有铁袋依旧咆哮中 不断的四下继续穿梭 救援全部去 而远鹰之斩 逆河宗更是一败涂地 甚至都没有办法单独开辟战场 只能在那人群内不断的穿梭 不断的对抗 不断的厮杀 远鹰一看 中游三大宗门如同三只大手 正不断的压缩逆河宗 而在天空上 三位天人的气息惊天动地 这阵法差不多了 此战不可拖延过久 毕竟行空到极宗内 对于我们的这一次行动 也都有不同生意 耽搁下去怕生出意外 也罢 我们三人一同出手 将这阵法碎你 将这拟河宗 从我中游抹去好了 苍穹上 三大宗门的三位天人老祖 相互看了看后 立刻都目光露出精芒 三人瞬间同时出手 顿时一道猎天剑气 一只遮天大手 一片雷云黑雾 刹那就同时出现 直奔阵法 速度之快 在逆河宗众人的绝望下 轰鸣中 直接就落在了空荣树上 空荣树形成的 本就已经摇摇欲坠的阵法 再也支撑不住 轰的一下彻底的崩溃爆开 随着爆开 四周十万修士 顿时一个个嗷嗷中发动了总弓 一时之节 逆河宗节节败退 顿时危机到了极致 而那三大天人的身影 也瞬间冲向逆河宗 而阻挡他们的正是铁带 那愤怒咆哮中飞出的身影 还有血祖之身 此刻也猛的睁开眼 隆隆而动 更有一只猴子 一只兔子 速度之快 超越闪电 直奔三大天人 灵溪老祖 一样不惜代价 阻挡而去 全宗危机 灵溪与血系一脉 所有弟子 在这身前无数敌方的冲击下 绝望中倒退 而宋君丸那里 更是早就有五个原鹰修士盯上 五人刹那节就直奔宋君丸 要去摧毁血界 击杀无极子 击杀者操控中风血剑的宋君丸 宋君丸 欺然苦笑 眼看那五个原鹰强者呼啸而来 眼看无极子也都喷出鲜血 自身难保 他的目中已经露出了死意 可就在这时 忽然的 从那天边有一声能让天敌颤抖 让风云色变 蕴含了滔天怒意 更是焦急无比的咆哮 如滚滚天雷一般轰轰而来 奇音之打 奇音之势 汗动全部战场 你们敢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传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这声音的传来 似整个中游世界都为一直震产 震得无数正在交战的双方休士 都脑海嗡的一声 可这里面反应最快的就是铁蛋 他在听到这声音的瞬间 整个身体都激动的颤抖了 发出一声激昂高亢的咆哮 目中露出狂喜 还有宋军婉 也是在一愣之后 目中的死意迅速被难以置信之色覆盖 更待着不可思议 目光一下子就落在了远处天边 一道展开了急速 如穿梭虚空而来的 站在非洲上的身影 只是 这容纳了十多万人的战场范围太大 交战双方的休士有太多 激烈无比的同时 白小春的声音 哪怕再惊天 也都最多是一款大尸 落入了湖中而已 虽掀起了不小的涟漪 可在无数人的心中 却并不认为 这涟漪可以翻滚成为滔天大浪 甚至立刻就有数百三宗修士 在外围改变方向 执本呼啸而来的白小春 要去阻挡其脚步 更有两个三宗的原因修士 也都从不同方向迈步 杀向白小春 哪怕是送军晚 在激动之后 也都认为白小春的到来 改变不了什么 甚至交集起来 他四周内五个元英修士 更是冷哼一声 速度只是一顿后 就立刻加速 刹那 就有两人围住了 伤势集中的无极子 而余下的三人 则直奔送军晚 实在是送军晚 操控的中风血剑 对元英也都有一定的抵抗力 可最关键的是 是这中风血剑上的送军晚 还有其身边的不少中风弟子 他们的剑阵 对于元英以下修士的杀伤力太大 有着中风血剑在 就使得这一路的三宗弟子 被不断的阻挡 唯有将其斩杀后才可缩短时间 使得这一路的三宗弟子 视如破竹 一股作气杀入逆河宗山门内 那三个元英修士速度爆发 破空声中就要临近 而宋军晚四周的中风弟子 即便全胜状态下 也根本就无法阻挡 只能眼睁睁看着那三个元英修士 眨眼尖 已经出现在宋军晚的身边 形势危机 生死一现 似所有人都无力回天 远处急速赶来的白小春 也都看到了这一幕 他看到了整个逆河宗的危机 他的脑海翻腾着无法遏制的疯狂 他的目中赤红到了极致 怒吼中 费轴竟燃烧起来 轰的一声 直奔前方那数百个上前要来阻拦的三宗弟子 双方眨眼间就碰到了一起 轰鸣之声刹那惊天 那数百个弟子 所有人不管什么修为 竟都还没等靠近白小春 只是那非洲掀起的冲击于火焰 就瞬间全部在那轰鸣下 四分五力 行神俱灭 而这非洲 更是如一把撼动苍穹的利剑摧枯拉袖 直接就冲入到战场上 燃烧中一路击驰 一路轰鸣 一路灭杀 所过之处 竟无人能阻挡半点 只要靠近 甚至还没碰触 就立刻崩溃 转瞬 身死混淆 速度之快 远远看去 只能看到一条火焰之间 刹那结 就从战场外直接穿透而过 一顺就出现在血腥一脉的战区中 出现在了宋军晚所在之地 这速度到了极致 以至于刺客杀来时 每三个元英修士都只是刚刚出现在宋军晚身边 还没等出手 他们的身后就传来射人的破空轰鸣声 这声音太过突然 白小春来的又太快 他们三位两个元英初起 一个元英中起 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 刚一下意识的回头 顿时他们瞳孔内的世界 就被一艘燃烧的非洲直接取代 砰的一声 那非洲竟没有半点停顿 直接就撞击在这三个元英修士的身上 轰轰之声 刹那阵天时 非洲猛然爆开 形成了一股毁灭之力 横扫四方时 那三个元英修士 根本连哼都来不及发出一声 刹那就被那毁灭之力直接吞噬 灰飞烟灭 甚至 那两个围攻无极子的元英修士 也都狂喷鲜血 神色内露出无法置信的青海 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了 内心轰鸣中 骤然后退 而白小春的身影 则是在那非洲自爆的同时 一步走出 直接就出现在宋军晚的身边 一把揽住他的腰后 右手抬起猛的一挥 短时 那非洲自爆形成的毁灭之力 竟没有一丝一毫的散在逆河宗修士身上 而是被一股大力卷起 竟分成了数千方 向这四周所有的非你和宗之人 排挤而去 至于 那两个围攻无极子的元英修士 此时也都在劫难逃 被那火焰的毁灭之力插那笼罩在内 瞬间 无数的几例残叫 骤然回荡 在这四周立刻就出现了数千的火人 这些人都是三宗修士 他们的残叫 也只是传出了几声 就直接被那充满毁灭的火焰 焚烧成为了飞灰 这一切说来话长可也只是瞬间就发生了 从白小春出手 直至挥手间五大元英灭亡 数千修士灭绝 都只是一眨眼的功夫 太快了 快的让人无法反应过来 而此地形成的波动又太大 顿时就让整个战场全部震动 无数人的目光不由自主的 就都看向了白小春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三宗修士才纷纷反应过来 一个个倒吸口气 天哪 这是怎么回事 该死 此人是谁 怎么有些眼熟啊 就在三宗修士吸气时 逆河宗的弟子 顿时就传出充满欢心激动的惊呼声 白小春 是白小春 白师叔 他是白师叔 白小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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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声音陡然回荡 渐渐扩散整个战场后 白小春的名字 从无数人口中传出 上官天佑 北汉里 灵溪老祖 血溪老祖 猴子兔子 所有人都在这一刻 心神强烈震动 而三宗内的曾经那些天骄 如今的中流砥柱们 一个个都颤抖了 他们的目中露出仇恨 他们的脸上都统一的 存在了一个乌龟的印记 甚至就连三大天人老祖也都皱起眉头 可他们三人却没有工夫理会白小春 虽对白小春的出现有吃惊 可依旧自信 毕竟白小春在他们看去 虽战力有些古怪 可修为也只是原因大圆满而已 不用理会 我们三人先全力出手 灭了这逆河宗的核心 再去斩杀此人 这三位天人立刻有了共识 收回目光瞬间出手 其中 星河院的天人出手就是大手遮天 一人之力就直接将灵犀老祖 猴子以及兔子 还有那来临的血族全部镇压 而盗河院的老祖全身溅气弥漫 他看向铁袋时 目中带着贪婪直奔铁袋 剑气无数惊天动地 至于集合院的老祖全身上下都弥漫黑雾 此刻扩散之下竟是去摧毁 逆河宗的山门根基 黑气所过之处大地枯萎 似在他的出手下 很快的就连逆河宗的山门都将成为废徒 更是在这一刻 三人的意志取代了此方天意 苍穹翻滚乌云扩散 宋军婉此刻只觉得脑海嗡嗡的 呆呆的看着白小春 只觉得这一切如同做梦 张开嘴不知道说些什么 可眼下宗门危机 白小春有千言万语 也没时间去说 他将宋军婉放在一旁后 右手抬起一挥 顿时 宋军婉的身上就有一层光幕浮现 这光幕是白小春亲自布置 非天人不可破 做完这些 白小春猛的抬头看向逆河宗内 正在横扫一切的三大天人 白小春心知肚明 这三个人才是重点 只有镇压了他们 才可让这场战争反败为胜 只不过三个天人出气 也敢在我面前撒野 白小春眼睛红彤彤的 尤其是看到那满身贱气的 道贺院的天人 竟操控无数贱气 要去斩杀铁袋时 白小春目中通天法眼 猛的开启 瞬间一道紫光急射而出 直奔道贺院的天人老祖师 他的身影也以超越闪电的速度 刹那间就从原地直奔扇门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传记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八百六十七集 斩肉身 此刻的山门内 铁袋激动无比 哪怕眼前危急 可他依旧目中露出喜悦 身体振奋似有了用不完的法力 可还是知晓分寸 明白不是那天人老祖的对手 此刻咆哮一声全身上下出现黑色火海 那火海凝聚成他的模样 转身退后 而他退后的刹那 道合院的天人老祖 右手掐绝剑 顿时四周剑气 猛的凝聚在了一起 形成了一把虚幻的大剑 弥漫了天意 如同天威向着铁袋猛的占据 对于正急速而来的白小春 这道合院的天人老祖 内心轻蔑不屑 尤其是那道紫光 他更是袖子一甩 顿时那剑气分散了一部分 直奔来临的紫光 可就在他剑气碰触紫光的刹那 这剑气竟瞬间崩溃 那紫光好似无法被阻挡 刹那街就呼啸而过 道合院天人老祖一正 身体刹那后退 可还是被那紫光碰到了身躯 整个人猛的就震了一下 居然在那一瞬间 好似被限制了身体 这就让他神色大变 内心咯噔一下的同时 白小春的身影 顺接就从远处骤然到来 直接就出现在了 铁袋的面前 铁袋激动的大吼 目中的狂喜无法掩饰 在他感觉 白小春就是自己的父亲一样 只要有他在 那么一切都可以化解 这是一种依赖 更是一种亲情 白小春刚一出现 猛的大吼一声 右手抬起 向着那来临的大剑 直接一拳落下 这一幕被那道合院的天人老祖看到 内心一松 目中露出冰冷 那紫光虽诡异 可此人还是太年轻了 居然不是趁机来伤我 而是去碰出我最锋利的剑气 实在是找 可还没等着道合院的天人老祖 内心话语说完 顿时他的眼珠子就猛的蹬了起来 好像见鬼了似的 只见 那让他很是自信的剑气 此刻枪的一声 与白小春的拳头碰触 可碎裂的却不是那只拳头 而是那剑气 这剑气好似撞在铜墙铁壁上 刹那间就分崩离析 轰然爆开 居然无法伤白小春丝毫 只能在这碎裂中扩散八方 这一幕 让那道合院的天人老祖 整个人都机灵了一下 倒吸口气 发现天意之力 竟对白小春吴小后 他失声惊呼 你也是天人 在他的声音传出的瞬间 四周所有听道之人都内心狂震 一个个目中都带着无法置信 而逆和宗的弟子则是立刻激动振奋起来 至于灵溪老祖 以及血族体内的血系老祖 还有猴子兔子也都是精神大振 而星和月与集合院的天人内心一惊 但杀意却更强 毕竟他们有三位天人 你找死 白小春眼睛满是血色 他看到铁袋身上的伤势 尤其是其脖子上触目惊心的疤痕 更是让白小春心痛到了极致 此刻怒吼一声 他身体猛的就冲出 直奔道合院的天人老祖 道合院的天人老祖内心一沉 可他毕竟是天人境界 虽是烦倒 但依旧有天人的傲然 此刻双手猛的掐绝 顿时全是上下 剑气再次散开 而苍穹在这一刻 也都有一把把大剑幻化 虹明杰四足有十万以上 横扫八方 直奔白小春如雨般降临 这些大剑任何一道都可以让原英重创 里面蕴含了道合院老祖的意志 如今更是取代天意 有天地之力凝聚 威力更大 而他要做的 也不是直接将白小春斩杀 而是限制一下 此刻的星和月以及集合院的天人老祖 也都急速而来 有三人联手 最先斩杀着突然出现的 在他们看来威胁最大 可却不自量力的白小春 可就在星和月以及集合院的老祖飞来 道合院老祖的十万大街向着白小春呼啸而去的瞬间 白小春猛的一步走出 随着脚步落下 他的肉身之力在这一刻轰然爆发 不思古大圆满的力量运转到了极致后 直接就展开了 汗山壮 以不思古大圆满的肉身之力摧发汗山壮 这力量的暴增直接惊天动地 而白小春的速度也刹那间轰然爆发 整个人如化身远古的凶手直接就撞击而去 速度之快 甚至都让四周的虚无出现裂缝 眨眼界 在那道合院的老祖灭色巨变的一瞬 白小春的速度竟超越了那些大街 还没等那十万大街落下 他就直接出现在道合院天人老祖的身前 狠狠地一撞 碰的一声 道合院老祖嘴角溢出鲜血猛的倒退 可就在他退后的瞬间 依旧保持急速的白小春 右手猛的抬起不是握拳 而是拇指与食指散出惊人的黑毛 如同化作一个黑洞似散发出 震忍心神的犀利 正是碎喉锁 刹那 正在退后的道合院老祖 他的身体猛的一顿 神色再度变化 内心惊惧时 白小春的右手已如闪电一般 直奔道合院老祖的脖子而去 危急关头 道合院老祖根本就来不及思索太多 他不是没与天人交过手 可却从来没有遇到如白小春这样 不但速度惊人更是爆发惊人 尤其是那种气势 凶残的同时好似铁血无比 仿佛要同归于尽本 这种疯狂 若不理智也就罢了 可偏偏 他在白小春的墓中看到了 虽是癫狂的杀鸡 但其动作居然计算的极为巧妙 仿佛其战斗本能 道合院老祖稀气时脑海掀起滔天大了 眼看危急甚至星合院与集合院的老祖都来不及救援 他大吼一声 顿时那些本应该冲向白小春的十万大界居然调转方向 只本他与白小春的中间虚无而来要去阻挡 刹那降临 十万大剑如咒语轰鸣落下时白小春目光一闪 竟没有去闪躲任由那些大剑落在身上 右手速度更快刹那就一把抓在了道合院老祖的左侧肩膀上狠狠的一捏 通过碎侯索爆发出的惊人之力 刹那就在咔嚓一声中将道合院老祖的左侧肩膀直接捏的粉碎 连带整个手臂也都刹那残废 七例之一 从道合院老祖口中传出 他面色苍白 目中也露出疯狂 可在那疯狂的背后则是藏着骇人 他自从寄生天然后还从来没遇到如此大敌 此刻更是无心在战 他猛的吸气竟不惜展开燃烧寿元的秘法 身体轰的一声急速倒退 要与白小春拉开距离 他可不想独自战白小春 只是几乎在他展开密法暴退的瞬间 白小春毫不迟疑的就施展了不死尽 顿时整个世界在他眼前好似都缓慢下来 唯独他这里不但如常甚至速度更快 一瞬就冲出 刹那追上了施展密法的道合曾老祖 而这一幕在外人看来更是不同 他们只是看到白小春一晃 掀起的阴暴还没有完全爆开 居然直接就追上了道合院老祖 说时迟那时快 在追上道合院老祖的刹那 白小春右手握拳狠狠的一拳落下 堪比天人的肉身之力配合修为 形成了第三次的爆发 轰的一声 落在了道合院老祖的身上 道合院老祖狂喷鲜血 胸口都凹陷下去 整个人生机都黯淡了不少 神色中的骇然与内心的恐惧 这一刻已经到了极致 他后主疯狂的就要后退 他在这一瞬清晰无比的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 而眼下星合院与集合院的老祖也都急速赶来 可白小春之前的一连串的出手实在太快 如今他们眼看就要接近 可就在这个时 白小春目中目然一闪 一股滔天的寒气 瞬间就从他体内忽然扩散 直接覆盖方圆千丈 千丈内的苍穹 刹那就成为了一片寒池 更是在这寒池内直接就形成了一面面寒气 化作了九尊白小春的投影 这九尊投影刚一出现 就如闪电般直奔盗河院老祖 速度之快 在那盗河院老祖一声声凄厉的残叫中 直接就从他身体内穿梭斩杀而过 轰轰之声回荡街 盗河院老祖的人头陡然飞出 身体更是瞬间四分无力 可他的原神确实不知展开了什么秘法 又或者施展了什么真鬼至极的保命法宝 是的 在这绝命一击下没有灭亡 但也被重创的模糊暗淡 尖利的惨叫声中向这远处急速逃顿 此刻他满脑子都是肉身消亡的骇然 与对死亡的极致恐惧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传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868集 战 眼看到河宗老祖逃走 白秀春明白 自己如今不能去追击 可却不甘心 于是冷哼一声 短时四周寒池内 他的九个投影刹那就扩散开来 居然冲入到下方的战场上 所过之处 势如破竹 终点就是那些三宗的元英修士刹那节 竟一连斩杀十多位 这才慢慢消散 这是白小淳 以元英大圆满展开的寒净之力 能幻化出多个投影 而且具备一定的战力 可却无法坚持太久 而这一切实际上 从他出手 直至盗和院老祖肉身被斩 元神逃顿 白小淳投影斩杀十多位元英 从头到尾也就是几个呼吸的世界 速度之快 让所有看到之人都内心掀起前所未有的振动 好似无数天雷同时在耳边不断的爆开 这不可能 老祖 这 这 怎么会这样 那到底是什么秀为 几个呼吸击败天人之鱼 更是斩杀了十多个元英 三宗修士全部骇然 一个个身体颤抖 目中带着无法置信 更有强烈无比的惊恐 他们是眼睁睁的 看着白小淳击败了天人老祖 而那盗和院的老祖 如丧家之犬逃走的身影 也让所有人都脑海蒙明不断 无法接受 尤其是盗和院的修士 更是一个个哆嗦起来 他们的恐惧最深已超越了一切 还有 那些曾经被白小淳 用小乌龟盖上了印记的三宗天椒 如今也都内心骇然 颤抖中不断的吸气 他们是最无法相信眼前这一幕的 可是 那险些死亡 狼狈逃走的盗和院老祖的身影 却无不证明了 此刻的白小淳已经强悍到了让他们无法想象的程度 整个战场 三宗修士士气瞬间低落万丈 与此同时 逆和宗的修士也在一愣之后爆发出惊天动地的欢呼之声 他们无法不激动 他们怎能不振奋呢 逆和宗被压抑了太久太久 这些年来始终被三宗欺负 哪怕弟子在外历练 也都如此 甚至摩擦不断 经常会有对方主动找事 并杀人的事情发生 可逆和宗毕竟势力不够 为了大局 为了不引起太大的冲突 最重要的是 为了不给三宗一个灭逆和宗的机会 他们只能隐忍 只是忍耐到了极之后 三宗依旧还是获得了星空到极宗的默许 要来灭了逆和宗 这就使得所有逆和宗的弟子 他们对于三宗的恨 已不拱待天一般 此刻 眼看那最强的道和院 高高在上的天然老祖 如此狼狈的逃顿 他们的激动也无法形容 最重要是白小春的身份 他是逆和宗的核心灵魂 逆和宗的名字都是他起的 他更是逆和宗的骄傲传书 荡之无愧的绝世天教 白师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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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是谁 第一个吼出这样的称呼 很快的整个逆和宗弟子内 阴朗陶天 忽明八方 这里面 宋军晚的激动更为强烈 他看着白小春 那种做梦的感觉 始终都在 眼泪慢慢的在眼圈里转动 那是惊喜的泪水 上官天有沉默 疲惫的面孔上 那墓中深处带着复杂 可这么多年过去 他也不是当年 沉稳了太多太多 还有北韩里 他的拳头握住 看向四周三宗弟子时 墓中露出痛恨 他的身边有一具尸体 那是大黑狗的尸体 在白小春没有到来前 在北韩里的一次危机下 大黑狗带他抵抗 一死保护 山门周 血足体内 血系老族也身体颤抖 灭色激动 之前就连他也都绝望了 眼下他的神色有些恍惚 一细节 好似看到了当年中风上 白小春那化身夜葬的身影 血足的头顶 兔子盯着白小春口中嘀咕了几句 没人知道他在说些什么 还有灵溪老祖 还有郑远东 还有那只猴子 此刻都振奋中 看到了宗门的希望 他就是那个奇迹 猴子轻声喃喃 目中越发深邃 在这整个逆河宗都振奋时 苍穹上的白小春气势振天 转头时猛的就看向 那因盗河院老祖的肉身被斩 原神狼狈逃顿 而猛的停顿下来 似不敢轻易上前的星河院 以及集河院的天人老祖 这两位天人 此刻内心的震撼 因他们了解天人的境界 所以脑海的风暴超越了所有人 他们的喘息急促 目中此刻还残留着亥然 他们知道 那位盗河院的老祖 虽也是天人出气 可因功法的不同 是三人中最强的一个 而这样的人 居然在几个呼吸里 就差点被白小春斩杀 可以想象 若非是在战场上 白小春无法追击 怕是那道河院老祖今天 在劫难逃 能杀天人 这四个字的重量 让星河院 与集河院的老祖 内心狂振 他们知道天人之间 因都可取代天意 有着用不完的灵力 甚至术法神通 都有天地之威 在天人以下修士看来 说是神灵也都差不多 越是这样 就越是很难被同镜杀死 除非是高境界出手 否则的话 同样是天人初期 最多只是有胜负 想要杀人几乎不可能 只是眼前的一切 又让他们无法不去相信 此刻眼看白小春目光 扫了过来 二人刹那街 就修为爆发 在这修为爆发中 这两位天人望着白小春 紧张中立刻开口 若有可能 他们也不想继续打了 实在是面对白小春 他们没有把握 更是心存强烈的忌惮 生怕白小春不同意 他们又赶紧站在 逆河宗的角度 去劝说起来 白小春 你不为自己考虑 也要为你逆河宗的弟子 考虑呀 这场战争 已经持续了好久 大家 这场战争 何必打打杀杀呀 没错 我三宗弟子占据优势 一旦继续开战 对逆河宗不利呀 而且 逆河宗的弟子都已疲惫 一旦继续开战 必定有伤亡 那可都是你的同门呐 白小春沉默 冷眼看着二人 可还没等他开口 山门内 灵溪老祖就猛的抬头 大吼一声 小春 不把他们打得痛了 此事岂能结束 我逆河宗的血 又岂能白流 而这里 更不能是他们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的地方 随着灵溪老祖的大吼 逆河宗这一刻 所有弟子一个个也都红了眼 猛的传出滔天怒吼 老祖出手 我等怨战 侵犯我逆河宗 必须要付出血的代价 这声音越来越强烈的同时 四周那三宗的十万修士也都颤抖我 他们此刻根本就无心再战 此刻竟在这逆河宗的吼声下 开始了退后 白小春眼看如此 目中啥一猛的爆发 身体轰的一声直奔苍穹上 那两位天然而去 他也不愿杀戮 可他明白老祖说的对 来侵犯我逆河宗 岂能不付出代价 许去一个天然肉身根本不够 天空上的星河月与集河月的两位老祖 此刻内心咯噔一声 神色大变 他们知道这一战没法退了 既然一个人打不过 那么就彼此完成之前的联手 二人目中露出果断的同时 不敢有丝毫大意 一出手就是最强神通 顿时天地轰鸣 天意翻滚苍穹的同时 星河月的老祖身体外 雾气惊天 隐隐有无数星辰在内 好似随时可以落下轰鸣大地 而集合院老祖那里一样如临大敌 他身上竟散出滚滚魔影 身后有一宗高大的魔影 这魔影居然似有牵手 二人同时爆发 向着来临的白小春猛的冲去 天人大战 木然展开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传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强悍无比 就在这星河月 与集合院天人老祖插那间出手 要一起来展白小春的瞬间 白小春目光一闪 他与天人之间的战斗经验 不说极为丰富 可在蛮荒也不少了 无论是巨鬼城的三大老祖 又或者是奎皇城内的那些天公 最重要的就是与红尘女的数次交手 甚至那场绝世之战 也都对他产生了很大的触发 这林林总总的一切 就使得白小春面对天人时 没有丝毫压力 甚至可以在眼前这二人出手的瞬间 脑海如闪电般 瞬间浮现种种思绪 这些思绪如同本能一样 让他在这短短的时间里 就立刻有了判断 他清晰的觉察到 这二人同时出手 自己虽能抵抗 可也有些风险 而且最重要的是一旦二人中 有人欲干扰自己思绪 杀入四周其他弟子那里 后果极大 而一旦如最早那样 三人天人联手 对方可选择的战术灵活多变 就算是白小春再自信也要头痛 实在是这里是逆河宗 是他不能离去的战场 不如对方可战可退 所以他之前才雷霆一般 直接先打残一人 如今还剩下两位天人 可白小春的担心依旧存在 如今的逆河宗要的就是一场大盛 一场轰轰烈烈 华丽无比的无损大盛 也只有如此 才可让逆河宗修饰 信心滔天 才可让三宗全部心神震撼 从而威慑半生 这些思绪在他脑海里刹那间闪过后 白小春已经有了直觉般的战斗意识 再没有半点迟疑 在那两大天人呼啸而来 同时出手的瞬间 白小春不死尽 目然展开 身体刹那间就超越了瞬移 速度之快 直接一步走出 拉开了与星河院老祖的距离 靠近了集合院老祖 与此同时 他眉心第三目目然睁开 修为全力运转 通天发炎之力轰然爆发 猛的就看向星河院老祖 在这目光落去的刹那 星河院老祖全身猛的一阵 一股惊人的隐斥之力 形成了某种平衡后 化作了束缚 如同有一只看不到的大手 将那星河院老祖的身体 猛的抓住 竖在了原地 星河院老祖面色一变 可就在他被白小春发炎之力束缚的刹那 白小春的身影已如闪电一般冲向了集合院老祖 很显然 那星河院的老祖 其全身上下的黑气化作了星空 其内星沉如陨石 这种神通术法大都是可笼罩一定范围 对白小春的威胁虽不是最大 可一旦对方将目标放在四周 你和宗弟子身上 后患无穷 至于那集合院的天人 虽身后魔神幻化 站立惊天 白小春不假思索 立刻就将目标选择了此人 这一切都是刹那发生 眨眼的功夫 星河院老祖被树了身体 而白小春的速度在这爆发下 一再瞬间就到了集合院老祖的面前 右手猛的抬起 向着集合院老祖直接就一拳轰出 这一拳惊天动地 肉身之力疯狂的爆发 形成了一股风暴 直接就落在了集合院老祖的面前 集合院老祖神色变化 低吼中掐决 立刻他身后魔神投影 一步走出笼罩在他的四周 竟与他自身融合在了一起 好似他化身成为这魔神 魔气津贴形成一面护盾 木然阻挡 哄的一声 白小春的拳头 直接就落在那魔气护盾上 这护盾猛的一阵 传来咔咔之声 骤然崩溃 可在崩溃的一瞬 第二面护盾 第三面护盾 同时幻化 白小春来不及多想 一拳打出后 身体没有退后半步 依旧一冲而出 双手更是急速掐决 口中轻吐三个字 忍于山绝 轰轰轰的在这下方打地 从白小春四周虚无 突然的就出现了无数的石块 这些石块凭空出现后 直接就向着白小春凝聚过去 插眼界就堆积出一个巨大的石人 这石人 足有数百丈之高 惊天动地的同时更有磅礴之力 从其身上 轰隆隆的爆发出来 而白小春的肉身之力 也在这人山绝下 如被加持 不断的爆发 使得他的身上 竟散发出了闭逆之意 一步迈出 巨大的拳头 再一次轰出时 那第二灭 第三灭 第四灭护盾 竟同时的崩溃爆开 巨象掏天舟 集合院老族灭色狂变 这一切太快了 他刚要退后 白小春这里就轰杀过来 人山绝下 直接发动汉山壮 轰的一声 就将集合院老祖 与那魔神融合在一起的身影 直接撞的倒退开来 他呼吸急促的同时 远处的星合院老祖 此刻怒意逃天 全力挣扎下 刹那身体就恢复了行动 刚要追上白小春 刚要去展开联手 可就在这时 杀想集合院老祖的白小春 居然再次回头 美心通天发眼 又一次将目光落在了 星合院老祖的身体上 轰的一声 星合院老祖全身再次一顿 他内心已发狂了 更有憋屈 白小春这神通在他看来实在是恶心人 可却无可奈何 此刻 因内心咆哮全力挣扎时 白小春已再次靠近了集合院老祖 全身之力配合人山爵 轰然爆发 碰碰之声套天 眨眼的功夫 白小春就直接轰出了数十圈 每一圈都将集合院老祖那魔神身去直接轰腿 以此方法拉开与星合院老祖的距离 同时其杀伤力更是惊人 远远一看 这一幕震撼人心 让四周无数修士都看得心神轰鸣 他们不仅仅看到了白小春的强悍 更是看到了白小春 那在这天人之斩中让人稀气的战斗本能 竟能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凭着法力压制一人 凭着肉身轰击一人 这一幕让人内心都掀起大了 他们的目中所看 那是星合院老祖被连续两次束缚了身躯 同时还有那集合院老祖被白小春不断轰退的身影 集合院老祖内心狂震 此刻被白小春那如狂风暴雨般的轰击 直接就震的体内气血翻滚 嘴角不断溢出鲜血 可这一切显然还没有结束 他刚要反击 白小春目光一闪 发出一声惊天咆哮 在这咆哮下 他猛的轰出一拳 这一拳轰出的瞬间 他的人山绝形成的身体都差那溃散 所有的石头居然在这溃散后 自行的飞到了白小春的前方 竟彼此组成了一格巨大的拳头 随着白小春那一拳落下 直接就轰在了集合院老祖的魔神身体上 震耳欲聋的巨响传遍整个战场时 集合院老祖的魔神身体骤然崩溃 他的本尊显露出来 喷出鲜血 神色亥然中急速后退 白小春再次转头 通天法眼又一次落在星合院老祖的身上 谁的星合院老祖此刻刚刚恢复的身体 刹那间再次被束 他内心的焦急与憋屈已经抓狂了 此刻不顾一切 想要拼着哪怕凡事 也要强行轰开着束缚 甚至以意识到联手也不是白小春的对手 唯一的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杀人唯唯就照办 使得白小春分心 可就在这时 白小春一步之下 直接就追上了正在急速逃顿的集合院老祖 墓中杀机一闪 又受掐绝间猛的一指 这一指 顿时四周寒气忽然扩散 当初斩了星合院老祖的寒景 再次幻化 瞬间方圆千里一片病寒 九道静影如同九把利刃 刹那缓缓直奔集合院老祖呼啸而去 星合老祖 你个废物 集合院老祖发出凄厉的嘶吼 说好的联手 可那星合老祖居然被数次束缚 而无法及时来临 无法帮助自己丝毫 使得他自己独自面对白小春 此刻内心对那星合老祖的恨 都超越了白小春 他清楚的知晓 自己没有如星合院老祖那样的 能保原神的神通 清楚的明白 此刻一旦被斩 自己必死无疑 生死危急下 他眼看无法避开 竟目中露出疯狂 居然在白小春的九道海影临近的瞬间 不等去斩就自己选择了 肉身自爆 第八百七十集 再杀 自己选择自爆 就可以控制术法的波动 可以去抵消白小春那九道海影的红杀 而能在这电光火时节 就能有如此决断 换了其他人很难做到 也唯有达到了天人后 再经历太多的战斗 从而养成了一种快速的本能反应 此刻忽明节 随着集合院老祖自爆 一股惊天动地的风暴立刻就扩散开来 刹那节千丈寒颈立刻碎裂开来 那九道寒影首当其冲 直接就被风暴淹没在内 与此同时 集合院老祖的原神也在身体自爆的刹那 倒退开来 此刻展开了这一声几乎最快的速度 轰的一下就疯狂的倒退逃顿 他怕了 彻底的怕了 内心更是对那星和月老祖怀恨在心 在他看来 如果不是那星和月老祖太过废物 二人联手 这一战还是有胜算的 可眼下 那星和月老祖毫发无损 而自己却肉身自爆 只剩下了原神 内心的愤怒憎恨 与恐惧悲哀 让这集合院老祖原神都扭曲了 他心底更有无尽的憋屈 如果能选择 他希望白小春之前法眼下束缚的是自己 而此刻 在集合院老祖身体自爆 寒净崩溃 原神逃顿的瞬间 远处的星和月老祖 他在那不惜反噬的修为爆发下 也挣脱出了白小春的法眼之力 更是听到了集合院老祖那怒吼的话语 他内心也一样憋屈 一样抓狂 可他的骇然 此刻同样是在内心滔天爆发 他眼睁睁看着白小春在这几个呼吸间 那如狂风暴雨排山倒海般的轰击 居然让一个与自己一样的天人被逼得肉身自爆 眼下只剩下原神逃顿 若是首次也就罢了 他还有点信息 可这是第二次了 想到这里 星和月老祖就身体哆嗦了一下 在这关键的时刻 他竟没有选择去救援集合院老祖 而是转身猛的就化作长虹急速逃顿 他也怕了 这一战的所有画面撼动他的心身 使得他此刻根本就不在乎名声 不在乎这一战还有三宗十万修士亲眼目睹 此刻转身就逃 内心更是安慰自己 那白小春如此恐怖 自己若不逃必定危险 而这天空的战场上 随着集合院老祖只剩下原神 随着星和月老祖毫不迟疑的逃顿 立刻就在大地上无数修士中掀起了振治哗然与怒吼 哗然的是道和月以及星和月怒吼的则是集合院 老祖 星和老祖 你 这一幕也让白小春一政 他原本以为这星和月老祖脱困后会直接杀向此地 从而阻止自己追杀集合院老祖 可却没想到对方居然直接逃了 星和老皮肤 你无耻 这集合院老祖此刻只觉得原神都要不稳了 体内灵气都要崩溃 疯狂的咆哮 此刻 这两大天人一东一西急速逃顿时 白小春目中杀机猛的强力 若是星和月老祖杀来 他还没有办法去斩杀只剩下原神的集合院老祖 可如今对方竟然逃走 这就给了白小春一个击杀天人的机会 他没有丝毫迟疑更没去理会那星和月老祖 而是目光落在了逃顿中的集合院老祖的原神上 目中杀机腾然而起的刹那 他双手猛的伸开 向着四周 木然一甩 水则 轰鸣中 一股水气刹那就覆盖八方 笼罩磅磅礴范范 甚至无论是集合院老祖的原神 又或者是星和月老祖的身体 都在这一瞬被这水气笼罩在内 远远看去好似八方天地全部都在这一刻 化作了一片惊人的水泽 更由雾气滚滚的扩散开来 一股惊天动地的威亚周然降临 这威亚立刻令大地上的所有修士都吸了口气 更是让天空上的集合院老祖 心神内浮显出这一辈子最强烈的生死危机 甚至都远远超出了之前 不不 集合院老祖发出七礼之音 这声音里带着求饶 甚至都带着哀求 而远处的星和月老祖也都内心疑产 咬破舌尖疯狂逃短 想要离开这片范围 可就在所有人都震动时 白小春目光一闪 双手再次一挥 口中青土两个字 国度 超越天雷的巨响 在这一刻于天底内直接炸开 随着白小春水泽国度的施展 立刻从那水泽内就有一座座弯曲的大山 如排山倒海一般猛的就透天而起 所过之处 占据了整个世界 好似这全部的苍穹 在这一刹那被一只无法形容其大小的巨兽彻底占据 那一座座弯曲的山峰爆发出让天底色变之力 随着不断的幻化 苍穹似乎都漆黑了一下 好似有一个巨大的爪子从水泽内慢慢抬起 可以清晰的看到那弯曲的山峰居然只是这爪子的指甲 这是 这是水泽国度 灵溪一脉 尤其是当年北岸的那些人此刻一个个都睁大眼睛 无法置信般看着眼前这超出他们想象的晶天画面 刹那间随着那巨大的寿爪从水泽内彻底漏出 完全的抬起整个苍穹都暗淡下来 众人脑海一片空白 集合院老祖以及星合院老祖全部骇然中 那巨大的寿爪骤然拍下 好似天空落下砸向大地 集合院老祖的七里之一仿佛生命的最后惨叫 木然传出时 他的元神之体根本就无法抵抗这惊人的寿爪 任凭他如何闪躲 甚至都挪移起来可也依旧于是无补 眨眼间就被那寿爪在落下时轰然拍中 惨叫之声戛然而止 集合院老祖的元神 梦得遗产 无法置信中 苦涩中 他最后的看了一眼这片世界 轰的一下 其元神直接崩溃 魂飞魄散 消失天地皆 另一边的星合院老祖 他毕竟肉身还在 甚至伤势也都没有多少 加上处于水泽国度靠近边缘的地带 此刻咆哮中拼了全力身体外幻化无数星辰 不断的代替他抵抗那受找的距离之下 终于成功的抵抗逃了出去 只是其面色苍白更是连续喷出鲜血 内心充满了无限的恐怖 偷也不回 玩命抗盾 他看到了集合院老祖元神的灭亡 这让他内心颤抖的同时 甚至都升起了一丝侥幸 他忽然发现 自己之前的憋屈 居然是自己能活下来的关键 他甚至都庆幸了 之前白小春选择是束缚自己 可以想象 如果被束缚的是集合院老祖 那么此刻死亡的必定就是自己了 死到有不死贫道 集合老祖 不是老父不去救你呀 实在是敌人太强了 星河院老祖庆幸之余 还为自己在心里辩解了下 只见他速度更快 仓皇街转瞬远去 战场上 白小春站在半空 目光落在了陶盾的星河院老祖身上 对方太快 距离又远 最重要的是连续强势碾压两位天人 更是干脆利落 彻底斩杀了其中的集合院老祖 白小春看似如常 可实际上 这一战是他全部修为 全部肉身的爆发 无论他的心神还是身体 此刻都已疲惫 对他来说 碾压天人出气不难 然而要最终灭杀天人 却也不那么容易 那三次通天法眼的束缚 每一次被破开后 都让白小春气血翻滚 使他凭着强悍的肉身去承受犯事 实际上他已没法去进行第四次 而一旦那星河院老祖到来 白小春也只能去施展他最后的杀手锏 捕灭地权 一旦完全展开 他将彻底透支身躯 没有再战之力 若是最早逃走的 道河院老祖回头 那么白小春就危险了 看似风光 可实际上这一战的艰难与疲惫 只有白小春自己知晓 眼下看到那星河院老祖逃走 白小春注意到下方三宗的修士 一个个苍白的灭色 他忽然觉得 这是一个让众人心神更为瓦解的机会 于是瞪着眼 冲着远处的星河院老祖 袖子一甩 木然开口 星河老祖 白某只给你三夕时间 你若能逃走算你命大 若逃不掉 白某甩袖解 就可让你灰飞烟灭 远处的星河院老祖 听到这句话 如惊弓之鸟般 只觉得脑海嗡的一声 竟不惜代价 再次喷了一口鲜血 透支受缘 换来短时间更快的速度 嗡嗡的一声 彻底 逃得没了踪影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传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871集 不安 随着三大天人 一死 一残 一逃 这一切 立刻就让大地上的四大宗门的所有人都看傻眼了 之前脑海里早就掀起的惊涛骇浪还没平复 一步步套天巨浪就又再次袭来 一时之间神情变幻 骇然震撼 尤其是三大宗 他们更是颤抖中满脸绝望 其中的道和月修士内心哆嗦 看向白小春时充满了无法形容的恐惧 而星和月原本因老祖没死 心中能好过一点 可却因白小春那一句话 自家老祖竟不顾道友逃走后 如丧家之犬般被吓得不惜喷血 也要在三溪内疯狂逃走的举动 弄得复杂中 内心也都绝望中透着茫然 可相比于他们最绝望的则是集合院了 天人老祖死亡 代表着集合院从此之后将彻底沦落下去 甚至在中游修真界的地位也都将被彻底撼动 此事太大 影响集合院每一个修士 使得他们此刻在这绝望的情绪中一个个眼中都赤红 内心发狂 奇怪的是他们居然不恨逆河宗 毕竟逆河宗原本是被入侵的一方 而白小春的强悍虽令他们心神震产 但更敬畏无比 根本不敢去恨 他们内心最恨的就是星和院 而他们的老祖死亡前的诅咒以及凄厉残壮 更是让他们对星和院的恨大到极点 但此刻不是杀向星和院的时候 可这场战争集合院已经不想参与了 他们立刻就选择了后退 几乎在集合院退后的瞬间 星和院以及道和院的修士 也都没有了丝毫的斗志 他们内心惶惶恐惧无比 老祖都败了 宗门的象征都坍塌了 他们此刻只有一个念头 逃 忽然间三宗修士如山体坍塌一样 木然后退 一个个都不敢继续私杀 只知道急速逃走 而逆河宗内 此刻众人的阵痛也是不遑多让 宋君文眼看着白小春华丽到来 出手斩杀天人一举定乾坤 这一幕幕让他觉得恍惚喜悦的同时 也似因白小春成长的太快 以至于让他这里生起了仿佛与白小春之间的距离 有些遥远的错觉 无极子一样目中复杂 脑海里浮现出对方当年在血腥中的一幕幕 其身边身体虚弱的血眉也是如此 他对白小春了解不多 可当年的误会让他有时候回想也觉得唏嘘 整个血系一脉震动无比 而比他们还要震撼的则是灵系一脉了 那些长老还有很多弟子 他们对白小春不陌生 眼下看着白小春一路成长到如今 他们的心神剧烈的激荡起来 尤其是李清侯那一脉的弟子更是这样 众人心神的各种思绪很快就被无数 所有的逆和宗弟子都一个个的振奋无比 全部都发出咆哮 纷纷从山门内冲出追杀出去 灵溪一脉的阵法巨人此刻重新凝聚 那数百巨人此刻迈着大步 手中拿着大剑 或是各种法宝如同利剑 直接刺入那崩溃的三宗大军之中 追击星河院的修士 那条被重创的天脚墨龙 此刻也咆哮中追出一路横扫 而血系一脉此刻也是如此 在血系老祖的操控下 宋军晚也都精神大振 操控血界与无极子等人直接杀向道合院 铁袋也咆哮中中处 带着无数凶手更有尸魁魔头 还有玄熙与丹系一脉 直接杀向集合院的修士军团 整个逆河宗在压抑 濒临绝望之后 此刻岂是彻底崛起 白小春眼看如此 内心终于松了一口长气 实在是这一战他背负的压力太大 他是整个逆河宗的关节 容不得出现半点意外 一旦失守 今日的局面 逆河宗危险 毕竟从人数上 三宗的修士还有几十万之多 而逆河宗能战之人 已剩下了不到两万人 这种形式 稍微一个处理不好 就会让逆河宗覆灭 而白小春就算战力再强 也无法去面对十万大局 所以这一战的关键 就是与那三打天人的战斗 这也使得白小春只能去冒险 其心神消耗极大 而之所以如此顺利的取得胜利 实在是那三个天人老祖来自不同宗门 彼此本就有矛盾有竞争 甚至随时都可以回头灭了彼此 在这样的关系下 若是顺风的局面还好 一旦遇到逆风 那么他们三人的关系就是最大的裂痕 实际上若是他们三人真的能齐心同理 彼此没有半点退路的联手 这一战不说击杀白小春 可也能让白小春在牢狱救援 疲于奔命之下遭受重创 进而最终灭了逆河宗 如果换了是蛮荒中的四大天王与大天师 哪怕他们的修为与这三位天人一样 都是凡品天人出气 可凭着他们的联手与意识 白小春死战不退的情况下 莫叛斑最终击杀白小春 也不在话下 也就不会造成如今一死一财一逃 狼狈至极 使得三宗修士都彻底没了斗志 白小春想到这里也都心到侥幸 可看到宗门得救 他心中也激动无比 此刻目光一闪 直奔战场一步走去 他的出现 顿时就让这本就溃散的三大宗门的修士 彻底的崩溃了 之前在这逃顿中还有些抵抗 可眼下却是半点抵抗都没有 一个个都爆发权力 不管不顾四散之下急速逃顿 方言看去 整个战场一片混乱 三宗修士恨不能多伸几条腿 根本就不顾身后 而逆河宗的修士 此刻激动中却因之前的弱势 在那些长老的指挥下 彼此配合联手 短时就越追越忙 而白小春这里 他重点是选择那些三宗的原因修士 所过之处立刻出手 带动全场的同时 他也不断的在救援 更是寻找李清侯以及侯小妹的身影 只是这战场太大 如今又在这追杀中混乱 白小春一时之间没有找到 内心隐隐有些不安时 铁袋从远处猛的冲来 到了白小春身边后 他已缩小激动无比 不断的用头轻撞白小春的身体 似开心的不得了 白小春也笑了 对于铁袋 他也想念更是逆来 此刻轻轻的摸了摸他的头 目光落在他身上的那些疤痕时 他的目中深处已经有了怒意 赶伤铁袋 这事还没完呢 白小春咬牙开口 抬起手摸着铁袋脖子上 那道触目惊心的疤痕 铁袋 这几天陪我出去一趟 找找给你身上留下这些疤痕之人 找得好 我给你做主 白小春立刻开口 铁袋闻言也大声咆哮起来 可只是吼了几声 他注意到白小春的手放在自己脖子的疤痕上 思想到了什么 忽然目光有些暗淡 更有悲伤 注意到铁袋的表情后 白小春一愣 最后内心咯噔一声 他太了解铁袋了 也明白铁袋的速度 就算是中游三大宗门的天人想要在他脖子上留下这么一击 也需进行一些埋伏与布置才可 而且明显的 这伤势应该是在铁袋无比的交集中被人斩下 而且看起来应该是在数月前乃至更久的时候留下 是什么事情 让铁袋焦急的忘记了自身呢 又是什么事情 让他居然没有选择逃顿 而是落入了圈套 想到这里 白小春呼吸陡然极醋 眼睛猛的睁大 之前隐隐的不安 此刻充斥心头 疏然问道 铁袋 我李叔呢 还有胡小妹呢 他们在哪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传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872集 风暴 听到白小春交集的话语 铁袋目中露出悲哀 他在白小春面前是没有任何掩饰的 可以说是完全的空白 也根本就没有丝毫的隐瞒 冲着白小春就呜呜了几声 那声音里透出的哀伤 让白小春的心脏好似猛的就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狠狠的一巴抓住 他只觉得眼前的世界都黑了一下 随后整个世界在他目中刹那就成为了血色 侯小妹你不知道 可李叔 确实被抓走 白小春神色刹那间就猙獰起来 这猙獰不是冲着铁袋 而是内心的焦急与疯狂的表现 他的喘息控制不住的粗重起来 铁袋看到这个样子的白小春心中的悲伤更重 再次呜了几声 白小春这里身体颤抖 铁袋毕竟不是修士 虽是王手有不俗的灵智 可对于这种事情的形容很难清晰 焦急之下 白小春没去在意 这四周正在击杀那些溃散的三宗弟子的修士 他的神识默然散开 顿时天地昏明 整个苍穹大地在这一刹那 就被白小春那惊人的神识 轰隆隆的全部扩散 是的 他对于这方圆千里的一切都刹那间了如之掌 他要去找郑远东 又或者是逆河宗的几个老祖 他要去详细的了解 关于自己理书的一切 而此刻 随着他神识的散开 顿时着方圆千里 不管是逆河宗 还是其他三宗的修士 都忍不住内心在这一刹那狂震起来 清晰的感受到一股无法形容的压抑 更是感受到白小春所在的地方 好似有一股可以喊动苍穹的风暴 似正要爆发 可就在白小春这里 神识惊天动地的刹那散开 突然的 在远处的逆河宗山门内 有一个中年女子 面色苍白 似受伤极重 此刻仿佛刚刚从昏迷中苏醒 苍白的面孔憔悴无比 整个人好似风一吹就会倒下一半 被两个女子搀扶 此刻 这女子遥遥地看到白小春后 她的目中露出激动 可在这激动的深处 却是无法形容的交集 她没有半点犹豫 用此刻能发出最大声音 向着白小春木然大喊 小春 快去叫你李叔 白小春 几乎刹那就听到这女子的声音 猛的看去时 立刻就认出了这女子 正是那位当年的紫鼎山长座 也就是张大胖的师父 而且喜欢自己李叔的许妹香 许姨 白小春身体遗产 刹那消失 出现时赫然在了许妹香的身边 右手抬起一挥 一股柔和之力从其体内散出 融入许妹香身躯后 许妹香的面色明显的红润了一些 可其依旧憔悴 声音都沙哑的 冲着她急速开口 可其岛和苑 你李叔半年前 被岛和苑老祖 抓走 许妹香说的太快 她本就伤势极重 此刻心交中 刚说完这句话 就喷出了一口鲜血 若非白小春的修为之力融入 怕是这一口鲜血 就可以让她香香玉玉 这句话如同天雷 直接就在白小春脑海里 轰隆隆的爆开 使得白小春全身颤抖 眼睛彻底赤红 也是在这个时候 逆河宗的几个老祖 还有郑远东等人 也都在感受到白小春 那似要爆发的风暴后 急速而来 尤其是听到许妹香的话语 众人立刻就从之前宗门获救的机动中 猛的清醒过来 他们不是想隐瞒白小春 实在是这一切发生的太快 白小春从出现 直至三大天然一死一残一逃 三宗心神斗志崩溃 逆河宗修士反杀 这一切都连在了一起 而他们之前的压力极大 此刻突然的惊喜 以至于让不少人都恍惚 也都没来得及 立刻告诉白小春这件事情 此刻灵溪老祖 立刻就在来临时急速开口 导出原尾 这一切归根结底 不是出在李清侯身上 李清侯虽已经是原因 更是惊艳绝伦 可还不会让一位天然老祖亲自出手 实际上 这一切的因果 正是因为铁袋 那道合院的天然老祖 早就对铁袋急于许久 可铁袋的警惕极高 平时又不出宗门 所以始终没有给道合院老祖机会 故而 那位之前肉身崩溃 只剩下原神的道合院老祖 他在半年前进行了一番布置 升勤了李清侯 要用李清侯来引铁袋 而之所以选择了李清侯 说白了 也正是因为白小春与铁袋的关系 李清侯作为白小春堪比至亲的存在 此事不是秘密 通过李清侯的确可以让铁袋中计 实际上也的确是如此 铁袋为了救李清侯拼命冲出 所以才被留下了那一道触目惊心的疤痕 而逆和宗也为此事 所有老祖都几乎触动了 甚至动用了宗门的底蕴之力 血族都降临 最终 虽瓦解了道合院的圈套 免去了铁袋的浩劫 可李清侯那里却是无法被救回 眼下生死未知 之所以生死未知 是因李清侯元英侯修炼的功法特殊 修行草木之命 讲究的生机归一 所以他没有命捡留在宗门 故而无人知道他此刻生死 这一切因果 被灵溪老祖以及郑远东等人 用极快的话语完整的描述后 白小春脑海的天雷更磅礴 他的心中生起一股滔天的杀迹 更有压抑 若压抑在其中越来越重 最终只能通过一声 喊动苍穹大帝的咆哮来喧息 在这吼声中 白小春全身颤抖 眼睛血红一片 整个人如发狂般 没有任何话语猛的转身直奔 盗河月 盗河月 你们找死 盗河老祖 我 我要你死 白小春内心的杀意惊天 他这辈子也都很少有如此疯狂的时候 有如此想要杀人的时候 蛮荒中出现过一次 那是他弟子失踪 而眼下则出现了第二次 可这一次 却是比在蛮荒白号失踪时更要强力 更要惊人 让他觉得好似整个人都要爆发了一晚 彻底疯了 他不能不疯 实在因为那是李清侯啊 那是带着他从茂儿山踏入到修仙之门的礼数 那是给了他修炼启蒙的礼数 那是传授了他草木之法 在他一次又一次炼丹出现意外后 依旧对他袒护的礼数 那更是对他如同子嗣一般隐隐 仿佛如父亲一般的礼数 而在白小春的心中也一样不知不觉种 将其看成了自己的亲人的礼数 可以说整个逆河宗内白小春牵挂的人很多 可这里面唯一是亲情牵挂的只有李清侯 这一切让白小春岂能不疯狂 他大吼中身体如奔雷掠天而去 他的身后铁袋也猛的飞出跟随白小春 灵溪老祖等人被白小春的一声打好震动西神 此刻面色苍白中也焦急的立刻下令 让一对约摸上千的逆河宗弟子立刻在后面跟随去到河院一方万一 在他看来那毕竟是一个宗门 无论是抵御还是阵法都强悍无比 而眼下的白小春发狂 哪怕白小春修为惊天可作为长辈 他还是很担心有什么三长两短 那上千弟子立刻听命 虽没有白小春的速度 可灵溪老祖立刻就给予这上千弟子非洲 使得他们的速度也都不算很慢 此刻呼啸节直奔道河院 可最快的还是白小春 他此刻在这法狂下修为不断的释放开来 肉身之力一样如此 连续展开不死记挪移天敌 按照这样的速度 怕是也就是遗嘱香的世界 他就可以横顾虚无踏入道河院 远远看去风暴寒天 使得整个苍穹都掀起无穷波纹 在那波纹内 则是白小春那杀机极致到冰寒世界的恐怖身影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873集 小春 白小春此刻脑海一片空白 没有半点画面浮现 此刻的他已经不敢去回忆 他满脑子就只有一个念头 李叔 一定要安生 白小春内心焦急 更有强烈无比的紧张 这紧张不是害怕造成 而是患得患失 而是害怕听到 或是看到让自己崩溃的消息与画面 这一切化作了煎熬 让白小春的修为狂乱 让他的眼睛更红 让他的疯狂也都陶天 而这所有的一切融合在一起后 所化作的风暴 顿时让天地死都变了颜色 白小春的速度更快 这极致的速度 就连铁袋也都无法追上 刹那就被拉开老远 只有白小春一个人在这天地界 好似要撞开这片世界 掀起超越天雷的音报 不断的回旋在八方之中 这声响越来越强烈 以至于让大地上一处处秀真家族 一处处小宗门一座座城池 都在这一刹那全部听闻 撼动戏神抬头时 却看不到白小春的身影 能看到的只有他划过虚无的一道长痕 好似疤痕 而他们的心中却是在这轰鸣中 一个个都稀奇颤抖 还有不少人失声惊呼 这是什么声音 天空 天空烈了 远远看去 那疤痕的的确确 却好似一道巨大的裂缝 白小春的速度太快了 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 居然还没等过了一炷香 刹那街 白小春就带着愤怒带着焦急掀起滔铁风暴 轰隆隆中 看到了远处的群山之中的到和月 到和月的山门由七座不同颜色山峰组成 因之前战场三宗崩溃的太突然又太快 所以此刻的到和月内并非全部人都知晓了 战场上他们的老祖被斩杀肉身之事 可在到和老祖逃回宗门后 还是有部分人已经知晓 亥然中早就将山门大阵开启 所以此刻的白小春一眼就看到了到和月的四方 有一层璀璨的光幕 将到和月笼罩在内防止一切外来入侵 而这光幕波动扩散充满威亚 一看就极为惊人 毕竟这是通天河动脉终有修真界内第一宗门的山门大阵 可这阵法哪怕再强悍也超不过当年的长城之阵 在白小春的不死记下长城阵法他都可以穿透 区区一个中游宗门的阵法哪怕是天然不知又如何 白小春哄着眼速度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快 护明街刹那就冲向道和月 而此刻的道和月内留守的数万修士里也有三位元英强者以及不少结丹 他们在看到天空上内政呼啸而来的裂缝后都浪了一下 那是什么这天空怎么裂了怎么回事 这裂缝居然是直奔我们的阵法 这些人哪怕原因在内也都毫无例外 根本就无法看清白小春的速度 也自然看不清白小春的样子 他们能看到的就只有那一道天之痕 可就在他们近乎传出的瞬间白小春化作的天之痕就刹那中直接撞击在道和月的山门大镇上 这阵法诡异的竟没有掀起半点波澜好似不存在一样 竟被白小春直接穿透正是不死尽之力 在穿透的一瞬 他的身影就直接的撞击在道和院内的一座山峰上 一声惊天动地让此地苍穹扭曲 让大地颤抖的虎明巨象直接就震天而起 那山峰居然被拦腰崩溃 无数岁时刹那拖落而下 道和院内数万修士顿时惊呼急速避开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们才看清了 在那崩溃的山体半空中 此刻忽然出现了一个身影 这身影站在那里 可其四周虚无掀起无穷波动 更有风暴漩涡 正毁灭世界版不断的爆发开来 这一幕幕 多人是让所有道和院的弟子都倒吸口气 一个个心神颤抖的同时 那些原因秀士也都紧张 但这里毕竟是道和院的山门 他们就算硬着头皮也要出手 立刻就有一道道竖法光芒 从大地升空直奔白小春 更是从道和院内有一道道惊人的光珠 从其他山峰中爆出 直射白小春而去 白小春大吼了一声 给我滚开 双手猛的一挥 断时身体四周的风暴 就轰隆隆的向着八方破散 如同大郎翻滚 刹那就与那些树法以及光珠碰触 脆酷拉朽 直接崩溃后 这风暴没有停止 横扫四方 断时 刀和院山门震荒 大量弟子狂喷鲜血 骇然惨叫中急速后退 可就在他们退后的刹那 白小春的神识爆发了 他的神识之力超越了风暴 眨眼界就覆盖了整个刀和院 哪怕是禁地所在 哪怕有阵法阻挡 也都无法抵御白小春的神识 使得他在这一瞬 就立刻在这刀和院大地深处 找到了李清侯的气息 大地深处 赫然是一处地牢 那地牢中被镇压着不少 刀和院的俘虏 其中有一人刺客奄奄一息 正是处于昏迷中的李清侯 察觉到李清侯还活着 白小春的心终于松了一下 这一路他已经紧张到了极致 可很快的 在注意到李清侯的伤势后 白小春的怒火又疼的一下 就爆燃起来 他没有半点迟疑 身体一晃之下 就一拳向着刀和院的山门大地 憨然哄去 居想开天皮地板 大地轰鸣间一道道裂缝 木然出现 掀起的冲击更是让四周 道和院的弟子全部被眷飞 他们的脑海此刻都还在嗡鸣 内心的亥然与恐惧更是化作他们 心身的全部 此人是谁 他是白小春 是他 让三大天人一死一残一逃 该死的 他怎么来这儿了 在这道和院众人颤抖时 随着大地裂缝的出现 顿时 道和院内 原本的七座不同颜色的山峰 此刻 即第一座被白小春直接撞爆后 掩下第二座山峰 死因大地的牵连 骤然崩溃 无数山石爆发 轰鸣道和院 而此刻的白小春也看出来了 这道和院的山门有些奇异 其大地居然深厚无比 与四周七座山峰相列 只有七山崩溃 才可让这大地爆开 可白小春没心情去一一回去四周 剩余的五座山峰 他猛的掐绝节 顿时大吼一声 展开人山诀 顿时 这四周崩溃的石块 齐切而来 刹那间 就覆盖到了白小春的身体上 组成了一个高大的诗人 这诗人的面孔正是白小春 他没有丝毫停顿 咆哮中向着大地轰出了第二圈 一圈落下 大地的碎裂更多 掀起的冲击更狂暴 而四周的五座山峰 这一次赫然有两座瞬间坍塌下来 八方的惊呼声刺客戒而列三 不断的传出 数万道和院弟子刺客上亡惨重 根本就不敢留在山门 全部闻风丧胆般四下数窜 可就在他们逃顿的瞬间 白小春的吼声让天地变化 他的第三圈 木然落下 这一圈 好似一个巨大的陨石从天而降 直接就轰在了本就碎裂无比的大地上 这一次的声响超越了之前所有 刹那节四周残存的三座山峰就直接崩溃 道和院分崩离析 这一切从白小春出现直至现在时间上不到六十系 而那大地也在这一刻彻底的爆开 露出一个巨大的深坑 这深坑下就是道和院的地牢所在 没有半点停顿 在轰开这大地的瞬间 白小春身体猛的一晃 刹那消失 出现时赫然在了这地牢中 关押李清侯的牢笼内 此刻的李清侯正躺在那里 似外面的声响太大 使得他从昏迷中睁开憔悴的双眼 气息微弱 再看到白小春的一瞬 他明显的愣了一下 小春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874集 会不会抄家 小春这两个字 从李清侯口中不确定的传出 他明显身色内有些恍惚 似觉得这一切有些虚幻 他自从被道和院生秦侯 倒也没有承受什么折磨 只是他心中的痛苦却是极大 他对于自己的生死 并非特别的看重 可他不能让自己的存在 成为对方吸引铁袋的圈套 只是他没有办法去改变 甚至连死都做不到 只能眼睁睁的看着铁袋落入圈套 他的自责成为了吞噬他内心的圆圈 好在半年前 道和老祖没有成功 只是那斩在铁袋脖子上的衣件 让李清侯的心都在死后 可恨自己没用 他恨这整个道和宗 这股恨意强烈无比 使得他失去了利用价值后 被扔在了这地牢时 支撑着他 他不断的告诉自己 道和院没有毁灭前 自己绝不能死 所以他咬牙坚持 哪怕这地牢古怪 可以吸收他的修为与生机 使得他越发虚弱 可他还是不断的坚持 也幸亏是他的功法特殊 草木之力绵长无比 这才使得他吊住了自己的命 而这其中最关键的执念 除了对道和宗的恨之外 还有白小淳 他想念当年那个自己带上山的孩子 对方已离开太久了 他很想再去看一眼 很想再去保护他 他害怕白小淳的性格 如果没有自己的话 或许会无意中创下无法化解的大祸 这一切的一切成为了他的执着 是的他在这痛苦中不断的坚持 直至如今他被外面的呼鸣声震醒 在睁开眼睛的瞬间 他以为自己看错了 他呆呆的看着眼前的白小淳 而他那一声小淳落入白小淳的耳中 白小淳身体颤抖 眼泪在眼圈里打转 这声音虽微弱 可那里面透出慈响 透出柔和 使得白小淳的心在这一瞬被强烈的震动 李叔 白小淳一下子就哭了出来 哪怕他现在战力可以镇压天人 哪怕他现在地位尊高 可在李清侯面前 他依旧还是当年那个在茂儿山上 因害怕打雷 所以点了十三次香的白小淳 白小淳一把抱住李清侯 在这眼泪中 他赶紧将修为之力融入李清侯体内 不断的为他疗伤 在这过程中 他也感受到李清侯体内的虚弱 泪水更多 也看到了李清侯头发里的白丝 看到了他面孔上的皱纹 明明才是中年的李清侯 或许是这半年的憔悴 使得他苍老了很多 不再是白小淳记忆里那一身儒雅 踏入序列之中 似有傲骨的香雨山长脚 而李清侯依旧恍惚 正正的看着白小淳 没有在意自己的伤势 而是慢慢的抬起虚弱的右手 轻轻的放在白小淳的脸上 真的是你吗 你这孩子都这么大了 还哭 李清侯的右手微微颤抖 擦去了白小淳脸上的泪水时 他已经确定了 眼前之人就是自己从茂尔山上带回宗门的那个孩子 是我 李叔 我回来了 白小淳擦去泪水 扶着李清侯起身 此刻的李清侯有白小淳的救助 已恢复了一些力气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啊 李清侯笑了 那笑容里带着欣慰 带着感慨 带着深深的慈祥 这毕竟是原因秀士 心中虽也激动 可却控制的很好 看着白小淳 他目中也有了笑意 只是还没等他来得及去问白小淳这些年的事情 他就看到了地牢外那巨大的窟窿 更是在白小淳的扶持下走出后 看到了四周 七座山峰彻底崩溃 大地无数裂缝已经分崩离析的岛河远 还有那四周 一个个正颤抖中不断逃顿的岛河远弟子的身影 再看到这一切的瞬间 李清侯的激动再也控制不住 他呼吸急促 猛的看向四周 是老祖突破了吗 他们在哪儿 李清侯的第一个反应 就是这半年里 有某个老祖修为突破成为天人 而如今更是大军到来 轰开了岛河远 可很快的 他就迟疑了一下 实在是他觉得 就算是有老祖突破 怕是也无法将岛河远撼动到如此程度 除非是有两个老祖都修为突破成为天人 但这在他看来 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那个 李叔 老祖没突破 这里也没其他人 就咱爷俩 白小春眨了眨眼 干咳一声 在救下李清侯后 他的压抑也都消失了 性格又恢复到了以往 此刻话语皆 心中还忍不住有些得意 李清侯明显一愣 看了看四周的废墟 嘴中目光落在白小春身上 扮上之后 他忽然笑了 笑声越来越大 用力的拍了下白小春的肩膀 好 好 好啊 他没有去问具体 因为已经不重要了 他此刻内心的激动 比之前还要强力 因为 他当年从茂尔山带来的孩子 如今已经成长到了晴天的程度 只是心中多少有一些失落 那是一种看到雏鸟已能飞越苍穹 不需要长辈去保护时 作为长辈的那种说不出的感觉 既是欣慰又是失落 听到李清侯的表扬 白小春更振奋了 很是得意的一甩小兴 这算什么 李叔你不知道 我之前在蛮荒时 比现在厉害多了 还没等白小春说完 远处苍穹 忽然有呼啸声急锁而来 正是铁蛋 他比白小春慢了好多 此刻到来后 杜尔时就看到了崩溃的道河宗 看到了李清侯 对于白小春能将道河宗崩溃 他没有意外 此刻在看到李清侯时 他也激动 瞬间身体缩小 直奔李清侯而来 到了李清侯身边 不断的轻壮了几下 露出激动与亲切 李清侯也心中浮现温暖 更有愧疚 轻轻的抚摸铁袋 目光落在铁袋脖子上那道巴寒石 他的心揪了一下 本想有一天能亲自帮你报仇的 现在已经不需要了 你爹已经帮你了 李清侯笑了笑 看着四周的废墟 看着白小春 他心中的骄傲与自豪 无比强力 小春 我们走吧 到贺宗 就算还能喘过这口气 也将遗落千丈 李叔 不着急 我们再等等 白小春目光 在这四下打量中赶紧开口 同时又向着铁袋急速说道 铁袋 我记得之前身后有不少弟子跟着呀 怎么还没来 你去带带他们 铁袋闻言有些疑惑 但白小春的话语对他而言 从来就没有拒绝的时候 此刻一晃直奔天边 不多时 他再次回来的身影后方 就出现了一条条非洲 那上面有上千修士 刺客急速赶来 在看到一片狼藉的道合院后 这上千人都吸了口气 看向白小春时狂惹更多 刺客纷纷落下 向着白小春与李清侯一拜 拜见老祖 拜见李长老 他们的话语 让李清侯 更确定了内心的答案 看向白小春时脸上笑容更多 白小春挠了挠头干咳一声 他还是首次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于是一挥手 行了 赶紧给我把四周十块都清理一下 这道合院我灭的太快 他们逃的匆忙 一定有不少财宝来不及带走 我们给他一锅断了 白小春连忙兴奋的开口 心底跃跃欲试 琢磨着自己抄家抄了不少 可抄宗 这可还是第一次 他这话语 立刻就让四周那上千底子精神一阵 赶紧散开 不断的清理四周 寻找道合院的财富 李清侯目中更为欣慰 他按道这孩子已经长大了 就连自己都忽略了此事 而他还能想到很是难得 没错 这道合院多少年的积累 对我逆合宗而言将是一大助力 李清侯点头 可他话语刚说完 一旁的白小春却是皱起眉头 很是不满的看着那上千弟子 你们会不会吵架呀 那里明显石头最多 一看就没什么宝贝 你们别去清理那边 这里这里 多来几个人 你们看看山石上明显有法力波动 这必定是宝石的砖石 这下面一定有宝物 还有你愣着干什么呀 赶紧把你脚下那些青石板收了呀 那些可都是零石打造 白小春急忙开口很是无奈 他觉得这些人太不会吵架了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875集 任重道远 哎 不要去挖那里呀 都看到地面了 谁家宝贝会埋在土里呀 你旁边那口大缸 才是宝贝呀 哎呀你们哪 抽死我了 来来来来 都听我指挥 三百人 去把四周山石都清理一下 三百人 专门去把那些坍塌大殿搬开 再来三百人 你们的使命很重要啊 你们去这四周的禁地 看到什么就给我拿什么 不认识的认识的都拿走 最后这一百人 你们跟着我 我让你们拿 你们就立刻拿 还有你 那不是青石板 那是普通石板 白小春越开越着急 索性 撸起袖子冲上前 大声的开口指挥 他觉得 这些人的手法太不熟练了 此刻只能亲自上阵 凭着他在蛮荒 那惊人的无与伦比的抄家经验 很快的 就让这一千多弟子 好似慢慢的从良民变成了暴徒 横扫一切 就这样 白小春还是觉得遗憾 再次开口 我和你们说啊 抄家要讲究意识 意识知道吧 就是要琢磨 如果你是这个宗门的老祖 你会把宝物藏在什么地方 这些太复杂 我给你们总结一下啊 抄家就是三个字 快很准 这是我总结的 准备传承的三字真言 快 就是无论动作还是速度 都要无比之快 你们看到过蝗虫吧 在抄家的时候 就把自己看成是蝗虫 狠 这就简单了 就是你们一定要红眼 红了眼后呢 看见什么都抢 看到什么都拿 想象一下 你们进入一个满是宝物的地方后 拿的越多就赚的越多 我们的口号就是 所过之处寸草不生 最后一个就是准了 这个就需要我之前说的意识了 对于初学抄家之人来说 你们再没有掌握这个意识前 我告诉你们一个窍门 就是不管认识不认识 只要是眼前的东西 立刻就拿走 等回去后 我们再一一辨认是不是宝物 反正都被我们拿走了 白小纯越说声音越大 眉飞色舞的同时 也有恨铁不成钢的感慨 他的话语回荡在道合院的废墟上 那上千弟子一个个早就目瞪口呆了 呆呆的看着白小纯内心不断的稀气 老左你怎么这么擅长抄家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抄家的三四真言 他居然对抄家如此熟悉 众人神色古怪 纷纷傻眼 他们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居然把抄家总结了三个字出来 此刻众人脑海里都在恍惚琢磨着 这得需要多少次抄家之后 有了多少经验 才可以将抄家化作如此精髓的三字真言 这至少也是需要将抄家作为一个事业来去发展 才能做到的 不但是这上千弟子如此 就连李清侯此刻也都呆住 傻傻的看着白小纯在那里不断的四下窜动指挥这里指点那里 在他这不断的教育下慢慢的道合宗的包藏被不断的挖掘出来 看其手法的的确确是做到了那三字真言的程度 这一切让李清侯再次恍惚起来更是有些头痛 右手不断的揉着眉心一脸无奈 他算是发现了 这白小纯不管什么修为都是那么一幅让人不放心的样子 既然去总结如何抄家 这这也算是一个特长吧 李清侯内心常态一声 已不知该说些什么 可他没注意到铁袋在一旁 眼都不眨一下的望着白小纯 聆听的比所有人都认真数倍 他当年就是在大黑狗那言传身脚下 学会了如何去勾引魔兽 又跟着白小纯学会了趾高气昂 眼下他似发现了新世界一般 目中都开始冒光了 看向白小纯时崇拜无比 他觉得自己这个爹实在是太厉害了 居然能掌握这么多本事 尤其是听到白小纯说 这个抄家的法术是准备传承下去的 于是铁袋立刻就有了一种使命感更是认真的学习起来 终于的这整个道合月在一个时辰后被这上千弟子慢慢的彻底的清理了一遍 而那一千多人也都在那古怪中对于白小纯的印象彻底改变了 在敬畏的同时也多了一些说不出来的感觉 甚至很多人慢慢的也想起了逆河宗内 始终流传的关于白小纯那些让人啼笑皆非的传说 原来他是这样的白小纯啊 白老祖 算了我还是叫他白小纯吧 这一千多人内心虽然嘀咕 可他们在白小纯的言传身教下还是有悟性的 完全的按照三字真言 此刻整个道合院都干净无比 不说寸草不生也都差不多了 甚至所有的山石都被这一千多人拿走 哪怕残破的阁楼剪出碎块也是这样 方言看去保证就算是道合院的弟子回来了 也都会恍惚认为自己走错了路 认不出来他们的宗门了 这里面铁袋占据了很大的功劳 他悟性又好身体更是可大可小 钻入一些缝隙里往往让那些宝贝无所对形 白小纯眼看铁袋这么聪明顿时高兴了 但有一种这才是自己儿子的感慨 不错铁袋你有天赋 以后咱们家这个抄家手法就要靠你来发阳光大了 白小纯赞赏几句之后 铁袋更兴奋更认真了 可当白小纯看向其他人时 他叹了口气 还是觉得不是特别满意 他无比的怀念周一兴 琢磨着 这如果是周一兴在这里 用更少的时间就可以将这道合院内所有宝藏一锅端了 这样下去不行啊 白小纯内心很是严肃 神色也都凝重了 看来我很有必要 接下来要好好地培训一下宗门那些弟子 争取让每一个弟子都掌握一手精髓的抄家之法 这样的话以后我们逆和宗才会更富有 使得每一个弟子都有足够的修炼资源 如此一来就能让所有人飞速强大 这对宗门来说就是福音啊 白小纯这么一想顿时就觉得自己压力很大的同时也有一种使命感 其他人看不出白小纯的心思可李清侯一眼就看出了 此刻再次揉着眉心苦笑不已 眼看白小纯还在那里似愁坏远大志向李清侯忍不住干咳了一声 行了小纯我们回逆和宗 小纯赶紧应了一声将内心的志向压下后 大秀一甩意气风发的带着铁带以及那一千多弟子 与李清侯一起好好当道飞向逆和宗 一路上李清侯把白小纯叫到身边问询关于逆和宗的事情 白小纯连忙精神抖擞将自己所知道的都说了一遍 当听到白小纯战三大天人居然一死一残一逃后 李清侯也都心神狂疹 尽管之前有猜测可他没想到居然比自己猜测的还要惊人 就这样在这谈话中众人加快速度慢慢靠近逆和宗的势力范围 而此刻到河院内那位肉身被斩的天人老祖才敢悄悄的回来 实际上他之前远远的看到宗门内的一切可却不敢靠近急速逃顿 言一下好不容易等白小纯走了他才敢回来 只是刚一回来看着那空空的宗门就算是他也都恍惚了一下 的的确却升起了一种似乎自己来错了地方的感觉 这里是岛河院 岛河老祖目瞪口呆的看着四周一片空旷身体慢慢颤抖 到了最后他发出一声淒厉的嘶吼咆哮 白小纯你欺人太甚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传记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876集回家 此刻 逆河宗势力范围内 因白小纯之前的动作太快 没有耗费多少时间 就算加上抄家也才一个多时辰而已 以至于眼下的三宗修士依旧还在溃散 而逆河宗的弟子他们的追杀也都没有停下 整个逆河宗的势力范围一片混乱 甚至逆河宗的老祖们此刻都无法去让宗内弟子收心 实在是之前的危机使得所有人都压抑到了极致 眼下在这激动于振奋中他们要宣泄 渐渐的五百里一千里两千里 而三宗修士彻底溃散后 一些没有逃出的弟子直接就选择了投降 这场追杀最终直至达到了三千里时 随着逆河宗修士心头的振奋慢慢平缓 随着他们的激动也渐渐平静 他们的疲惫也不断的升起 终于在反杀了三千多里后 逆河宗的几个老祖适时的传出法力停止追杀 如此一来 那些逃顿的三宗修士才松了口气 一个个心中颤抖 带着心头的恐惧与余计套散开来 他们每个人都心中明白 逆河宗要崛起了 这一战因白小川的出现彻底逆转乾坤 逆河宗虽损失不少可却最终大胜 甚至从此之后 怕是三宗弟子在看到逆河宗修士后 都将心神延续恐怖不敢招惹 实在是这一战彻彻底底的将他们打怕了 惊慌万壮丧胆盲魂 随着这场大战的结束 可以想象 此事必定会如风暴般横扫整个中游修真迹 撼动通天河东脉所有下游的同时 也将改变中游格局 甚至星空倒极宗内 也必定会因此形成极大的震动 毕竟这场战争 三大宗门之所以出手也是得到了星空倒极宗的默许 可同样的 白小纯不仅仅是逆河宗之人 他更是星空倒极宗的弟子 甚至其身份在长城时已达到了晚夫长的程度 而历代晚夫长都是要进入铁血堂中 成为星空倒极宗内最强势的长老势力之力 更不用说白小纯的星空倒极宗内也不是没有朋友 无论是照天交道旅二人 又或者是白礼以及长城中他所认识的众多修士 这些人都是他的朋友 在他没回来的时候他们可以勉强保险逆河宗 而如今的白小纯归来可以想象 必定在星空倒极宗内因逆河宗的事情掀起强烈的反弹劫则 而白小纯这一战爆发出的战力也必定让星空倒极宗极为重视 关于星空倒极宗在接下来会传出的法令 白小纯也心知肚明早晚会来 可不管是星空倒极宗的态度如何 眼下的逆河宗在经历这场大战之后需要的是稳定 需要的是修身养息 这一战虽大盛可代价一样不小 空荣树的阵法已经崩溃了十之八九 需要修补的同时还有四脉的底蕴质保 也都破损极为严重有的还可以修复而有的则彻底碎灭 同时 逆河宗的山门也在这一战中坍塌了大半 四条山脉有两条半已经崩溃了 需要老祖们以大法力重新凝聚打造出来 拜小春与李清侯归来时看到的正是一片修复之中的逆河宗 对于李清侯的平安回来 郑远东以及灵溪老祖还有太多李清侯的朋友 尤其是许媚香更是激动不已 他本已绝望如今重新看到李清侯眼泪流下 李清侯在看到许媚香后也心神一阵 回想这半年好似隔世此刻目光也柔和下来 白小春眨了眨眼看了看这两个人 渐渐笑了起来 二人回来的途中 白小春已经给了李清侯一个天然魂 又为李清侯详细检查了伤势 确定无碍他已放下心来也就没去打扰 而是带着铁袋在宗门中走过 看着四周的破损 看着那一个个有伤势的弟子 白小春的心慢慢也有些低沉 实际上这一战逆河宗弟子的伤亡 虽然比较惨重 可收获同样巨大 仅仅是俘虏 逆河宗就勤获了租有数万人之多 同样的 从这些俘虏身上得到的法宝与资源很是可观 这还是其次 有不少三宗的底蕴之宝 因三大天然老祖败的突然 因三宗修士逃的狼狈 以至于没有收走 这就使得逆河宗收获更大 而这一战 出彩的不仅仅是白小春 他虽逆转了乾坤 可在这之前 铁袋的存在是让整个宗门能支持到白小春来临的关键之一 铁袋的修为已经到了元英大圆满 甚至 凭着其王寿的天赋 他可以勉强与天人一战 虽注定会败露 可这种战力已经足以让人心惊了 尤其是王寿本身 随着时间流逝是注定会成长到天人精的 其作用之大对于一个宗门而言难以形容 除了铁袋外 宋军外一样在这一战中光彩夺目 他虽不是元英 只是杰丹大圆满 可在他的操控下 内中风血剑脱颖而出 超越其他三封成为了血吸一脉 阻挡敌方的血煞关卡 而灵溪一脉也有天骄因这一战越发璀璨 如上官天佑就是这般 他的成长极为快速 如今也到了半步元英的假英境界 算是这一代理不算白小春等人最强的弟子了 甚至他在这之前 于逆河宗内就已经是名其不小 而他的性格也有了太多的改变 沉稳了不少的同时 也让很多弟子对其很是尊重 还有北寒历 原本在天骄中不算最强的他 因当年允建深渊内崛起 地品的筑基造就了他如今 结单后期的就位 哪怕比不上上官天佑 可也依旧远超同辈 毕竟上官天佑当年就有老祖曾言 他是见先转世 虽筑基不如白小春 可在后期中却是近战一日千里 其他两脉也都各有天骄于这一战璀璨瞩目 想来用不了多久 宗门必定论功行赏 而他们的未来也自然会一片大好 随着走在宗门内 白小春看着那一个个熟悉的面孔 看着每个人在望着自己是 那墓中的狂热他也觉得温馨 一种家的感觉让他温暖无比 这是他在蛮荒时无法感受到的 毕竟无论去了什么地方 这里才是他永远的家 在这整个宗门都开始忙碌修复时 白小春也参与进去 他看到了那条天角墨龙 这条老龙在之前的战争中伤势几种 如今已延延一息 哪怕被人救助 也都似随时可以死去的样子 白小春立刻出手 以其天道原因之力 终于将老龙救了下来 伤势也慢慢恢复 至于铁袋 此刻又没影了 可当白小春救下老龙准备离去时 铁袋回来了 在看到铁袋的一刻 白小春直接傻眼 他看到铁袋身后 居然跟随着大量 样子各异 完全不同的灵兽 这些灵兽有小伴 毫无例外 都是磁性 你说他们 都 都是你老婆 白小春呆了一下 看着身边的铁袋 听着其口中传出的呜呜声后 只觉得心脏都震了几下 那 那他们呢 白小春 一直那些磁性灵兽后方 跟上来的一个个 样子同样各异的小兽 目瞪口呆的 看向铁袋 铁袋闻言 露出自豪的神情 向着白小春吼了鸡嗓子 他的吼声 虽逆和宗内有不少人可以勉强猜懂 但若论最了解的还是白小春 你妹妹的 他们都是你孩子啊 白小春真不结舌 看了看那些母兽 又看了看那些小兽 对于铁袋在这方面的能力 彻底服了 铁袋眼看白小春如此更为得意 转头向着那些母兽吼了几声 顿时 这些全部灵兽居然都向着白小春扑服下来 一同吼出 没有凶器 有的只是如同是拜见长辈般的敬畏 白小春苦笑 立刻就明白了铁袋的用意 拍了下铁袋的头后 他叹了口气 铁袋是他儿子 那么这些兽 就是他的儿媳以及孙子了 想到这里 白小春琢磨了一下 从厨袋中取出了蛮荒的魂药 算是界面里给了这些灵兽 魂药对于魂羞而言如同灵石 同样的 对于这些灵兽来说魂药同样有效 而且 因其在通天河区域寒见 故而价值不菲 拿了白小春的魂药后 那些灵兽一个个都很开心 叫声更是欢快 铁袋也很得意 但有一种似带着完备来见了长辈后 自己很有面子的感觉 看到铁袋开心 白小春也笑了内心感慨 这才是我的家呀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传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八百七十七集 物是人非 整个宗门都在热火朝天的成简中 轰鸣声时刻可以听到 那是灵溪老祖等人 正在以法术移山倒海 将宗门的四条山脉修复 从而传出的声音 而空荣术也在丹溪一脉的全力救治下 渐渐有了一丝生息 同时也有很多丹溪一脉的弟子 不断的开丹炉 炼至疗伤丹药 至于玄溪一脉也是如此 他们一方面配合丹溪一脉去救助 一方面则是修补所有宗门的阵法 同样还分出一些 为宗门弟子修复法宝 而作为这场战争中的核心之力 灵溪与血溪一脉 他们大都在闭关疗伤 更有不少则是参与到宗门的修复之中 白小纯找到宋军晚时 他正忙碌在血溪一脉的中锋势力中 身为中锋的中流砥柱 此刻战后他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于是哪怕心中也想和白小纯单独在一起说说话 可责任更大 于是也就顾不上白小纯 而白小纯如今的身份太高 他所在之处四周的弟子看到他都会敬畏狂热 不断的败戒 也就使得修复的工作不由的缓慢下来 白小纯美滋滋的 正要开口说些什么 他认为自己现在很有必要去鼓励一下大家 可还没等开口 宋军晚直接一瞪眼撵走了白小纯 白小纯摸了摸鼻子 有心反驳 可一看到宋军晚 他就觉得心虚 实在是在蛮荒时 红尘女的事情 让他生怕被宋军晚与侯小妹知晓 至于侯小妹为何不在宗门 此时白小纯在回来的路上 也从李清侯那里知晓了 明白 侯小妹与鬼崖居然被天尊在大半年前的一次全通天河区域的选拔中选走去了通天岛将成为通天岛的侍卫 如侯小妹与鬼崖这样的侍卫 每隔一段时间通天岛都会进行一次选拔 每次都会选择出不少修士 在整个通天河区域的宗门看来 这是极大的造化 仿佛一步登天 而且也并非所有人最终都可以留在通天岛 其中有大半都会在一段时间后被送回来 而每一个回来之人都会修为暴增不少 至于那些能留在通天岛的无论身份还是地位都将极高 哪怕源头宗门看到也都非常的客气 只是白小春心底始终有些不太放心 可却找不到不放心的理由 心底算了算时间 知晓侯小妹是在那蛮荒那绝世之战前被选走 她这才平缓了一些 或许是我先入为主啊 白小春迟疑了一下 安慰自己的同时也琢磨着尽快找个机会去见见侯小妹 在白小春这里心中有些不安时她看到了上官天佑 上官天佑比以前成熟了许多 此刻她站在一处悬崖边神色内带着悲伤更有追忆 目中有些发空似遥望下方 看到上官天佑这个表情 白小春一愣想了想后也走了过去 顺着上官天佑的目光看去时 她立刻就看到在那不深的悬崖下方 丛林内依稀似有一间木屋 这木屋旁有一处坟包 上官天佑的手中拿着一条蓝色的彩带 被她紧紧的抓住 似哪怕有一天死亡 她也都不愿松开 此刻默默的望着那木屋 望着坟包久久不语 白小春看着坟包迟疑了一下 脑海里也在思索自己此番回来后 还有谁没看到 很快的她就想起一个人 再想到这个人的瞬间 白小春身体遗产 那是新奇的木屋 上官天佑轻声开口 带着苦涩 她对白小春已经没有曾经的记恨了 岁月的流逝足以抹去一切少年式的鲁莽与冲动 周师姐 白小春呼吸一致 她的脑海里立刻就浮显出记忆中的周新奇 那是李清侯的弟子 更是当年香云山上很是瞩目的大师姐 白小春还记得灵伪姬 还记得当年自己主动跳出来帮周新奇去抓偷鸡狂魔 还有后来自己总是调侃的新奇失侄女 这一切如今已成为了回忆 白小春有些无法接受这一幕 她的呼吸猛的急促起来 她的身体微微颤抖 再没有什么比同辈人的死亡更让人心中压抑的了 记忆里的女子成为了永恒 记忆里的画面成为了灰色 看到白小春的颤抖 听到白小春的呼吸声 上官天有的目中越发悲伤 在白小春离去的这些年 她也不知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了周新奇 甚至她也能感受到周新奇慢慢对自己的好感 可知道周新奇死亡 也没有接受她的表白 而周新奇也在十多年前的一次外出中 与集合院的修士产生了小规模的战斗 相消欲允 尽管此仇已被上官天有亲手报了 可从那一天开始她的性格也彻底改变 变得沉默寡言 变得不再如当年般极端 她更努力的修炼 一步步成为了这一代里 逆河宗内被公认的最强弟子 只是她的心中永远都藏着周新奇的身影 那手指的蓝色彩带正是周新奇的遗物 被她永恒的留在了身边 白小春沉默 正正的看着周新奇的坟墓 慢慢的向着悬崖底的坟包拱身一摆 上官天又闭上了眼 正开始她轻声开口 白小春 谢谢你 说完 上官天又转身向着远处走去 她的背影在白小春的墓中很是肖色 许久许久 白小春都没有从这情绪里恢复过来 她低落中 深深的看了一眼周新奇的坟墓 脑海里始终挥散不掉当年的身影 她也忽然明白 李清侯的那些白发 或许也有因周新奇这个她满意的弟子陨落 有不少的关联 为什么 为什么修行 一定要打打杀杀 白小春轻声喃喃 说着这 她当年刚刚踏入修真界时 时常说出的话语 可眼下 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 她好似有了答案 可仔细一想 依旧是没有答案 沉默中白小春离开了 她发现这么多年没回来 对于很多事情都不知晓 而在宗门大盛的背后 实际上也藏着太多的泪水 她的神势散开 她想要去仔细看看自己的家 几乎在神势散开的一瞬 她看到了贝寒利 在宗门的后山 那里有一片惊人的墓地 里面葬着这些年所有战死的阴魂 此刻的北寒利就坐在一处墓碑前 那墓碑很稀 是她刚刚亲手埋葬后 亲自树的背 上面没有名字 只有一幅被北寒利刻下的图画 那图画里是一条狗 一条大黑狗 北寒利的手中拿着一壶酒 岁月的流逝在她身上格外的明显 她的两鬓一白 整个人沧桑中也有了一些醉意 不断的喝着酒 不断的看着墓碑 神色复杂中也有追忆 也有苦涩 也有感慨 大黑狗是为了救她而死 白小春心情复杂 她发现自己还有态度的事情不知晓 大黑狗的死亡 让她心中也苦涩的同时 她没有去打扰北寒利 而是神识 在那一处从墓碑上扫过 看着那上面一个个有的熟悉 有的陌生的名字 白小春的身体越发的颤抖 嘴唇哆嗦着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公孙娃儿的哥哥公孙云 找到了白小春 她也苍老了很多 修为虽以解丹 可却是解丹初期 与她当年在灵溪宗北岸的天骄身份比较 她算是进展最慢的一个了 无论是北寒利 又或者是鬼崖 都将她远远拉下 可她没有低落 甚至很多时候心中都有属于她的骄傲 她骄傲的是自己的妹妹 虽然这个妹妹自从允见深渊后 就变得有些冷漠 可她始终觉得 那毕竟是自己的亲妹妹 而她哪怕不如其他人 可她的妹妹公孙娃儿 那是被星空到极宗 都亲顶选走的绝世娇女 只是 这一切随着当年众人被传送到了蛮荒 她对于妹妹誓死誓活的担心 对她的打击极大 她心中的交集更是强烈无比 白老祖 您回来了 宋全也回来了 神算自己回来了 我妹妹呢 公孙娃身体颤抖 有些紧张 可却不敢言辞冲撞 一败后低声问道 白小春沉默 复杂的看着眼前的公孙娃 她迟疑了一下后 没有告诉对方那残酷的真相 而是轻声开口 婉儿当年 战死在了长城上 她是为了救人而战死 公孙娃僵了下 她默然沾了两脚 眼泪还是忍不住流了下来 实际上 她早就有了这个预感 此刻闭上了眼 泪睡中 向着白小春一败 默默地离去 第878集 永恒 看着公孙芸透着哀伤的背影 白小春最终 还是没有将事情的真相告诉她 实在是没法开口 她很难去说出 公孙娃儿实际上在允建深渊时 就已经死亡了 而此后 公孙芸看到的妹妹 则是那诡异的小女孩套着公孙娃儿的身躯出现 这真相太残酷 白小春不忍去让公孙芸这里承受如此打击 与其这样 不如给她一个果断的答案 在这个答案里 公孙娃儿被白小春一句话 塑造成了一个为了救人而牺牲的英雄 尽管这句话里漏洞百出 而公孙芸似也有所察觉 可她没有追问 也不想去追问了 白小春之前的预言又止 本身就已经说明了问题 妹妹 之前做门内的你 真的是你吗 公孙芸的心中始终藏着这个句话 甚至很多次她都刻意的不去想真相是什么 直至公孙芸远去 白小春的心情很沉重 她不喜欢这样的情绪 她向往快乐 向往美好 可随着成长 随着一路走来这样的情绪 还是一次又一次的浮现在她的心神中 之前的那些词 都是在各种原因下将她慢慢的埋在了心底 可如今的这一次 那片墓地在她脑海里不断的浮现 周新奇的身影还有那一个个熟悉的面孔 在她的记忆中怎么也都无法挥散 一股悲伤之意在她心中渐渐扩散时 灵犀一脉的老祖如今的逆河宗内 甚至比血系老祖更有希望踏入天人的她 默默地从远处向着白小春走来 她察觉到白小春的神势波动中透露着的悲伤 可对于白小春她很了解 虽不如礼亲吼 可毕竟也算是看着白小春一步步在宗门内成长 渐渐的她来到白小春身边 没有去打扰陷入低沉中的白小春 而是陪着她一起站在那里 遥往逆河宗墓地所在的地方 许久 灵犀老祖沙哑的开口 其声音带着苍老回荡在白小春耳边 小春 你看这四周 看看我们的宗门 你能看出有什么不同吗 灵犀老祖的到来 白小春早就知晓 只是她情绪低落此刻文言抬头看向四周 整个山门依旧是有着阵阵杂音回荡 各种各样的修复工作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之中 不说整个宗门时刻都在变化 可若仔细去看也能察觉到 山门的一切都在慢慢的恢复中 怕是用不了多久 在如此多的人齐心合理下 整根逆和宗将重新焕发生机 而那些被俘虏的三宗弟子也将会成为逆和宗的一笔重要的筹码 不管是融合进入宗门 又或者是与三宗进行交换 都可让逆和宗自身壮大数倍之多 你知道为什么所有的弟子都如此的努力 如此的执着吗 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他们的宗门 更是他们的家 灵溪宗也好 逆和宗也罢 始终秉承的都是 弟子的造化属于自身 而宗门的包容则是万象一般 只要让所有的门人都对宗门有足够的信任与认同 那么才会把宗门看成是自己的家 而实际上 宗门本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家 灵溪老祖轻声开口 他已经很老很老了 存在了太久的岁月 若非是依靠密法 怕是早就已经陨路 就算是有密法在 或许是这些年的逆和宗风雨飘摇 使得他脸上皱纹更多 看起来苍老无比 这一切 白小淳在看到后 在听到后 低落的情绪略好了一些 只是他有心结 渐渐的收回目光 看向灵溪老祖 老祖 我们修士 修行 难道不是为了长生吗 为什么要打他杀杀 人活着才有希望 一旦死了 又有什么意义 这个心结 多少年来 始终都埋在白小淳的内心深处 此刻他在这低沉中终于问了出来 这个问题很深 就算是灵溪老祖 也都沉默下来 无法第一时间就给白小淳答案 他站在那里沉默了很久 神色更为沧桑 看向白小淳时 目中柔和 带着一丝心疼 他心疼 这个灵溪一脉最优秀的弟子 因为他知道白小淳 从进入山门的第一天 就有着要长生的梦想 他更心疼 这个有着长生梦想 又很是怕死的弟子 在这一步步走来后 再经历了这残酷的修真戒后 依旧还能有如此执着 有如此赤子之心 他明白 这太难太难了 灵溪老祖轻声开口 小淳 人活着的确是有希望 可死去 却未尝没有理想 其他人老夫不敢去说什么 可这片墓地内所有战死的弟子 他们都是为了心中的道而死 什么是道 白小淳有些懵懂 这个问题 当年他在星空道基宗的彩虹上 也遇到过 可却始终没有什么答案 只是依旭觉得自己的道 就是想要长生 道这个词太过深邃 没有人能将其讲述的明白 老夫也只是活得太久 慢慢有了自己的体会 道就是执念 那些战死的婴里 他们难道不害怕死亡吗 他们的执念不就是长生吗 可宗门是他们的家 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人 为了守护自己的家园 他们愿意去牺牲 愿意将自己的执念放在心底 哪怕有遗憾 可依旧选择了誓死守护 别说是他们 哪怕是老夫 这一次也都做好了准备 所有人都能离开 可我不能走 宗门灭的那一刻 就是老夫隐落之时 比如你小春 当年落尘山脉的遗战 你为什么选择回头去救人 你不知道一旦回头 极有可能会死亡吗 还有这一次 如果莱迪不是三位天人 而是三位半神 你是依旧会回来 还是不敢靠近 看着我们死亡 独自逃走 这番话语 让白小春内心猛的一阵 神情变幻 这个问题 他之前没有想过 也没有答案 实在是知道 宗门危机的那一刻 他脑海根本就是空白的 他无法去眼睁睁看着宗门陷入灭绝的地步 而自己却不敢省钱 白小春心神在这一刻更是起伏不已 他隐隐明白了 自己的执念虽是长生 可自己生活在这天地间有太多的牵挂 有太多的无法割舍 哪怕他不想打打杀杀 可却无力去撼动这世界的法则 在自己的亲人 自己的宗门 自己的家园面临危险时 他就算有再强烈的执念 也都必须要做出选择 做出取舍 而这个取舍是他愿意的 至于生死 灵溪老祖的声音蕴含了碎语 似乎以他的寿源来说起生死 透出某种真意 有时候你活着 可在别人的眼中 你已经死了 而有时候你死了 可在别人的心中 你依旧还活着 周心齐一云 可他在上官天佑的心中 他永远都在 大黑狗虽亡 可在被寒烈的心中 永远都存在 你看那些墓碑上的名字 小春 他们已战死 可逆河宗内 从上到下 谁能忘记他们 谁敢忘记他们 灵溪老祖 话语斩钉切铁 如同一道道天雷 带着道医 不断的落入白小春西神内 使得他身体颤抖的同时 内心也一样猛的 就好似被撑开般 以往无法清晰的思绪 在这一刻也都真正的清楚了 他的面色变得凌然 他的目中露出名物 这些话对他意义太大 让他明白了生死 明白了选择取舍 明白了执念 心中的悲伤虽依旧存在 可却沉淀下去 被骨浓浓的敬意所取代 这敬意越来越强烈 直至充斥白小春全部身心后 他抬起头 向着那片墓地所在的方向 抱拳深深一摆 久久不起 老左 我懂了 拜小春南南地狱 这一拜是拜所有战死之人 是拜他们的牺牲 是拜他们的无尾 更是拜他们的英魂 宗门在 哪怕千年万年 这些战死之人 依旧会活在后续弟子的心中 永恒长存 他们死在了天地 却活在了岁月中 本集 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传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八百七十九集 缺儿也在啊 眼看解开了白小春的心结 灵溪老祖脸上露出笑容 对于白小春 他很在意 并不仅仅因为白小春这一次 战败了三大天人 白小春对于逆和宗来说 仿佛灵魂 哪怕如今的逆和宗 灵溪宗 与血溪等外 已相互彻底融合 可就算是这样 白小春依旧是无可替代 最重要的是白小春这里 本就是灵溪一脉 根正描红的嫡系弟子 小春 你失踪在满黄多年 这一次恰好在如此时机回来 莫非是你 也听说了天尊要选择弟子的事情 灵溪老祖忽然想到了什么 将着白小春问道白小春移了 天尊选弟子啊 天尊收徒 具体老夫也了解不多 可却听说了此事 怕是用不了多久就会开始了 如今的四大源头宗们都在准备 据说 但凡是原音修士 不论出身 只要是通天和去 哪怕并非宗门之修 而是家族修士 又或者散修 也都可去四大源头宗门 通过那里去往通天道 灵溪老祖很是感慨 可他也明白自己的年龄很难适合 而整个通天和区域的原音修士数量不少 如此多的原音修士 去争夺一个名额 难与凡人上请天 可在他看去 白小春的希望之大 怕是足以超越九成九的同辈之修 而他也看出了 白小春实际上还没有达到天人 能凭着原音大圆满的修为 凭着半步天人的境迹 让三大天人一死一残一逃 此事 灵溪老祖在这之前 于通天和东迈从未听闻 虽不知其他三脉是否也有如此逆天之人 可无论如何 就算不是前所未有也相差无几 白小春摇头 这还是他首次听说天尊收徒 或许是以蛮荒那场绝世之战 白小春对于天尊总是有些内心的抵抗 隐隐觉得对方不像好人 而说起天尊 白小春立刻就担心侯小妹 赶紧询问了一下 后小妹于桂牙是在十年前通天道的全部区域选拔中进入了前方之力 这选拔并非只是斗法 还有资质以及全方面的筛选 后小妹的身上似乎有极为特殊的资质 所以有资格进入通天道 接受通天道的指点 一旦在修行中表现优秀 就有可能会成为通天道的侍卫 此时每隔百年都会进行一次 只不过每次的这一万人里 怕是只有那么几百人才可获得侍卫的身份 灵溪老祖的了解明显多了不少 感慨中也有祝福与期待 此刻说完 因如今的逆河宗全宗修复 需要他的地方太多 所以灵溪老祖没有继续与白小春交谈 转身远去 可在临走前 他想到了侯小妹与白小春的关系 于是再次开口 不过具体的事情 你还需要问问宋军晚 十年前的选拔 是在星空倒计宗内举行 当时宋军晚也去了 可惜没有被选中 白小春点了点头 他不便把自己 对天尊的忌惮告诉灵溪老祖 不是不信任 而是太过害人听闻 只是心中的不安 最后又看了一眼目的的方向 白小春深吸口气 转身离去 很快的黄昏降临 随着明月高挂 你和宗的弟子也开始了各自的大做修行 毕竟修复宗门并非一日可成 战争造成的疲惫也需休养 眼看如此 白小春终于找到了机会 赶紧去找宋军晚 实在是多年没见 他一方面也想念宋军晚 另一方面也需从他那里打探一些 侯小妹被选拔的具体之事 而宋军晚那里也终于停歇下来 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了其洞府时 刚刚退下一枚疗伤的丹药 还没等白小春到来 宋缺就先来了 对于这位宋家的添交 宋军晚还是很关心的 而且如今的宋缺亦是原因 这对于整个宋家来说都是大事 就算宋军晚是宋缺的长辈 面对宋缺的到来也要起身相迎 只是他刚一起身 宋缺就内心咯噔了一下 不敢自视修为连忙上前 小姑不必如此 雀儿拜见姑姑 宋缺只晚辈里赶紧一拜 依旧是如当年修为 不如宋军晚时的小辈模样 这就让宋军晚心中很是舒坦 也觉得宋缺这里很是懂事 可还是说了几句 雀儿你现在也是原因修为 姑姑来迎你也是应该之事 虽理发不可乱 但修真节内更是强者为尊 宋缺文言苦笑 心底暗道如果没有白小春 那么自己在宋家凭着如今的修为 眼前的小姑相迎也就罢了 自己毕竟也是原因修士 如今更是距离原因中期不远 莫说小姑了整个宋家除了老祖外 其他人看到自己都要拜见 可一想到宋军晚的身份 一想到白小春宋缺就郁闷的同时也有害怕 他虽喜欢看白小春郁闷的表情 可却不敢在白小春面前露出太多 实在是蛮荒中的一次次事情 使得他成熟的同时也对白小春 从心底产生了他不愿意承认的敬畏 而白小春那里一次又一次 以自己小姑的身份自居 这就使得宋军晚这里 对于宋缺来说绝不仅仅是长辈那么简单 不然的话他也不能如今第一世界 就来拜见宋军晚 而不是宋家老祖 姑姑莫要如此 却而在你眼中永远都是当年的样子 想到这里 宋缺深吸口气再次向着宋军晚一拜 宋军晚脸上笑容更多 目中也有柔和 更有对自家出现如此麒麟而骄傲 于是开口问着宋缺在蛮荒内失踪的这些年 都经历了什么 对此 宋缺支支屋描绘的不是很彻底 他心中更是尴尬 如果是其他人问他还可以傲然一些 可面对宋军晚他实在是心中没底 宋军晚也看出宋缺的不对劲 宋缺微微一皱 他本就相貌绝美 此刻这么一皱眉 使得他更是惊艳动人的同时 也有了一股威严 正要去仔细问徐时 从他的洞府外 传来了白小春的带着调侃的声音 这声音传入洞府的瞬间 宋缺心神立刻跳了一下 宋军晚也俏脸微红 目中有瞋意 当这晚辈的面被白小春这么调侃 他也觉得心跳加速 有些尴尬 可还是一挥手将那洞府之门打开 白小春刚一进来 就立刻看到了宋缺 缺儿也在啊 宋缺的脸顿时黑了 宋军晚眼看宋缺的表情 神色也有些了然 更有些过意不去 知道若不是自己的话 白小春也不会这么的占宋缺的便宜 于是正要开口 可白小春语速很快 已提前传出话语 马儿你不知道啊 蛮荒里那是什么地方啊 危机四伏处处是生死啊 在那里我为了救缺儿不惜暴露身份 不惜得罪权贵 甚至为了他抄了一个天侯的家 那可是天侯啊 那么大的蛮荒也就只有一百零八个天侯 任何一个都是大人物 白小春感叹一声 目中满是追忆 自在回想自己为了救下宋缺 所付出的惨重代价 我还记得啊 在蛮荒我第一次看到缺儿时 他那凄惨的样子 全身上下都是管子呀 被那个天侯家族当成了活灵石 马儿 你知道什么是活灵石吗 就是不断的喂下大量药物 强行哄开经脉 使得修为提高后 却偏偏限制身体 不断的折磨使得其修为不断运转 而随着运转 他的修为之力 会从那些管子内散出 形成一定范围内的灵气区域 从而 让那个家族的晚辈 如同有了用不完的灵石 去吸收修炼啊 白小春描绘的很是生动 他的话语 让宋缺这里不自在时 也都好似想起了当年的漆黑惨淡 同时也让宋军婉倒吸口气 整个人瞬间花容失色 太过分了 宋军婉整个人怒意弥漫 猛的看向宋缺 在看到宋缺脸上的苦涩后 他立刻就明白 白小春说的没有半点夸张 也顿时就明白了 之前为何宋缺支支舞 小春 此事多谢 宋军婉 将之前打算不让白小春 继续占宋缺便宜的想法 立刻大笑 此刻目中带着感激 想着白小春欠身一拜 哎 这么客气干什么 我这么做 还不是为了你吗 白小春轻咳了一声 上前当着宋缺的面 一把搂住宋军婉那纤细的腰肢 拍着胸口 大声说道 你是缺儿的小姑 我就是缺儿的小姑父 在蛮荒 我们是一家人 我不帮他 谁帮他 我不救他 谁救他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小事小事 宋军婉脸色微红 可却没有避开 目中看向白小春时 越发柔和 带着强烈的异样之感 似乎之前 那隐隐感受的距离 如今也随着此刻 那搂住自己腰肢的手 消失不见了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传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八百八十集 小春 你看这是什么 眼看自己小姑 那目中看向白小春时 似浓情蜜意一般 宋缺内心常态一声 有些后悔 在这个时候来拜见小姑 早知道白小春也会出现的话 打死他都不会选择此刻到来 同时心底对白小春勾胆女修的功夫 也有了他想要压制 可却压不下去的佩服 他可是当初见证了白小春如何去教 赵天骄追其师姐的一幕幕 那赢字诀的精髓 宋缺也都听得很清晰 同时也看到了在蛮荒里白小春与红尘女之间 那不清不楚的关系 更不用说蛮荒中还有个陈满瑶 回想这一路 似乎只要是个角色女修 仿佛都会与白小春之间发生一些故事 这一点让宋缺感慨无限 只觉得苍天似乎对白小春格外的偏爱 他有心想要告状 让自己小姑知道陈满瑶 知道红尘女 可抬头时一眼就看到了白小春的墓中 露出的警告后 内心疑惨憋屈中在心底长叹一声 又发现自己的小姑那墓中的蜜蜜 似浓到了极致 他觉得自己站在那里好似多出来一个很别扭的存在 于是赶紧找了个由头匆匆离去 直至离开了宋军晚的洞府 他才觉得舒服了不少 摇头时看到前方有血腥一脉的弟子 他立刻就抬起头 一股身为原因强者身为天骄的傲然在身上浮现 接受了一路上众弟子的拜见后 这才重新找回了一些信心 而此刻的宋军晚洞府内 随着宋缺的离去 只剩下了白小春与宋军晚二人 许久没见 之前战场更是匆匆 此刻单独相处 宋军晚开向白小春时 目中的思念再也压抑不住 尤其是他之前听到白小春所说的 关于宋缺的事情 还有白小春所表达出的 其自身的如何威胁 这才救下宋缺 这一切 在他看来 就算白小春故意夸大了其自身的作用 可无论如何 宋缺安全的回来了 而且 修为突破到了原因 这就足够了 他很是温柔的 为白小春整理着衣衫上的一些褶皱 口中说着关心的话语 没有外人在 有些话他在说出时 也就不会太过脸红 白小春在宋军晚面前更是放松 很是享受着宋军晚如同大姐姐般的呵护 二人坐在同一张大椅上 白小春略有吹嘘的重新描述了一番自己救下宋缺的过程 这里面他重点的凸显出自己的作用 大有若不是因为自己宋缺这一次估计在劫难逃 同时眼睛也偷偷的打量宋军晚 虽多年不见可宋军晚依旧绝美 那带着粉衣的翘脸柳叶完眉 似有着异样的美丽 目中的温柔如水 仿佛眼波再等别人猜测一半 使得白小春心跳都加速了几下 尤其是宋军晚的身姿 凹凸有致很是火了 那线细腰枝如同杨柳在屯出又夸张的起伏 时而他整个人散发出惊人魅力的同时 因其穿着大胆 噎实的白小春暗中咽下几口唾沫 心底高呼咬腻 内心不由的将宋军晚与红尘女去进行比较 最终不得不感慨 在身材的完美上宋军晚更胜一筹 他也发现自己好似有些不对劲 琢磨着似乎自从在蛮荒的丛林里被红尘女故意推倒后 自己似乎开了窍 自看到白小春那偷偷打亮自己的目光 宋军晚的心跳也加速了一些 可表面上依旧巧笑言然 美目叛息 装作不知道版 甚至还刻意的让自己的身姿看起来更动人一些 只是等了半天 发现白小春那里居然只是偷看 没有任何其他的举动后 宋军晚心中也有些恼火 眼中有了一些优越 热情也都淡了下来 甚至神色上都出现了一些冷漠 淡淡开口 没事的话 我还要打坐 白小春看在眼里 也愣了一下 琢磨着之前还好好的 很是热情的样子 可转眼就变了 他觉得莫名其妙的同时 想着现在去问候小妹的事情似乎不大好 于是眨了眨眼试探的说了一句 啊 那 那我走了 不送 宋军晚文言心底没来由的怨气更深 晚了白小春一眼后哼了一声 白小春这一次是真的摸不着头脑了 他叹了口气 觉得女人真的是很奇怪的生物 红尘女这样 宋军晚也如此 莫非年纪大的女人都如此啊 白小春深以为然 心中无限的想念候小妹 他觉得还是候小妹乖巧 那我真的走了啊 白小春摸了摸鼻子 起身时 宋军晚气得闭上也没理他 白小春觉得有些尴尬 心头也有些生气了 袖子一甩就要离去 可就在他走出了七八步时 身后传来宋军晚的声音 这一次 要在宗门留多久 我也不知道 不过彻底解决了宗门的事情后 我要去一趟星空到集中 白小春也没好气 觉得这宋军晚莫名其妙的 此刻回了一句 继续向前走去 宋军晚闻言睁开眼 看着白小春的背影 眼看他就要离开 尤其是听到了白小春的话语 他也也明白 以白小春的修为与天资 逆河宗虽是他的家 可他显然不可能永远在这里 怕是一旦离开 下一次 回来 又将是许久许久之后 想到这里 想到之前战场上 他内心升起的距离感 宋军晚的目中深处有些挣扎 他隐隐感觉 如果这一次自己抓不住 那么或许随着时间的流逝 距离越来越远 不但感觉会淡了 两个人的关系 也将渐渐的成为回忆 宗门这些年的风雨飘摇 他看到太多的生死别离 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能突破阶段 踏入原因 也不知道自己在未来会不会有一天也战死 他只明白这些年白小春是唯一一个 当年那般去撩拨他 而偏偏又不让他反感之人 甚至一次次的事情 已经使得白小春的身影深深的留在他的心底了 想到这里 宋军晚目中的挣扎化作了过断 他本就是血熙宗的魔女 本就不是灵熙宗那样的正道宗门 此刻有了决断后 宋军晚再没有迟疑 目中渐渐露出诱人的神采伸了个懒腰 将美好的身姿尽情的展露出来 声音也都带着一丝 让人听了后 心颤的苏玛与慵懒悠悠传出 小春 你来 我给你看个东西 这声音落入白小春耳中 如同有小手在他心里抓了一下 让白小春全身都麻了一半 口中却哼了一声 哼 不看 话虽这么说 但他的脚步却停了下来 头一眼控制不住的转了过去 一眼就看到了宋军晚那身懒腰的燎然姿势 内心也都狂跳了几下 再次暗呼妖孽之时 努力的控制着呼吸如常 听话 怎么都不敢过来啊 我还能吃了你啊 宋军晚美目流畔 向着白小春一招手 白小春内心在跳 又哼了一声 我怕你 白小春一瞪眼 立刻就走到宋军晚身边 站在那里抬着下巴大声开口 说吧 你要给我看什么 宋军晚眼口一笑 眸中秋水更起波澜 似仿佛有一对钩子 让白小春看到后呼吸不由的急促了一些 就在这时 宋军晚一拍厨袋 顿时就有一枚丹药 出现在他的两指之间 你看 这个是什么 白小春一愣有些不满 他还以为宋军晚要让自己看什么呢 结果却是一枚丹药 此刻心底嘀咕着 看了过去后 凭着他的单道造诣 再加上眼熟 顿时就认了出来 这是发情丹啊 你怎么有 白小春刚一开口 说到这忽然吸了口气 他猛然间想到了红尘女 可就在这时 宋军晚的脸红红的 可目光却极为大胆 右手更是轻轻的 一腻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传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八百八十一集 我还是第一次啊 啪的一声 随着发情丹被宋军晚轻柔的捏碎 这熟悉的声音 顿时就传入白小春耳中 在他心中直接就化作了平底惊雷 而那发情丹碎裂后 一股红色的雾气 刹那间就扩散开来 还没等白小春反应过来 就直接将他与宋军晚笼罩在内 啊 白小春只觉得脑海嗡的一声 下意识的就要后退 可没等他退出几步 一个散发无穷美丽 纤细柔弱的郊区 就直接将他拉住 不要啊 白小春呼吸急促 可却猛的眨了眨眼 他发现自己内心深处 居然还有一些期待 可是口中却是赶紧惨叫起来 王儿 王儿你等等 你 你要干什么 啊 你 你别塑我衣服啊 我还是第一次 白小春惨叫极为夸张 甚至在那红雾内 他明明可以挣扎 但却挣扎的不是很强力 唯独这惨叫越发传出 他怕呀 生怕被宋军晚知道自己在蛮荒时 已经提前与红尘女就经历了这一幕 于是此刻惨叫很是卖力 别这样 你 你让我准备一下 啊 雾气内不断回荡白小春那哀嚎的声音 可实际上在那雾气里 他只是装模作样的抵抗的迹象 暗中却欲惧怀迎 甚至有意无意的还摆出几个姿势 使得宋军晚撕自己的衣服更顺利 而宋军晚刺客喘息中也传出了声音 你给我闭嘴 我要的就是你的第一次 随着话语传出 随着一件件残破的衣服从雾气内被扔出 白小春的惨叫也戛然间停顿了一下 似猛的吸了口气 伴随着宋军晚似疼痛的轻横 雾气越发翻滚起来 时间流逝很快一个时辰过去 随着雾气的消散 随着宋军晚已经恢复神志 也都穿好了衣服 此刻翘脸红润无比 一边整理自己的衣衫 一边侧头 目中戴着得意更有甜蜜 看着此刻双手抱着膝盖 呆呆的坐在那里的白小春 白小春的这个样子让他很是满意 实际上若白小春不这样 他反倒会忽疑起来 此刻心满意阻咒 宋军晚胆笑开口 行了 还不穿好衣服 放心 我会对你负责的 可实际上 白小春这发呆有三成是真 七成都是假的 他不敢不发呆 实在是他害怕被宋军晚知道真相 此刻只能如此 可在心中确实忍不住 去将宋军晚与红尘女再次进行了比对 这么一对比 白小春心中纠结 他发现这两个都很完美 一个充满野性 一个身姿惊人 实在是梅兰竹菊各有千秋 可表面上他哭丧着脸 甚至想了想后 还让身体颤抖了几下 以表示自己真的第一次 至于那三成真的发呆力 则是他内心的无限感慨 他觉得自己怎么两次都是栽在了发情单上 莫非发情单刻我 第一次这样 第二次也这样 难道还有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白小春无奈的同时 心中却控制不住的生起了一丝期待 眼看白小春那四倍蹂躏的小模样 宋君婉心中更得意了 他从厨袋内亲自拿出了一件衣服 递给了白小春后 眼看白小春还在发呆 于是口中安慰了几句 居然给白小春穿了起来 就这样 磨磨蹭蹭中 白小春呆着脸 任由宋君婉给自己穿好了衣服 只是暗中心里也有得意 觉得自己之前的演技实在是太完美了 可还是难免生其感慨 琢磨着这一定是自己太诱人了 不然的话 为何红尘女要故意的用发情单来迷惑自己 而宋君婉也是如此呢 不怪他们 只怪我太优秀了 白小春想到这里 也只能默认了自己的优秀 无奈的叹了口气 他越是这样 宋君婉就越是得意 拍着白小春的肩膀又安慰了几句后 白小春趁机赶紧问出侯小妹的事情 如果换了之前 白小春这么问 宋君婉就算会回答 心中也都多少有些不舒服 可眼下他心满意足 没有任何情绪的抵触 将自己所知道的都告诉了白小春 那一次的选拔中 逆河宗内一共有数千人参加去了星空道集宗 与整个通天河东脉的十多万修士一起去进行试探 最终宋君婉没有通过 实际上 你和宗真正通过选拔的只有鬼崖一个人 可在测试侯小妹的资质时 似她的资质很符合通天岛的一门神通书法 所以她才被破格收取 与鬼崖一起去了通天岛 而如侯小妹这样的修士不是唯一 实际上 在宋君婉的描述里 那十多万修士中一共有八人 都是与侯小妹的状态相似 因资质符合某种术法的传承 所以被选走 听到这里 知道侯小妹不是唯一 白小春总算是心底略安了不少 尤其是听宋君婉说 历代如这样的选拔都曾出现 而且已经持续了数千年之久 最重要的是 所有最终在通天岛没有成为侍卫之人 大都安全的归来 也没有出现过什么伤亡的事情 这就让白小春的心里再次松了口气 或许是我想多了 了解到侯小妹的事情 白小春又装模作样一番 眼看宋君婉身色内有疲惫之意 白小春眨了眨眼 知道方才二人折腾的似有些狠了 于是干咳了一声告辞离去 不过在临走前 他给了宋君婉一个天人魂 实在是他的天人魂没有抽集五个 而且也不是不同的五星属性 不过哪怕一个天人魂在通天河区域 也都是至宝一般 通过一些渠道 可以让宗门代换成五个天兽魂 这对宋君婉的结音有意想不到的好处 不但可以让他顺利不少 更重要的是一旦成功 他就是天兽魂元英 与星空到极宗的天骄在元英这一境界上 站在了一个层次 这对他以后的修行帮助也将极大 在看到白小春给自己的天人魂后 宋君婉也是内心震动 吸了口气 如此贵重之物 他还是这辈子首次收到 内心顿时感动无比 看向白小春时 目中的甜蜜更浓 没有去与白小春磕头 宋君婉直接收走天人魂 不过在白小春临走前 他上前轻轻的抱住白小春 用他身体的火热来让白小春明白他的感谢 白小春心跳加速 哪怕刚刚经历了风雨 可眼下被宋君婉抱住 他还是脑海控制不住的浮现方才的一拟一目 生怕被宋君婉看出破绽 白小春匆匆的说了几句转头就赶紧离去 直至出了洞府 白小春都觉得心头依旧有些躁动 忍不住又一次暗呼妖孽时 心中也有些感慨 他觉得自己似乎变了 这一次很明显的没有之前的那么郁闷了 不行啊 这个要改改 还有胡小妹呢 可不能让她知道啊 想到这里 白小春又控制不住思绪 琢磨着 不知道胡小妹有没有发清单 如果没有的话 自己要不要找个机会 无意中给她几例 不行 不行不行 我白小春怎么能是那种人呢 白小春又觉得这样不对 他认为自己是个很纯洁的人 此刻内心莫名的纠结一番 最终他抬头望天 长叹了一声 为什么呀 要让我如此优秀 在这叹息中 白小春回到了逆河宗内 为他准备的洞府 在这洞府中 白小春盘膝坐下 将所有的思绪都挥散后 他深吸口气 星空到极宗 态度不明 为了以防万一 眼下最重要的 就是要尽快成为天人 想到这里 白小春目中露出果断 我要烈二十一色火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八百八十二集 天人震怒 在将那三大天人打成一死一残一逃后 白小春就已经意识到 逆河宗的事情还没有结束 哪怕他暂时化解了危机 可实际上真正的源头是星空到极宗 若没有星空到极宗的默许 中有三大宗门又奇感无骨的来灭逆河宗 而其他人或许对星空到极宗不是很了解 可白小春在星空到极宗的那些日子 对于星空到极宗的内部已有认知 如星空到极宗的五位天人老祖 这五人中除了铁血堂的天人外 其他四位分别都是星空到极这四脉的最强者 如空域的那位童子一样 其他三脉也都这般 有各自的天人老祖坐镇 旗下千丝万缕甚至还有家族利益在内 而各域下的中有宗门实际上就是他们势力的延续 而逆河宗这里自从踏入中游后 对那位空域童子的供奉就始终没少 甚至比当年的空和月还要多 所以与其说这是一次三宗对逆河宗的 进犯之战不如说这是星空到极宗 既为天人的一次博弈 很明显空域的那位童子老祖 在这场博弈中明显属于弱势 他无法与其他三位天人对抗 如此一来就使得逆河宗这里如被放弃了一般 出现了之前三宗联首灭门之势 而眼下白小春的出现 看似打残的是三大宗的联首可实际上 则是如意巴掌拍在了星空到极宗 那三位天人的脸上 可以想想接下来的事情必定很难善了 星空到极宗那三位天人的怒火随时可能降临 只是白小春虽不愿面对这种局面 可之前宗门浩劫 他没有其他的办法 只能如此 希望陈赫天看在我当初毕竟是救了他的弟子 与女儿的份上 不要太过分了 还有白林的祖父 也希望能考虑一下当初我与白林的交情 白小春柔了柔眉心 他心中也明白 不能将希望放在其他人身上 这一切因素只有在逆赫宗本身就足够强悍后才可以尽上天花 成为天人 白小春觉得自己压力不小 如今化解这一切的最好办法就是他成为天人 以天人修为使得自己战力更强方可使人忌惮 才能真正的守护逆赫宗 白小春目露果断 在这闭关的密室内立刻就取出21色火配方 开始仔细的研究起来 至于炼火的消耗 虽如今是在通天河区域 可当初白小春在蛮荒临走前 他的弟子白浩曾给了他足够的魂 那些魂足以支撑白小春太多次的失败 可以说只要不是白小春这里始终无法成功 那么他最终必定能炼出21色火 时间流逝 转眼数日过去 密室内的白小春又陷入了疯狂的状态中 头发乱了也不管不顾 随着研究他的全部心神都融入到21色火的配方内 去仔细的分析每一个环节 仔细的推敲每一个步骤 或许是本身的压力不小 使得白小春这里此刻好似爆发一般 脑海的思绪不断的跳动的同时 因通天河区域有天地灵力存在 他的吸收也始终没有停止 更是不时吞下一些拟河宗炼制出来的恢复精力的担忧 如此一来 在这么循环之下 他对于这21色火的配方 越发的熟悉起来 直至又过去了三天 白小春猛的抬头 双手抬起一挥 立刻大量的魂被他取出 首次炼制 这一次的炼制 毫无疑问是无法成功的 白小春对此心知肚明 他要的也不是成功 而是在失败中去总结经验 而这种在实践中的进步 其速度之快将极为惊人 实际上 除了白小春外 其他炼魂师 根本就无法做到这一点 实在是这消耗之大 无法想象 也只有白小春这里 有明皇作为弟子 才可以去如此奢侈的炼火 时间慢慢流逝 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让白小春这里的领悟越来越多 他视而停顿下来 仔细的去琢磨挑整后 又拿出配方 每一次都有不同的收获 虽整个人看起来疲惫无比 可他目中的光芒 却是随着一天天过去 越来越明亮 与此同时 白小春在这里沉浸炼火中 外界他所担心的事情 也已经慢慢的发生 逆河宗的华丽逆转 白小春与三大天人的遗战 但如今也渐渐传开 轰动了中游 所有修士的同时 就连下游以及墨游 也都隐隐所闻 更不用提 源头的星空道集宗了 白小春的归来 与三大天人的遗战 让星空道集宗内 无数认识白小春的人 在听到后 纷纷的心惊稀奇 觉得匪夷所思 心神为之撼动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肉身被斩 宗门被抄的道河院老祖 他已经不顾一切 整个人疯狂中 联合了星河院老祖 二人急速前往星空道集宗 一路同行的 还有集河院的一位 元英长老 白小春的出现 使得他们胆颤心惊的同时 也有强烈的不甘于 嫉妒的憋屈 此番联手 齐齐到了星空道集宗后 立刻分散开来 去寻找他们这一脉的最强老祖 其中那道河院的老祖 正是陈和天 也就是赵天娇的师父 他原本在闭关 当听到了外面传来的 关于逆河宗 关于白小春的消息后 陈和天第一个反应就是 此事太过荒谬 但很快的随着消息的陆续传来 陈和天确认的同时也有了强烈的怒意 对于白小春 他之前虽有印象 可却从来没有放在心上 哪怕对方也算间接的救下自己的弟子与女儿 可他依旧高高在上 对白小春很是无视 甚至当年 众人被传送到蛮荒后 他也只是发动了驱使全力寻找自己的弟子与女儿 最终成功的将自己的弟子与女儿救出 至于白小春 他根本就没有去理会 可眼下 这个都快要从他记忆里淡忘的名字 居然再次出现 而且一出现 就斩些如此战力 这就让陈和天皱起眉头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道河院的那位被斩了肉身的天人到来了 刚一看到陈和天 这道河老祖就立刻委屈中 向着陈和天深深一拜 前辈 救我 眼看自己麾下 正和中游宗门的天人静强者 如今居然只剩下了元神 陈和天的面色 短是阴沉无比 似有风暴 在其体内轰隆隆的狂暴起来 到底怎么回事 随着陈和天的开口 一股惊人的威压 从他身上 骤然爆发出来 感受到陈和天的威压后 道河老祖的元神遗产 赶紧将那遗斩的全部过程 没有半点隐瞒的如实说出 当听到白小春那里 不是在三人联手下被他强力击败 而是被其诸葛打杀好 陈和天冷哼了一声 在他看去 眼前这个道河老祖也好 其他中游的天人也好 都只是反倒天人而已 就算天人中最弱的存在了 而他自身则是天兽魂元英晋集天人 成为远超繁岛的地品天人界 除此之外更是天人中气 这一切就使得他有把握 就算是他逐个的话 也能将三个如眼前这样的道河老祖击败 那白小春更过分的是 他居然趁着我不在的关头去了道河院 将整个道河院的财富去全部搜刮走了 那里面还有我准备贡献给您老人家的那一份 道河老祖内心颤抖 迟疑了一下后还是这么的开口 一听到这句话后 内心已有判断的沉河天目中寒芒瞬间四散 好大的狗胆 他只是找死 沉河天冰冷开口 神识更是刹那散开 直接就找到了兴宗一脉 以及极宗一脉的天人老祖 在他看来 此事最急的不是自己 而是那位被斩了挥下天人的极宗老祖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传记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883集 铁血塘出洞 集宗老祖正是白林的祖父 白林的祖父名为白振天 一身修为惊天动地 很是强悍的同时 其脾气也是很大 此刻他目中似有火焰 冷冷的望着身前跪拜在那里 瑟瑟发抖的集合院的那位圆英长老 这么说 外面的传言是真的了 你们集合院的老祖 是最没用的一个被人斩了 是那星河老祖 他 跪在那里的集合院长老闻一眼 忍着颤抖正要解释 可他话语还没等说完 一声怒吼 就从白振天的口中 目然传出 滚 轰鸣声滔天爆发 震动外界彩虹的同时 那位集合院的长老狂喷鲜血 身体被一股狂风卷起 直接甩出了白振天的巨足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陈河天的神识骤然而来 化作其阴冷的声音 白兄 此事 你可如何处理 如何处理 杀人长命 白振天冷冷说道 至于他的孙儿白林那里 他此刻也顾不得了 实在是家族势力面前 哪怕他对白林很是喜爱 也很难爱乌集乌 实际上 从之前默认了集合月 对逆和宗出手的那一刻起 他就已经有了决断 甚至因此白林也都到来 祖孙二人还大吵了一架 不但是他这里如此 陈河天那边也是这样 照天骄以及其道理 二人多次找到陈河天请求 可陈河天根本就毫不理会 如今又出现了这么大的事情 陈河天与白振天又岂能善罢甘休 算上老夫一个 就在陈河天与白振天二人有了共识后 一个苍老的声音 舒然间在二人神识内回荡开来 说话之人正是兴宗老祖 也正是当年天空会背后的靠山家族 那位得罪了白小春的天骄 李元胜的祖父李贤道 这一次白小春动了三宗 就等于是动了他们的利益 哪怕星和月损失最小 可李贤道也无法坐视不理 毕竟这一次三宗出手 他也是默认了的 同样的三人通过此事的联手 去压制空域那位童子也已成格局 又岂能让一个白小春来破开这局面 好 既李兄也认可此事 那么事不迟疑 毕竟空宗的李元道友那里 这些年被我等压制得很了 如今怕是心思又活了一些 陈赫天淡淡开口 目中寒芒一闪 星空道集宗 五大天人内有两位都姓李 只不过却非一家 李贤道与白震天文言立刻点头 三人简单沟通后 顿时从这星空道集宗的彩虹上 立刻就有三道 撼动苍穹的天人波动 轰隆隆的爆发出来 随着爆发 李贤道 白震天 陈赫天 三人身影如长虹 全部冲出 刹那远去 在他们身后 则是道合院 以及星合院的老祖 一共五大天人 三前两号 划破长空 目标正是逆河宗 要去惩治白小春 这五大天人引发的波动太大 立刻就轰动了整个星空道集宗 使得无数弟子心神摇曳 更有海然惊呼 不知出了什么大事 居然引得天人如此 怎么回事 我看到了陈老祖 白老祖还有李老祖 另外两个好像是中有宗们的天人 就在这些弟子议论纷纷是照天骄的身影 周然杰就出现在了天空上 他焦急的看向已经远去的师尊 面色不断变化 他如今也听说了白小春回来的事情 听到了关于逆河宗内 其逆转局面的一幕幕 原本就心中有愧疚的他 眼看自己的师尊居然与其他几位天人一起去世汹汹 这就让赵天骄内心煎熬中眼睛慢慢红了 不过了白小春是我的兄弟 他又没做错什么 那道自保也是错吗 那道救自己的宗门也是错吗 赵天骄大吼一声 立刻冲出直奔逆河宗 他阻止不了师尊的决定 但他要与白小春一起去面对 他的道旅陈月山也一样毅然的跟随赵天骄的身后 一同吉尺 就在赵天骄道旅二人呼啸远去时 星空道集宗内还有一个人 也因这件事情而发狂 此人正是白林 当他察觉到自己的祖父居然杀向逆河宗时 白林整个人都暴怒起来 白小春是我的万夫长 祖父白小春没回来时 你要参与灭溺河宗之事 我无力阻止 可如今白小春都回来了 你居然还要这样 这些事情是你逼我的 白林的脾气本就火爆 此刻怒意滔天 一晃飞出直奔铁血塘 白小春不仅仅是他麾下万夫长 更是铁血塘之人 毕竟五大军团的万夫长都隶属于铁血塘 而星空道集宗内 除了四脉天人外 还有最后一个天人 此人就是铁血塘老祖 身份地位因铁血塘 只听半身老祖之令 故而极为特殊 天刻后也不知白林如何禀告的这件事情 一股远远超过了陈和天等人的波动 如风暴般从铁血塘所在的方向搅动苍穹 随着气势的扩散 一个穿着血色铠甲的中年男子 如同踏着尸山血海 一步步缓缓走出 五大军团何在 走出的刹那 这中年男子淡淡开口 一句话 回荡星空道集宗的瞬节 一道道身影 从四方急速冲出 渐渐数百数千数万 也就是几个呼吸的世界 赫然有近十万人出现在天空上 这十万人赫然都是五大军团的修士 这里面有不少都认识白小春 有不少都是白小春的战友 甚至在其中还有当年属于白小春的那万人军团 与此同时 白林穿着铠甲也肃然出现 他的身边是其他几个军长 一个个也都肃杀之意弥漫天地 有人要动你何走 此事本作不管 可要动我铁血堂的万夫长 你们同意吗 铁血堂天人静的中年男子淡淡开口时 一股超越天雷的轰鸣声 从四周十万修士口中猛然爆发 不同意 这声音掀起无穷回忆 撼动整个星空倒计纵使 铁血堂老祖右手抬起一挥 既然不同意 我们就去看看 谁敢动我铁血堂的万夫长 轰鸣之声立刻惊天动地 这十万大局刹那就冲出宗门 在铁血堂老祖的帅领下一行人如同军团开动 起始之强让天地色别 这一幕彻彻底底的让星空倒计总轰动了 每个人都差不多被震的木灯口袋 纷纷的有种强烈的感觉 要出大事了 你何总 白小春 我想起来了 白小春曾经是长城的万夫长 这是 这是天人之间的战争吗 在这所有人都哗然时 空与彩虹上一处密室内 空中的那位天人童子 此刻目光急速闪动迟疑起来 他可以说是这件事情的当事人 可眼下他内心也在权衡 最终还是摇了摇头 罢了 此事我若参与进去 若赢也就罢了 一旦输了 童子沉吟后索性闭上了眼 没去理会外面那些哗然嘈杂之意 在他的心中 实际上早就将逆河宗放弃了 哪怕白小春这一次强势归来 可他还是没有改变这个决定 实在是 在他看来 铁血汤可以维护白小春 但却不会维护逆河宗 而白小春一个人 哪怕能在这一劫中不灭 可逆河宗的结局终究是无法被改变的 整个星空倒几宗 五大天人如今四位出动 苍穹不断的泛起波纹 而天人的速度太快 尤其是陈鹤天等人最先出动 很快的他们就摇摇的看到了逆河宗的山门 铁血汤出面了 意料之中 不过铁血汤也不能干扰太多 就算能救下白小春 也无法参与太深 铁血汤的那位也只是做做样子而已 否则的话独自前来定可追上我等 又何必召集众人 这很明显是刻意给了我们时间 不过既然那位出现了 我们总要给一些面子 罢了 这白小春 废了其修为 留一条命好了 陈鹤天三人相互看了看 立刻揣移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传记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八百八十四集 黑云在林 此刻正是黄昏 逆鹤宗那众多弟子 还在忙碌修复山门的工作中 放眼看去 经过这些时间的修整 逆鹤宗的四脉山峰已恢复了大半 一些阁楼建筑也都邻里而起 远远一看 虽还有一些细节末梢存在了残破 可大致已恢复了七七八八 尤其是逆鹤宗弟子的士气 更是因之前的那一战 哪怕如今也都振奋无比 甚至彼此之间 时常传出笑谈之声 使得整个逆鹤宗死生机勃勃 更是在这一战后 逆鹤宗内的四脉彼此更为融洽 如今相互帮助 好似有新的气象 显露出来 至于宗门那几个老祖 如今表面看似如常 可彼此的心中 始终都有一块大石 难以放下 他们这些天 也不断的联系 星空到几宗 尤其是想要与空宗的那位天人童子沟通 可对方始终没有半点灰音 这就让灵溪老祖等人 内心是七上八下 患得患失 可对外却不露出丝毫 实在是如今的逆鹤宗 怕是经受不起浩劫的重新降临 不能所有压力都让孝春来扛 此刻的逆鹤宗大殿内 四脉老祖还有几个原音修士 都神色凝重的坐在那里 当手之人正是灵溪老祖与血溪老祖 实在不可为的话 我们就离开这中游 回到下游也是一样 听到了灵溪老祖的话语后 血溪老祖沉默片刻 傻哑的开口 但凡有其他办法 他们都不会选择回到下游 可如今星空到极宗态度模糊 这就让他们不得不做出最坏的打算 随着血溪老祖的声音回荡 四周众人纷纷沉默下来 使得大殿也都安静 更让外面弟子修整山门的笑谈之声也隐隐传来 听着外面那些弟子 他们的开心笑声 感受着整个宗门正焕发生机 可以想象这样的情况持续下去后 对逆河宗而言将是一次脱胎换骨 而一旦此刻逆河宗选择了离开中游 那么莫说是他们了 这对所有弟子来说都将是极大的打击 灵溪老祖轻叹一声 正要开口可就在这时突然的一道黑影 似刹那间凭空的挪移而来 正是那只灵溪宗的猴子 几乎在他到来的刹那一道白影也是瞬间出现在了大殿内 是血溪宗的兔子 他们在来临的一瞬就有尖锐的声音 木然间从他们口中几乎不分前后的同时传出 天人来袭立刻开启阵法 猴子与兔子的声音似乎都扭曲了 在回荡的瞬间 灵溪老祖灭色狂变没有半点迟疑 立刻掐绝开启阵法 血溪老祖以及其他两脉老祖都是这般 眨眼的功夫 轰鸣之声滔天回荡 逆河宗四脉山峰爆发出惊天之声 一层阵法 顿时就笼罩在了逆河宗的四方 与此同时 那棵被救活的空荣树也是猛的一阵之下 所有的树叶上都闪烁符纹之毛 眨眼间 以空荣树为核心的山门大阵也轰轰中爆发出来 形成了一道绿色的光幕 再次叠加后笼罩逆河宗 这一切来的太突然 使得此刻宗门内所有弟子都心神骤震 彼此还没等反应过来 阵法已经开启 而且最重要的 是在那苍穹上 天空传来雷鸣之声 五道身影 三前二后 刹那降临 正是陈鹤天 李显道 以及白震天三人 他们的身后 则是星河老祖 以及道河老祖 五位天人 同时出现的一瞬 他们的意志 就直接充斥整个苍穹大地 使得天雷滚滚 苍穹翻滚 霸放轰鸣 使他们的意志 取代了天意 在这一刻降临无尽四方 好似将此地彻底的封锁 如同与这片世界分隔开来 再看到苍穹上 那五道身影的瞬间 逆河宗内所有弟子都倒吸口气 神色惨变 西神掀起惊讨海浪 道河老祖 那是星河老祖 至于其他三位没见过 可他们的气息 似乎比道河老祖还要恐怖 上官天有 呼吸猛的一致 北韩列身体颤抖 哪怕是宋区 此刻也都心神紧张起来 更不用说宋军晚等人一样如此 实在是 苍穹上那五道身影的压力太大 以至于哪怕有阵法阻隔 可众人依旧心神震动 感到强烈无比的压抑 来自五大天人的尾压 如同一座座大山 直接就压在了所有弟子的心神中 让他们无法喘息 让他们有种来自本能的恐惧 就在这逆河宗内一片哗然 无数人紧张 有不妙之感 似浩劫要重新降临时 灵系老祖以及血系老祖 作为如今的逆河宗内 除了白小春外修为最高 已经到了半步天人的他们 此刻 猛的一晃飞出 直接就到了阵法内部的边缘 神色肃然无比 看着苍穹上那五位天人 其他弟子不认识陈河天等人 可他们二位却见过 此刻在看清后 二人内心猛的就沉了下来 呼吸也都不由的急促了些 心神陡然无比震荡 拜见陈祖白祖离祖 不知尊者降临还望尊者恕罪 灵系老祖深吸口气 将一切紧张与不安压在心底 立刻抱拳恭敬一拜 一旁的血系老祖也是心惊肉条 此刻低头一样拜见 再看到自家的两位老祖 居然都这么的恭敬后 逆河宗弟子的紧张也跟着更强烈了 目光忐忑的看了过去 面对灵溪与血蝎二人的败结 苍穹上的陈河天三人竟都不看一眼 此刻三人目光扫过逆河宗的阵法 嘴角露出冷笑 这逆河宗的反应倒是很快 毕竟那位白小春也是天人 能察觉到我等到来也是情理之中 无妨最多是需要动动手而已 三人那无视灵溪与血蝎老祖的神态与话语 让逆河宗两位老祖呼吸更为急促 他们的目中也露出了愤怒的血色 四周的逆河宗弟子更是内心在震 彼此颤抖中一股绝望之意 渐渐的滋生在了所有人的心头 哪怕有白小春 可如今不是三位天人而是五位 灵溪老祖狠狠一咬牙 正要继续开口 三位老祖你们 郭总 灵溪老祖话语还没等说完 顿时那位李贤道就冷哼了一声 右手抬起猛得一挥 顿时就有一个大手印凭空出现 足有百丈大小 轰隆隆中 指本逆河宗的山门大阵猛得轰去 巨响汉天动地 随着大手印的落下山门阵发的光幕 顿时爆发出强烈刺目的光芒 随着大手印的落下 顿时凹陷 更是在那不断的凹陷下 逐渐的出现了一道道裂缝 最终 虽还是成功抵抗 可那大手印 却突然的自行崩溃 形成了二次爆发 轰隆街 山门大阵 直接就崩溃了一层 随着第一层的崩溃 逆河宗四脉山峰 顿时震动 无数碎石落下 这刚刚修复好的山脉 再次出现了要坍塌的迹象 三位老祖 我逆河宗到底犯了什么错 你们一定要来灭门不成 灵溃老祖 眼看如此 目中血色更多 整个人如发狂般 向着苍穹陈鹤天等人大吼出来 不但是他如此 逆河宗的弟子也都忍不住 一个个发出淒厉的咆哮 逆河宗到底犯了什么错 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要灭我们的宗门 众人的声音凝聚在一起 形成了爆发的阴朗 滔天回荡时 陈鹤天冷哼了一声 依旧是没理会逆河宗 而是目光落在了道河老祖与星河老祖身上 搬住乡内破开此阵 否则的话 你们两个就不要继续做你们的天人了 道河老祖与星河老祖身体已哆嗦 眼睛瞬间就赤红一片 修为运转 陈鹤天的话语他们不认为是吓唬 对方在星空倒击宗内 一想是一言九鼎一般强势无比 从其口中说出的话 谁若是敢不去在意 那么最终必定自吃恶果 想到这里 道河老祖与星河老祖都大吼一声 拼了全力直奔逆河宗山门而去 喜欢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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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